叶末默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美女师傅也不见了。 她也发现了自己成了被世家抛弃的妻子,被别人退婚的苦逼,还是被女人站在讲台上拿着她情书羞辱的对象。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还记起了另外一件原本不属于她的可怕的事情。 蝎子,燕京,所有的人口加起来数千万,华夏的第一大都市。 蝎子,如果站在燕京的某一栋大厦顶端向下望去,全是看不到边的火柴河,一栋栋或高霍矮的高楼大厦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此时,燕京的凝视药材总部大厦的顶端正站着两名女子,一个身穿白色的绒裙,脸上表情平静。 如果仔细看去,就会发现这居然是一名绝美的少女。 此时她的衣裙被威风带起,有一些波动,配合她那一副绝美的容颜,简直犹如九天仙子一般,让人质感远观。 哪怕走近了一点,都感觉到是在亵渎她。 清雪,你这要嫁给那个,那个天,什么的夜莫吗? 说话的是站在她身边的一名身穿红色衣裙的女子,虽然也是一个长相娇媚的女子,不过和那名白衣裙的女子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 白色衣裙的少女眼睛盯着远方不计其数的高楼大厦,还有那些只有蚂蚁大小的汽车人流,默默无语,似乎一切都和她无关一般。 红衣少女叹了口气说道,清雪,我知道你根本不想嫁给那个废人夜莫,可以说,这个世界又有谁可以配得上你呢? 虽然我知道,你在那个聚会上说要嫁给夜莫的话,也不过是个气话而已,或者说是拿那个废人做个挡箭牌而已。 不过清雪,像我们这种身份的女子,婚姻大事早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了。 挡了一次,还有许多次,如果每次都拿那个废人来挡住,以京城那几个公子的手段,说不定会让那个废人永远消失,这样你就再也没有借口了。 白群女子皱了皱眉,说道,我没有让别人去杀她,况且她的死活和我有何关系,从我和她定亲时,我就不知道她长的是圆的还是扁的。 如果她真的被杀了,也只能怪她自己吧。 木梅,你不是说她现在连生活都很困难吗? 你拿个一百万给她吧,就当着我拿她当挡箭牌的报酬好了,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个人了,我是我,她是她,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清雪,你拿一百万,你是让她死得快点,你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吗? 一个顽固却没有资格去顽固的世家弃子,有了一百万,还不立即嚣张的满大街都知道啊,我看还是拿个两万吧。 叫木梅的女子连忙说道,好吧,你去办吧,我不想再烦这些事情。 白衣裙的女子说完这句话后,再也懒得说一个字,只是愣愣地盯着远处的天空,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第一章,重生。 叶末,叶末,你没事吧,快点起来啊,马上要上课了, 这杰克是无情兵的,你赶紧起来一个有些急的声音在叶末的耳边响起,叶末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个白痴,估计没眼见人了,将脸盖起来呢,又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不过叶末这下却醒了过来。 叶末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没有一个人认识,全是陌生的面孔。 见到叶末茫然的样子,又是一阵哄堂大哮传来,很明显这里的哮声都是对她发出来的, 见周围大笑的人似乎正在嘲笑她,一时她也不敢出声询问,只能暗自戒备着,防止有人对她下手。 看了看坐在自己旁边的那位同学,似乎只有她没有嘲笑自己,当才还是她好心推自己醒来的。 我这是在哪里? 你是谁? 怎么下一个学堂? 叶末有些惊诧地下意识问道。 哈哈,又是一阵哄堂大哮传来。 叶末,我看你是气糊涂了,燕燕也是可以随便写情书的吗? 你在叶家还好,现在你已经不是叶家的人了,以后小心点,夏杰克是英语老师云冰的,你千万不要被他抓住了。 同桌小心地在叶末耳边说道,声音小的只有叶末一个人才可以听见,可见她也很担心。 我真的不大记得了,刚才头痛得厉害,忘了很多的东西。 叶末有些无奈地说道,同桌叹了口气,当然不相信叶末这么一会就不记得了,只是爱面子而已。 他还没有认清现实,他已经不是叶家的叶末了。 叶末的头一阵阵的疼痛,他记得自己和师父若隐,在炼制回元丹,后来西流门的那群杂毛就打了过来,再后来就是爆炸声和各种厮杀声。 记得后面师父抱着自己,用了一张盾符,可是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这里还是落月大陆吗? 对了,自己现在在这里坐着,师父呢? 师父只是比他大了三岁而已,更何况西流门之所以来突然袭击他们,就是因为师父太过美貌。 西流门的少主想要娶自己的美女师父,被师父拒绝后才有的事情。 万一师父落在西流门的手上,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叶末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慌,突得站了起来。 什么事?难道不知道上课铃声响了吗? 一个面容清冷的少傅夹着几本书走上讲台,冷冷地扫了一眼下面哄堂大笑的学生,笑声顿时响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这是英语课蒋氏云冰,最讨厌的就是学生起哄,而且一旦被他盯上,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叶末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他虽然听得懂这些话,甚至还可以说,但是明显的语言不是自己原来用的。 难道这里已经不是落叶大路? 皱着眉头,叶末想要知道的更清楚一些。 一阵阵的头痛传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被记忆起来。 叶末,叶氏家族三代子孙。 父亲叶问天已经在两年前去世,母亲他从来就没有印象,而叶末在父亲去世后被彻底地赶出了叶家。 具体原因是因为叶末不是叶问天的种,更加确切地说,叶末的父亲死后,叶末的血缘就又被重新鉴定过一遍,被认定为不是叶家的种,这才有了被赶出叶门的事情。 他还有一个妹妹叶灵,一个弟弟叶子风,只是和他不是一个母亲,而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不过叶灵和叶子风却是同一个母亲。 三年前,父亲似乎知道自己亏欠了叶末似的,特意向叶家老爷子提出和宁家联姻,叶问天很可能知道自己身体不行,所以想要帮叶末找一个靠山,这才找到了京城宁家。 对于能和华夏前五大家族之一的叶家联姻,宁家当然是愿意至极,将宁老爷子的孙女宁清雪蓄给了叶末。 三年后的今天,才22岁的宁清雪已经是京城第一美女了,而叶末却成了叶家的灾难,原因很简单。 在一次医院的体检中,叶末被检查出来是天尾,说白了,就是不能人道。 叶家想要努力地隐藏事实,但一夜之间似乎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华夏五大家族之一的叶家出了一个天尾,叶家也算是丢了一个大脸。 啊,记忆被翻到这里,叶末惊叫一声,站了起来,差点立即就要将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看看。 他已经有些明白自己可能重生到一个同样叫叶末的人身上来了,可是他居然不能人道,这还不如杀了他。 那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上课的时候叫喊什么?下课去一趟我办公室。 正在讲课的美女老师被叶末的惊叫打断,脸色很是不好看。 班上其余的同学都是暗自好笑,动不动就让一个大学生去办公室,估计也只有这个英语老师才干得出来,不去还不行,学分在人家手上呢。 叶末颓废地坐了下来,他对家族斗争的内幕不大明白,也有些了解自己很可能是因为天尾才被赶出叶家的,并不一定就因为自己不是叶家的人,况且DNA检测当中做点手脚,有谁知道。 叶末担心的不是自己被赶出叶家的事情,对这个他根本不会去关心,他关心的是自己天尾的事情,还有就是他的师傅洛颖怎么样了。 同时他也明白班上的同学为什么要笑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前身明明已经被赶出叶家了,还偏偏死性不敢去追求班上最火辣的女生艳艳。 结果人家将自己的表白情书贴在了黑板上,然后站在讲台上藐视地看了看自己。 原来是这样,难怪全部都哄堂大笑了,很可能原来那个叶末就是这样羞愧而死的,不是扇她的耳光吗? 虽然说的那个人已经不是自己,但是叶末脸色还是沉了下来。 他看了看那名叫艳艳的女生,尝得果然丰满异常,但那种造作的样子,叶末就很反感,真不懂为什么原来这个身体的主人还要去追求他,叶末也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是因为当初叶末还在叶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巴结他,包括那名叫艳艳的女生。 后来天尾的事情被传出来后,他因为羞愧要面子,才想要找一个女朋友。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很巴结他的女生居然如此对他,休息之下这才晕了过去,便宜了自己的重生。 自己居然重生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讲台上美女老师的课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就是听得懂,叶末也不会去听。 对于他现在是天尾的事情,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与其重生成这样,还不如不要重生了。 将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下,叶末的脸色愈发阴沉。 先不去管是否天尾的问题,这里天地元气稀薄根本就不是修炼的地方。 难道真的要在这个叫地球的地方莫名其妙地老死不成? 这大学上不上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他的天尾关系到叶家的名声问题,现在是将他赶出了叶家,谁知道会不会突然被人干掉。 也许还有别的内幕才造成被赶出叶家的,他的安全是不是还有保障? 下课铃声想过之后,叶末第一件事当然不是去美女老师那里,而是急匆匆地冲出了学校,他要找个地方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天尾。 好在宁海大学旁边别的东西不多,小胡同却不少,叶末匆匆跑进一个偏僻无人的小胡同,赶紧拉下裤子。 可叶末倒是并没有失望透顶,而是真正地长嘘了口气。 他不是天尾,而是因为被一处经脉挡住了发展,造成这种假天尾的情况。 他在落约大陆修道之前,就是一个姓名高手,对于这种情况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就算是这样,以现在地球上的科技想要打通自己的这处阻塞经脉,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些却难不倒叶末,现在他还没有能力打开闭塞的经脉。 只要他达到炼气三层的时候,这处经脉自动会被冲开。 只是叶末立即又开始有些失望了。 在地球这个天地元气如此稀薄的情况下,想要修炼到炼气三层,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许他一辈子都不能达到。 叹了口气,叶末正想拉上裤子,忽然一声惊叫让他打了个机灵。 耍信号信号啊,一个绝对是高分贝的女高音,就在叶末面前响起,叶末刚才居然忘了查看周围的情况。 没想到,这个小胡同还是连通的,只是前面的转弯处这里看不到而已。 叶末不是暴露狂,况且他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本暴露,赶紧将裤子拉起来就要溜走。 叶末,怎么是你? 这个女人尖叫之后,居然又是以一个吃惊的语气问道,很明显他认识叶末。 看着眼前的这名女子,她头发很短,长得不算太漂亮,还算是耐看有些眼熟,她却记不起来了。 原本叶末的记忆在刚才上课之前涌进来的那些后,别的都渐渐模糊,只有她自己重生之前的记忆了。 哼,好你的叶末,我借了这么多次钱给你,你居然假装不认识我,你真是太可恶了。 这远脸女子叫道,叶末猛然想起,这女子名叫王颖,京城王家的人。 为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而且说话没心没肺,可是心肠不坏,也在宁海上学,并且还是宁海大学的。 叶末在京城的时候,本来就因为不受待见,认识的人就狠手,更别说被赶出叶家后了。 之所以认识王颖,是因为王颖和她的妹妹叶灵是同学,经常来叶末家玩,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叶末被赶出了叶家,很多认识叶末的人都装着不认识了,王颖性情活泼,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倒没有装着不认识她,反而在她生活困难的时候,借过几次钱给她。 嗯,是你啊,王颖,不好意思,刚才脑子有些糊涂,没有认出来,叶末一边说着,心里却一边在想,现在自己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是不是要问她再借点。 正在叶末准备措辞要借钱的时候,王颖却神秘兮兮地说道, 叶末,你知道京城进你之后,现在最出名的是谁吗?哦,不能说最出名的,应该是最惹人笑的人。 王颖似乎丝毫没有在意她的话,是不是有点伤叶末的自尊心,自顾自地说得开心不已。 说完她,似乎也没有指望叶末去回答她,转而神秘地说道,几个月前,宁家的人去你们叶家退亲了。 你知道,你大伯怎么说吗?叶末淡淡地说道,我就是叶末,没有什么大伯。 哦,对不起啊,我忘了你已经不是叶家的人了,那个你大。 哦,不是,就是叶大伯说叶末已经不是我叶家的人了,至于什么亲事我不知道,听说他在宁海大学,你可以直接去宁海找他商谈。 宁家的人气得要死,却没有办法。 叶末,宁家的人是不是来找过你了? 听说宋家派人上宁家的门,想将宁清雪说给宋少文。 哼,你根本想不到你的那个便宜未婚妻说的什么话。 王颖说到这里,很是得意地看着叶末,他想知道叶末的态度。 叶末暗自摇了摇头,说句实在的他对宁清雪没有什么印象。 虽然说,他是京城第一美女,又是他的未婚妻,现在他既不是原来的叶末,也不是叶家的嫡孙了。 宁清雪的态度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想和谁结亲,就和谁结亲,他根本就不会在意,甚至半点连衣都不会起。 况且,他宁清雪就是在漂亮,难道还会比他的美貌师父漂亮不成? 以前他情商太低,师父对他的好,他以为是出自对他的关心,现在经历了生死轮回。 如果他还想不通师父洛颖对他的情谊,他就真的可以再去死一趟了。 现在他不知道洛颖是不是也和他一样重生了,想到这里,叶末有些发症。 看到叶末有些发症,王颖还以为他有些涉不得宁清雪,或者是因为被赶出叶家的事情而苦恼。 急忙说道,叶末,宁清雪是很漂亮,可他是宁家的人,而你却不是叶家的少爷了。 所以,叶末当然明白王颖的意思,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宁清雪吗? 哦,我已经忘了。 他说的是真话,他根本就不记得谁是宁清雪了。 要说印象,也许还没有眼前的这个王颖来的真实。 王颖翻了个白眼给他,心说信你才是怪事。 却继续说道,你这样说,宁清雪是会伤心的哦? 你知道现在京城第一被笑的人是谁吗? 就是他。 叶末一愣,心说他怎么可能被笑。 自己是天尾,又被赶出叶家的事情。 只要他宁家发布一个声明解除婚约不就好了。 难道他一个孤魂野鬼,还敢找上门去不成? 好在王颖却继续说道。 在宁家向宁家的宁清雪提亲后,宁清雪却在公众之处,说, 他已经是叶末的人了,不会再改嫁给别人。 除非,他说了除非两个字,后面就没有说了。 不知道他的除非是什么。 但是他的话却立即传了出去,据说他父亲一怒之下, 要将他关起来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话,才让整个京城的人笑他。 哪怕都知道,他是以你为借口,拒绝了宁家的提亲。 现在也被人嘲笑了。 你知道别人背后都在说什么吗? 都说他没有尝过男人的味道。 不知道什么是天尾,等他知道。 哦,对不起,我说的话不是针对你的,是别人都这样说。 说到后面,王颖才想起来,他说的那个天尾的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刚才叶末脱裤子,很可能是查看自己的那个。 叶末心说,这王颖还真是没心没肺啊。 说话简直就犹如捣豆子,一点都不顾及前后。 不过他现在倒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根本不是天尾。 只要他修炼到炼气三层后,他的这个堵塞的经脉自动会被冲开, 修炼到三层很难很难,却总有一个依托是不是。 当然不会去认真,叶末没有见过他,已经成第一美人的称呼, 想来长得应该不会差。 他应该是看不上那个宋绍文,这才拿他叶末当挡箭牌。 让叶末不明白的是,拿他当挡箭牌就算了。 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说这个话? 只要对宋家人这么说,不就好了吗? 叶末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宁清雪现在是不想和任何人定亲, 所以才在公众场合说这个话。 而他不是真的非叶末不嫁,没听到他的话外音啊, 不是加了个除非两个字吗? 直到他想嫁人的时候,将这除非后面的话说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女人不简单。 还有,这个给你。 王颖说着拿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叶末。 叶末打开信封,里面居然有一叠钱, 有些诧异地看着王颖,心说, 我这不是还没有开口吗?就借给我这么多。 这是你弟弟,呃,就是那个叶子风让我带给你的, 他说这是别人托他带给你的, 是谁却没有说,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吧。 王颖的话让叶末想起了他的那个便宜弟弟和便宜妹妹, 似乎叶灵从来都没有好脸色给他, 倒是那个弟弟叶子风对他还不错。 这钱现在他正需要,也没有必要还回去, 以后再还给他好了。 求收藏和推荐票。 第三章,迈伏的神经病。 谢过了王颖,叶末再次回到了学校, 现在他除了学校,也没有地方可去, 这里他人生地不熟。 而且,学校总是可以学点东西, 况且,这里天地元气稀薄, 似乎学校里面还稍稍的好了一些。 最后一堂课后,他没有去英语老师那里, 对他来说,学分是满的和零分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必要去听一个女人啰嗦。 而且他虽然还没有修炼, 但是记忆力强悍无比, 如果想学东西,直接去图书馆就好了。 接下来的日子,叶末除了修炼, 就是去图书馆, 偶尔去课堂听几节自己喜欢的课, 至于他旷课太多, 拿不到学位证书的事情, 根本就被他无视了。 宿舍原本是四个人, 有一个老哥天天在游戏房, 还有一个和一个女生在外面租房子过小夫妻生活。 而另外一个家在市区的, 叶末也经常在校园的小树林一修炼, 就是一晚上时间, 所以说这个宿舍经常是一个人没有。 如果说现在在宿舍住得多的, 倒是叶末了, 他每三天都会回来好好睡一觉, 其余的时间都被他用来修炼了。 明知道这个地方修炼不出什么结果, 就是修炼到死也许都修不到住基, 但是长久下来的习惯, 让他除了修炼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他强悍的记忆, 喜欢的东西看一遍就记住了, 倒是节约下来大量的时间。 前生就低调的叶末, 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后就更加的低调了。 不过因为上次的情书事件, 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外号, 叫床下情人。 叶末对这些根本就不会去理睬, 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依然平淡无视地出入食堂和图书馆感到他皮很厚, 时间久了, 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了。 好像他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毫不起眼的水滴一般, 平淡无奇。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叶末勉强修炼到炼气一层, 这中间除了他将网瘾带来的两万块钱全部买了一些药材熬成汤汁喝了以外, 和他日夜都不间断的修炼有关系。 他也知道, 如果没有外物辅助, 炼气一层说不定就是他一辈子的最后境界了, 修炼进度不大。 叶末在图书馆的收获倒是不小, 不但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将小学到高中的课本全部学习完毕, 还对医药和各种奇门八卦的书籍扫了一遍。 尽管他感觉这里这些方面的东西很是浅薄, 却也不是一无所获, 毕竟现在他只有炼气一层。 放暑假的时候, 学校的图书馆要重新装修, 叶末也没了去处。 更主要的是, 现在他又陷入了经济危机, 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 只有二千多点。 如果暑假不出去打工挣钱的话, 那么以后不要说修炼还需要一些药材, 就是吃饭都成问题了。 如果仅仅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对别人也许可以, 但是对叶末不行。 他需要修炼, 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只有修炼才能让他找到一些方向, 没有钱, 就是白说。 况且上班的那点钱给他修炼, 根本就是差得太远。 他会炼丹, 但是现在不要说他只有炼气一层还无法炼丹, 就是真的修炼到可以炼丹了又怎么样? 这里有灵草吗? 这里有丹炉吗? 放弃了炼丹的念头, 好在他还会制服。 现在的炼气一层高级服录他制不了, 但是一些低级的轻神服、辟邪服、护身服、 甚至简单的火球服等等他, 还是可以制作的。 购置了了一些制服用的符纸、 狼嚎、朱砂等物品。 好的符录都是用妖兽的兽皮和妖兽血制作, 这里不可能有妖兽, 只能用朱砂和公鸡血自己再加以炮制一下。 虽然不能制作高级符录, 但是对这些连一级符录都算不上的简单符倒是可以了。 好在这里上等的黄表加几样药材炮制后, 倒是可以当成符纸。 这样下来, 叶末最后的几千块钱又没了。 朱砂和鸡血加上几样便宜的药材, 被叶末熬制成了带着淡淡香味的制服原料。 几千块钱确实已经很少了, 这些东西加起来也只能制作三十几张符录。 这还没有算被制作废了的材料。 好在叶末虽然是炼器一层, 他原来却是可以制作五级符录的高手。 而且现在他制作的符录甚至连品级也算不上。 三十几份材料被他制作出来了八张符录、 轻神符、辟邪符、护身符、火球符各两张。 虽然只是制作出来八张符录, 其中一张轻神符在偶然爆发的情况下, 被叶末制作成了快要接近一级符录的好东西。 这是惊喜当中的惊喜。 八张符录一共花去了他半个月的时间, 平均下来, 甚至每天连一张符录都没有。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去卖符。 叶末知道在这里制服卖符会被认为成宣传迷信的行为, 只是政府也没有强行禁止。 宁海就有这样一个大的杂绘市场, 海宝股丸交易市场, 也有人叫海宝园。 这里不但有各种贩卖各种股丸, 其真的商贩, 还有一些和叶末一样出售符录的人叶末, 看过这些人出售的符录, 都是一些没有灵气的普通黄标纸制作,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卖得也很便宜, 只是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张, 很少有超过一百的。 叶末的符录当然不能卖这么便宜, 要是他真的卖这么便宜, 他还不如去打工好了, 为了防止被别人认出来, 影响他以后平静的修炼生活, 甚至有可能被当成小白鼠抓起来。 叶末带了一个大大的墨镜, 还带了个帽颜很低的帽子, 来到海宝园, 学一些算命先生一样, 找一个角落摆了一个小地摊, 将几张符录放在一张黑布上, 这就开张了。 宁海的城管很多, 海宝园却没有。 所以, 也没有人来对叶末教导什么, 倒是省了叶末的很多事情。 如果说别人的黄表符录是要靠数量去赚钱的话, 叶末知道自己的符录只能卖给实货的人了, 如果不实货的人, 是绝对不会购买他的符录的。 咦? 还有辟邪符? 这是什么? 喂? 老板你的这辟邪符多少钱一涨? 一男一女走到叶末的面前, 其中那名男子问道, 叶末没有想到他的摊子刚刚摆出来, 就有人上前来问价格了, 立即欣喜地站起来说道, 所有的符录都是一万一张。 神经病, 叶末话还没有说完, 就说到三个字, 以及两个扬长而去的背影。 求推荐票? 和? 收藏? 呃, 木有办法啊? 第四章, 第一个客户, 叶末还没有来得及说出那张接近一级的清神符是两万块钱, 就被骂了一句神经病。 虽然这样, 他也没有多大的气馁, 毕竟他的符录只卖给真正实货的人, 因为只有真正实货的人才, 才看得出来他的符录是带着一丝淡淡流转灵气的。 让叶末失望的是, 他的摊子连续摆出来了五天, 来问的人不熟, 但是从来都没有卖出去一张。 甚至他的这个符录摊子已经在海宝园出名了, 因为他摊子的一张黄表符录要卖一万块钱, 很多人不是来买黄表符的, 而是来看看一万块钱的黄表符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叶末的摊子也成了海宝园的一大笑料, 别人制作的符录都是A4纸的一半大小, 而他的符录却是只有一个巴掌大小, 甚至有一张还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卖的价格还是从来没有的上万, 还不还价, 这样想不出名逗难。 第九天的时候, 叶末已经有些泄气了, 他已经确定这里根本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东西,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这些符录不要说卖一万, 就是卖十万都不贵, 但是空有千里马, 没有伯乐也是枉然。 叶末决定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还没有人来问经他的符录, 他将继续去劳务市场先找一个工作做做, 不然连饭都没有的吃了。 西七也只是几天的时间, 叶末的万元符虽然被很多人参观了几天, 但是这几天明显的已经过了西七七, 来看的人已经很少叶末很是无聊, 他已经准备收摊子, 这时迎面走来那一男两女的对话, 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隔得很远, 但是他的耳力可不是一般, 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禁闻, 这里都是卖狗皮膏药的人, 全是相信迷信的人才来的。 你买的法器已经很多了, 依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已经联系了法国一家脑科医院, 据说很有名, 要不将伯母转移到法国去治疗吧。 说话的是那名高个男子, 长相高大英俊, 是个实实在在的帅哥。 那名女子身材也很高挑, 面色清冷, 气质高贵, 皮肤白皙, 居然是个绝对的美女。 班里的燕燕也算是长得不差了, 但是和这个女人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渣。 叶末真搞不懂她的前身怎么这么没有出血, 居然连燕燕那种女人也看得上。 那美女看起来很是冰冷, 眉目之间隐有一些忧愁。 听了这名英俊男子的话, 这叫静雯的女子眉头就皱得更厉害, 不是她不想让母亲去医院。 三年来, 她带着母亲跑遍了六个医疗发达的国家, 去过十几家医院, 但是母亲的病毫无进展。 汪鹏, 我没有让你跟着我一起来, 你自己要跟过来。 我母亲这些年去的各种医院还少吗? 你介绍的也有五六家了吧? 可是我母亲现在依然昏迷不醒, 如果不耐烦, 你请便。 这名女子的语气很是冰冷, 明显地对身边的帅哥没有多大的好感。 另外一名女子长相很是鹦鹉, 不过她只是紧紧地跟着那名叫静雯的美女, 一言不发, 看样子应该是个保镖之类的人。 叶末听了好笑, 就是给任何一个人听了她七八次意见, 没有一次可以成功的也不会有多大的好感了。 这个汪鹏还真是个极品, 居然接连出了这么多的馊主意。 这名女子说她的母亲是昏迷不醒, 已经三年, 看样子是一个植物人。 如果是植物人还只有三年时间的话, 她那张接近一级的轻神符应该是可以唤醒的。 想到这里, 叶末立刻开始叫道, 卖符露了, 种鞋的, 植物人的, 身体有样的我的符露一张见效, 两张就彻底痊愈了。 叶末当然是故意这么叫的, 她的目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做一下这个美女的生意。 这女人可以几个国家到处乱跑, 说明她是有钱的, 花个一两万应该不会在意。 心里正郁闷忧愁的苏静雯听见有可以治疗植物人的符露, 顿时如听仙音, 与语气颤抖, 就好像溺水之人抓住了一个木材一般的紧张不已。 叶末淡淡一笑, 心里却想如果自己的一级符露连一个普通凡人的昏迷也就不了, 自己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 这个生意是她故意吆喝来的, 她当然想做成这笔生意, 不然她就白吆喝了。 现在这美女问起, 连忙说道, 那是当然, 我的符露不要说就一个植物人, 就是只要有一口气, 我的符露就可以救活。 那是祖传, 叶末还要继续吹泪, 这美女却打断了她的继续, 而是急切地问道, 我母亲是植物人, 现在我想唤醒她, 请问需要什么符露? 叶末星说我早就知道了, 不然叫你来干嘛, 表面上却故作深沉地说道, 这个简单, 只要购买一张轻神符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两张轻神符, 一张是上等的卖两万块钱, 一张普通的卖一万块钱, 不还价。 什么? 你这个神棍, 居然敢当街骗人, 我马上就叫警察来, 一听两张黄纸做的符露居然要卖到三万块钱, 这名叫汪鹏的帅哥立即就发飙了, 指着叶末的鼻子就骂, 叶末抬脚就将汪鹏的手给踢到一边, 却按时内静, 让她以后手根本无法用力, 现在却看不出来, 以后她的手只要一用力, 手腕就脱臼, 叶末的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的停顿, 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一直跟着苏静文旁边的那名鹦鹉女子, 却看得眼里金芒一闪, 不过立即就恢复了平静, 将汪鹏的手踢到一边, 叶末才冷冷地说道, 我又没有让你买, 真是笑话, 滚开, 我要做生意, 不要拦住我的财路, 好歹, 你, 汪鹏气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那名清冷的女子的话拦住, 汪鹏, 请你让开, 我不需要, 你跟在我们后面, 苏静文冷冷地对汪鹏说了一句, 又转向叶末, 很是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 大师, 这人只是和我走在一起, 并不能代表我的意思, 静文, 这人明显地遮住了脸, 而且, 这巴掌大的一块黄纸, 还卖一万块钱, 摆明了是骗子, 几万块钱是小事, 万一伯母有个什么, 汪鹏还想劝说, 苏静文却脸色一冷, 很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感谢罗汉果长媒, LGIN, MTHGJMH, Shangley125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你们了, 同时感谢小小看, 歪歪说说的打赏, 谢谢了, 叶末指着汪鹏对苏静文说道, 苏静文这几年来, 被母亲的病酬的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对医院已经完全不报希望, 听一个大师说, 母亲很可能是中邪, 只要买一个辟邪法器, 就可能驱除邪气, 让母亲苏醒, 可是他法器倒是买了不少, 但是母亲还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 现在有人说, 他的福禄可以让母亲苏醒, 他哪里还会放过, 就是眼前这人骗他的, 也不过区区几万块钱而已, 几万块钱对他苏家来说, 他说实在算不上钱,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虽然他内心深处也知道, 这人说的话99%都是假的,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看, 现在听叶末这么说, 哪里还会不着急, 连忙对叶末说道, 对不起, 大师, 这人和我没有关系, 说完, 苏静文冷冷地看了一眼汪鹏说道, 汪公子, 你请便, 请不要跟在我的后面, 否则我报警了, 汪鹏听了苏静文的话, 眼神冷冷地看了一眼叶末, 心里已经将叶末当成了一个残废, 回头他一定要叫人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断手脚, 苏静文都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脸继续留在这里, 只能灰溜溜地转身离去, 叶末看见汪鹏的眼神, 当然知道这家伙想要做什么, 他几天来就做这一笔生意而已, 做完就立即离开, 哪里还会雇得上别的, 再说了, 他根本不怕这个汪鹏, 你这里的青神符我都要了, 多少钱, 见汪鹏走远, 苏静文急切地说道, 你只需要用这一张好点的就可以了, 至于另外一张如果你用不完, 可以用玉盒保存起来, 一般十年内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两张一共三万块钱, 说着叶末拿起两张青神符递给苏静文, 并且给他指出了那张接近一级的青神符, 苏静文收下了两张符录却开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给叶末, 叶末不是一个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 又拿起一张护身符和一张火球符递给苏静文说道, 既然是五万, 这两张一起给你好了, 这一张是护身符, 你回去做一个香囊挂在身上就可以了, 至于火球符是防身用的, 遇见歹徒直接砸过去说一句灵就可以了, 见叶末不愿意占自己的便宜, 苏静如心里对这两张符录抱着的希望就更大了, 这叶末怎么看都不是一个骗子, 听见叶末的话连忙问道, 大师, 不知道这青神符怎么用, 叶末收起支票说道, 一样, 也是将符录扔向病人, 然后说一个灵字就可以了, 那个, 不知道大师贵姓, 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我的母亲, 我可以双倍付钱给大师您, 拿到青神符过后, 苏静如感觉到自己烦躁的心情似乎渐渐的平息了下来, 而且这看起来犹如一张纸饰的符录, 还有一些分量, 对叶末更是有信心, 这才动了请叶末的念头, 叶末当然不会和苏静文一起去, 只是摆了摆手说道, 我就不用去了, 这张符录肯定可以救人, 苏静文和那名叫小约的女子见叶末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 只能拿着两张符录急切地想回去试试, 叶末见两女离开, 赶紧转身就收了摊子, 去银行兑现支票去了, 现在他急需要钱, 文姐, 这人戴着大墨镜, 而且脸都看不清楚, 汪鹏的话也有一些道理, 我想他很可能是一个骗子, 明知道叶末是骗子, 但是叫小约的女子还是委婉地说道, 苏静文叹了口气, 他何尝不知道叶末是骗子, 但是就算知道他是骗子, 他也必须要试一试, 因为他不想放弃任何可以使他母亲苏醒的手段, 就是明知道被骗也要试一试, 见苏静文叹了口气, 却没有说话, 保镖小月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神色有些黯然, 却没有继续说什么, 叶末拿到了五万块钱, 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找个地方住, 因为现在他需要一些药材来练制一些药液, 在学校里面太不方便, 还是出去租个房子方便一些, 虽然宿舍几个月也见不到其余几位同学的影子, 但是他的东西都属于机密, 可不想就这么暴露, 只要有钱, 在宁海找一个出租房虽然容易, 但是满足叶末的却很少见到, 因为他需要居住的地方不但要安静, 而且最好环境清新, 甚至还要有一个每天可以练武的地方, 他现在修炼是很难提升, 但他以前的世俗武艺却不想丢下, 总要有一个自保的手段才行, 宁渡区和叶末现在上学的宁海大学正好是一南一北, 虽然在一个城市, 但是相距却足足有三十多里地, 叶末找到宁渡的时候, 天色已经临近傍晚时分, 之所以想找个原点的地方居住, 叶末处于两个方面考虑, 一个是不想让自己的底细被学校里面的人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他希望以后去学校都用跑步, 这样可以锻炼他的身法, 正当叶末认为今天已经是找不到住处的时候, 一股散发淡淡灵气的小院出现在他的面前, 让叶末惊喜的是, 这个小院外居然还贴着一个有房出租的字样, 还没有进这个小院, 叶末已经决定就租这个院子,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里灵气相对来说还不错, 你找谁, 院子门在叶末的敲打下被打开, 说话的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 说完还一边打量着叶末, 叶末却忘了回答这位妇女的话, 因为他看见了院子里面竟然有一株银心草, 难怪有些灵气一出, 竟然有这种药材, 不过只有一株而已, 实在是太少, 银心草可是炼制聚气单的主要灵草, 怎么在灵气贫乏的地球有的, 叶末强压住心里的激动, 面对看向自己有些奇怪的大妈连忙说道, 阿姨, 我是看见这里有房出租, 我想租下来, 听见叶末的话, 这大妈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租房的, 连忙将叶末让了进来, 一番交涉下来, 叶末才清楚, 原来这个院子有东西两个房间, 还有一个客厅, 客厅房东不想出租, 西边的房间已经被一个房客租走了, 而东边的原来是房东住的, 但是现在房东要去宁北区儿子那里, 就想将东边也租出去, 正好遇见了叶末让大妈没想到的是, 她爆出的一千一百块钱一个月, 这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钱的小伙子, 居然什么话都没说, 就直接付了一年的房租, 感谢天山晴雪, 依然, 王四目, 鸡龙老乡的打赏, 谢谢, 谢谢, 感谢Fate, 轻盈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了, 哼, 那个继续求推荐票, 看完的朋友顺手推荐一下, 表忘了哦, 第六章, 清神福,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苏静文回到自家的私人疗养院, 第一个看见的, 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自从母亲成为植物人后, 父亲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入了官场, 就是母亲的公司也是苏静文的在打理, 只是他也因为母亲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处理得很是乱七八糟, 但就是这样, 父亲也没有过问过, 很少到苏家的私人疗养院这边来看望母亲, 但是苏静文不知道, 今天父亲为什么来到疗养院这里, 哼, 我不来, 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折腾, 家里买回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次居然连俘虏这种事情都可以相信, 是不是下一步就是跳大神的都要请回来了, 苏静中脸色很是阴沉, 很明显对女儿很是不满, 苏静文一听就知道汪鹏告密了, 心里对这个驴子拉屎, 只有外面光鲜的家伙更是不迟, 他对自己的父亲也很是不满, 居然就此沉默, 不想回答, 怎么, 说不上来了, 现在你立即将家里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 苏静中口气强硬地说道, 爸爸, 妈妈生病后, 你做了什么? 你只是在他昏迷的时候来看过他一次, 这几年来, 你在哪里? 你们心自问, 你对得起妈妈吗? 我做什么, 我心里清楚, 我不用你管, 妈妈也从来都没有责怪过, 你外面养着一个女人, 但是你自己呢, 有半分考虑过妈妈吗? 苏静文沉默半上, 忽然爆发出来, 你, 苏静中脸被说得一阵红, 一阵白, 举起手掌, 就要给女儿一巴掌, 但是看着女儿倔强憔悴的神情, 手再次慢慢放了下来, 他心里清楚, 自己还真的没有资格说自己的女儿什么, 他的确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妻子的公司现在是女儿在管理, 他也没有帮过什么忙, 好吧, 我知道我管不了你, 我只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迷信,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难道连这个你都不明白? 不要因为一个街头的神棍和汪棚有些隔阂, 要知道中年逆儿, 苏静中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静文心里冷笑, 他当然知道父亲为什么要他和汪棚走近, 父亲想要再上一步, 就必须有汪棚的父亲帮忙, 而他父亲苏建忠虽然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但是苏家重点培养的人却没有他父亲的名额, 没有苏家帮忙, 苏建忠如果自己再不找关系, 也许他这一辈子就停留在市长这个位置上, 事实上苏建忠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汪家的势力不比苏家小, 而苏家并不是京城那些超级大家族, 培养的对象只能是那几位有潜力的, 他可以到市长, 确实已经到头, 而且他已经快五十岁, 如果他自己再不借助外力, 也许他将渐渐地淡出苏家的视线, 一旦他借助汪家的力量再进一步, 说不定老爷子会重新开始审视他的潜力, 虽然知道父亲的打算, 苏静文却并没有说什么, 汪棚虽然长相英俊, 但是在苏静文看来只是一个绣花枕头而已, 说他是驴子拉屎外表光, 里面全是老粗糠, 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见到转身进入他妈妈疗养的房间, 苏静中张嘴想说句什么, 但是还是忍住了, 他明白自己的心思对女儿确实不利, 想了想也跟了进去, 不过他只是站在门口, 却没有勇气去面对昏迷了三年依然没有醒来的妻子, 床上躺着一位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美貌妇人, 和苏静文也有三分相像, 不过却紧闭着双眼, 眉头似乎有些微微皱起, 看见苏静文进来, 一直坐在床头的护工阿姨连忙站了起来, 和苏静文打了个招呼, 退了出去, 看着依然昏迷着的母亲, 苏静文眼圈一红, 都几年了, 虽然他一直没有放弃, 但是这其中的苦楚, 他却没有办法向别人哭诉,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扑在母亲的床头痛哭一番, 取出叶末卖给他的那张两万块钱的轻神符, 苏静文有一些恍惚, 虽然明知道这符路应该是骗人的, 但是他就是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似乎这符路下去后, 母亲真的会醒过来一般, 看着有些自欺欺人的女儿, 苏静中摇了摇头, 却没有继续说话, 他想等女儿用完这个符路后, 他好好地和女儿谈一谈, 苏静文忽然站了起来, 退后两步, 一仰手, 手里的轻神符就被扔向了床上躺着的女人, 同时口中轻喝一声铃, 看着就犹如神棍一般的女儿, 苏静中没有丝毫的可笑念头, 心里只有一些不安和愧疚, 为了他妈妈, 女儿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也开始相信这种事情了, 但片刻之后, 苏静中立即就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 被女儿扔出去的黄表符路, 在女儿说了一个林字后, 居然化成了树道白色的光芒, 这些光芒居然尽数没入了妻子的身体里面, 而四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一些灰渣, 如果不是整个房间里面突然清凉下来, 还有他的眼睛被晾芒刺得有些难受, 他甚至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静文也呆住了, 他以为符路扔出去, 说一个字就继续挥落在母亲的被子上面, 然后他就准备继续呼唤自己的母亲, 可是事情大大的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他扔出去的符路化成了树道清凉的白色亮芒, 然后亮芒没入母亲的身体, 而他扔出去的符路却不见了, 转而看见的是一些细小的灰渣在四处飘落下来, 苏静文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他知道很多的神棍用化学现象变化来骗人, 但是他也是理科的高材生, 这个现象他却没有办法用任何化学反应来解释, 难道, 难道这真的是符路不成? 一想到这可能是真的有效果的符路, 苏静文的手都在颤抖, 如果真的如那个卖符路的大师所说, 母亲应该即将要苏醒才对, 想到这里, 苏静文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下就冲到母亲的床头, 感谢LJIN一青蛙的慷慨打赏, 谢谢谢谢, 呵呵, 还是推荐票那点事情, 第七章, 超级宅男, 妈, 我是静文, 你能听到吗? 妈, 苏静文激动地抓住床上熟睡女子的手, 不停地呼唤, 床上的女子手动了动, 然后眉毛又拧了一下, 居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茫然地看了看, 已经欣喜的满眼都是眼泪的女儿, 正想说话, 苏静文却激动地扑在了这女子的怀里, 哭道, 妈妈, 你终于醒了, 我, 文文, 床上的女子已经渐渐地清醒了过来, 她感觉到一股淡淡的清新气体, 慢慢地在身体当中流过, 让她的精神也渐渐地恢复了过来, 我是怎么了? 文文, 床上的女子彻底清醒了过来, 就要挣扎着坐起来, 只是长期卧床的麻木, 让她一时无法坐起, 她甚至感觉到那股清新的气体, 还在恢复她的四肢, 苏静中张大着嘴巴, 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切, 甚至忘了说话, 她第一次发现, 这个世界还真有这种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存在, 这是幻觉吗? 叶末对自己的新住处很满意, 现在身上还有几万块钱, 她暂时倒是不用继续出去赚钱了, 只是每天待在院子里面修炼, 还有就是将那一株银心草, 小心地栽倒一个单独的花坛里面, 一个月下来, 谢星也知道了西边房间住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叶末每天晚上修炼, 早上到小院子里面练舞, 而对面的那个女人, 每天似乎很早就去上班, 而每天她回来的时候, 叶末已经开始在房间里面修炼了, 所以一个月下来, 两人居然没有碰过面, 叶末对西边房子住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每天修炼的时间都不够, 哪有时间去八卦, 徐薇虽然知道房东将东边的房子也租出去了, 但是却不知道来租房的是什么人, 只知道是个和她年龄相差不大的男青年, 不过她每天上班, 早上六点就出去,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快七点, 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人这一个月 因为省卫生院领导来检查, 他连周末都没有时间休息一天, 而这名青年也从来没有在他下班后 或者上班之前的时候出来过, 如果不是每天院子花坛里面的花草的变化, 他还以为这人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长了, 他也就明白了这个和他住对门的家伙是一个宅男, 而且还是超级宅的那种, 还有半个月就要再开学, 这一个月的修炼只是让叶末的真气更加的精纯一些而已, 离开炼气二层还远得很, 可见天地元气对修炼的影响是多大, 不过他的世俗武艺倒是没有丢下, 越来越纯熟了, 叶末也知道, 在这个地方想要到炼气二层, 如果没有外物的帮忙是绝对不行的, 而中药店里的那些中药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晋级二层, 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给院子里面的那株银心草, 银心草只有一株, 所以叶末想将这株勉强算是灵草的东西养活, 最好是接了子后再批量培育, 银心草的成长周期是两年时间, 这株银心草也许是自生自长的, 还才一年时间, 就算叶末精心培养, 等着株草成熟接子, 再栽新的银心草, 至少还有三年时间他才可以真正的收获, 但有希望总比没有的好, 叶末走出房间, 居然看见院子里有一名二十多少的女子在洗衣服, 他一看就知道这女人是隔壁住的那名女子, 以前他洗衣服都是晚上, 怎么今天不上班, 白天洗衣服了, 许葳看见叶末走到院子的时候,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个死宅男和他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一个月, 愣是没有见到他的人, 还是这几天帮结婚的同事带几天晚班才看见这个宅男, 这家伙可真够宅的, 不过他长得到也不丑啊, 怎么就是不出来呢, 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 你好, 我叫许葳, 住你隔壁, 立康医院上班, 许葳很大方地和叶末打了个招呼, 叶末也笑了笑点点头说道, 我叫叶末, 无业游名, 叶末也是第一次见到许葳, 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 脸上的笑容很真挚, 头发被盘起来, 倒是看不出来有多长, 不过皮肤很是白皙, 虽然没有那个购买自己俘虏女子长得漂亮, 但是也差不到那里去, 算是一个小家避孕式的美女, 你不上班, 听见叶末说自己是无业游民, 许葳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 一个大好青年, 正是黄金年龄, 不上班, 还租个房子每天宅在家里,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也没有宽带网线, 他不可能是在家打游戏的, 而且他看自己的眼光, 也不像一般的宅男那样躲躲闪闪, 而是盯着仔细打量了一番, 这人不会是个犯罪分子吧, 一时之间许葳的心开始打气鼓来, 叶末却懒得去理会许葳怎么想, 他首先去看看自己栽植的银心草, 再将其余的花花草草也修整了一番, 这才准备打一套拳法的, 不过想想旁边的许葳却停住了, 而是和许葳打了个招呼, 出门去了许葳看着叶末出门去的身影, 总算是松了口气, 联想到他原先摆弄花草时候的专注神态, 暗想自己真是太多心, 一个歹徒还有心情去摆弄花草吗? 看他穿得也不咋地, 也明白他不是个有钱的主, 真不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事情, 青渡湖公园是离开叶末住处最近的一个公园, 这里不但面积不小, 还有一个清澈的清水湖, 很多老年人或者是喜欢锻炼的人都来这个地方, 叶末也来过, 只是他原来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打拳, 今天倒是第一次来青渡湖公园打拳, 这里空气不错, 而且环境明显的比小院子还要好, 一套拳打下来, 叶末很是满意, 真气居然再次精纯了一些, 虽然离开二层还遥遥无期, 但只要有进步就是好事, 朋友好拳法, 不过我见识过的拳法也很多了, 却看不出来你打的是一套什么拳, 真是惭愧, 叶末收拳的时候,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走过来赞叹道, 感谢恶僧比女人更了解女人的打赏, 谢谢了, 感谢Fate, 轻盈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今天老五要感谢所有支持最强的朋友, 谢谢你们, 你们的推荐票和收藏, 让老五上了分类榜, 谢谢你们, 继续求推荐票, 呵呵, 第八章, 合足伙伴, 这名中年人刚才也在附近的地方练拳, 叶末也看见了, 只是他的拳法, 叶末认为是一些花拳绣腿, 没有太过在意, 此时见人家过来主动打招呼, 倒也不好不理睬, 只好微微一笑说道, 自己胡乱打的, 也不怎么样, 听见叶末的话, 这中年人尴尬地笑了笑, 很明显, 叶末不打算和他认识, 不过他确实感觉叶末的拳法不错, 应该不会比自己的拳法差, 让他起了结交之心, 这才主动上前来招呼, 我叫方卫成, 一看就知道, 你师叔名门, 一时手痒, 怎么样, 我们切磋一下吧, 这中年人的话说出来后, 叶末才知道, 这人是找他来干价的, 看了看方卫成,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切磋就免了, 方卫成愣住了, 他刚才听这年轻人的话, 这年轻人的拳法引起了自己的注意, 但是要说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他也太高看自己了, 他方卫成17岁参军, 32岁才退伍, 退伍后虽然做了一名司机, 但是手里的功夫却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怎么说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这年轻人最多也不过20出头一点, 要说他不是一个20出头小伙子的对手, 说什么他也不相信的他, 之所以想和这年轻人切磋, 是因为他觉得对方的拳头不是花架子, 而自己的也不是花架子, 和他动手应该对自己有好处,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你的对手, 说句实在的, 我从部队复原后我还没有遇见过对手,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 方卫成的脸色有些挂不住, 叶末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 好吧, 既然你想试试, 你就动手吧, 就在这里, 不去一个大些的地方, 方卫成看了看周围,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反正就几招的事情, 没有必要了吧, 你, 方卫成被叶末的话差点噎住了, 心里怒气渐渐地上来, 有些火气地说道, 既然这样, 看拳, 重规重矩的一个黑虎掏心, 方卫成的想法是, 这一招黑虎掏心虽然看起来简单, 等着年轻人一动作, 他的这一招立即就变招, 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方卫成的拳头刚打出, 还没有来得及变招的时候, 叶末忽然上前一步, 一下就抓住了方卫成的拳头, 手一扬, 方卫成将近两百斤的身躯, 被叶末的手带起, 脑子顿时嗡的一下, 这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感知,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被叶末扔在了旁边的一个石墩上面, 就好像他原本就坐在这里一般, 而和他动手的年轻人却已经没有身影, 好厉害, 好扮上, 方卫成才反应过来, 喃喃说道, 就是他在部队的教练, 也不能如此举重若轻的, 就赢了他吧, 叶末走进居住的小院子的时候, 许薇居然正在观察他种植的花花草草, 叶末虽然种植的花草很多, 但是主要是为了掩饰那一棵迎新草, 见到叶末走进来, 许薇有些尴尬, 连忙站起来没话找话说道, 没想到你还喜欢种植花草, 一般种植花草的男人都是很细心的人, 看样子你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哦, 今天我买了点菜, 等会我们一起吃吧, 也算是邻居认识一下, 叶末一直是在外面吃饭, 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请客, 对这种事情他当然不会拒绝, 笑了笑说道, 好啊, 那就多谢了, 我看你每天都早出晚归, 嘲笑就帮他带晚饭, 许薇没想到这个宅男观察还蛮仔细的, 许薇烧的菜还不错, 至少比叶末每天出去胡乱吃的要好不少, 今天吃的不错, 谢谢你了, 叶末心想要是每天都能混到饭吃就好了, 自己也不用因为吃饭每天都出去, 都是邻居有什么好谢的, 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吃啊, 许薇有些俏皮的说道, 他感觉叶末不大像一个坏人, 叶末尴尬的笑了笑说道, 我自己从来都不烧饭的, 那就去饭店啊, 许薇觉得这个叶末很有些可爱, 一般请不是很熟悉的女孩子吃饭, 哪有自己烧的, 不都是去饭店吗, 叶末无奈地说道, 好吧, 以后有机会再请你吃吧, 心里却想到, 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果然这边午餐刚吃完, 就欠下一顿了, 叶末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吧, 我的电话是13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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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电话是多少, 许薇拿出一个精巧的粉红色手机问道, 我没有电话, 以后有时直接敲我的门就好了, 一般的事情, 我还是可以帮到你一些的, 我回去了, 说完叶末站起来, 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许薇愣了半天, 心说现在就是一个民工也有手机, 这个叶末居然连电话都没有, 这家伙混得也够差的, 看样子房租肯定也没有给, 真不知道房东怎么会让他住进来的, 这一家伙还挺爱面子, 居然还说一般的事情都可以帮到自己, 许薇摇了摇头, 这叶末看起来也不是坏人, 就是有些爱面子, 自己是不是在医院帮他找一个勤杂工什么的, 也好过继续当无业游民, 许薇还在想, 自己好歹也算是一个美女吧, 怎么这个叶末连多做一会的想法都没有, 这实在是打击人了, 好像他真的是为了来吃顿饭的, 不过许薇很快就想通了, 他应该是自卑吧, 毕竟一个无业游民, 甚至连一个手机都买不起, 当然不好意思和自己坐在一起说话了, 想到这里, 许薇总算是平衡了一点, 叶末回到自己的房间, 心里却在想, 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手机了, 随即他就想到, 买了手机什么用都没有, 这里根本就是举目无亲, 和谁联系去, 想了想还是算了, 身上的五万块钱, 被他交房租贷购买一些药材, 再加上平时的用度, 只剩下了两万不到一点, 叶末决定再去摆地摊, 这一次他摆的不是卖符露, 符露这东西太难卖, 上次要不是他偶然遇见那名女子急切心情, 说不定到现在他一张都没有卖出去, 这次他想摆的是一个夜市游蚀小摊, 之所以摆一个游蚀摊子, 还是受了许位工作的启发, 还有一个原因是摆一个游蚀小摊子, 流动性强, 免得自己被别人盯上, 况且在夜市摆摊, 除了防止城管, 还可以一边摆摊一边修炼,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游蚀是被禁止的, 政府是不允许的, 只能在晚上摆出来, 叶末打的主意就是和卖符露一样, 要么不开张, 开张吃一年的想法, 感谢恶僧, 评价票的支持, 感谢LGIM多功能CB, 风雨爱丽丽的打赏, 谢谢了, 还有谢谢投推荐票和收藏的所有朋友, 呵呵, 上了分类榜也很开心。 第九章, 宁大笑话, 第二天, 叶末没有再去青渡湖公园锻炼, 而是早上早早就起来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 然后出去购买东西, 去了一个小医疗箱子, 还有一套银针, 除此之外, 还买了一堆药材回来, 自己炼制一些简单的丹丸和汤液, 当然连最普通的丹药都算不上, 只是对叶末来说, 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他摆出摊位, 这样一来, 他剩下的钱已经再次让他陷入了危机, 当他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 宁海大学已经开学了, 现在叶末已经是宁海大学大四的学生了, 在所有人的预料当中, 叶末没有一门课通过, 全部不考, 对这些叶末没有当回事, 学校也没有当回事, 如果是一般的同学只要超过三门课不考, 说不定就会被严重处分, 甚至被退学了, 但是叶末却属于少爷的一类的人, 虽然他已经被赶出叶家, 学校却不会为这种事情来得罪叶家, 谁知道人家大家族玩的是什么, 反正他读完四年就走, 学校也没有什么损失, 就是他当年进宁海大学的时候, 同样不是考进来的, 对于全部不考, 叶末可没有在意,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他还在专心准备他的夜市摊子, 这和他白天去学校图书馆, 晚上去夜市摆摊, 没有什么冲突, 叶末每天去宁海大学都是跑不去,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锻炼他的云影步, 现在他修炼也无法取得进展, 如果连世俗的武艺都不能修炼起来的话, 他还真的有一种危机感, 不过好在这里, 他没有感受到落约大陆那种打打杀杀的危机, 这让他安心不少, 开学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 叶末虽然还没有将夜市的行医小摊摆好, 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了云影步的巨大进步, 看样子每天早出晚归, 加起来将近七十里的路, 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这天早上, 叶末起来的稍稍晚了点, 比平时多睡了一个小时, 等他跑到宁海大学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多了, 再去校外的小吃店弄了一碗豆浆, 几个包子, 吃完了已经是快八点了, 大哥, 你要买一朵花吗? 小吃店外面一个手持一把鲜花的小女孩, 有些紧张和畏缩地来的叶末的面前问道, 叶末看着这名单薄的小女孩, 九月底的天气, 这几天早上还有些凉意, 这小姑娘这么早就出来卖玫瑰花, 看来她家里应该有些困难, 叶末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小姑娘回答的声音很细, 但是叶末还是听出了她的心虚, 不过叶末也管不了这么多, 只能问道好, 我买点, 多少钱一朵, 她心里却在想, 没想到今天居然是星期六了, 她每天跑来跑去都忘了时间了, 五块, 如果多的话就三块, 小姑娘听说叶末要买花, 声音立即就变得有些清脆起来, 很明显叶末的话带动了她的信心, 好吧, 你手里的花我都要了, 给你钱, 叶末看了看小姑娘手里的玫瑰, 估计有二十朵的样子, 拿出一百块钱递给小姑娘, 结果小姑娘手里的花转身就走, 大哥哥, 我还要找你钱, 小姑娘一看是一张一百的, 如果一起要的话, 不用了, 送女朋友的花不能打折, 再见, 叶末拿起花已经消失在宁海大学的校门口, 如果是在放学的时候, 这些花叶末说不定带回去丢给许葳, 不过现在是在学校里面, 看样子她只能找一个垃圾桶丢了, 咦, 刚才那个买花的人是不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叶末啊, 她居然有女朋友, 说的话还蛮有哲理的呢, 送女朋友的花不能打折, 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当她的女朋友, 校门口两名女生看见了叶末拿着玫瑰花走进了学校, 有一名认识叶末的女生奇怪地问道, 她就是叶末, 另外一名女生也有点惊奇地问道, 这名女生绝对比刚才说话的那名女生漂亮太多了, 很明显她问话的意思是听说过叶末这个人, 但是却不认识她, 苏梅, 你是宁海大学第一校花, 你当然不知道她的悲惨事件, 我却知道这个人据说就是一个悲剧, 我们追上去, 看看她的女朋友是谁, 另外一名女生嬉戏一笑, 言之, 可是我却感觉她不是为女朋友买的, 而是因为那名小女孩买的, 叫苏梅的女生却皱着眉头说道, 小梅, 正要去找你, 没想到居然在校门口遇见你, 今天我看你很空闲, 我请你吃个饭, 你不会说没有时间吗? 燕姿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一个声音已经及时传道, 一辆宝马气息的车稳稳地停在校门口, 从车上出来的是一个长得不错, 但是皮肤有些不健康白色的青年, 见到苏梅是一脸的开心, 是郑文乔耶, 宁大的第一公子哥, 梅梅, 你真有魅力, 第一校花和第一公子哥, 真羡慕你, 燕姿一脸羡慕地看着苏梅, 她那种眼神就是要自己是苏梅就好了, 苏梅脸色一沉, 立即就回头看了看这年轻的公子哥, 有些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已经来了, 说完苏梅快跑几步, 来到叶末的旁边, 伸手挽起叶末的胳膊, 却以一种极其温柔的语气说道, 莫子,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你好久了, 这花是买给我的吗, 真漂亮啊, 叶末莫名其妙地, 被一名不认识的漂亮美女挽住胳膊, 还将自己手里的花拿起说是, 送给她的心说自己什么时候, 有这种漂亮美女朋友了, 她自己怎么不知道, 叶末看见不远处刚从宝马车上下来, 脸色阴沉可怕的郑文桥, 就知道自己又被当挡箭牌了, 看看抱着自己笑颜如花的美女, 叶末心里一声冷哼, 一种厌恶又由心底生起, 这个女人自以为自己长得漂亮些, 就如此不将别人放在眼里, 对她来说, 只是拿自己当一个挡箭牌的简单事情, 事情过后, 她拍拍屁股走人, 而那一团臭屎却留给自己, 好像她拿她叶末当挡箭牌, 是叶末的荣幸, 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 自我感觉似乎太过良好了点, 感谢Wow888的打赏和8646, 2135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十章, 真心想请你吃饭, 一看这个脸色苍白, 青年的眼神, 就知道, 她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虽然她叶末不拘任何人, 但是这样无缘无故地被算计, 她心里很是不舒服, 而且这是她, 换着原来的那个叶末的话, 事后吃得亏绝对是相当严重, 这苍白脸色的青年, 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事后要是会放过她叶末, 那她在修真界十几年就白混了, 目无表情地盯了身边的美貌女孩一眼, 叶末没有说话, 虽然她很反感这个女生不负责任的动作, 丝毫不考虑这个动作给别人带来的后果, 但是她同样不喜欢这个苍白脸色青年的死鱼眼, 如果这家伙敢事后找她的麻烦, 她不介意让她记一辈子, 朋友, 不错呀, 居然连宁大的苏眉也对你另眼相看, 认识一下吧, 我叫郑文桥, 看你很面熟的样子, 应该是个熟人吧, 郑文桥走到叶末的前面, 淡淡地说道, 眼里的不屑和狠独一闪而过, 甚至还冒出一些怜悯的光芒, 似乎看见了叶末跪地求饶的样子, 滚, 叶末丝毫不甩郑文桥, 以她修真界打生打死的经历, 只要看看郑文桥的目光,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了, 如果真的惹急了她, 她不介意杀了这家伙,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虽然她也明白, 这里是个法治社会, 杀人都是背后来, 明目张胆地杀人, 还是很严重的, 但是一些原本的秉性, 不是说改就改掉的, 她一个修真者, 就是在深山老林, 也是一样过, 你, 好, 你有种, 叶末准备郑文桥一旦动手, 就先教训她一顿的, 没想到郑文桥居然只是说了几个字, 一脸阴沉地转身就走, 叶末明白这郑文桥应该看见她身形健壮, 怕吃亏就不敢动手, 这估计是去叫人了, 不过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叶末, 你, 你知道她是谁吗? 苏美也没想到, 这个叶末居然如此彪悍, 连宁大第一公子都不放在眼里, 郑文桥的父亲可是宁海的副市长, 而且她母亲的秋氏十叶, 也是华夏百强企业之一啊, 按说宁大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公子哥居然被叶末当面说滚, 这叶末脑子果然有些问题, 不过她的行为自己很喜欢, 苏美很快就反应过来, 心里确确是佩服叶末, 她帮自己赶走了一个苍蝇, 而且是她非常讨厌的一个苍蝇, 立即笑盈盈地说道, 叶末,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没想到你连郑文桥都敢骂,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怎么样, 我请客, 一起去吃个饭吧, 苏美说出这个话, 在她认为来, 应该是天大的面子了, 还有什么人可以让她苏美请客的, 想请她的人已经排队排出宁海了, 她的想法里, 叶末应该惊喜地答应自己, 然后受惊若宠地跟在她的后面, 不断地感谢她的请客, 可是再次让她大出意料的是, 叶末居然有些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甚至连一个回答都没有, 转身就进入了图书馆, 似乎她就是一团空气, 将呆如木鸡的苏梅晾在了外面, 一直到叶末走进了图书馆好久, 苏梅这才反应了过来, 这家伙居然如此作态, 她苏梅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冷遇的, 更何况是自己请她吃饭, 被一个如此垃圾的人无视, 她心里感觉就像吃了一个苍蝇一般的难受, 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不行, 不管怎么样, 这个面子不能丢, 我就不相信, 我请不动你, 想到这里, 苏梅也走进了图书馆, 虽然是周六, 但是宁大图书馆里面的人却很多, 空余的座位却没有了, 苏梅一来, 图书馆就看见了叶末, 她站在一排医药书籍的架子前面, 手里正翻看着一本书, 苏梅一声冷笑, 还装学医来着, 连个座位都弄不到, 心里有些鄙视这家伙, 苏梅一走进图书馆, 立即就有几个帅哥争相让位, 能让苏梅坐在身边是一种荣幸, 宁大第一美女啊, 别人近来没有座位, 但是苏梅却可以选择座位, 她选择了一个正好可以看得见叶末的地方坐下来, 只是一个微笑就让让位的帅哥晕了半天, 苏梅随便拿起一本书, 实际上是盯着叶末, 在她看来, 叶末近来完全是为了庄, 绝对不会坚持半个小时, 就会离开, 可是让苏梅没有想到的是, 几个半个小时过去了, 叶末丝毫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也没有丝毫想要找个座位坐一下的意思, 她看书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就站在那一排医药书架旁边, 一个小时基本上要换三到四本书, 而且苏梅看得很清楚, 她每本书都看得很快, 但都是从头到尾, 一张也不漏过, 不过翻书的速度简直太快了, 装, 你就装, 这种翻书速度, 不要说看内容, 还要去理解, 就是看个标题都有些够呛。 叶末已经沉浸在了这里的医学著作当中, 宁海大学的医学院还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这里的医学书也比较齐全, 但是让叶末失望的是, 虽然也有些新颖的地方, 却都没有超出一个框架,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一样。 尽管是这样, 她还是记忆住了看过的每一个内容, 她本来记忆就相当强悍, 而且现在已经是炼气一层了, 已经有些许的神识, 所以她看起这些书来基本上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这些东西和她修炼的功法内容比起来, 相差得太远太远。 如果她是注鸡期的话, 她可以用五个小时看完整个医学的所有书架。 如果她已经是结单期的话, 她三个小时可以看完整个图书馆, 如果要是她已经是原因了, 她甚至都不用进入图书馆, 神识稍稍扫一下, 这里的东西就无所遁形。 书籍毕竟是书籍和预解的内容相差得太远, 可是原因期怎么可能? 就是前世, 她也不过是个助鸡修士而已。 苏梅却越等越新交,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她居然还在看连午饭都没有去吃, 她因为要盯着它, 只能饿着肚子等着。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她听自己的去吃一顿饭, 但是她拒绝自己, 她心里就是很不舒服。 正当苏梅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叶末终于放下了手里的书, 走出图书馆。 苏梅见状, 立刻就跟了出去。 你还有什么事? 叶末的声音很冷, 很明显, 她一直知道苏梅跟着她。 啊, 苏梅被叶末突然的问话证了一下, 但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因为你上午帮了我, 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顿饭。 我不想欠你的一个人情, 不然我会狠。 哼, 叶末冷冷地盯了苏梅一眼, 心里暗叹, 只有这种自以为公主一般的女人, 才会优越的有些自以为是吧。 她根本就不会去想自己的动作给别人带来的后果, 只是考虑到自己的那点优越感。 第十一章, 复杂的代班。 说不定在她看来, 她请自己吃完饭后, 不是她欠叶末的人情, 反过来应该是自己就欠她的吧。 对这种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女孩, 叶末没有半分好感。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欠我一个人情, 所以想请我吃饭, 对吗? 叶末淡淡地说道, 对, 对, 就是这样。 苏梅为叶末总算是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感到高兴, 心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你请我吃这顿饭, 打算花多少钱? 叶末的问话让苏梅有点愣神。 啊, 啊, 我想学校聚位楼两个人去吃一顿, 应该再三百左右吧。 虽然不明白叶末说这话的意思, 但是苏梅还是反应了过来。 哦, 你现在身上有两百块钱的现金吗? 叶末看了看苏梅, 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苏梅心里冷哼一声, 装什么装, 装库还不是要问我借钱, 看样子, 那树花确实是她买来准备送人的, 估计是因为自己拿了她的花, 她才这样吧, 不过随即就拿出了两百块钱, 心里还在想, 既然已经借钱给她了, 这顿饭是不是就不要请她吃了, 反正这钱也没有指望她还。 我想三百块钱一顿饭, 我大概要吃掉三分之二吧, 正好是两百块钱, 现在你已经给了, 说明你已经请我吃过了, 现在我们两清, 不要再来烦我。 叶末将两百块钱收起, 转身就走。 你, 苏梅半天才反应过来, 居然还有这种人, 胸口差点被一口气堵住了。 她还以为自己是谁了, 一个废人还这么拽? 难道她忘了自己是个废人? 让叶末奇怪的是, 她已经在学校吃完饭了, 似乎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盯上她。 她不相信这郑文桥会就这样算了, 看样子, 这家伙还真能忍啊。 叶末刚跑回自己的住处, 就看见许薇一脸焦急地 在她的住处转来转去, 就有些奇怪地问道, 许薇, 你怎么了?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叶末你, 总算是回来了,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 我今天真的有急事, 可是我晚上又答应了帮周云值班呢。 许薇一看到叶末, 立即就惊喜地上来说道, 我可以帮到你什么? 叶末有些奇怪地问道, 是这样的, 本来我今天帮周云带班, 可是我现在突然有急事, 你帮忙去带一下可以吧? 只有几个小时, 晚上十二点就可以下班了。 许薇一脸急切地说道, 叶末一脑门黑线, 有些无语地说道, 我无业游民一个, 你让我上医院帮你带班, 你是不是还在发热? 你不是说你懂点医术的吗? 其实就是你什么都不懂, 都可以带班的。 因为我晚上的工作, 只是发热预检。 你只要拿个温度计, 交给看病的人自己测量一下温度, 然后记录下来, 根据是否发热, 让他们去挂号就可以了, 等会我打个电话给小五, 让他教你一下, 几分钟就学会了。 许薇说完, 很是期盼地看着叶末, 叶末无语地看着许薇, 果然是很简单。 对请他吃过饭的许薇, 叶末倒也有些好感, 想了想说道, 帮你忙可以, 万一有领导检查, 发现了怎么办? 你放心好了, 领导不会检查到预检台去的, 就是要检查, 也是去各个科室。 叶末心说我当然放心, 就是检查出来了, 我是冒牌的, 被处分的也不是我, 我担心个屁。 见叶末同意, 许薇将自己的胸牌递给叶末, 焦急地背起背包转身就走, 一边走还一边打电话, 看他眉宇当中的紧张样子, 叶末知道, 他应该是遇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了。 为了以防万一, 叶末还是将自己的小医疗箱带上了, 他没想到, 自己为地摊准备的医疗箱还没有用上, 第一次居然还这儿八斤地带到医院来了, 可能是许薇打过电话给小五。 叶末刚到立康医院的发热预检柜台, 小五就拉下口罩, 对他挥了挥手说道, 你是叶末吧? 你先将白大褂穿起来, 我跟你说一下, 很简单的, 就是记录和拿温度计, 其余的都交给我好了。 叶末这才明白, 还真是简单, 晚上来看病的人也不多, 其实就是他不来估计, 小五一个人也忙得过来, 其实就是怕晚上人多了, 我忙不过来, 都是一些小孩子, 感冒发烧什么的。 小五似乎看出来了叶末的疑惑, 笑着解释道, 叶末已经明白, 之所以来代班就是怕病人投诉, 说只有一个人在预检, 那么没来的人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小五是个圆脸的女孩, 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看起来很是亲和。 果然刚过下午六点, 病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和小五说的一点都不差,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孩, 发热感冒什么的。 如果只是小五一个人, 还真的忙不过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基本上该下班的都下班了, 医院里面也开始冷清了起来, 叶末和小五也基本上空闲了起来。 小五见没有什么人了, 就对叶末说道, 我先去弄点吃的, 我吃晚班的, 要不要帮你带一份。 叶末摆了摆手, 他还不饿, 见小五出去, 他也背着小药箱去一趟厕所。 去厕所, 之所以背着自己的小药箱, 是因为他这个药箱里面的东西, 只有他明白价值是多手, 预检抬人来人往的。 虽然是晚上了, 万一被人顺手拿走了, 他多少天的努力和几万块钱就白搭了。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需要你帮一下忙。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 正好遇见从厕所出来的叶末, 连忙拦住他说道, 叶末本来不想理这个家伙的, 但是想到这家伙说话的语气, 好像是一个主管什么的, 要是他知道自己是帮许薇代班的, 得罪了他, 到时候给许薇穿小鞋就不好了。 算了吧, 就当着帮许薇一下。 这名中年医生将叶末带到急诊室, 问道, 你是那个科室的? 叶末心想, 这家伙的年纪要是说那个科室的, 他说不定认识, 万一说错了还难堪, 想到这里只好说道, 我是因为, 叶末还没有找到理由, 这名中年医生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接了电话, 才说几句话, 就有些愤怒起来, 在电话里面吵了半天, 又听到他大声地说道, 离婚就离婚, 你这个不要脸的, 打完电话, 这名中年人再也懒得理叶末, 将衣服脱了下来, 抓起一个背包, 转身就走。 叶末心说, 这家伙牛啊, 和老婆闹离婚, 还没到下班时间就溜了, 现在还才刚到十一点啊, 他也同样是郁闷无比, 将自己交到这里来, 什么事都没有讲, 就自己先溜了, 难怪这家伙的老婆要和他离婚。 叶末刚站起来, 就有一名护士和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孩, 搀扶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走了进来, 叶末只要听听脚步, 就知道这两个脚步很急切。 你是谁? 崔医生呢? 虽然叶末戴着口罩, 但是这名护士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崔医生, 立即急切地问道。 哦, 他刚走, 我是代班的, 是班。 叶末还没有将帮周云代班的事情说出来, 这名护士就打断了他的话。 那你赶紧帮这位老人家检查一下吧, 他浑身疼痛, 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 护士将脸色有些发青的老人, 浮在病床上面, 快速地对叶末说完了, 就立即准备打下手了。 感谢LGINYQ420呼天使效13700016892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感谢小小看YY说说五评价票的支持, 感激不尽。 感谢封玉天爸更新票的支持, 谢谢。 还有老五现在就开始冲绑了, 心里有些惶恐, 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 求朋友们砸几张推荐票了, 感激中的感激。 第十二章, 你治标还是治本? 叶末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老者, 刚来的时候, 他似乎还可以勉强走路, 现在已经直接昏迷了过去, 而且脸上一看得见的速度, 变成了青紫色。 再看看焦急的护士, 还有更加焦急的那名女孩,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名女孩就带着哭腔说道, 医生,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是我害了他, 我不应该让他偷偷来宁海的。 叶末皱了皱眉头, 这个时候说什么, 应该不应该不是废话吗? 从箱子里面取出几根银针, 随便在老人身上刺了几下, 针气瞬间就流转过去, 老人吐出一口浊气, 脸色的青紫色快度地消散着, 转眼就恢复了正常, 睁开眼睛说了一句, 秦儿, 你不要担心, 我这是老毛病了。 那名护士和叫秦儿的女孩愣愣地盯着叶末, 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这是什么医术, 几针就将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抢救回来, 穿着护士装的女孩先反应过来, 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末的口罩, 他还在想, 帮崔医生代班的这人是谁, 好厉害的医术啊, 不过那名女孩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立即扑到老人的床前, 爷爷, 吓死我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擅自做主带你出来了, 话没说完, 眼泪水已经出来了, 叶末看了看这名女孩, 医生的名牌, 她的那件唐纳, 卡兰上衣估计就要好几万吧, 脚上穿着的一双鞋子, 看起来好像是Channel的, 叶末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是一个有钱的女人, 再看了看脸上还留着泪痕的女孩, 居然是个极美的美人胚子, 和上次买叶末服录的那个女人, 有一种不相上下的感觉, 脸色可能因为有些焦急, 显出一丝红润, 越发衬托出她的肌肤, 洁白如雪, 修长白皙的颈薄, 让叶末忍不住往下看, 深深的勾壳被合体的唐纳, 卡兰上衣衬托得愈发引人瑕疵, 秦儿, 我不要紧, 你扶我坐起来, 老人摆了摆手说道, 你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医生, 我的病我自己知道, 还没有人能够让我这么短的时间, 从发病当中清新过来, 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叫秦儿的女孩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她转过身, 很是惊讶地看着叶末说道, 没想到你的医术这么厉害, 你是中医吗? 用的是金针, 你能够看得出, 我爷爷是什么病吗? 这次多亏你了, 真是谢谢了, 一连串的问题被她抛了出来, 虽然这样问, 但这个叫秦儿的女孩, 似乎也没有准备这个医生回答, 因为爷爷的病, 已经经过很多的国内外的著名专家检查过, 都无法判断出具体的病情, 只是根据她体内器官无缘无故的老话, 给出了还有半年寿命的通知书而已, 她这么问, 只是下意识的行为, 主要还是真心地感谢这名医生, 将爷爷救活了, 幸亏离立康医院比较近, 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爷爷出事了, 他不但心里非常的悲痛, 而且他也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虽然他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女, 但是爷爷关联到的人和事情太多,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 这个病他当然知道, 但是他也知道, 地球上现在还没有对这种病得出具体的结论, 所以他估计这个老人的病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因为这种病太罕见了, 几乎可以说是亿万中也没有一个, 在修真界有一种矿石叫紫胶, 紫胶是可以炼制中平法器的一种矿石, 但是不多见, 不过紫胶有一个特点, 就是挖到这种矿石后要用玉盒保存下来, 不然就会失去效用, 如果只是将紫胶放在口袋里的话, 那么只要一天时间, 紫胶里面的有害物质就会渗透进人体, 而紫胶也变成了废弃矿石, 这老人的症状明显的是中了紫胶的毒, 在他针灸刚扎进去就明白了, 中了紫胶的人当时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身体好的话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后才有症状, 但是一旦出现症状, 如果不对症治疗, 就是死路一条, 中了紫胶的症状是全身发紫, 五脏六腑渐渐地变焦, 最后窒息而亡, 这老人典型的就是中了紫胶, 如果不是修真者, 可以用药材缓慢驱除, 但是叶末是一层的炼气者, 只要用真气驱除就可以了, 只是叶末没有想到, 在地球居然还有这种矿石, 真是稀奇, 如果让自己得到, 倒也不错, 什么? 你说你知道我爷爷得的是什么病医生, 你能治好吗? 只要你治好了我爷爷, 随便什么条件我都可以帮你达到, 叫琴儿的女孩半天才反应过来, 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末, 这年轻医生能够让他苏醒, 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想到还说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这也太过离谱了, 宁海的立康医院医疗水平都这么高了, 连一个急诊科的医生都知道自己的病, 这可能吗? 什么条件都可以达到, 叶末微微一笑, 这句话女孩子可不能随便就说的, 不过也明白, 这个女孩家应该非富即贵, 既然这样, 她就没有必要客气了, 她正好缺钱, 弄点钱也是应该的, 想到这里叶末对那名还张着嘴巴, 不敢相信的护士说道, 你先出去吧, 我和病人的家属谈谈, 等护士走了后, 叶末才敲了敲桌子, 陈银片刻说道, 这个病我可以治疗, 啪的一声, 叫秦儿的女孩手机落在地上, 电池板被砸出多远, 但是她丝毫都没有感觉到, 自己的手机可能已经摔坏了, 医生, 你真的可以治疗我爷爷的病, 是真的吗? 秦儿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手机摔坏了, 而是急切地跑到叶末的面前, 抓住叶末的双手, 紧张地问道, 那名老人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末, 他不认为叶末在说谎, 因为刚才叶末的表现已经说明了, 他是个很有本事的医生, 既然他这么说, 就说明他有这个本事, 嗯, 我说秦儿, 你不要激动, 先坐下来再说, 被美女抓住自己的双手, 叶末感觉很是受用, 这个叫秦儿的美女, 比那个叫苏梅的还要耐看一些, 如果这个秦儿去了宁大, 那么苏梅号称宁大的第一美女称号, 就要让一让了, 最主要的是, 秦儿没有苏梅, 那么让人不舒服, 见这医生也叫自己秦儿, 这女孩脸一红, 连忙松开叶末的手, 乖绝地坐在老者的旁边, 他当然不清楚, 叶末只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就跟着老人一起叫了, 见自己的孙女也害羞了, 这老人呵呵一笑, 很明显感觉有些有趣, 你想治标还是治本? 叶末忽然问道, 治标怎么说? 治本又怎么说? 我当然希望彻底地治好爷爷了, 秦儿见叶末已经回到治疗上面来, 脸上的红色已经退去, 立即问道, 心里却在想, 这医生的眼神真是亮, 可惜就是看不见他的脸, 叶末却说道, 以我现在的本事, 要是治本的话, 只有七成把握, 还有三分可能就是你爷爷提前去世, 如果是治标的话, 我有十成把握, 可以让你爷爷身体健康的多活三年, 无论你选择哪种治疗, 药费都要当场付给我, 这要是我私人的, 不拖欠。 据他的修为来说的, 虽然他医术不错, 但是修为只有炼器一层, 如果他到了炼器二层的话, 他就有九成把握, 如果现在他已经是炼器三层的话, 他将有十成把握啊, 怎么会这样? 爷爷, 叫秦儿的女孩明显不能做出决定, 有些为难地看着他的爷爷, 他希望爷爷可以给他一个好的主意, 感谢风雨飘摇的打赏, 谢谢。 老五继续求推荐票和收藏, 现在在榜单的第三十三位, 不知道能不能让老五再上几步。 感谢钟, 第十三章, 不是骗子。 听了叶末的话, 老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虽然他已经知道叶末是个有本事的人, 但是要说将他完全治愈, 他还是有些不幸, 况且这人一开口就是钱, 丝毫一得都没有。 在医学上, 有七成把握就已经是相当大的把握了, 可是这人说有七成把握将他治好, 说得似乎很轻松, 这让原本对叶末有些信心的老人再次有了些松动。 随即他想到自己就是不治疗, 也只有几个月可活而已, 被他治疗就是治不好, 也只是被骗点钱。 如果对方想骗他的钱,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想到这里, 老人说道, 你说你现在没有把握完全治疗好, 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有把握治好我? 三年吧。 叶末淡淡一笑说道, 叶末心说等自己的银行草可以收获了, 自己的修炼就是再上不去, 炼器三层应该还是可以的。 虽然他不明白老者问话的意思, 但是也知道这老头对他有了些怀疑, 不过他也无所谓, 反正这钱也只能赚这一次而已。 他不会傻地将自己的信息告诉别人, 哪怕他不赚这个钱, 也不会透露自己的信息。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叶末已经清清楚楚。 一旦别人发现他有奇数, 甚至不是这里的科学可以解释的, 他叶末绝对没有好路。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逃走都办不到, 政府力量的强大, 他是清楚的。 所以他只能偷偷摸摸地赚钱, 却不能光明正大的拿出自己的本事, 免得被荡成小白鼠给解剖了。 那就治标吧。 不过你需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却没有, 只能等你治好了, 我让人给你转账过去, 或者你跟我们一起去取。 老哲也是有些异性阑珊地说道, 他已经确定这个医生是个骗子了, 因为现在不能治疗的病, 三年后却可以治疗, 说给谁都不会相信。 之所以还想让叶末试试, 是因为刚才的那几根银针 就让他苏醒过来, 让他有了一丝想试试的想法。 况且他也想知道, 这个医生准备怎么骗。 他在立康上班,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叶末却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钱请恕我无能为力, 我治病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 我需要的钱是现在就付, 至于转账和跟你们一起去拿, 我没有任何的兴趣。 叶末当场就拒绝了老者的建议, 没有一定的实力, 他是不会将自己暴露在阳光下面的, 人心的阴险。 他是早就见识过, 可以说除了师父落影外,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况且, 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少女身上没有钱, 他这么有钱的人, 怎么可能身上一张卡都不带的? 老人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居然有这种医生, 不管他是不是骗子, 但是哪有这种还没有治病, 就索要阎王障一般的要诊疗费的。 这不是医德差的问题了, 这是根本就没有医德。 爷爷, 听说现在的医生都是这样, 没有钱就不愿意治病, 你也不要生气了。 叫琴儿的女孩因为爷爷转危为安, 心里舒畅了些, 转而来劝导他的爷爷了。 治标, 你需要多少钱? 叫琴儿的女孩不是呆子, 他虽然看出来了叶末有一些本事, 但是这人很可能有些虚夸, 不过面对唯一的一个 可以打包票救治他爷爷的人, 他也不想错过。 二十万, 叶末看看这少女身上的衣着打扮, 估计就有二十万了, 所以, 他要二十万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这少女却有些气苦, 他总共的钱加起来就只有五万, 这家伙居然要他二十万。 难道他是看见自己身上的衣服很值钱, 才这么开口的? 不过他身上的衣服可不是他自己买的, 而且他也买不起, 说完这少女拿出身上唯一的卡递给叶末。 叶末接过卡, 看了看这少女一眼, 心说真小气, 自己的一颗护心丸就不止五万块钱了。 不过五万就五万, 对于赚钱吃亏他倒是不在乎, 有了五万块暂时又不必为钱发愁了。 收起卡也不再废话, 打开箱子拿出一颗黑乎乎的丹药递给老者说道, 你先吃了这护心丸, 我再帮你行政。 这是什么药? 护心丸? 怎么这么难堪? 你不会是江湖郎中吧? 这里可是立抗医院啊。 叫琴儿的少女一把就拦住了叶末的手, 有些担心的说道, 你如果不愿意治疗, 我立即将卡退给你。 叶末有些不悦地说道, 老者看了看叶末的眼神, 摆了摆手说道, 琴儿, 你让他吧, 丹药拿来我吃了。 老者接过丹药, 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 心里微微一叹, 他不是怕死,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再活三年的话, 很多的事情他就可以从容安排妥当, 不然他一旦突然离去, 家族很有可能就此大乱, 甚至衰败下来, 这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所以虽然肯定叶末90%是个骗子, 但是只要有10%的希望, 他还是要试试。 见着老者吃完丹药, 叶末点了点头, 让老者躺下, 开始行针。 原本对叶末有些怀疑的琴儿, 因为叶末拿出的黑乎乎丹药, 就更加怀疑了。 不过, 当他看见叶末行针的速度, 和爷爷有些展开的脸色, 他又开始对叶末期待起来。 虽然没有见过中医的针灸治疗, 但是他在电视上可是见过的。 中医一般的针灸治疗, 绝对没有叶末这么行云流水。 而这个医生快的时候, 几乎只能看见手的残疑, 这也是他重新升起信心的主要原因。 到了最后, 他对叶末的怀疑甚至已经消失不见了, 因为叶末的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 忽然这少女又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他又看见老人的脸多了一种有些痛苦的表情。 正当他想出声询问的时候, 叶末忽然将老人拉得翻了个身, 一掌拍在了老人的背后。 扑的一下, 老人吐出一口又浓又黑的黏乎乎东西。 叶末松了口气对少女说道, 你也已经好了, 三年之内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让护士进来打扫一下, 我要走了。 说完不等着少女回答, 背起小药箱转身就走。 等这叫琴儿的少女反应过来追出去的时候, 叶末早就消失不见了。 爷爷, 叫琴儿的少女再次跑回急诊室, 有些担心地叫道, 他怀疑叶末是骗了就跑的那种人, 甚至不一定是立抗医院的人。 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护士说他不是崔医生,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 但是现在也追不到人了。 老人已经恢复过来, 拿起毛巾擦了擦嘴, 眼里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 看了看这少女说道, 这医生不是骗子, 我确实感觉到了浑身的轻松, 没有以前那么累赘了。 没想到, 居然有这种神医, 等会你去问问护士, 这医生到底叫什么, 这种人一定要结识一下。 感谢完美梦成真, 下华线, 天山晴雪, 罗汉果长眉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感谢罗汉果长眉时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感谢LGIN, 完美梦成真, 下华线, 更新票支持, 谢谢。 非常感谢本书的第一位舵主完美梦成真, 下华线, 现身, 谢谢。 最强气少, 现在已经是第29位了, 老五继续奋斗, 再求推荐票, 拜托拜托, 让我们再前进一步。 第十四章, 查无此人。 叶末回到住处, 许葳还没有回来, 今天虽然帮她带了个班, 但是也赚了几万块钱, 对于已经淡尽良绝的叶末来说, 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叶末也清楚, 这种事情可一不可二, 次数多了, 很可能暴露她的身份, 现在, 她还没有能力自保, 这个时候暴露身份和她的一些本事, 并不是明智的行为, 这个世界, 应该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安全。 第二天, 许葳就回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 叶末除了去学校, 就是修炼和练权。 因为有了一些钱, 去夜市摆摊的事情, 又被她无条件地压厚了, 让叶末有些奇怪的事。 自从上次苏梅在她面前吃了瘪后, 就没有再找过她。 不过这样也好, 让叶末省了许多的心思。 叶末不知道的是, 现在找她的人却不少。 除了买她符露的苏靖文外, 还有她在医院救的那个老人。 除此之外, 就是那个汪鹏也在找她, 因为自从上次那个卖符露的人 踢了她一脚后, 她的手腕就一直不能用力, 一用力就脱臼。 而且接上去了后依然还是这样。 可是, 任凭那个被叶末救了的老人 将立康医院翻了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叶末这个人。 这个人似乎就这样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了一般。 不单上次的崔医生被问了又问, 甚至立康医院的所有医生、 护士都被集中起来, 一个个询问。 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个背着小医疗箱, 使用金针的医生。 叶末上次来是不是带了小箱子, 从许为那里得知 叶末根本就是一个无业游民的时候, 也就彻底地没有了怀疑。 如果不是老人的病, 切切实实地好了, 还有他的身份, 甚至有人以为 这件事是老人和他孙女凭空捏造的。 苏靖文最近心情不错, 不但母亲的病好了。 而且, 那个让他讨厌的汪鹏 最近也没有出现过, 甚至连总是让他和汪鹏 走近点的父亲都没有多说什么。 苏靖文从心底感谢 那个卖符给他的人, 是他帮助他改变了一切。 文文, 上次那个卖给你福禄的人找到了吗? 坐在他身边的那名 文靖华贵的美貌妇人问道。 文文当然就是苏靖文, 那名中年美妇就是他的母亲, 还是上次叶末的福禄就行吧。 苏靖文自从母亲醒了后, 他只要有时间就陪着母亲。 经过上次轻神福的震撼之后, 苏靖文一家就在努力寻找叶末, 不但苏靖文和他母亲在寻找他, 就是苏靖中也在寻找这个奇人。 苏靖文和他母亲寻找叶末, 是因为欠下了他的恩情。 虽然那个福禄他给了钱,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明白, 给的那几万块钱, 恐怕连福禄的一个脚都买不到。 因为明白了叶末福禄的珍贵性, 剩下的福禄都被苏靖文仔细地收藏起来, 带在了身边。 而他之所以想寻找叶末, 也是想再补偿一些钱财给叶末。 没有, 我都去海宝园许多次了, 但是一次都没有看见他, 似乎汪家的人也在找他, 我怕他在汪家的人那里吃亏。 苏靖文回答道, 叶末戴着墨镜和低烟帽的样子, 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了。 终年美妇微微一笑说道, 靖文, 你觉得这种奇人会怕到汪家? 你就不用担心了, 以后你注意他好了, 万一再看见他, 千万要带他回来, 我要当面感谢他。 如果他不愿意来, 也千万不能亏待他。 嗯, 苏靖文心里已经对叶末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而且, 自从他戴着辟邪服后, 他也感觉到书心了不少, 有无数次, 他都想试试火球服的威力, 但是却生生地忍住了, 因为火球服他只有这一枚, 用了就没有了。 叶末当然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寻找他, 就是他知道也会当成不知道。 此时他钱不少, 修炼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 而且有了钱连夜市都不用去, 所以他过得很是书心, 每天都是学校和住处, 两点一线, 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 但今天刚从图书馆出来, 叶末就感觉有人盯上他了, 当他走出学校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加的强烈。 在学校大门外不远处的一个角落, 停着的一辆路虎越野车立即就被叶末看见, 车里看样子还不是一个人, 而且都在注意着他。 叶末冷笑, 看样子他就是被这车上的人盯上了。 自从重生到这里后, 叶末就很低调, 一般没有人惹他, 他是不会主动招惹别人的。 唯一有矛盾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郑文桥的家伙了, 看样子这车上的人肯定和他心争的有关系。 叶末还在想是主动上去, 还是带他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海奏这些人一顿的时候, 路虎车上下来了两个黄毛青年。 这两名黄毛青年直接走到叶末面前, 斜着眼盯着叶末看了又看, 半晌后其中一人才说道, 你就是叶末,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嘿嘿, 你不用拒绝, 因为拒绝你会死得很难看。 叶末微微一笑, 还以为这郑文桥多大的本事, 原来只是叫了几个混混过来。 两名黄毛将叶末加在中间, 很明显的是不让叶末逃走。 正当两人以为叶末要拒绝, 准备先教训他一顿的时候,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叶末居然说道, 带路, 愣了片刻, 其中一名黄毛才反应过来, 看了看叶末说道, 有种, 叶末丝毫没有管这两个黄毛在说什么, 而是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进了路虎, 似乎这两个人真的是来迎接他的一般。 苏靖文刚将车开到宁海大学门口, 就看见了被两名黄毛加持上车的叶末。 苏靖文摇了摇头, 他当然知道这学生应该是得罪了谁, 被带走了, 这种事情每天都有, 根本不是他可以管的。 当他扫过叶末脸的时候, 心里一动, 心说这人怎么有些熟悉。 对了, 他的身形似乎在哪里见过, 而且身上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气质, 自己应该见过他, 甚至跟他说过话。 一个有些熟悉的人被苏靖文看见, 他当然不能任凭他不管, 无论怎么样, 至少要确定一下他的身份吧。 想到这里, 苏靖文立即报警, 说了路虎车的走的方向后, 也开着车跟了上去, 却不敢跟得太近, 怕被前面的车发现, 而是远远地跟着, 拿起望远镜盯着路虎车。 路虎车的方向果然是越走越偏, 渐渐地已经靠近了郊区了, 苏靖文知道, 这些人是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对付那个学生, 很有可能会出人命的, 而且现在路虎车已经摇摇晃晃, 说不定这些人已经在动用私刑了, 他已经有些着急了, 可是警车到现在还不来。 路虎车再走了十几分钟后, 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 就在苏靖文紧张不已的时候, 一辆警车才不急不慢地叫嚣着开了过来。 感谢继龙老乡, 处女作妃的慷慨打赏, 感谢所有投推荐票的朋友, 谢谢了。 新书期很是无奈, 只能继续求推荐票, 拜托呀。 第十五章, 禁警局, 还没有到目的地, 就因为其中一个混混要先教训一下叶末, 让叶末对几个混混的教育提前开始。 路虎车上加上开车的也不过五个人, 哪里经得住叶末一顿全打脚踢。 片刻时间, 除了开车的那家伙被打了两个耳光外, 其余几个混混全部被叶末踩在了脚底下, 不是断手就是断脚。 这还是叶末明白这里不能随便杀人, 不然他都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杀了这几个混混。 让叶末奇怪的是,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让其中任何一个混混拿起电话, 怎么警车这么快就来了? 他可不认为郑文桥这么好心, 还帮他报警。 不知道是谁吃饱了撑的, 居然将警车叫过来了, 这让他很不尽兴。 很明显, 报警的人说得很详细, 警车很快就追上了路虎, 并且拦住了路虎车。 叶末看了看躺在车上声音的几名混混, 冷声说道, 回去告诉姓郑的, 我会去找他的。 说完走下了路虎, 怎么回事, 刚才是不是你报警? 警车上面下来两名警察, 说话的是, 其中一名脸色被烟熏的有些黑的中年警察, 神情当中很是不耐烦。 不是我报的, 这几个家伙绑架我, 我反抗了一下, 结果就是这样了, 我估计是哪个好心的市民打的报警电话。 叶末指了指几名躺在车上的混混说道, 玉哥, 刚才就是这个人强行上了我的车, 然后逼迫我将车开到郊区来, 还对我们几个拳打脚踢。 唯一还能走路的司机, 见到了这黑莲警察, 立即犹如看见了轻殿, 一边说, 还一边用手指着叶末。 黑莲警察回头看了一眼黄毛司机,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很明显他认识这个黄毛。 叶末心里冷笑, 一看这个称呼就知道, 这家伙和这些混混有猫腻。 果然叶末的念头还没有转过来, 这黑莲警察就冷冷地盯了叶末一眼, 然后回头对这名司机问道, 你说他强行上你们的车, 还打人? 难道光天化日之下, 还想截车不成? 对,对,对, 这人就是想截我们的车, 还将我们打伤, 如果再过一回, 他肯定会将我们扔下车, 然后将我的路虎开走。 这名司机被叶末打了两个耳光, 心里早就不愤, 现在得到了提示, 赶紧告诉这黑莲警察说, 叶末想截车叶末没有说话, 他有心杀了这几个人立即就走, 但是他也知道, 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要逃出政府强大的搜查网, 无疑是痴人说梦, 心里却对那个多事报警的家伙 一肚子恼火, 你涉嫌抢劫, 致人伤残罪, 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警局。 黑莲警察嘴里说着, 手已经放在了枪把上面, 这个年轻人一个人打了几个, 说明他是个练家子, 不能不防。 那名年轻一点的警察皱了皱眉, 嘴冻了冻, 最终叹了口气, 没有说什么。 叶末不想现在杀人逃走, 只能跟着这名警察上了警车, 不过他心里暗自思量, 万一在警局里面遭到黑手, 他就立即潜逃, 只要回去将那株银杏草挖了带走就可以,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这个场子。 苏静文在望远镜里面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警察来了, 居然带走了那个学生模样的青年, 而路虎车却直接开走了, 这件事未免太过奇怪, 自己报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 路虎车上面的几个混混想要劫持那个学生, 可是最后的结果怎么会这样? 那个身影有些熟悉的年轻学生, 苏静文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个身影, 他似乎有些印象了, 那个卖服给他的年轻人虽然戴着墨镜, 还有鸭嘴帽, 但是他的身形似乎和这个被警察带走的学生很像, 难道是他? 不管是不是, 苏静文决定先去看看再说。 警车开警局, 黑脸警察对过来的两名年轻警察使了个眼色说道, 先让他休息一下, 过回再露口供, 叶末眯着眼睛没有说话, 他当然知道这黑脸警察不可能这么好心, 而且他帮自己定的罪名还是抢劫和伤人。 果然, 没有出乎叶末的预料, 他并没有被带到休息间, 而是直接被推进了一间大的临时关闭犯人的房间。 叶末进来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 不过有四个围在一起的男子都是皆是无比的壮汉, 从他们手臂上的纹身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人都是狠人。 另外几个人分别缩在角落处, 只是偷偷看了叶末一眼, 就不再注意。 很快, 叶末就得出了结论, 这间牢房并不是专门为关闭犯人打造的, 应该只是临时的。 估计确定了罪行后, 还有另外的关押场所。 叶末一看, 这里面四个壮汉就明白了黑莲警察将自己关进来的目的, 他应该是想自己在这里先被人打一顿再说。 看见长得有些文静的叶末进来, 四名正为一起海阔天空的男子, 眼神立即就转了过来, 都紧紧地盯着叶末。 出乎叶末意外的是, 他等了半天, 那四人的眼神又转回去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上来废话或者找查。 其中一人下巴有一道刀疤, 很明显这个人是他们几人的头头。 叶末看见这有刀疤的男子对周围的几人做了个眼色, 这四人居然再次毫无顾忌地天南海北叶末 只是在这几人身上扫了一下, 就再也没有兴趣观察。 他观察的是这个牢房, 如果想要逃走, 可以用什么办法? 叶末的听力多强, 四名男子中其中一人轻声说话, 还是被他听见了。 刀哥, 为什么不给这小白脸来一顿下马威, 让他孝敬几个, 说话的是那名稍矮点的男子。 这人不简单, 我们还有几天就出去了, 没有必要惹事。 估计那帮家伙想借我们的手收拾这小白脸, 我偏不如他们的愿。 你看见没有, 这人进来后根本没有任何剧色, 眼神也很冷, 这绝对是个硬茶, 记住了, 不要去招惹他。 下巴有刀疤的刀哥立即警告说道, 叶末看了四边一下, 估计他要想走, 这个地方还拦不住他。 心里轻松了点, 先找个地方睡一觉再说。 随即他又看了看整个房间, 唯一有些干净的床, 就是脸上有刀疤的那个家伙坐的地方。 而且他的床靠近窗户, 空气也清新许多。 让一下, 我要睡一会。 叶末走到刀疤脸面前, 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话。 你说什么? 刀疤脸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地站了起来, 他不去找叶末的麻烦, 叶末居然找到他头上来了。 叶末的声音骤然变冷。 我说让你让开, 我要睡觉了, 你没听懂。 感谢罗汉果长梅, MTHGGMH, LGIN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罗汉果长梅时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感谢大家, 最强已经出现在总榜的第25位了, 继续求推荐票, 争取更上一层楼。 第十六章, 苏静文发飙, 找死? 刀疤骂了两个字, 一巴掌就对叶末的脸上拍了过来。 原本只是看叶末不大好惹, 加上马上又要出去了, 才不愿意多事。 现在叶末主动来挑衅他, 习惯了欺压别人的刀疤, 哪里忍得住, 抬手就要扇叶末的耳光。 屋子里其余的人都幸灾乐祸地看着叶末, 脚上缩着的几名男子不由地暗自摇头, 心说这人是个书呆子吧。 既然这刀疤都没有找他的麻烦了, 他还主动凑上前去, 这不是找打吗? 可是现实情况很快就让他们张大的嘴巴不敢相信, 因为被他们认为成要找死的叶末, 居然一把抓住了刀疤脸的手腕, 另一只手啪啪啪啪的就是几个耳光, 这还不算, 接下来叶末又是一脚踹在刀疤脸的小肚子上面。 身体强悍健壮的刀疤不但毫无还手之力, 居然还被叶末一脚踹地飞了起来, 直接撞在了铁门上面发出咣当的一声响。 外面的黑脸警察听见屋子里面咣当的响声,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立即掏出电话打了出去。 是乔少吗? 是, 是我。 那家伙已经被抓起来了, 现在被关起来由刀疤在教训他, 不关我们的事情。 哦, 好, 好,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判刑之前, 我也要让他退层皮, 黑脸警察听见外面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立即挂了电话, 装模作样地走到门口, 刀疤脸被人一脚就踢废, 这种事情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他混迹黑社会多年, 立即就知道叶末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虽然他长得凶悍健壮, 但是却不是傻瓜, 要是惹怒了叶末, 在这里他没有好果子吃。 这小白脸如此厉害, 刀疤已经肯定就是他们四人全上, 也不会是人家的对手, 不然人家不会主动来挑衅他。 叶末却慢吞吞地走向刀疤脸, 慢悠悠地说道, 我要睡靠近窗户的那张床, 你还有意见吗? 本来看见叶末走过来, 刀疤脸心里就发怵, 以为叶末还要动手, 没想到叶末只是说要睡那张床。 心里一松连忙说道, 没意见, 没有意见, 明去睡。 刀疤认清形势, 立即对叶末陪着笑脸, 哪怕刚才撞在铁门上的疼痛 也被他直接忽略过去。 见刀疤都这么小心地陪笑, 另外几名壮男更是不敢发出大声。 开玩笑, 平时刀疤一个人就可以单挑他们几个, 现在刀疤在这人的面前 简直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个时候还去找叶末的麻烦, 不是和找匾没有什么区别吗? 越像当初卖服录给他的人, 心里就更是下定决心 要尽快将那个人带出来。 可是让苏靖文没有想到的是, 警局里的人居然拒绝他和叶末见面。 他又不是犯人, 你凭什么不让我和他见面? 而且, 你们警察凭什么将他关起来? 苏靖文虽然不知道事情真相,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他却是清楚, 不然不会只带叶末来警局, 而路虎车却没有任何事情。 当然他不知道路虎车 现在已经停在医院门口了, 这人涉嫌抢劫和致人伤残, 现在还在路口供。 你要见他, 明天过来吧。 黑脸警察见苏靖文气质有些高雅, 而且长相也是一个美女, 这才耐下性子说道, 是吗? 可是和我看见的怎么不一样? 我明明看见一辆路虎车 将我朋友带走的, 最后路虎车没事, 却将我朋友带进了警局, 这是什么意思? 苏靖文冷笑一声说道, 没有证据的话, 可不要乱说啊, 这里是警局, 什么事情都讲究证据。 如果你还是无理取闹, 我会以妨碍公务罪拘留你。 黑脸警察没想到, 这名女子居然看见了路虎车带走, 那名年轻人的过程, 顿时脸就是一尘, 语气就生硬了起来。 好威风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以什么妨碍公务罪拘留我? 苏靖文脸色顿时就冷了起来, 这个警察居然信口雌黄, 还如此嚣张, 可以肯定, 那个被带进去的青年人现在逃不了好。 你, 跟我进去录一下口供, 我怀疑, 你和前面那个抢劫嫌疑人是一伙的。 黑脸警察一指苏靖文, 很是嚣张地说道, 叶末的衣着打扮一看就值不了几个钱, 这女人和她有关系, 后台也不会应到什么地方去, 先给她一个下马威再说。 你是警察还是土匪? 苏靖文气得脸色有些难看, 这人也太嚣张了。 不服欠, 你投诉我啊, 我叫黄玉, 你可千万记得。 黑脸警察不屑地说道, 黄队, 那名年轻一点的警察实在是看不过眼了, 走上来叫了一声, 他感觉黄队的作风是有些像土匪, 但是他却不敢多说。 黄玉还没有说话, 门口就又传来一个声音, 我们警察什么时候成土匪了? 声音很是浑厚, 而且带着不容置疑的态度。 耿锁, 黄玉和年轻一点的警察都看见了门口说话的人, 连忙叫道。 怎么回事? 这中年人扫了黄玉一眼, 出声问道, 啊, 你是苏总,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名中年人一眼就看见了苏敬文, 很明显他认识苏敬文。 你是司机耿学兵? 怎么当警察了? 苏敬文也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 几年前他是父亲的司机, 没想到现在居然是警察了, 似乎还是所长了, 这爬得可真快啊。 是啊, 服从上面的安排。 哦, 对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这中年人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心里立即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苏总是苏市长的千金, 要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受了什么委屈, 他耿学兵就是有一千张嘴都说不清了。 哼, 耿学兵不提还好, 一提这事情, 苏敬文脸色立即就再次沉了下来。 冷哼一声说道, 有人结识我朋友, 结果警察将我朋友带进来关了, 而结识的人却丝毫不见踪影。 我来见我的朋友, 居然对我说是抢劫嫌疑犯, 甚至怀疑我也是同谋, 让我不服气就去告他。 难道现在警察都这么嚣张了吗? 黄语脸色已经有些发白了, 就是他的黑脸也遮不住, 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居然认识他们的耿所长, 虽然最后乔少会保住他, 但是这无疑让他升级, 有了一丝阴影。 你刚才是这样说的吗? 这就是你一个人民警察的态度。 耿锁心里暗恨着黑脸的家伙, 平时也知道他仗着是郑文桥的人, 有些横行无际, 但是这次竟然惹到苏市长的千金头上来了, 只能怪他倒霉。 是, 只是刚才我一时激怒, 心里并没有这个想法。 黄语不敢撒谎, 毕竟听见他说这句话的有好几个人, 平时也没有人将这些话说出来, 只是没想到今天居然遇见了一个认识他们所长的人, 将他的枪卸下来立即彻查这件事情。 陈震, 这件事由你来负责, 尽快查出结果, 警察是市民的守护神, 不是流氓和无赖。 这所长雷厉风行, 当着苏静文的面扒了着黄队长的警服。 苏静文知道他是在做给自己看, 却也没有说话。 耿所长, 你这样做不合法, 你就是要指控我, 现在也没有权利对我怎么样一看耿学斌居然来真的, 这名黄队长立即急了, 他以为耿学斌知道他和郑文桥的关系, 最多做个样子而已, 哪知道他居然来真的。 苏总, 咱们先去看看, 你朋友, 警局出了这种败类, 也是我们的耻辱, 回去我一定向苏市长检讨。 耿学斌似乎根本没有听见黄玉的叫喊, 理都没有理他, 他心里当然清楚, 就是没有苏静文朋友的事情, 黑脸屁股后面的肮脏也够他将老底座穿了。 他要是再不知道这女子和苏市长有关系, 他就是猪了。 如果这女人是苏市长的什么人, 就是郑文桥也没有任何办法保住他, 黄玉的心顿时如落冰库。 感谢处女座非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再求推荐票。 第十七章, 认错人了。 本来以为叶末给关起来, 肯定要吃很大的亏, 但是让苏静文吃惊的是, 打开拘留室的房间, 叶末居然高卧在床, 甚至连鞋子都没有脱下来。 而几名五大三粗的壮汉却小心翼翼地待在一边。 这里面安静的不像是个临时牢房, 倒是像一间正在晚自习的教室。 铁门一打开, 叶末就知道了, 当他看见苏静文的时候,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看样子, 苏静文在什么地方看见了自己, 可能还认出了自己就是那个卖服给他的人, 这才来救他。 甚至那个报警电话都是他打的, 如果那个电话是他打的, 那可真是帮到忙了。 你好, 你应该认识我吧? 我叫苏静文, 在宁海大学门口看见你被人带走, 就报警了。 苏静文看见叶末安然无恙,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也难怪, 如果真是他, 他做的俘虏那么厉害, 进了这里面怎么可能怕几个混混? 叶末心说, 果然是这样, 苏静文是一片好心, 倒也不好怪了他。 但是他的话很明显, 也不确定自己就是卖服给他的人。 既然他不确定, 叶末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他知道一旦承认, 这种事情将会引起多大的波动。 而现在, 他连进了警局都没有办法出来, 甚至都想过杀人逃走的办法。 如果有更大来头的人压下来, 他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实力还是太低啊, 叶末心里暗叹。 见叶末欲言又止的样子, 苏静文连忙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走吧。 耿学斌亲自帮叶末做过笔录, 然后才送叶末和苏静文到大门口。 苏静文开的是一辆红色的奔驰车, 叶末进车后, 立即就闻到车里的气味很单纯, 是一种女人身上淡淡的香味。 叶末就知道他的这车平时很少带别人进来, 甚至都没有带过别人。 不过, 既然苏静文让他上车, 他当然不会矫情。 一起去吃个晚饭好吗? 苏静文已经将叶末当成那个卖符给他的大师了, 说话显得相当的客气, 从学校里面出来, 到现在叶末还真的没有吃饭, 见苏静文请他吃饭, 随口就答应了。 苏静文带叶末去的饭店是西湖人家, 这是一家有些幽静的饭店, 里面装修得很是高雅。 饭店的人却不是很多, 显得很安静。 叶末一进来就感觉这个地方吃饭不错, 平时他吃饭都是路边的大排档, 随便弄一顿就好, 他对吃没有什么讲究。 静文, 好久不见, 你过来了。 一个优雅丰满的女子见到苏静文进来, 立即笑着迎了上来。 方姐, 最近我有些事情一直没有出来过, 今天是带朋友一起来吃个饭, 还有包厢吗? 苏静文笑着说道, 看他有些随意的样子, 说明他和这个方姐应该有些熟悉。 听了苏静文的话, 这名气质优雅的女子有些奇怪地看了叶末一眼, 随即就若无其事地说道, 有啊, 像直听现在空着呢。 方姐长相不是很漂亮, 但是胸前的波涛却很大, 而且有一双桃花眼。 一般这种女人总让人觉得有些轻浮, 但是方姐举止之间优雅有度,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有修养的女人, 却没有半分轻浮的因素在里面。 苏静文说带朋友来吃饭的时候, 方姐眼神瞬间的变化还是被叶末扑捉到了。 相知听看起来有些朦胧, 确切地说这里不大像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倒是有些像一个情侣交心的地方。 说句实在的, 叶末对这种环境很不喜欢, 当即就将窗帘拉开。 黄昏的光芒照射进来, 房间里面顿时清醒了不少。 静文, 你先点菜, 我去给你们泡茶。 方姐拿着一个菜谱放在桌子上面, 转身就出去了。 叶末心想, 这里泡茶需要老板娘, 难道没有服务员? 似乎看出来了叶末的疑惑。 苏静文说道, 方姐原来就是茶道高手, 来这里吃饭的都是一些熟客, 一般都是方姐自己去泡茶。 菜单在这里, 你点菜。 说着, 苏静文将手里的菜单递给叶末。 叶末看了看菜单, 菜的样品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菜的图谱都很精致漂亮。 怎么没有价格? 叶末发现他手里的菜单没有标价。 这里的菜, 无论任何菜都是三百一碟, 所以不用标价, 老客户都知道。 苏静文奄然一笑说道, 叶末愣了一下, 心说, 难道连一盘青菜也是三百不成? 不过这话却没有说出来。 他不是有钱人, 不代表别人不是有钱人。 叶末当然不知道, 这里最贵的却不是菜, 对吃没有什么讲究, 但是叶末也知道苏静文有钱, 反正价格都是一样, 就随便点了几个。 叶末不好茶道, 但是不代表他不懂茶。 方姐泡的茶喝了一口, 却唇齿留香, 而且让人有喝第二口的欲望。 见叶末似乎很喜欢这里的茶, 苏静文淡淡地笑了一下问道, 你就是上次卖服给我的大师吧? 苏静文的突然袭击方式, 在有的时候会很见笑, 但是对叶末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他既没有露出突然被识破的神态, 也没有露出平淡不惊的样子, 而是诧异地问道什么俘虏大师? 我还是一个学生呢? 你看, 这是我的学生证。 说着, 叶末拿出学生证递给苏静文。 叶末, 宁海大学, 05, 生物工程专业, 居然还真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苏静文有些失望地将学生证还给叶末,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认错了。 看他在宁海大学门口被带走的, 没想到他真是一名学生。 那个, 苏静文,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带我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 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叶末虽然知道苏静文不会为了区区几千块钱来后悔, 但是这话他必须说, 没有关系, 你和我的一个朋友很像。 再说了, 就是认错了也没有关系啊, 一回声两会熟, 以后我们不就熟悉了吗? 你比我小, 以后你就叫我静文姐好了, 叫名字总是有些别扭。 苏静文再次笑了笑, 叶末给他的印象不坏, 因为叶末不但长相很阳光, 还有些帅气, 看自己的目光很清澈, 并没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眼神。 那静文姐, 我就沾你的光, 吃一顿好的了。 叶末对上来的菜当然不会客气, 可以肯定上次的轻神符绝对救了苏静文的母亲, 一个是对自己服录的相信, 还有一个从苏静文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苏静文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叶末说道,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以后那些人还找你, 你就打电话给我。 叶末接过名片心说, 这次如果不是你, 哪有这么多的事情, 打电话给你, 免了吧, 这次饭吃完后, 你是你, 我是我, 各不相干。 呵呵,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我可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叶末随口说道, 那可不一定哦, 也许过段时间我还要找你帮忙呢。 苏静文忽然露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心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叶末暗恨, 自己真是多话。 他现在修炼的时间都不够, 琐事自然是越少越好。 苏静文忽然感觉到, 他和叶末在一起的时候显得很是宁静, 居然没有丝毫的压力。 感谢基隆老乡, 罗汉果长眉, LGIM, 深山, 一青蛙的打赏, 谢谢。 感谢罗汉果长眉成为最强的直视, 不过经历了许多年的洗涤, 现在已经日漠西山了。 加上今年宁老爷子的病退, 宁家就更是显得摇摇欲坠。 此时宁家的气氛就显得非常沉闷。 虽然是宁家的家族会议, 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喜庆和热恋。 清雪那丫头还是不松口吗? 沉默了半赏后, 坐在上手的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用手轻敲桌子说道, 他就是宁家现在的掌舵人宁忠泽, 也是宁老的长子, 燕京河湾区的区长燕京如此大的国际都市, 一个区长已经正厅级别, 甚至比一些省份的高官更受重视。 但是在燕京一块砖头落下来, 都可以砸中一个腹部的地方, 这个区长实在是不算什么。 如今宁老爷子内退, 他也五十多岁了, 不出意外, 这个区长就是他最后的岗位。 大哥, 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 我宁氏药材现在是老三在负责。 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想老三也知道。 原本最大的供应商是美国斯卡公司, 现在美国斯卡公司居然被宋家的那个做生意的女人控股了, 这对我宁家是个致命的打击。 父亲内退后, 我宁家想在官场再有成绩已经是很难。 如果商场再受到打击, 我想我宁家也许会就此衰落下去。 宋少文人虽然浮华风流了点, 但是他宋家毕竟是大家族。 如果和宋家联姻, 不但我宁家生意场上立即就会起色。 而且马上的换件, 大哥未必就不能再进一步。 坐在宁忠泽右手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就说道, 口气似乎有些激动。 宁忠泽叹了口气, 白白手说道, 中尾, 你的意思我明白, 虽然和宋家联姻对宁家绝对有利, 但是宋少文这个人, 这件事还是和三弟商量一下吧, 毕竟清雪是三弟的女儿。 大哥, 我觉得四弟说得对, 如今已经是我宁家生死存亡的时候, 而且只是让清雪嫁入宋家而已, 又不是什么事情。 我想清雪可以理解, 三弟也可以理解。 况且清雪接手过燕京这一块的生意, 他心里应该知道, 难道他就这么不识大体? 这次表示赞同的是做左边的老二宁忠手。 爸爸, 二叔和四叔说的都有道理啊, 我想, 宋文虽然风流了点, 但是现在哪个年轻人不风流的, 一般这种人结婚后都会改变的, 这也是为清雪好, 总比叶家的那个废人好吧。 而且, 邵文对清雪也是一往情深, 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见两位叔叔的观点一致, 宁忠泽的长子宁熙立即也表示了赞同。 宁忠泽沉默了半赏, 抬起头说道, 就这样吧, 中飞那里, 我来说, 中手你让惠丽去做做清雪的工作。 十月一号没有几天了, 就趁着十月份将这个清事定了。 坐在最后的一名青年张了张嘴, 见家主已经发话了, 他终于将自己的话咽了进去。 他就是宁忠泽的二儿子宁阳, 也是宁家除了宁清雪外, 唯一不同意宁清雪嫁给宋少文的人。 所以, 家族会议结束的第一时间, 宁阳就直接去找宁清雪。 虽然上次宁清雪公开场合的言论之后, 外界的人都认为他已经被宁家关了禁闭, 其实, 这只是宁清雪自己不想出去而已。 他性子淡漠, 不喜欢外出, 自从被免除了在宁氏药材的职务后,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 除了唯一的闺中密友李牧梅外, 他平时很少有朋友李牧梅不但是宁清雪 在燕京宁氏药材上任时的助手, 也是他的闺中密友, 同时还是他的表妹。 如果说, 宁家还有一个和宁清雪说得来的人, 就是他的堂哥宁阳了。 只是宁阳自己的事情也很多, 平时也很难来找他。 可是今天宁阳却找过来了, 这给了宁清雪一种不好的预感。 杨哥, 好久不见你了。 李牧梅见到宁阳, 立即起来打了个招呼, 他正和宁清雪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宁阳脸色有些难看, 也没有避开李牧梅, 而是直接将家族当中的决定告诉了宁清雪。 清雪, 幸福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我想, 如果你想出国, 我可以帮到你。 家族的前途不是靠一个女人来换取的。 他才知道宋绍文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完宁阳的话, 宁清雪脸色立即变得苍白, 如画般的眉目有些黯然和失望, 哪怕他在公共场合再怎么说, 最后还是逃不过被家族出卖的命运。 清雪, 李牧梅有些担心地叫了一句, 房间里面是让人窒息的沉默。 宁阳知道, 就是宋妹妹出国也是很难的事情, 况且就是出国了又有什么用处。 妹妹, 你不要担心, 我先回去帮你安排一下, 免得到时候来不及。 牧梅, 清雪就麻烦你了。 宁阳站了起来, 急匆匆地就出去了。 如果宁清雪要出国的话, 这件事情必须要越快越好, 万一让他的叔叔们知道了, 是绝对不会让他出去的。 看着宁清雪有些木然的样子, 李牧梅的心里也很难受。 清雪是他最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 却不能自由。 宋绍文是什么人, 京城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 公然和庶民女子在一起鬼混, 还被人拍了照片, 如果不是宋家试打, 这件事情被封锁了, 估计全天下都知道了。 而且, 这人还有一个恶心的嗜好, 就是喜欢将自己玩异的女人送给别人。 京城被他糟蹋了的少女不计其数, 有一个刚出道的女星因为反抗宋绍文, 被他打断了双腿, 丢入了风月场所, 最后逼得那个女孩自杀。 所以, 在京城的圈子里, 他有一个恶魔的称号。 清雪,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就是, 就是有点损坏你的名声。 李牧梅说到后面, 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办法不怎么样, 有些吞吐了起来。 什么? 宁清雪盯着李牧梅, 无论是什么样的主意, 只要让他可以摆脱宋绍文, 他都愿意。 李牧梅叹了口气, 说道, 就是再利用一下你的那个挡箭牌, 反正你已经在外人面前说过, 你是叶末的人了, 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你的借口, 但是如果你真的和那个叶末生米做成熟饭, 那么, 见宁清雪惊叉地盯着自己, 李牧梅知道他误会了, 连忙说道, 我说的生米煮成熟饭的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你也知道, 那个人是个天, 反正是不能将你, 怎么样你如果突然和他结婚了, 而且还和他住在一起, 再偶然让记者拍到, 你们在一张床上的照片, 那么就是, 明知道你是清白的, 宋家也不可能娶你回去了, 宁清雪忽然眼睛亮了亮, 不过随即就漠然无语, 李牧梅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再次说道, 那个叶末是个极其顽固的家伙, 而且还死要面子, 据说他被你们家退亲后, 还找到班上一个女生, 要他做女朋友, 好掩饰自己的那个天, 你知道那个女生怎么回答他, 说你可以和我上床吗, 据说叶末当场被气晕了, 他肯定想不到, 原来对他恭恭敬敬的同学, 怎么突然对他这样了, 这人脑子估计也不大好使, 还没有认清他被赶出叶家的事实, 还有就是, 现在他过得应该很拮据, 上次的两万块钱, 我已经托人带过去了, 据说他没有一点推辞就收下来了, 如果你给他几万块钱, 把口气说道, 我倒是不在意那点名声, 反正我早就没有名声了, 只是, 只是这样会不会让他被宋家报复, 感谢犀利的伊碧亚的打赏, 谢谢, 推荐票啊, 推荐票, 求推荐票, 第十九章, 教室门口的女孩, 清雪, 你真是的, 宋家这么大的家族总是爱面子的, 如果你一和叶末结婚, 叶末就出事了,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怀疑到宋家, 我想, 宋家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吧, 李牧梅似乎很有惊艳地分析道, 宁清雪沉默半晌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就当我再欠他一次, 李牧梅却摇了摇头说道, 清雪, 你错了, 这次不是你欠他的, 而是他欠你的, 我敢肯定叶末心里和你想的不一样,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要不这样好了, 明天是静雯的生日, 我们正好以这个借口去宁海, 参加完静雯的生日晚会后, 我就陪你去宁大找叶末摊派怎么样, 对苏静雯这个女人, 宁清雪一点都不陌生, 她还在上学的时候, 苏静雯就是燕京有名的美女, 只是几年前她母亲出了事情, 她才去宁海, 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是也算是知道这个女人, 不过李牧梅却是苏静雯非常好的朋友, 叶末难得来一次教室上课, 而且现在大学几年的课程, 基本上她都自学得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师修请她吃饭, 主要是因为, 师修弄到了几张学校聚位楼餐厅免费的餐卷, 有免费的东西吃, 她当然想让叶末一起来吃, 如果说叶末在宁大还有一个朋友的话, 那就是师修了, 一般的, 只要叶末去了教室, 无论是大课还是小课, 师修都是坐在叶末旁边, 她跟叶末投缘, 从叶末一进宁海大学就是这样, 并没有因为叶末被赶出了叶家, 而有任何的变化, 原先叶末第一次在这里醒来, 也是师修教的, 并且还关照她不要和艳艳接触, 后来当叶末被赶出叶家后, 经济上面有困难, 只要是她可以帮助的, 她都尽量帮助叶末, 可以说在宁大, 在经济上帮助过叶末的, 只有王颖和师修两人, 王颖或许是看在叶灵的份上, 而师修却是叶末不折不扣的朋友, 叶末, 这杰克又是无情兵的, 你已经得罪过他一次了, 如果你不来还好点, 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要说话, 万一被他看见了, 说不定他又要找麻烦, 师修小心地对叶末说道, 叶末笑了一下, 拍了拍师修的肩膀, 这种小嫉妒长的女人, 我才不会和他计较, 放心吧, 不会连累到你的, 不要说一杰克不说话, 就是一个月不说话, 我也没有问题, 师修也笑笑, 他当然不认为叶末可以一个月不说话, 你说谁小嫉妒长, 叶末, 就你这样的废人, 还有脸说别人, 甚至还有脸来叫声, 一个很是清脆的女生打断了叶末的话, 燕燕, 你是什么意思, 叶末又没有说你, 你凭什么多嘴, 是不是看叶末好欺负, 师修因为上次叶末被燕燕气得晕过去, 对燕燕很是不爽, 如果说上次是叶末自找的, 这次燕燕绝对是故意的, 哦哟, 师修你不错嘛, 居然敢吼了, 燕燕见一直的老好人师修, 居然敢对他吼, 立即就要发飙, 燕末却伸手拉了师修一下说道, 何必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就当狗叫好了, 燕末, 燕燕指着燕末就要开骂, 燕末冷笑一声, 在燕燕还没有骂出来之前就说道,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但是长得丑还要来线就是你的不对了, 哦, 你上次不是说我能不能和你上床吗, 很抱歉, 我对你这样的恐龙没有兴趣, 燕末当然是为了帮这个前身出一口气, 燕燕这种女人太过嚣张了, 本来要开骂的燕燕忽然笑了出来, 燕末居然说他长得丑, 虽然他燕燕不是笑花之类的, 但是弄一个斑花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立即反唇相击倒, 我长得丑, 燕末, 你瞎了眼了, 张大你的眼睛看看, 你认识的女的有比我长得更好的吗? 有吗? 如果有, 老娘就承认自己长得丑, 如果没有, 此时教室门口一个轻柔动听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燕末, 你出来一下, 我都来找你几次了, 就是找不到你,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向教室门口, 所有的男同学立即就眼睛直了, 门口站着一个亮丽无比的女孩, 如果说一些明星是通过各种化妆才有了镜头上的美丽, 而教室门口的这个女孩却是清水出芙蓉, 看不出来任何化妆的痕迹, 犹如远代一般的眉毛, 配合着她淡淡笑意的翘脸, 不用看她傲人的身姿, 就知道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女, 如果说这个女孩要是宁大的学生, 那么宁大低笑花就不是苏眉了, 而是眼前的这个女孩, 燕燕犹如被掐住脖子的母鸡一般, 叫声戛然而止, 刚才她还在说叶末认识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她长得好看, 这就来了一个比她不知道优秀到哪里去了的女人,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这个女人正在叫叶末, 叶末冷冷地看了一眼燕燕, 她没有必要和这个女人一般见识, 反正气已经出过了, 以后各不相干, 静雯, 你找我有事, 叶末没想到苏静雯还真的找到教师来了, 听她的意思找了还不是一次两次了, 见叶末并没有叫自己静雯姐, 而是直接叫静雯, 苏静雯白了叶末一眼, 却没有反对, 因为父亲的原因, 所以苏静雯对男人的看法很有些偏颇, 但是对叶末她却少了很多的戒心, 虽然叶末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但是叶末和那个人很像, 而且叶末看她的眼神很清澈, 没有什么龌龊的内容在里面, 再加上叶末还是学生, 所有的这些加起来让苏静雯对叶末的看法不错, 难道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你有空吗? 要不我们出去说, 苏静雯笑了笑说道, 叶末无奈地点了点头, 她就知道免费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下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吃了许葳一餐饭, 帮她去代班到深夜, 吃了苏静雯的一顿饭, 这不又找上门来了, 想了想就直接站在门口和师兄打了个招呼, 让他晚上不要等自己了, 走吧, 叶末刚和苏静雯打了个招呼, 就看见英语课老师云冰夹着几本教材走了过来, 他看着离开教室的叶末, 脸上立即写满了厌恶, 不过再看了看苏静雯,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诧异, 转而就变成了惋惜, 叶末当然也看见了云冰, 但是他根本就不在意学分, 这个女人怎么样, 他根本就不在乎, 哪怕给他零分也是一样, 第二十章, 邀请, 叶末, 我想请你帮个忙, 苏静雯的口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叶末心说我就知道, 他对苏静雯印象不坏, 从第一次看到他急切地喂救母亲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人, 再说, 虽然上次自己也是因为她的原因进入警察局, 她也是一番好意, 你说吧, 如果可以帮到你, 时间又不是很长, 我肯定会帮你的, 能够帮助一个美女是我的荣幸, 叶末笑着说道, 其实, 叶末你笑起来很好看的, 你需要多笑笑, 苏静雯忽然冒出来一句毫不相干的话, 叶末正了一下, 他虽然已经很了解这里的人和事, 但是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低防, 加上上次进了警局后, 这种低防就更加的强烈了,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太低, 之所以有这种低防, 是为了怕自己的底细被泄露, 给自己带来危机, 所以一般的语人处事, 他都显得有些冷漠, 现在听苏静雯这么一说, 他倒是感觉自己似乎有些过于谨慎了, 自己只要不暴露真正的秘密, 那么平常时间也没有必要如此谨慎, 叶末, 其实我打听过你的事情, 苏静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悄悄看了看叶末的脸色, 见叶末的脸色如常, 才松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有一个堂妹也在宁达, 她叫苏梅, 我就是从她那里听说过你的, 你是不是和苏梅有些误会, 苏梅的性格有些傲气, 他人其实并不坏, 算了, 不说她了, 说起来我也不大了解她, 那个, 那个, 苏静雯那个了半天, 就是没有说出来后半段话, 其实, 苏梅对苏静雯说叶末这个人怎么样的不识趣, 苏静雯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苏梅是个什么人, 他再清楚不过, 他之所以说苏梅的事情, 是想告诉叶末让她不要自暴自弃, 他还打算说他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 甚至连植物人都可以治疗好的, 如果找到这个人, 叶末说不定也可以治疗的, 但是这话就是说不出来, 毕竟他虽然已经和叶末熟悉, 但是还没有熟悉到那种无话不说的地步, 仅仅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 况且那种话, 让一个女孩子说出来, 总有些尴尬, 叶末明白苏静雯的意思, 他既然是苏梅的堂姐, 说明他已经了解自己的事情, 他说不出口也很正常, 摇了摇手阻止苏静雯继续那个说道, 其实我过得很开心啊, 没有任何的不愉快, 你放心好了, 还是谢谢你的关心, 好了, 现在说说需要我帮助你什么吧, 苏静雯的脸淡淡的红了一下, 心说从叶末的表情上看来, 他似乎真的没有将他的那个添什么的放在心上, 难道他真的这么豁达, 不在意这些, 苏静雯却暗自下定决心, 一旦遇见那个卖俘虏的人, 再问问他是不是可以购买一张治疗叶末的俘虏来, 他虽然认识叶末没有多久, 但是他和叶末在一起却感觉到很轻松, 而且叶末不但长相阳光, 为人也很豁达开朗, 让他没有丝毫的压抑感, 这也是他愿意帮助叶末的原因, 今天是我的生日, 因为我家里的原因, 我好几年都没有开开心心地过一个生日了, 我想请你今晚参加我的生日晚会, 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 还有一句话苏静雯没有说出来, 就是生日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男扮挑一支舞, 但是却没有合适的人, 而让有些单纯的叶末帮一下这个忙, 倒是正好, 是叶家的弃子, 还特意来邀请他, 说明在他心里和失修的想法一样, 只是将自己当成了一个朋友, 没有其他任何因素在里面, 当然愿意, 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你的生日晚会, 我晚上一定过来参加, 叶末欣然答应, 苏静雯拿出一张帖子递给叶末说道, 到时候我就不来叫你了, 晚上六点在雨晚私人会所, 上面有地址, 我要去机场接我的朋友, 咱们晚上见, 叶末看着苏静雯的奔驰车消失, 心里却在想去参加苏静雯的生日晚会, 要送些什么礼物才好, 总不能空手去吧, 身上现在倒是有点钱, 不过叶末可不是二百五, 这些钱还要留着修炼用, 最后叶末在玉器市场买了一块极其普通的玉, 做了个玉器手练法器, 说是手练, 上面只有六颗豌豆大小的玉, 那时买来的玉被叶末打磨成了圆形, 做成了一个防御法器, 这个防御法器连级别都没有, 但在这里要防御一些简单的攻击倒是可以了, 只是这个手练只有六颗圆玉珠, 每防御一次就要损坏一颗圆玉珠, 样子也不是特别的精美, 却剩在实用, 之所以只打磨了六颗, 一个是因为叶末只花了三百多块钱, 第二个是因为叶末现在的实力只能完成六颗, 不过也许苏静雯这手练带一辈子都用不上其中的一颗, 对于苏静雯这种有钱的人, 几百块钱的玉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叶末送的这个手练样子有些难看, 他还不一定会戴, 不过不管他会不会戴, 叶末是不会说这是一个法器手练的, 回到住处, 徐薇还没有回来, 叶末将自己的花草整理了一下, 最多还有一个月, 银行草的子就可以收获了, 弄完这些后, 叶末才心情不错地赶往鱼碗私人会所, 宁海中桥机场, 苏静雯刚倒就看见了李木梅, 不过李木梅旁边还有一名极美的女孩, 甚至比她还多一些空灵质感, 这女孩是谁, 居然如此轻力脱俗, 如果不是她脸上淡淡的忧郁, 苏静雯还以为这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不但是苏静雯, 就是机场上许多的人都被凝青血吸引, 不过当苏静雯走过来的时候, 又有许多人将目光投向苏静雯, 好漂亮的两个女孩相比之下, 长相也不算丑的李木梅只能算是普通了, 静雯,生日快乐啊, 我特意跑来帮你庆生来了, 谢谢, 李木梅远远看见走过来的苏静雯, 就开始大叫, 木梅, 你能来宁海, 我真的太高兴了, 这位是, 苏静雯立即就上来拉住了李木梅的手, 兴奋地说道, 静雯你好, 我是木梅的表姐宁清雪, 我是听说过你的, 也祝你生日快乐, 宁清雪微微一笑说道, 谢谢, 原来你就是清雪啊, 真的好漂亮, 难怪说是京城第一美女, 我都有点动心了, 苏静雯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女孩居然是宁清雪, 不过他见宁清雪的神情有些黯然, 立即就想到了夜幕, 随即住口, 李木梅似乎看出来了一些冷场, 连忙说道, 静雯, 清雪, 你们看现在很多人都盯着我们, 我们赶紧走吧,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加入办法, 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21章, 苏大神棍, 苏静雯一边开着车, 一边还在想宁清雪怎么过来了, 自己和他并不是很熟悉啊, 按道理说宁清雪这种人, 没有邀请他, 他怎么可能来自己的生日晚会, 哎呦不好, 苏静雯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晚夜幕也会来, 和宁清雪碰头会不会, 静雯, 你怎么了, 我看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啊, 李木梅见苏静雯似乎有点分神, 连忙问道, 哦, 是吗,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现在已经想通了, 哦对了, 木梅, 清雪要过来, 你也不先说一下, 清雪, 你现在已经接受你父亲的生意了吗, 我上次听人说, 你已经在宁氏药材了, 苏静雯找出一些话题, 来转移自己的突然失态, 李木梅却说道, 其实清雪早就接手宁氏药材, 在燕京的生意了, 我也一直在宁氏药材, 帮清雪姐打下手, 只是后来出了点事情, 清雪姐现在已经暂时退出宁氏药材了, 苏静雯没有问什么事情, 估计应该是家族内的矛盾, 这种事情不问为好, 看宁清雪梅雨中有些忧愁, 估计他是因为不顺心的事情出来散心的, 要不自己打个电话给叶末, 让他晚上不要来, 免得宁清雪情绪更是糟糕, 想到这里, 苏静雯才想起来叶末根本就没有电话, 而现在他也不在学校, 自己又不知道他的住处, 竟然联系不到他, 看样子叶末见到宁清雪, 是铁定的事情, 静雯姐, 我听不没说伯母身体不大好, 现在好些了吗? 宁清雪当然看出来了苏静雯有些走神, 估计是想到他的什么事情了, 主动出声问道, 苏静雯已经回过神来, 这些事情等到了时候再说吧, 现在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 听宁清雪问起, 不由开心的一笑说道, 我妈妈已经好了, 木梅没跟你说吗? 宁清雪有些尴尬, 他还真的没有问过李木梅 关于苏静雯母亲病情的问题, 不过苏静雯明显的没有在意, 而是接着说道, 我是因为运气, 遇见了一个大师, 你们不知道, 那位大师的福禄, 苏静雯现在最崇拜的就是叶末, 现在宁清雪问起来, 更是将那个卖福禄给他的大师说的, 天上地下绝无仅有, 他甚至连买福禄的详细过程, 和用福禄的详细过程都说了出来, 宁清雪和李木梅听得目瞪口呆, 都直愣愣地看着苏静雯, 相信迷信到苏静雯这样的, 确实是很少见了, 更何况苏静雯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可见那个卖福给苏静雯的江湖骗子, 绝对有一张利嘴, 那个, 静雯, 阿姨好了, 当然是好事情, 不过有的东西我们只要知道就好, 没有必要真的放在心上, 李木梅见苏静雯是如此迷信, 只能出声提醒,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好吧, 我就不让你们相信了, 我身上还有一张火球符, 如果不是射不得, 我真的要拿出来丢给你们看看, 可是我扔了, 就是有钱都买不到了, 那个大师我现在又找不到, 苏静雯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吧, 我们相信了, 苏大神棍, 李木梅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投降, 就连一直紧锁眉头的宁清雪, 都有些想笑了, 苏静雯的年龄比他们都大, 但是说话却如此不切实际, 和传闻当中的精明完全不能相配, 看着如此美貌的一个女孩, 却一口的使服和大师的, 还真是有点不协调,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处境艰难, 看着苏静雯如此神棍式的表演, 说不定他还真的会心情就此开朗起来, 叶末做好了手链, 直接揣在口袋里面, 也没有找什么包装进行美化一下, 就开始恢复元气, 这个手链可是花了他不少的力气, 如果不是这种东西卖不掉, 说不定他都做几个出去卖卖, 来到这个世界后, 叶末还是第一次坐出租车, 不是他不想跑步去雨晚私人会所, 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路, 叶末的出租车在雨晚会所外停下来, 因为根本就不让开进去, 门卫看见叶末坐出租车过来, 而且看起来也不是有钱人, 虽然衣着打扮干净整洁, 但是头发却没有理过, 有些乱, 并且脚上穿着的还是一双普通的帆布球鞋, 估计才三四十块钱的东西, 立即上前拦住了叶末, 先生, 这里是私人会所, 不对外, 门卫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末就拿出帖子递给门卫, 他也没有在意, 像他这种打扮的人被门卫紧盯着也是正常, 没有必要愤青, 门卫接过叶末的帖子反复看了几遍, 确认后才有些诧异地还给叶末说道, 对不起, 您请进, 叶末刚跨入会所的院门, 一辆红色的宝石结就冲进了院子, 似乎门卫就是一个摆设, 不过, 这辆红色的宝石结从叶末身边飙过去后, 居然立即又倒了回来, 这家伙够够嚣张的, 这是大院, 不是高速公路, 开车居然还有这样开的,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嚣张无比的主, 正当叶末还在想这辆车的主人很嚣张的时候, 车停在了他的身边, 从车上跳下来一名女孩, 火红的上衣再配搭一件紧身的牛仔, 将整个身材勾勒的曲线分明, 张扬的气息显露无遗, 苏梅, 叶末在这里看见她不稀奇, 她是苏靖文的堂妹, 来会所参加苏靖文的生日晚会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过这女人在学校虽然张扬, 但是还有点矜持, 没想到出了学校更是毫不掩饰了, 叶末, 你站住, 你来这里干什么? 苏梅上次被叶末莫名其妙地拒绝, 居然拿她几百块钱都不愿意赏脸吃她一顿饭, 心里很是不舒服, 叶末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苏梅一眼说道, 我来这里当然是因为有人邀请, 难道这是你的地方不成? 我来之前还要跟你报告一下, 此时车上又跳下一名女孩和苏梅的打扮差不多, 不过比苏梅更加惹眼的是她连头发都染成黄色的了, 怎么了? 妹妹, 这么老土的家伙是谁啊? 这女孩一下来就问了苏梅一句, 然后斜着眼扫了叶末一下, 叶末摇了摇头,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苏梅冷哼一声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一辆军牌奥迪停在了院子门口, 却并没有进来, 反而是车上下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看见叶末这边也走了过来, 梅子, 好久不见哦, 怎么了? 看你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这青年脸带笑容远远地就开始打招呼, 苏梅看见了这名青年过来, 脸上立即就变成了开心的笑容, 王旭哥哥, 你都不来看人家, 还说好久不见, 感谢乘兽, 小小看歪歪说说, 我喜欢甘蔗, 罗汉果长眉, 犀利的伊碧亚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完美梦成真, 下华线, 多功能CB, 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票支持, 谢谢, 多功能CB手下留情, 丢下了五张三K的老五感激啊, 今天的推荐票不错哦,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第, 第二十二章, 人生弱智如初见, 我这不是来了吗, 家家也在啊, 这青年语气平和沉稳, 丝毫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浮躁之气, 我还以为, 许哥不认识我了呢, 黄毛少女假装有些生气的样子, 叶末看这青年, 虽然看起来文质彬彬, 长相也很英雾, 但是气质里却有一些彪悍之气, 甚至有一些淡淡的杀气, 这杀气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叶末前世杀过多少人和妖兽, 他只要一入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青年绝对杀过人, 而且他还是明目张胆地去杀人, 甚至以杀别人为荣, 不然不会有这种杀气, 既然这里没有他的事情了, 他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正当叶末想走的时候, 这青年却转过头对叶末伸出手说道, 本人王旭, 请问你是, 叶末见这青年将手伸过来的时候, 一脸的戏血, 知道他的想法, 慢吞吞地将右手伸了过去说道, 叶末, 看着叶末的手和王旭的手握在一起, 最高兴的就是苏梅了, 因为他知道王旭有这个习惯, 就是第一次和别人认识的时候, 只要是男的, 他都想通过握手试试别人的精良, 有一次自己的一个同学和王旭握手的过程当中就叫了出来, 后来那个男同学就再也没有脸找他, 现在王旭和叶末握手,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苏梅甚至期待地等着叶末的尖叫声了, 咔嚓几声响, 王旭赶到叶末的手被他一下就握碎了, 甚至还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连叶末什么时候将手抽走的他都不知道, 心里一惊, 暗叫不好, 他心说自己的力道太大, 刚才没有控制好, 居然将别人的手握断了, 苏梅和那名叫佳佳的黄毛女子也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王旭这么狠, 居然直接将叶末的手握断了, 刚才那骨头断裂的声音, 他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那可是断裂得很厉害的响声啊, 啊, 王旭哥, 你怎么将叶末的手握碎了? 他是静文姐的请来的, 这, 咦, 叶末呢? 苏梅说到这里才发现叶末已经不见了, 王旭也知道事情有些大条了, 他没想到这个叶末这么不惊捏, 自己的手刚刚才握上去, 甚至还没有用出全力, 他的手就已经断了, 这, 哪里跟哪里啊? 听得苏梅的叫声, 他才看见叶末居然不见了, 叶末什么时候走的, 几人居然都没有看到, 不就是一个穷学生吗? 到时候给点钱给他, 让他自己去医院看看就好了, 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叫佳佳的女孩立即就说道, 有些鹦鹉的青年苦笑一声说道, 这下静文要骂我了, 他肯定进去了, 我去看看他, 哎,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的手居然这么脆弱, 叶末实在不想跟这几个无聊的人啰嗦, 他是来参加苏静文的生日晚会的, 得罪这里的人会给苏静文难堪, 不过他很满意自己的缩骨手法, 虽然修针进度不大, 甚至到现在还是练气一层, 但是世俗当中的武艺他都没有落下, 叶末不知道, 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人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对他来说既然不能正常修炼, 那么只能修炼世俗武艺, 让他变得越强就越安全, 他也知道, 就是自己的世俗武艺练到了极致,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热武器, 他也没有办法安全, 当苏梅和王旭三人还在商量叶末的伤势的时候, 叶末已经进去了, 会所门口依然有一名带者, 他只是看了一下叶末的请帖, 就让叶末进去了, 会所里面来的人已经很多了, 可见这次苏静文弄得还有些隆重, 估计是为了顺便庆祝自己的母亲康复, 和一些好久不走动的朋友走动一下吧, 叶末, 谢谢你来我的生日晚会, 来, 坐在这边来, 叶末刚进来, 苏静文就看见了, 连忙过来将叶末带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 当然, 我说过要来的, 肯定就会来啊, 叶末笑了笑, 正准备拿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就听见有人叫道, 啊, 静文, 这帅哥是谁啊, 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随即他就看见了叶末脚下穿着的普通帆布球鞋, 再看看叶末身上穿的衣服, 硬是停住了后半段话, 转而有些声色地说道, 呃, 这, 他的打扮还真有个性啊, 苏静文怕叶末难堪, 连忙说道,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叶末, 苏静文这才发现, 叶末却直愣愣地盯着他的身后, 似乎并没有听见他的话, 连忙转身看去, 是宁清雪和李木梅走了过来, 苏静文不由地暗自叫苦, 心说怎么这么早就见面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和叶末说清楚呢, 叶末看着眉目如画的宁清雪走了过来, 这个身上穿着淡黄上衣的女子, 居然给了他一种惊艳, 他如墨般的青丝, 有些随意地落在肩膀上, 显露出一些柔美的样子, 而他的鹅蛋型的脸上, 却没有一丝化妆品残留, 头发的一侧带着一个小鹿形状的发饰, 几根露出来的头发随意地落在了眼角, 他的眼睛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郁和茫然, 而他走过来的步子, 却犹如他在云端过来的仙子一般的轻柔, 可是他的眼睛怎么那么熟悉, 那种忧郁和茫然, 洛颖, 是了, 他的眼神和师父洛颖的太像, 叶末长长地舒了口气, 回过神来, 已经明白这个女孩不是师父洛颖, 只是他的眼神很像洛颖的眼神而已, 叶末的神色再次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他不认识宁清雪, 宁清雪却看见了这年轻人看向他的眼神, 虽然有片刻的失神, 但是和别人不同的是, 他将自己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却再次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 而并没有和别人一样, 好不容易将目光移走后, 还偷偷地看着自己, 清雪, 木梅, 你们也下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苏静闻刚想将几人互相介绍一下, 李木梅却走到苏静闻的耳边轻声说道, 不要在这里介绍, 清雪没有见过叶末, 苏静闻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如果您清雪不认识叶末, 这里确实不适合介绍两人认识, 静闻姐, 刚才出了点事情, 王旭不小心将叶末的手全部捏碎了, 叶末现在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 苏静闻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一进来就急急地说开了, 他只是说到一半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好几个人都有些诧异地盯着他, 而他正好不明白是什么事情的时候, 却看见了叶末感谢郑重的郑重, 我喜欢甘蔗, 一青蛙, 去隆走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 南宫飘雪, 温古之星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收藏增加得很少, 老五求一个收藏, 如果喜欢的话, 就顺手加入书架啊, 别忘了哦, 第23章, 宁清雪的第一印象, 你的手, 苏眉盯着若无其事的叶末, 有点吃惊地指着叶末的右手, 叶末看见苏眉, 皱了皱眉头说了一句, 静闻, 我先休息一会, 说完自顾走到一边, 换了一张桌子坐下, 叶末, 宁清雪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李木梅, 心说这个叶末是谁, 李木梅苦笑了一下, 赶紧将宁清雪拉到了一边说道, 其实他就是和你定亲的叶末, 只是现在和以前好像有些不同, 不但长相有些变化, 甚至他的气质也和原来截然不同, 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不过我也好久没有见过他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静闻会邀请他过来, 他就是叶末, 宁清雪下意识地又看了看叶末, 眼前的这个叶末说话行动不亢不卑, 虽然身上穿得很是寒酸, 但是举止都很自然, 潇洒自如, 没有丝毫的局促, 也没有丝毫的顽固气息, 甚至身上有一种淡淡的男子气概, 他很远就感觉得到,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哪个呢? 万一他不是哪个, 和他住在一起, 这, 宁清雪犹豫了, 他随即就自嘲地一笑, 如果叶末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那么最后他会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 还是俩说呢? 清雪, 我感觉他变化了好多, 我先去套套他的口风, 你坐一下, 李木梅见到叶末时候, 忽然对自己的计策有了一些犹豫, 眼前的叶末和传说当中颓废废材, 似乎没有丝毫相同, 如果一定要说他邋遢的地方, 就是他的头发有些凌乱, 没有经过专门的理发师去整理, 宁清雪拉住了李木梅的手, 木梅, 这种事情我自己去吧, 叶末看着来这里面的人非富极贵, 一个个衣着鲜华, 相比之下, 他穿着是最寒酸的一个, 他却并没有因为这个局促自卑, 而是很淡然, 一旦人处于的高度不同, 他的思想境界完全不一样, 不要说叶末没有那些怒马仙衣, 就是有, 他依然会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他的追求不在这上面, 如果他的追求在这上面, 他有把握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富翁, 但是就是这样, 又当如何, 人生短短几十年而已,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原来追求的就是永生, 现在虽然修炼变得迟缓, 但是他的追求却没有改变, 现在还多了一样对师父洛颖的牵挂, 两视为人, 如果他现在还不明白洛颖的心思, 他真的可以再死一次了对于别的, 与他叶末来说都是苍狗白云, 过眼云烟而已, 叶末, 宁清雪来到叶末的桌子旁边, 有些复杂的叫道, 你来了, 坐吧, 叶末淡淡一笑, 犹如邻家男孩, 宁清雪忽然有了一种好久不见的熟悉感, 虽然他知道, 他是第一次遇见叶末, 虽然他知道, 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见这个人, 谢谢, 宁清雪他坐了下来, 忽然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或者说是一种宁静的感觉, 叶末就像一个平静的湖一般, 让他感觉到一些安心, 你眉宇暗所, 眼光带着疲倦, 有什么心思吗? 如果我可以帮到你, 我愿意帮你一个忙, 叶末当然知道, 宁清雪这种女孩, 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和一个已经和他解除了婚约的男人说话, 他既然来了, 肯定有事情, 还不如先说出来, 而且, 他和李牧梅说话的声音虽然小, 但是叶末依然听见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原来他的未婚妻是个如此美的女子, 甚至都不下于落影, 他对宁清雪没有恶感, 或者说没有感觉, 但是他看见宁清雪的那种忧郁和茫然的眼神的时候, 他想起了落影, 宁清雪诧异地看了看叶末, 他惊诧于叶末细微的洞察能力, 还有他清晰思维的说话能力, 这种人会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废材少爷, 我, 宁清雪斟酌了半天, 却难以启齿, 心里暗叹一口气, 心说要是让木梅来说就好了, 叶末淡淡地坐在他的对面, 没有丝毫压迫感, 只是给他感觉到了宁静和安定, 宁清雪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 是因为我的婚姻, 风轻云淡的叶末皱了皱眉头, 心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他第一次打断了宁清雪的话, 你们宁家已经解除了我们的婚约了, 而且, 我现在也不是京城叶家的人了, 叶末没有说下去, 但是他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别的事情可以帮忙, 但是婚姻的事情你们宁家已经解除了, 还来找我似乎有些过分了, 虽然他对宁清雪有些好感, 但是不代表宁清雪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 对不起, 宁清雪忽然感到有些软弱无力, 叶末淡淡一笑说道, 没有什么对不起, 我一个被叶家赶出去的废人, 也配不上你们宁家, 这种婚姻解除对我来说也是一大解脱, 我并没有任何怪你的意思, 只是不想谈这上面的事情, 宁清雪忽然心里有些闷得慌, 如果在见到叶末之前, 她感觉自己看不起叶末, 还有那种潜意识的叶末配不上她的想法, 有些可笑, 眼前的叶末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 但是她表现出来的风轻云淡, 和那种淡然不亢不卑的气质, 根本就和想象当中的那个叶末相差得太远太远, 似乎她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叶末, 而是藐视天下独在云颠的叶末, 这种感觉让宁清雪很是怪异, 叶末叹了口气, 她知道宁清雪有困难, 但是既然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 想到这里说道, 既然, 宁清雪似乎知道叶末想说什么一样, 咬了咬嘴唇, 打断了叶末的话, 我晚上想去, 她忽然感觉到自己打断叶末的话, 心里有了一种舒爽的平衡, 似乎刚才因为叶末打断她的话的那种不快, 已经消失不见, 让宁清雪没有想到, 她的话同样被别人打断, 清雪, 真的是你啊, 真没想到居然在静文的生日晚会上看见了你, 太让我惊喜和意外了, 话音刚落, 一个手里端着半杯红酒的青年就已经出现在了叶末的桌子旁边, 宁清雪皱了皱眉头, 没有继续说话, 这青年长得还算是耐看, 但眼神却很是游离, 她第一眼看见叶末的时候就直接忽略过去了, 因为叶末根本不像一个客人, 甚至连一个带音声根本都算不上, 你让一下, 我好久都没有和清雪见过了, 这眼神游离的青年走到叶末面前说道, 感谢我喜欢甘蔗, 书有091023063221248LGIM, 吉隆老乡的慷慨打赏, 谢谢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 我iilu点出外的评价票支持, 还有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呵呵, 收藏和推荐啊, 第24章, 寒酸的礼物, 赵宏, 对不起, 我们现在有事, 请你换个地方做, 宁清雪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话被打断, 心里很是不舒服, 赵宏有些诧异的看了看叶末, 这个看起来就很穷的人, 都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 怎么可能和宁清雪有关系, 你好, 我叫赵宏, 刚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 暂时在宁海市政府办公室, 如果你在宁海有什么困难, 直接找我就好了, 一般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帮到的, 赵宏并没有因为宁清雪的一句话就离开, 而是很优越的将手伸了过来, 对他来说主动去和叶末握手, 是看在宁清雪的面子上, 虽然不知道宁清雪是因为什么原因, 要和这个人说话, 但是他只想博取宁清雪的好感, 让赵宏意外的是, 叶末从旁边走过的带着托盘里, 随手拿了一叠水果, 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赵宏伸过来的手一般, 赵宏脸一阵轻红, 有些闪闪的将手放下, 狠狠地瞪了叶末一眼, 正在后悔自己伸手出去的时候, 王旭却过来了, 兄弟, 有你的啊, 你那一手居然连我也骗过了, 好本事啊, 这是我的电话, 有空我们一定要聊一聊啊, 王旭一来就兴奋地拍了一下叶末的肩膀说道, 递过来一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名片对王旭, 叶末的第一感觉不错, 他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人, 至少可以结交, 所以听王旭这么一说, 也微微一笑说道, 好啊, 乐意至极, 宁清雪看着叶末对待两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若有所思, 旭哥来了, 呵呵, 赵宏看见王旭,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假洋鬼子,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英国吗, 王旭说话很直接, 赵宏有些尴尬地说道, 已经毕业了, 这次在宁海市政府办公室上班, 没想到旭哥也有空过来啊, 我是顺便回宁海, 王旭说完又转过头对叶末说道, 叶兄弟, 回头一定记得要给我打电话啊, 哦, 你的电话也给我一个, 他可没有电话, 苏静文的声音及时地传了过来, 叶末心里苦笑, 自己无论坐在什么地方, 一会时间都会来很多人, 他不喜欢这种嘈杂的环境, 就动了将礼物送给苏静文立即救走的想法, 静文, 祝你生日快乐啊, 这个箱钻挂坠, 是我特意从英国带回来的, 还希望你不要嫌弃啊, 赵红看自己已经被挤到一边去了, 连忙拿出自己的礼物来, 谢谢你了, 赵红, 让你破费了, 说完苏静文接过挂坠递给了后面的女佣, 赵红见苏静文只是将自己送的东西递给后面的女佣, 甚至都没有打开看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静文姐, 我也带了东西来祝你生日快乐, 苏梅见状立即就挤进来, 送了一套化妆品, 交给门口的迎宾了, 近来送礼物的都是一些和苏静文非常要好, 或者是很熟悉的朋友, 就是宁清雪都送了一枚精致的凶针, 叶末这才发现, 他的礼物虽然他认为最珍贵, 但是做工比起别人送的礼物来, 简直拿不出手, 可是这个时候, 苏静文偏偏有些期待地看着他, 叶末苦笑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自己做的手链递给苏静文说道, 这是我自己做的, 有些粗糙, 呵呵, 没有钱买更贵的, 而且玉制一看就很差劲, 说句实在的, 真是不大好看, 周围所有的人都诧异地盯着叶末的这个礼物, 心说就是没有钱, 你随便买一个工艺品, 也比这个自己做的手链好得多吧, 不过这手链上的玉力如此难看, 说不定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玉, 这个手链只值几块钱而已, 倒是比工艺品还要便宜不少了, 不吃, 人群当中终于有人忍不住笑了一声, 这个人还真是个极品, 穿着如此寒酸就算了, 送个礼物也送得如此寒酸, 这个礼物还真是别致啊, 估计这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了, 嘿嘿, 赵宏建叶末送的这个礼物,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嘲笑叶末的机会, 苏靖文白了赵宏一眼, 却喜笑颜开地收下叶末的手链, 高兴地戴在手上说道, 爷爷,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亲手为我做的礼物啊, 这个手链我很喜欢, 这个手链有名字吗?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我就叫六级平安, 六级平安, 宁清雪看着叶末送出来如此简陋的礼物, 却表情淡然平静, 没有丝毫的不安, 再看看苏靖文收到礼物后的喜悦, 宁清雪心里忽然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 居然说不上来, 轻柔的音乐响起, 第一支舞曲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正当所有的人猜测, 苏靖文的第一支舞曲会找谁跳的时候, 苏靖文却看了看叶末说道, 叶末, 你可以陪我挑这首舞曲吗? 他居然是叶末, 赵红当然听说过叶末和宁清雪的事情,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从苏靖文收了叶末的礼物, 还戴在手上, 再加上又邀请叶末跳第一首曲子, 就是不懂的人也知道了, 叶末很可能是苏靖文推出来的挡箭牌, 就是为了挡住今晚想和他跳舞的人, 宁清雪却不这么认为, 他感觉到苏靖文是真心地想邀请叶末去跳舞, 虽然不知道苏靖文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他心里没有来由地有些烦躁, 不过, 他立即就为自己的下意识感觉,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叶末也没想到苏靖文请他来参加晚会, 居然是这么个事情, 有些尴尬地说道, 可是我根本就不会跳舞啊, 苏靖文也愣了一下, 他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就是没有想到叶末居然不会跳舞, 叶末是叶家的弃子, 好歹曾经也是叶家的少爷, 况且又是宁海大学的学生, 怎么可能不会跳舞, 只有李牧没清楚, 叶末可能真的不会跳舞, 叶末虽然喜欢炫耀, 但是好像他从来都不去舞厅和敌吧, 而且他的朋友也很少, 他只是单纯地喜欢炫耀和无厘头的嚣张而已, 感谢漫天风霜的路途, 小五007, 我喜欢甘蔗, 树烟茶香的慷慨打赏, 谢谢, 求收藏, 第25章, 第一支舞, 我可以教你啊, 苏靖文愣神片刻,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 不然边上有别人先插口说, 也跟他跳这支舞, 他倒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果然苏靖文的话刚说出来, 周围的人就立即都看着他, 教他跳舞, 这一时半会可以学会吗? 靖文, 要不这样吧, 这第一支舞马上就开始了, 我先陪你跳, 等会我再叫几个专业舞蹈的, 专门教叶末跳好了, 说话的居然是汪鹏,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他怎么来了? 叶末看向汪鹏的时候, 汪鹏也冷冷地看了过来, 眼神当中的警告相当明显, 叶末却有些警惕起来, 他不是因为汪鹏对他有敌意而警惕, 而是因为汪鹏的手已经好了而警惕, 叶末当然知道他自己的手法, 完全是用一丝真气停留在对方的骨骼当中, 现代医学水平是没有办法驱出他手腕内那一丝真气的, 如果想要完全治好他的手腕, 只能是那家高手, 甚至已经修炼出真气的高手, 或者说是修真者, 居然有这种高手, 看样子自己以后需要更加谨慎了, 他对这里高手能达到的具体程度还不知道, 所以心里警惕, 虽然这里似乎没有发现修真者, 但是这种事情谁可以确定, 他自己不就是一个隐藏在都市内的修真者吗? 而且世俗武术有些修炼到了极致, 一般的修真者都不是对手, 叶末虽然是两者兼修, 但是还是不敢大意, 毕竟他的修为还是很低, 不用了, 叶末, 我教你好不? 苏静文立即就拒绝了汪鹏的提议, 仍然看着叶末说道, 叶末淡淡一笑, 如果汪鹏不来, 说不定他还会说自己怕一时半会学不会, 但是既然汪鹏来了, 并且还针对他, 他叶末也不是缩乱, 如果汪鹏敢找他的麻烦, 他不介意和汪鹏后面的那个高手会会, 好啊, 不过不用教了, 你只要说一遍就好了, 听见叶末的话, 汪鹏对这个不实相的家伙更是恼火, 说一遍就会了, 周围没有任何人相信, 就是苏静文都不相信, 但是苏静只要叶末陪他下去, 完成一下任务就可以了, 也不会真的认为叶末不用教, 只要说一遍就会了, 不过既然叶末说了, 苏静文还是将这一段华尔兹的舞的动作说了给叶末听, 甚至动作都稍稍笔划了一下, 可以了, 叶末见苏静文说完, 笑着说道, 这个时候第一支舞曲已经放起来, 所有的人都看着叶末和苏静文步入舞池的动作, 他们想看看叶末这个可以了是什么样的可以, 甚至有些人都在想着看叶末的出丑, 宁清雪静静地看着叶末, 他有一种感觉, 叶末自信地笑容表明了他似乎很有信心, 叶末拉着苏静文的手, 一股淡淡的忧香传入他的鼻孔, 让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除了师傅带他顿走的那一刻, 他从来都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近过女人, 他心里有些砰砰乱跳的感觉, 可是上次落影虽然抱着他逃走, 但是那个时间太短暂, 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陷入了深深的昏迷, 今天不同, 他是切切实实地拉着了苏静文的手, 甚至还随着舞曲在转动, 叶末, 你骗我的吧, 你还说你不会跳舞, 你跳得一点都不差, 我绝对不相信你只是听我说了一遍, 就会跳得如此好, 苏静文和叶末一跳起来, 立即就感觉到叶末根本就不是一个初次跳舞的人, 他的动作协调比自己甚至还灵活, 叶末没有解释自己, 为什么只是听一遍就会, 就是他解释也没有用, 难道和苏静文说, 他有神识这些动作, 比起他修炼的东西来太简单, 而他只是问道, 你经常跳舞, 苏静文被叶末抓住双手, 手里传来叶末身上的温度, 偶尔和叶末贴身而过, 他甚至有一种在玩火的感觉, 叶末身上的男人味道让他有些迷茫, 那是一种让他很宁静的气息, 他真的是一个学生吗? 周围所有的人看见叶末和苏静文协调的舞步, 都是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叶末是假装不会的, 这家伙装得还真像啊, 这也难怪, 这个年代哪有不会跳舞的少爷, 汪鹏脸色气得铁青, 他感觉自己被这个叫叶末的家伙耍了, 这让他很是恼火, 很快叶末就被他拉入了和那个卖伏家伙同等地位的行列, 都是属于的欠编者, 宁青雪静静地看着叶末和苏静文在舞池当中协调的步伐, 听着轻柔的音乐,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脸上却很平静, 一曲舞霸, 苏静文似乎意犹未尽, 不过听到周围的掌声, 他才想起来这曲已经结束了, 不由得有些怅然, 舞曲再次响起, 众人纷纷寻找舞伴进入舞池, 汪鹏刚想再次邀请苏静文再跳一曲的时候, 他忽然看见了宁青雪,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连忙走了过去说道, 你好, 我叫汪鹏, 不知道能不能有幸请你跳一支舞, 宁青雪冷冷地看了汪鹏一眼, 甚至连回答都没有, 而是直接走到叶末的面前说道, 叶末, 刚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可以继续和你谈谈吗? 留下脸色越来越铁青的汪鹏, 苏静文当然知道, 宁青雪已经和叶末解除婚约了, 但是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总是找叶末,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苏静文刚想说话, 李牧梅却走了过来, 拉着苏静文说道, 静文,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 走吧, 看着已经走远的苏静文, 叶末看了看宁青雪说道, 好吧, 我们就在边上坐一坐, 原本叶末是跳完这支舞就走的, 但是因为宁青雪的缘故, 却只好再次留了下来, 汪鹏看着青力犹如仙子一般的宁青雪, 被叶末带走, 虽然心里气得痒痒的,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心里只是在想, 什么时候要狠狠地收拾这家伙一顿, 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 叶末直接问道, 我已经不是京城叶家的人了, 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宁青雪沉默良久才说道, 叶末, 我不想在这里说, 我晚上可以去你住的地方吗? 对不起, 我真的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 叶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宁青雪这种女子, 晚上会主动要求去她住的地方, 不管是什么事情, 这好像都不大对吧? 感谢换森点, 树烟茶香, 犀利的伊碧亚的慷慨打赏, 谢谢赫赫, 还是要求推荐票啊, 晚上还有第三更, 只是有些晚了, 明天上班的朋友就不要等了, 第26章, 带宁青雪回家, 不求推荐票, 这日子没法活了, 好心人, 看完记得投一下推荐票啊, 什么? 你说, 青雪要和叶末结婚, 这怎么行? 苏静文被李木梅的话同样惊呆了, 他想不到, 宁青雪居然有这么疯狂的念头, 他的第一意识竟然是反对, 李木梅有些诧异地看着苏静文, 他的反应似乎稍稍大了些, 苏静文似乎也明白了, 自己的反应稍稍大了些, 有些自嘲地说道, 我是说, 青雪这么优秀的女孩, 怎么会, 怎么会和叶末结婚的? 而且, 叶末还有那个, 就是为了躲避婚约, 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吧。 李木梅叹了口气说道, 就是因为叶末是那个, 青雪才会下这个决定, 青雪姐也真是可怜, 不过我今天看见叶末, 他和我记忆当中的叶末完全不一样, 真不知道一个人的改变居然如此巨大, 如果他现在没有被赶出叶家, 而且身体又没有问题就好了, 苏静文沉默不语,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下意识地总想反对宁青雪和叶末去结婚, 但是却又找不出任何的理由出来, 难道就为了今天他陪我跳了一支舞, 或者是因为他向那个迈腹给自己的大师? 怎么了? 静文, 李沐梅看见苏静文陷入了沉默, 连忙问道, 啊, 哦, 没什么, 只是我可以帮到些什么呢? 苏静文被李沐梅拉回现实, 李沐梅不知道苏静文为什么总是走神, 只好说道, 我会将青雪和叶末穿睡衣睡在一起的照片给你, 你负责找一家娱乐报纸发出去就好了, 然后再找一家媒体去采访他们已经结婚的事情, 苏静文睁大眼睛看着李沐梅, 半晌才说道, 你连这种搜主意都出来了, 这不是让青雪身败名裂吗? 李沐梅再次叹了口气说道, 就是身败名裂, 也比落入宋少文那条狼手上要好不少, 我想你苏家也在燕京, 宋少文是条什么样的恶狼, 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如果青雪姐可以选择, 她愿意这样吗? 苏静文当然明白宋少文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她是恶棍, 是玷污了恶棍这两个字, 她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燕京不知道多少女子坏在她的手里了, 她也明白了, 宋少文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了, 两久之后苏静文还是说道, 可是这样一来, 叶末岂不是受害者了, 她是无辜的呀, 我也知道她是无辜的, 原本我以为只要给她点钱, 叶末绝对是会很欢喜的, 但是如今的叶末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就是叶末了, 难道一个人在逆境之中真有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这件事我已经帮不上忙了, 只能看叶末愿不愿意帮助青雪, 如果她不愿意, 也没有办法的李沐没有些无奈的说道, 苏静文张张嘴, 终于没有说出什么来, 一时之间两人陷入了沉默, 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我住的地方说, 难道这里不能说, 叶末有些诧异地问道, 宁清雪低下头, 她没有办法对叶末解释, 如果叶末不同意李沐梅的计划, 她出国去能行吗, 半嗓才咬牙说道, 因为我晚上想去你那里住, 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说, 就这样, 看着冒出来这样一句话, 梅雨紧锁的宁清雪, 叶末叹了口气, 虽然她不知道宁清雪的目的, 但是她似乎看见了 以前师父梅雨紧锁的样子,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要走了, 等我跟静文打个招呼, 你同意了, 宁清雪有些惊喜地站了起来, 第一次看见叶末, 因为叶末和李沐梅口中的叶末完全不一样, 所以她已经做好了叶末拒绝的打算, 没想到叶末居然同意了, 静文, 我要走了, 清雪有些事情要和我一起走, 叶末刚站起来, 就看见苏静文和另外一个女孩走过来, 那个女孩似乎她见过, 但是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沐梅没见叶末看见, 她好像没有看见一般, 似乎丝毫不认识自己, 心里却在想, 她果然是变了, 啊, 叶末, 你, 同意了, 苏静文带着一丝奇怪的表情, 看着宁清雪和叶末, 她问出这句话后, 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叶末看着三个女人的表情, 似乎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她淡然一笑, 就是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她叶末也不拘任何人合适, 宁清雪带上简单行李, 跟着叶末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她跟着叶末走上大街的那一刻, 似乎她心里的压抑和担心都消散无踪了一般, 整个人变得轻松起来,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宁清雪一看到叶末居住的小院子, 立即就有了一种欢喜, 这里很安静, 而且环境又很优雅, 她真会找地方, 居然找到这么好的地方住下来, 摇了摇头说道, 不,我很喜欢这里, 叶末,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上次你去, 咦,她是谁? 许薇第一眼看见宁清雪的时候, 她被宁清雪的美貌震惊了, 她自己一直自负长得还可以, 但是和宁清雪比起来, 她简直就是一个丑小鸭, 这个死宅男叶末居然可以带回来这么漂亮的女孩,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不过叶末好像也不丑啊, 宁清雪当然也看见了许薇, 这个犹如林家女孩一般的清丽女子, 让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她在想, 叶末的眼光还真是不错啊, 难怪原先她有些犹豫是否要带自己过来, 原来她已经有一个同居的女孩了, 难道她不是那个天什么的? 宁清雪忽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卧槽, 真是的, 管她这些干什么呢? 自己来就是为了和她通过结婚来阻止宋家的, 咦, 不对, 和叶末结婚, 这个女孩会同意吗? 宁清雪忽然有些忐忑起来, 气氛意识有些尴尬, 正当两个女孩以为叶末能帮她们互相介绍一下的时候, 叶末居然率先走进去了, 宁清雪看了看许葳, 只好跟着叶末走了进去, 你晚上就住我的房间吧, 有什么事情, 你现在说吧, 叶末将宁清雪带到自己的房间说道, 啊, 那你晚上睡到哪里? 宁清雪过来本来就打算了和叶末住在一个房间的, 到时候再加一个沙发来就行了, 晚上她睡沙发, 只要让别人知道她和叶末睡在一个房间就可以了, 不过这话她一问出来就觉得有些不妥, 倒不是因为害羞,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没有什么害羞的, 只是她突然想起了刚刚在门口看见的那个女孩, 她没想到叶末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和一个女孩住在一起, 在她看来不是女朋友又是什么, 宁清雪心里还没有合租的概念, 不用, 我有地方住, 叶末随口说道, 对不起, 叶末, 我是不是让你女朋友误会了? 宁清雪反应过来有些忐忑的问道, 这句话也是带了一丝试探的味道, 想看看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她女朋友, 叶末淡然地摆了摆手, 也没有去和宁清雪解释, 她没有必要去解释, 而是说道, 你说有事情和我说, 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你可以说了, 感谢LJIN南宫飘雪的打赏, 谢谢, 好吧, 老五老实交代, 这张加根就是想求推荐票, 因为现在又开始充榜了, 老五上个星期, 充了一个星期也只是17位, 没有上到首页, 现在苦求推荐票, 为了充一下, 感谢了, 第27章, 这是一笔交易吗? 见叶末没有反驳, 宁清雪叹了口气, 她有女朋友了, 这件事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她似乎没有和女朋友住在一起, 现在她来了, 倒是促使了她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去了, 因为我想和你结婚, 宁清雪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和委婉的说法, 咬咬牙, 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出乎她预料的是, 叶末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 叶末的表现倒是让宁清雪有些奇怪, 她见叶末很平静, 没有说话, 半想才低声地说道, 难道你不奇怪? 或者是不行, 想问我什么? 如今的叶末虽然不是老奸俱华, 但是宁清雪这点小心思怎么可以瞒得过, 她想到当初网瘾告诉她宁清雪拿她当挡箭牌, 阻止别人上门求亲, 再加上今晚宁清雪主动要和她一起来, 甚至还说出要和她结婚的事情, 这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稍稍分析, 叶末立即就知道宁清雪又要来拿她当挡箭牌, 见叶末表情平静, 一句话都不说, 宁清雪更是不安, 有些心虚地说道, 我不会妨碍你和你女朋友的事情, 我只是要别人都知道我们住在一起, 甚至已经拿了结婚证了, 我会去和你女朋友解释的, 果然是拿自己当挡箭牌的事情, 异性阑珊之下, 叶末摆了白手说道, 你不用去和别人解释, 这件事和许薇没有关系, 她那没你的事情, 犹豫了片刻, 虽然叶末有心想拒绝, 但是看见宁清雪凄苦的眼神, 她似乎有些动摇了, 这个女人虽然抱着利用她的心思, 但是却也没有隐瞒, 况且叶末根本不在乎在这方面被人利用, 而且促使叶末帮助宁清雪的主要原因是, 她的凄苦眼神让她有些心计, 虽然她不知道在宁清雪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是既然能让她做出这个选择, 说明即将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她可以忍受的, 我可以付钱, 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 宁清雪见叶末有些犹豫, 连忙补充道, 好吧, 我同意了, 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 你看着办好了, 不过, 我希望你不要将我的身份到处乱说, 叶末回答得很淡漠, 似乎再说一件和她毫不相干的事情, 宁清雪惊喜地看着叶末, 她没有想到叶末居然什么都没有问她, 就同意了她的话, 无论叶末是出于什么心思, 她都感激叶末, 至于叶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宁清雪直接认为成叶末让她不要和许薇说, 这里有五十万, 你先用着吧, 密码是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七, 宁清雪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叶末, 叶末接过宁清雪的卡, 有些自嘲地说道, 好了, 你现在已经付过费了, 我们试一笔交易, 等你觉得交易完成的时候, 你就自己走吧, 我要去休息了, 看着叶末走出去落寞的背影, 宁清雪心里忽然一揪, 似乎她做错了一件事一般, 到底是哪件事她做错了, 宁清雪坐在叶末的床上, 一时间有些发愣, 或者她刚才的感觉不对, 叶末应该是看在自己出钱的份上才同意吧, 看样子, 木梅还真没有冤枉她, 叶末走到院子里的时候, 许葳已经进入房间, 她拿着手里的银行卡, 心里有些翻涌, 在接过银行卡的一瞬间, 她都有一种冲动, 将卡砸到宁清雪的脸上, 让她滚, 她之所以让宁清雪进来, 甚至帮助她, 除了想起自己那无助的师父外, 还有就是她那凄苦的眼神, 摇了摇头, 心说宁清雪做错了什么呢? 在她的想法里, 也许她做的也是对的房间让给宁清雪, 叶末已经无处可去, 好在她一直在院子的北侧修炼, 北侧靠近院子后面有一棵古树, 每次叶末在这下面修炼的时候, 她都有一种宁静的感觉, 叶末坐在古树下面修炼了整整一个晚上, 她感觉自己的气息强了一些, 不由淡淡一笑, 昨晚的郁闷消散无踪, 以后每天晚上就在这里修炼也不错, 看样子人还是要逼, 才会努力, 没有等宁清雪起来和她商量什么时候结婚的事情, 叶末直接去学校了, 叶末已经跑步去学校后, 宁清雪和许葳才起来, 见面打了个招呼后都有些不好意思, 对他们来说, 叶末昨晚就是和对方睡在一起的, 或者说宁清雪更加奇怪一点, 叶末不是那个吗? 怎么可以和别人同居了? 不过这种话, 她是不好意思问出来的, 在学校图书馆看了半天书后, 叶末去宿舍睡了一下午, 晚上就被失修了, 去饭店吃饭了, 主要是因为她弄到了学校饭店聚位楼的免费餐卷, 叶末, 你昨天真带劲啊, 你知道吗? 你走了后, 燕燕被气得脸色发白, 昨天来找你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长得可真是漂亮, 不会是个明星吧? 不对, 就是明星也没有她漂亮, 失修一脸兴奋地说道, 她只有在叶末面前才会表现出很夸张的神态, 叶末笑着拍了拍失修的肩膀说道, 我睡了一下午, 早就饿了, 赶紧去吃饭, 失修忽然叹了口气说道, 叶末, 说句实在的, 我还真的有点担心你, 你自己难道不着急吗? 马上就要毕业了, 可是你上学期全部补口, 不要说学位了, 急有用吗? 如果急有用, 我就天天急了, 算了吧, 我已经有路子, 以后你毕业了, 没有工作可以来找我呀, 我负责帮你混口饭吃, 切, 算了吧, 我想要的可不仅仅是一口饭而已, 我的一个亲戚说, 可以帮我联系到政府部门上班, 有的你羡慕的, 走吧, 我闻到聚味楼的香味了, 失修说到这里, 立即拉着叶末快速地冲进了聚味楼, 聚味楼作为宁达最有名的校内饭店, 里面的菜烧得不错, 别有一番滋味, 虽然不如西湖人家色香味俱全, 但是叶末却有些喜欢这种风格, 失修只有两百元的餐卷, 不过两人吃倒也是够了, 叶末虽然和失修关系不错, 但是两人却难得在一起吃饭, 叶末又叫了两瓶白酒, 两人一直吃的晚上七八点才结束, 失修酒量不行, 两瓶白酒基本上都被叶末喝了, 在叶末送有些迷迷糊糊的失修离开聚味楼的时候, 他居然看见了去上厕所的郑文桥, 虽然是简单的一个背影, 但是叶末的眼神多厉害, 只是入眼就看见了上次被这性正的吓了眼药, 虽然没有吃亏, 但是叶末心里却不爽, 如今看见这家伙, 他哪里会放过, 匆忙将失修送进了宿舍丢在床上, 叶末立即就回到聚位楼的外面, 他估计这些郑文桥家里有些势力, 不过等会教训他的时候, 将脸蒙起来就好了, 按照叶末的想法是直接杀了, 但是他也知道杀了这个郑文桥, 估计他也会被怀疑, 最好是将他打的生活不能自理最好了, 叶末没有等多久, 就看见郑文桥一边打电话, 一边出了聚位楼, 感谢我想改名的打赏啊, 谢谢了, 苦求推荐票啊, 没有推荐票, 老五在新书榜上没有发言权, 请求推荐票和收藏火力支援万分火急, 第28章, 登踪, 郑文桥上了他的宝马车, 往一个有些偏僻的地方开去, 扶住一名女子, 急匆匆地走来, 郑文桥连忙上去帮忙, 让叶末奇怪的是, 这名女子他认识, 被郑文桥和另外一名四十多岁男子扶住的却是云冰, 也就是教叶末他们英语的老师吴晴斌, 云冰怎么会在这里等郑文桥, 让叶末有些诧异, 不过也只是稍微的诧异一下而已,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看云冰的样子, 估计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 需要别人扶住, 昏黄的灯光下, 郑文桥很快就将云冰扶到了他的宝马车上, 虽然不知道云冰和郑文桥是什么关系, 但是这样喝醉了被抬上车肯定有问题, 只是叶末对这个云冰也一直没有什么好感, 他如何了叶末也不会关心, 叶末今天盯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收拾郑文桥, 宝马车喷出一道烟雾, 转眼急迟而去, 叶末却悄悄地跟在后面, 好在在市区宝马车的速度并不快, 而叶末现在的云影部已经有了一定的火候, 倒是可以跟得上, 十几分钟后, 宝马车直接开进了一个有些幽静的小区, 叶末却不能从大门口进入, 确定了这个小区周围都没有摄像头后, 叶末从小区的院墙外翻了进去, 远远地盯着宝马车, 车停在了一栋楼面前, 郑文桥和另外一名男子将云冰扶着快速地上楼, 叶末却只能在楼下看着, 他现在还在练气一层, 如果到了练气三层, 一个隐身术就完全可以跟了上去, 但是现在却不行, 跟上去会被发现在楼梯里教训郑文桥地点不适合, 最好是在屋子里面教训才好, 叶末在楼下等了一会, 果然没有过多久, 四楼一个房间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叶末立即就知道他们上了四楼了, 毫不犹豫地沿着房道窗爬了上去, 很快就从厨房进入亮灯的房间, 乔哨, 我已经开始了, 听声音, 叶末就知道这是另外那名男子的说话声开始吧, 等会我上这女人的时候, 记得拍仔细点, 我就不信有了这个录像带他还不妥协, 郑文桥的声音刚落下, 叶末就听见了刺啦一声, 似乎是衣服, 撕裂的声音, 你是谁, 叶末踢开房间的刹那, 郑文桥和那名拿着数码相机的中年人, 立即就吓了一跳, 不过当他们看见是一个人进来, 而且是蒙了脸的一个人, 顿时松了口气, 因为郑文桥知道他后面的这名中年人, 是个会家子, 而且身手还不错, 朋友, 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只是求财, 另外我们各不相干, 郑文桥一边说着, 一边防备地盯着叶末, 同时慢慢地要穿上还没有脱下来的衣服, 人渣, 叶末只是说了两个字, 抬起脚就是一下, 郑文桥的手还留在衣服扣子上面, 就被叶末一脚踢飞起来, 撞在了房间的墙上, 再落下来立即就晕了过去, 那名手拿数码相机的中年人, 一见这蒙面的家伙, 什么事情都不说就直接动手, 立即随手将数码相机丢在一边, 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 就对着叶末刺来, 动作还算是矫健, 不过他遇见了叶末, 在叶末的眼里, 这家伙甚至连上次想要和他比试一下的方位程都不如, 更别说和他动手了, 两脚连环之下, 只用了一招, 就将这个郑文桥认为伸手还不错的中年人给踢飞, 中年人飞出去的过程中, 将他放在旁边的一个数码相机, 直接也撞飞了出去, 数码相机撞在天花板上, 再落下来摔在地上, 变成了四分五裂, 而这中年人却和郑文桥来了一个鸭, 草堆, 且慢动手, 朋友, 你知道他是谁吗? 郑市长的公子, 你难道不怕, 这中年人被叶末踢翻在地, 还想威胁叶末, 叶末一声冷笑, 再次上前一脚踹在这中年人的脑袋上面, 怕你媚的, 中年人同样闷哼了一声, 立即就晕了过去, 叶末看了看房间, 墙上挂着的居然是一副云冰的生活照, 还有一张是云冰抱着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心想, 原来这是云冰的屋子, 这郑文桥心思厉害, 估计如果云冰不想自杀的话, 只能由他摆布了, 不知道郑文桥想要云冰的什么东西, 叶末也不想去管这些事情, 伸手拎起已经昏迷的郑文桥和中年人, 他不想在云冰的房间里面教训这两个人, 而且云冰的样子似乎也太过不雅, 叶末刚走到门边, 就看见了凌乱的云冰, 很快他就知道不对了, 云冰中的这种谜, 要太过厉害, 估计没有房市最后说不定都会身体大受损伤, 甚至残废都是有可能的, 心里暗骂郑文桥的歹毒, 叶末看着云冰摆里泛红的身体, 叹了口气, 将郑文桥和中年人丢在了门外, 走到云冰的床前, 想要帮他逼出残余的药性, 不过叶末刚走到床前, 就被云冰一把搂住, 犹如一个溺水之人, 突然搂住了一个木材一般温软幽香的身体, 扑入叶末的怀里, 云冰似乎舒了口气一般, 手指在叶末的背上抓动, 整个人不停地往叶末身上挤, 叶末现在已经是练气一层, 一掌拍在云冰的天灵穴上, 真气运转之下, 一阵淡淡香味的雾气, 被叶末生生地从云冰体内拔出, 随着叶末不断地运功, 将云冰体内的迷, 要成分逼出来, 云冰渐渐地安定下来, 两久, 叶末已经出了一身的汗了, 不过他, 总算是将他体内所有的残药都逼出来了, 松了口气, 取下戴在脸上的黑金擦了擦额头的汗, 云冰却恰在此时醒来, 惊慌之下, 睁眼看见擦汗的叶末, 羞怒之下, 立即再次晕了过去, 感谢我想改名, Jim Louie, 我喜欢甘蔗, 戈浅龙, LJIM, 一青蛙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感谢完美梦成真, 夏华县, 和戈浅龙的更新票和评价票支持, 感谢, 老五的书已经在第十五位了, 虽然知道很难, 但是老五还是不想放弃, 想求朋友们给予推荐票支持, 万分感激中, 第29章, 宁清雪的第二印象, 叶末疲惫之下, 没有注意到云冰已经醒来一次, 随手拉了一条被单盖在云冰的身上, 说了一句, 今天算是便宜你了, 本来以你, 对我的态度都不想救你, 可是谁让今天老子心情好呢, 说完叶末关上房门, 再次拎起外面的郑文桥和中年男子, 大大方方开门而去, 将郑文桥和中年男子的衣服扒光了, 收拾了两人一顿, 又抬脚将两人的下面给踢爆了, 然后将两人丢在车的后座上面, 叠在一起, 这才将宝马车开走, 一直开到世纪广场, 将车停在了广场显眼的地方,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将车窗全部打开, 叶末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宁清雪待在院子里有些着急, 原本打算今天去领结婚证的, 但是叶末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似乎已经将答应自己的事情忘掉了, 许葳早上和宁清雪见面的时候倒是有些尴尬, 宁清雪如此漂亮的女孩, 不知道叶末是怎么找到的, 还有就是她是怎么想的, 她居然跟叶末这么穷的人未婚先同居,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虽然在许葳的印象里, 叶末还算是个不错的人, 但是宁清雪似乎优秀的有些过分了, 宁清雪的心思和许葳差不多, 她心里在想为什么许葳要和叶末在一起, 而且叶末似乎还有影集, 不过这话她当然也不好问出口, 两人自以为自己想的都是对的, 见许葳已经去上班, 宁清雪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院子里觉得有些不自在, 可是等了许久叶末也没有回来, 她看见叶末的院子里居然栽种了一些花花草草, 原本以为是许葳弄的, 但是栽种的地方似乎在叶末这边, 宁清雪去看了看那些花草, 其中有一棵中间有一道银色叶子的草, 似乎被栽的人很呵护, 旁边都没有其余的花草, 而是单独占了很大的一块地方在院子里面转了转, 宁清雪回到了房间, 叶末的房间很简单, 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个桌子, 唯一有点让人看不懂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箱子, 还有一个似乎是主要的罐子, 至于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宁清雪却不知道, 但是她却没有打开看看的欲望, 她对别人的隐私不喜欢关注, 对于那个奇怪的罐子, 宁清雪更没有观察的欲望, 她忽然感觉到叶末似乎和穆梅说的有些不大一样, 但是似乎又和李穆梅说的一样, 这种感觉让她很是怪异, 她不知道叶末是怎么认识苏静文的, 而且苏静文对她的看法似乎还不错, 宁清雪一想到自己刚看见叶末的时候, 见她和苏静文跳舞时的默契, 还有她送东西给苏静文的时候, 她心里甚至还有些疙瘩, 不由得暗自好笑, 如今她亲眼看见叶末和隔壁的女孩住在一起, 她的心情却平淡无奇, 想想叶末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她那张五十万的卡, 果然和李穆梅说的一样, 对叶末仅存的一些愧疚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现在只能等, 等叶末回来后和她一起去领个结婚证, 然后让李穆梅将自己的结婚证复印件, 还有和叶末在一起的私人生活照片发出去, 如果这样还不能摆脱宋家的纠缠, 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 叶末回到住宅小院子的时候, 许葳和宁清雪已经入睡, 叶末看了看两个房间的灯已经关了, 也就没有进屋, 回到后院的大树下面继续修炼, 宁清雪听见院子门的响声, 知道叶末回来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弄这么晚, 过了一会她似乎又听到隔壁许葳房间的响声, 修炼时间过得很快, 早上叶末站起来打了一套拳, 又洗漱完毕后许葳才起来, 和叶末打了个招呼, 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匆忙收拾完毕, 出了院子上班去了, 原本早就醒来的宁清雪, 听见院子里叶末和许葳的声音, 忍住了没有出来, 直到许葳离开后, 她才走出院子, 宁清雪见叶末在摆弄那些花草, 心说这些花花草草果然是她弄的, 她一个大男人居然喜欢这些东西, 不知道是心思细腻, 还是真的有些问题, 哦, 你醒了, 叶末回头看了看宁清雪, 说了一句话就停住了, 又过了一会, 她才继续说道,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你昨天没有吃饭, 叶末本来是看两人之间有些沉闷, 这才主动找了句话说说, 可是没想到, 宁清雪却真的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饿, 昨天没吃, 一天没有吃饭, 叶末有些无语, 如果是她一天没有吃饭, 还没有关系, 但是宁清雪却不行, 她不是修炼者, 难怪她的脸色这么难看, 你洗漱一下吧, 等会我们去吃饭, 叶末说完了, 继续摆弄她的银心草, 那是她的宝贝, 等宁清雪一切弄妥当后, 叶末带着宁清雪, 去了附近一家小吃店, 弄了一碗稀饭, 几个馒头吃了, 看着叶末早上吃了两碗稀饭, 五个馒头, 尽管昨天一天没吃, 但是宁清雪却只是勉强吃了半个馒头, 还有半碗稀饭就饱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结婚, 你知道, 叶末的话没有说完, 又被宁清雪打断, 你不用问这么多, 你只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笔交易就好了, 自从叶末毫不犹豫地收了那张卡, 还有知道她和许微同居的事情后, 宁清雪的心情不知道怎么变得更加糟糕, 她怀疑自己在苏静文生日宴会上, 看见的那个风轻云淡的叶末, 根本就是假装的, 如果在和叶末一见面的时候, 叶末问出这种问题, 也许她会告诉叶末, 她只想摆脱宋家, 但是现在, 她丝毫不想和叶末多说什么, 她付钱, 叶末执行任务,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交易而已, 交易完了, 她是她, 叶末是叶末, 两个人根本就各不相干, 似乎觉察到了宁清雪的语气变化, 叶末淡然一笑, 没有在意, 她是不会和一个女人去计较的, 况且就是结婚又如何, 这对她叶末没有丝毫影响, 结婚证的事情很简单, 只要有身份证, 然后两人和个影就可以了, 叶末暗叹自己前世的时候, 成婚得复杂, 但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这么简单了, 不过她看见似乎离婚更简单, 简单的甚至本人都不用来, 就可以离婚了, 叶末没有时间去感叹, 她和宁清雪刚刚领过结婚证, 李牧梅就过来了, 她要帮叶末和宁清雪两人拍几张生活照, 感谢横河之月, 换森点, LGIN的打赏, 谢谢了,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更票支持, 昨天502张推荐票, 虽然和大神不能比, 但是老五已经很满意了, 谢谢朋友们, 老五继续求推荐票, 拜托啊, 现在还在第15位, 心里闷得慌啊, 没有收藏的朋友, 记得帮老五收藏一下哦, 第30章, 结婚后的生活, 为什么还要穿睡衣, 叶末有些郁闷地问道, 心说, 难道还要搞什么花边照片不成, 似乎明白, 叶末心里所想的一般, 李牧梅却说道, 清雪都不怕, 你怕什么, 你还真当你是燕, 门主绝了, 木梅, 宁清雪虽然对叶末看法有些不好, 但是李牧梅的这话, 却让她有些尴尬, 毕竟涉及道艳, 门这两个字, 却让宁清雪很是反感, 叶末有心要拒绝, 但是想到刚看见宁清雪时, 她的那种忧郁眼神, 像极了落影, 还是答应了, 也许在她的内心深处, 潜意识里将宁清雪 当成了她的师父落影了吧, 或者以她来想念落影了再说了, 宁清雪都不怕, 她怕什么, 这种事情对她来说, 根本就是无所谓, 帮个忙, 又不少块肉, 穿了睡衣和宁清雪一起靠在床头, 叶末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宁清雪身上淡淡的芳香让她有些陶醉, 她身上的香味似乎和落影有些相同, 但是似乎又有些不同, 至于哪里不同她却说不上来, 但是叶末却很喜欢这种味道, 她下意识地靠近了宁清雪一点, 丝毫没有注意自己是在表演, 宁清雪也穿着睡衣坐在叶末旁边, 她的眉头皱了皱, 似乎有些反感, 不过转眼她的神色就恢复了正常, 叶末身上并没有她讨厌的气味, 而是清新的有些过分, 那种淡淡的男人味道夹杂着似乎有些婴儿体香的味道, 让宁清雪有些迷糊, 她似乎感觉到了叶末往她这边靠了靠, 下意识地她居然鬼使神差地没有闪开, 而是和叶末靠在了一起, 闭上眼睛似乎还在回想那种感觉, 浑望了她和叶末还在表演, 宁清雪身上柔柔的, 很软, 让叶末感觉很是舒爽, 不过她和宁清雪挤在一起后没多久, 她就想起了这是在拍照表演, 旁边还有一个李木梅, 不是自己一赢的时候, 想到这里叶末吓了一跳, 正想让开, 李木梅却有些诧异地说话了, 你们两个不是入戏了吧, 喂, 我已经趴好了, 可以下来了, 真是的, 宁清雪顺然惊醒, 脸色历时变得烟红,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入戏了, 根本不敢看李木梅和叶末, 而是紧张地拿起外套就披在身上, 衣服, 转身出了房间, 木梅, 我, 宁清雪似乎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自己刚才的表现,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叶末吸引, 而没有推开不怀好意的叶末, 哎, 好了, 照片已经弄好了, 等会我就送给静雯, 再带一份回燕京, 以后你暂时一个人在这里住吧, 我估计你至少要住一个月左右, 事情就应该会明了了, 我会经常过来看你的, 李木梅说到这里, 再次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幸亏叶末是那个, 不然你们在一起, 我看还真的很危险啊, 宁清雪当然知道李木梅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却不知道应该如果去辩驳, 她甚至怀疑叶末是个正常的男人, 不然她怎么和许为同居, 虽然是这样想, 但是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不过, 她知道自己对叶末的感觉, 无论叶末是不是那个, 木梅是多心了, 刚才是一个意外, 而且那一刻她的心里只有宁静, 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第二天最大的新闻不是宁清雪已经结婚的消息, 而是世纪广场被人发现了, 还是开着宝马车的, 不过当警方介入的时候, 才发现其中一名居然是副市长的公子, 而且两人都是身受重伤很明显, 这是人为的, 虽然郑文桥两人已经抢救了回来, 保住了一条小命, 但是他们却已经变成了白痴, 一时间这成了一个悬案, 李木梅走后, 叶末的生活再次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而她发现只要她不带饭回来, 宁清雪基本上都不吃饭, 她不知道的是宁清雪出来的时候, 只是带了一张卡, 卡给她了, 而她自己身上却没有钱了, 而上次的事情以后, 她一时还不好意思和李木梅打电话, 况且叶末收了她五十万, 就是吃喝全是叶末的, 也没有什么, 如果只是叶末一个人, 她倒是可以凑合着随便吃吃, 甚至不吃也没有关系, 但是宁清雪在这里, 她只能每天带饭给宁清雪吃, 可是几天过去后, 她发现每次带的饭宁清雪吃的都很少, 叶末叹了口气, 她知道宁清雪的胃口估计有些雕, 吃不关外面买的盒饭, 无奈之下, 叶末只好自己买菜做饭吃, 不过她身上只有五万块钱, 加上购买一些药材的, 还有零零碎碎, 已经又只剩下两万块钱了, 看了看宁清雪那张卡, 想想现在她住自己的, 吃自己的, 用她的卡刷点钱, 应该没有关系吧, 反正到时候多的她也不想要, 丢给她就是, 但是让叶末失望的是, 宁清雪给的卡, 不要说五十万, 就是五毛钱都取不出来, 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宁清雪给的卡被银行冻结了, 虽然诸多事情都不顺, 但是好在有一点, 是宁清雪对叶末煮的饭菜却并不反感, 而且每次吃的都不少, 这让叶末稍稍省心了点, 不然一个月后, 宁清雪变成了风一吹就倒的人, 说不定另外那个叫李木梅的女人会找她拼命, 找她拼命没什么, 就怕她到宁大去耍风, 而且她对宁清雪没有什么恶感, 甚至感觉还算好, 也不愿意看见她挨饿的样子, 宁清雪很奇怪, 虽然叶末买回来的饭菜她吃得很少, 但是自从叶末自己烧饭时, 她吃得反而更多一些, 也许叶末烧得确实有些对她的口味吧, 才一个多星期下来, 她居然发现自己竟然长胖了些许, 最让叶末欢喜的是, 她的银行草终于成熟, 并且草子已经可以收获了, 叶末小心地收起39颗银行草的草子, 用一个准备好的玉瓶装了起来, 她不想在这个院子里继续种植了, 因为她不可能继续在这里住两年, 等这边的事情结束, 她立即就离开宁海, 她有一种预感, 宁海已经不适合她留下去, 收了39颗草子, 叶末开始处理这颗银行草, 这是一颗完全成熟的银行草, 怎么利用好事个关键, 说不定她凭借这一颗银行草, 就可以晋级到二层, 剩余的两万块钱, 被叶末购买了一万多块钱的药材, 和银行草一起开始熬制汤药宁清雪, 每次都是请叶末帮她从图书馆借几本书回来, 她很少出去, 一般都在院子里坐着看书, 叶末摆弄花草的时候, 她静静地看着, 而叶末熬制汤药的时候, 她也静静地看着, 从来都不会问一句什么, 许薇一般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了, 早上上班去的又很早, 除了和叶末说几句话外, 她倒是很少和宁清雪碰头, 让她想起了刚来时候的叶末, 那时候叶末也是这样, 很少和她见面, 叶末将整整一罐紫汤药熬成了一碗, 她准备晚上修炼的时候喝, 叶末, 我想穷一点事情, 除了借书一向很少和叶末说话的宁清雪, 第一次主动找叶末说话, 似乎还要求她什么事情, 第三十一章, 无奈的献雪, 犀利, 大家犀利啊, 厉害, 老五对你们的景仰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犹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半天时间就八百多票了, 多谢了, 多谢, 叶末今天收了草紫, 还将银心草变成了一碗汤药, 心情确实不错, 你借个两千块钱给我, 宁清雪很是平静地说道, 对她来说, 向叶末拿两千块钱, 叶末应该不会拒绝, 因为叶末的钱本来都是她的, 没钱, 叶末原来好好的心情, 被宁清雪一句借钱弄得很差劲, 要知道, 现在她口袋里加起来就三千多块钱, 宁清雪倒是好, 一下就要借走两千, 你, 宁清雪被叶末气得不轻, 这人居然这么守财奴, 拿了他五十万, 向他借个两千块钱他都不愿意, 这人怎么这样, 你从五十万里面挤出一点利息都够这两千块钱了, 你一个男人, 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怎么可以这样, 宁清雪没想到他心里想的居然说了出来, 而且还说得似乎很有理, 叶末见宁清雪开始说道理, 连忙举手说道,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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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从口袋里面磨出一卷钞票, 数了二十张递给宁清雪, 宁清雪撇了撇嘴, 终究是没有反驳叶末, 不过他心里却在想, 如果他的钱来得不容易, 就没有人的钱来得容易了, 他只要借个地方给自己住住, 就是五十万了, 宁清雪之所以借两千块钱, 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一分钱, 并且电话费也没有了, 加上还要购买一些女人用的东西, 这让他很是不方便, 当晚, 叶末等许葳和宁清雪已经入睡后, 走到后院的大树下, 一口浆一碗汤要喝完, 开始修炼, 澎湃的药力轰得一下, 在叶末的胸口散开, 随着叶末蒸气运转的方向, 快速地改变着他体内经脉的宽度和强度, 叶末心中大喜, 他没想到区区一株银心草的药效居然这么好, 看样子, 晋级练器二层有望啊, 四个小时过后, 叶末体内的真源急剧地增加着, 随即叶末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 他体内的真源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后居然不再增加, 而是开始灼烧他的经脉, 叶末经脉当中的火热越来越厉害, 经脉也撑得越来越疼, 焦急之下, 叶末一下咬破了自己的手腕, 扑的一下, 无处宣泄的火热一下就变成了热血喷了出来, 叶末松了口气, 幸亏集中生智, 不然就惨了, 看样子, 他不应该一次就喝完一大碗, 这汤药少了原来的几株灵草, 他只是用普通的药材来代替的, 看样子出现副作用了, 当叶末体内的灼热平息下来后, 叶末立即运功止住了伤口, 虽然一下流出了不少的血, 但是叶末已经晋级到了一层后期, 第一次修炼有了如此大的突破, 而且叶末感觉体内的药力并没有消耗完, 只要他继续修炼, 说不定完全可以晋级到炼气二层, 可是第二天, 叶末刚刚吃过早饭, 准备去学校的时候, 他再次发现体内经脉的炙热, 心里暗自郁闷, 难道要将老子的血放光才可以, 红花花的血放走, 他也心疼啊, 这事情倒是难不倒叶末, 他直接去医院卖血去了, 也不知道被抽走了多少CC血, 叶末总算是感觉到体内的真气平息了下来, 输了口气, 到了学校也不去图书馆, 直接找了个地方开始修炼, 这几天是关键时间, 他必须要将药液全部炼化, 才不浪费这一株银心草, 接下来的几天, 宁清雪每天都和李牧梅联系, 关于闹翻天的宁家, 他已经不敢去想, 虽然宁海也发了他和叶末结婚的消息, 但是火爆程度远远比不上燕京, 让宁清雪唯一感到一丝安慰的是, 自从他的消息出现在网站和报纸上后, 宋家似乎真的眼气息鼓了, 不再提他和宋少文的事情, 叶末这几天过着痛病快乐着的生活, 每天修炼不断地进步, 而每天都必须去医院献血, 好在献血的钱虽然不多, 但是毕竟也算是一笔收入, 在他喝下汤药的第六天晚上, 叶末修炼的时候, 只感觉到体内几声清响, 似乎什么东西豁然贯通一般, 浑身开始舒畅起来, 原本结于在体内的残留药液在这一刻, 全部消散殆尽, 他的真元数倍的增加, 神识也开始外放了, 终于炼气两层了, 真不容易啊, 不用再去医院受罪了, 这一刻叶末差点想要站起来大声地吼叫, 但是他知道现在是半夜十分, 要是吼叫说不定会被人当成疯子, 但是他内心的喜悦却是无法言表, 第二天, 叶末买了些早点带给宁清雪, 准备去学校, 他想留几颗药丸给世修, 既然是已经炼气二层了, 就是说他很快就要走了世修是他的朋友, 离开宁海之前给他几颗自己炼制的药丸, 以防急用, 本来叶末以为和宁清雪结婚后还拍了一些照片, 肯定会有一些麻烦的, 但是都已经过了快半个月了, 他却什么麻烦都没有遇到, 这让他渐渐地放松起来, 叶末, 宁清雪还是第一次在叶末出门的时候叫住他, 叶末一听就暗叫不好, 上次被他叫住, 少了两千块钱, 这次又有什么事情, 不过宁清雪叫他, 他总不能当做不知道, 回头看了看宁清雪, 叶末哭笑不得, 宁清雪依然犹如仙子一般的美貌,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体态丰满了些, 看样子自己这段时间煮饭的功劳不可没,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 而不是来避难的, 什么事, 叶末有些无奈, 看着叶末无奈的样子, 宁清雪心里很是不爽, 自己难道配不上他吗, 就是假结婚也可以配得上你这样一个人吧, 不过好在他性子淡漠, 不然也无法一个人在叶末这里默默地待了半个月, 我一个同学今天要过来, 他是记者, 来的目的你应该知道, 虽然我很不想和他一起去吃饭, 但是现在我还在别人的眼光之下, 我想晚上你能不能和我一起陪我同学去吃个饭, 宁清雪恢复了平淡不惊的样子, 我会烧发, 何必出去吃, 叶末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烧饭要省点钱, 你, 宁清雪被叶末气得差点噎住, 他倒不是爱面子, 而是想在别人眼里, 他和叶末两人的夫妻生活更加真实一点, 好吧, 我晚上去, 叶末有气无力地说完, 转身就走, 呵呵, 加更是因为昨天的推荐票达到了800多, 好吧, 现在总推荐是4405, 明天只要达到了5500票, 继续加更啊, 什么, 6500票, 那就加更了, 再加更呗, 感谢我喜欢甘蔗, 我想改名, 哥浅龙的慷慨打赏,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成为了最强气少的第二位执事, 谢谢, 谢谢, 第32章, 羞怒的无情兵, 云冰这段时间都没有去学校, 他只记得, 那天晚上从学校出来后, 本来想去超市买点东西的, 但是在路上遇见了以前的一个学长, 那个学长似乎买了两瓶饮料, 递给他一瓶, 虽然他不想和那个学长多说, 但是人家盛情难缺, 甚至还帮他打开了饮料, 再后来, 他喝了几口那瓶饮料, 随口答了几句话, 就要告辞, 谁知道当时他的头就有些晕晕的, 云冰不是菜鸟了, 他已经在社会上独立生活许多年了, 出现这种情况, 他立即就知道, 这学长给他喝的饮料有些问题, 云冰立即就想大叫,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的头越来越晕, 甚至他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后来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怎么那天晚上醒来的时候, 居然看见了叶末, 难道他和自己的那个学长是一伙的? 云冰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报警, 让警察将叶末抓起来, 可后来检查发现他似乎并没有被性侵犯, 而且家里的东西也没有手, 唯一遭到破坏的就是房门被踢坏了, 想到叶末还如此年轻, 云冰叹了口气, 放过了他, 但心里对他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 只是不知道叶末怎么认识他那个学长的, 当云冰起来检查后, 才发现自己的房间似乎还有打斗的现象, 甚至有一个数码相机被摔得粉碎, 难道他们两人为了谁先上自己而打起来了? 云冰想到这里, 心里更是又羞又怒, 他已经决定第二天去学校找叶末问问清楚, 不过第二天的新闻让他彻底地打消了问叶末的举动, 因为第二天他从新闻上面看见, 世纪广场有两名衣服被脱光的男子, 被人打成了白痴丢在了车上,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是云冰却感觉这件事有些奇怪, 云冰接着就上网查看新闻, 果然在一些小网站上面他清楚地看见了这两名衣服被脱光的人, 一个居然是郑文桥, 还有一个就是陷害他的那个学长, 云冰随即就想到了叶末, 他甚至怀疑这件事就是叶末做的, 不管怎么样, 那个学长被打成了白痴, 大大的出了他的一口恶气, 这种事情不要说他不敢肯定, 就是肯定是叶末做的, 他也不会揭发叶末的, 但是叶末想占他的便宜, 却也让他恨在心里, 至于叶末最后为什么没有和他发生关系, 云冰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叶末怎么会出现在他房间, 他的那个学长又怎么被打成白痴, 他想不通, 干脆不去想了, 所以云冰当天就请假了, 一直休整了半个月, 他才回到学校, 可是没想到他回到学校遇见的第一个人, 就是叶末, 叶末刚刚修炼完毕, 准备去找师修的, 就看见云冰走进学校, 一看见云冰, 叶末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那天晚上云冰赤身裸体的样子, 还有他那肩挺硕大的凶器, 一看见叶末, 云冰火就上来了, 而叶末居然如此赤裸裸的眼光盯着他, 这让他更是生气, 一想到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被这个家伙看走, 他心里就窝火, 叶末, 你来一下, 云冰语气虽然平静, 但是平静下面的火气已经怒不可遏, 叶末当然不知道云冰那天晚上已经发现他了, 平静地走到云冰的面前说道, 云老师, 什么事情, 云冰也不说话, 只是往学校偏僻的地方走去, 叶末跟着走了一会就感觉有些不大妥当了, 难道那天晚上云冰已经发现他了, 这不可能啊, 云冰一直昏迷, 而且他还蒙着面睛, 云冰怎么可能知道是他, 看到四处无人, 云冰才脸色铁青地看着叶末说道很好看是吧, 什么很好看, 这里风景一般啊, 叶末有些不好的感觉, 连忙顾左掩他, 云冰忽然毫无征兆地抬手, 就是一巴掌对叶末的脸打来, 不要说叶末已经在防备云冰了, 就是叶末丝毫也没有防备云冰, 云冰这一巴掌也无法打到他, 叶末抬手就抓住了云冰的手腕, 冷冷地说道, 云老师, 既然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走了, 如果你敢再对我动手动脚,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会让宁大的宁湖变成你洗澡的地方, 说完, 叶末转身就走, 叶末, 你这个无赖, 无耻之徒, 云冰见叶末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立即出口就骂, 完全和他平时的冰冷冷静,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可是叶末丝毫都没有理睬他, 已经走得不见了踪影, 云冰虽然被称为无情兵, 但是想到叶末对自己的样子, 也不由地哭出声来, 好久才揉了揉有些红肿的眼睛, 独自离开, 云冰走了后, 不远处再次出来一个女孩, 他看看云冰的背影, 有些不敢相信的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 叶末居然连云老师也欺负, 这人真是坏到骨子里了, 叶末有些恼火, 没有心情再去教室寻找师修, 而是直接出了学校, 真是不该多此一举, 早知道不管这个女人了, 自己救了她, 她还如此模样, 叶末, 你回来了, 叶末一打开院子门, 宁清雪就小鸟一人的依了过来, 并且一把就搂住了她的胳膊, 叶末抬头看看宁清雪的后面, 果然有一名身材修长的女子, 年龄和宁清雪差不多大, 也是一头的长发, 而且眼睛很亮, 那两只眼睛看起来似乎会说话一般, 在叶末身上转来转去, 显得事故又精明, 叶末, 我来和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同学周磊, 特意来宁海看我的, 周磊, 这就是我丈夫叶末, 宁清雪很是热情地说道, 只有宁清雪自己知道, 如果不是她想尽快让所有的人认识到她, 已经是叶末的老婆了, 她根本就不愿意多和别人交往, 周磊是一个记者, 宁清雪当然知道她特意来看望自己的意思, 哦, 你好, 周小姐, 叶末笑着伸手和周磊握了一下, 你好, 叶先生, 以后就直接叫我周磊好了, 我也不客气, 就直接叫你叶末了, 周磊笑容很职业化, 周磊心里却有些奇怪, 她是听说过叶末的, 她也和外界一样猜测宁清雪的这段婚姻, 其实就是为了躲避宋家, 而且她看了宁清雪的住处后, 更是坚定了她的看法, 可是现在看见叶末淡然从容的样子, 她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有了一些怀疑, 清雪, 你也真是的, 既然同学来了, 就应该打电话给我了, 哦对了, 周磊来了还没有吃饭吧, 走吧, 先去填饱肚子, 周磊, 不好意思啊, 住处简陋, 让你见笑了, 清雪跟在我后面也有些受罪,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我肯定不会让清雪一直跟在我后面吃苦的, 叶末没有时间和宁清雪的同学磨叽, 她心情不大好, 只想早点吃完饭, 早点送走这个探听消息的女人, 感谢我喜欢甘蔗, 非人类4LJIM不在伤得慷慨打赏, 谢谢, 这是第二更了, 明天的加更就看大家的票票咯, 距离五千五百只有几百票咯, 老五是又高兴又紧张啊, 紧张的是赶紧去马自啊, 不然食言后鸡蛋砸来, 就够老五喝一壶的了, 嘿嘿, 第三十三章, 卖狗皮膏药的人, 宁清雪听着叶末一口一个清雪, 而他自己也挽着叶末的手臂, 那一刻,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是叶末的妻子了, 那种感觉怎么如此突然, 他又想起了那天和叶末穿着睡衣让李木梅拍照的情景来, 他似乎有些入戏的感觉, 一想到那天, 宁清雪赶紧将手从叶末的胳膊里面抽了出来, 他的心还在砰砰乱跳, 每次和叶末接触在一起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都无法保持那种淡然假装的神态, 而是很自然地喜欢那种感觉, 叶末身上似乎有一种他想追求的东西, 那好像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宁静和渴望, 但又有些虚无缥缈, 吸引他去做那扑火的飞蛾, 他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 叶末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磊看着叶末的潇洒自如, 还有宁清雪的小鸟依人, 和他脸色那种淡淡的羞涩, 心里不由的更是怀疑, 难道他真的是爱上叶末, 然后两人因为爱情结婚了, 而不是因为别的, 走吧, 叶末见周磊还在走神, 他立即说道, 对这个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八卦女人, 他没有任何好感, 三人各怀心事走出小院, 离住处不远的地方, 是一家比较大的酒楼, 叫辉煌美食, 这还是一家星级酒楼, 宁清雪不想跑得太远, 就指着辉煌美食对叶末说道, 叶末, 我看这家辉煌美食不错, 我们就去这里吧, 不行, 这里东西太贵, 叶末话还没有说完, 宁清雪就有些发怒了, 叶末, 你留这么多钱干什么, 去这家酒楼吃个饭, 最多也不过千来块钱而已, 你那张, 宁清雪不是要爱面子的人, 但是叶末留着五十万, 他同学来了, 去饭店吃个饭, 也斤斤计较, 虽然这个同学他也看不习惯, 毕竟也是, 一个同学不是, 好歹他也是宁家的人, 这叶末也太寒陈他了, 周雷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末,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为了一餐饭, 如此斤斤计较的人, 还是在自己的老婆同学面前, 可是看宁清雪对他的依恋, 似乎也不是作假啊, 见宁清雪还要说什么, 叶末心里虽然很是怒火, 但是他不是小鸡肚肠之人, 知道现在要是发火, 估计宁清雪和他的表演就白费了, 而且他很快就会离开宁海, 实在没有必要和一个女人计较, 想到这里连忙说道, 好吧, 听你的, 今天就去这里吃饭, 话是这样说, 但是他心里却是郁闷异常, 他现在口袋里只有三千多块钱了, 这些钱还全部是他卖血来的, 尽管那些血不陷出去, 也是要白白放掉, 但是用自己卖血的钱, 请一个他不大喜欢的女人吃饭, 心里却是不爽, 叶末已经决定, 这次过后, 再过几天, 他立即就离开宁海, 至于宁清雪的事情, 他已经帮得够多的了, 他要找一个安稳的地方, 种植他的银心草, 他现在已经深深地明白, 如他这种草根般的人, 如果再没有一定的实力, 就是任人鱼肉的存在, 一顿饭还算是敬欢, 周磊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他看得出来, 叶末和宁清雪的消费观点, 似乎有些不大一样, 不过, 从叶末对钱财上面的斤斤计较来看, 他更加有些确定, 叶末是真的和宁清雪在过日子, 从叶末付钱用现金, 而不是刷卡, 他就可以看得出来, 叶末似乎过得并不是很富裕, 最不爽的就是叶末了, 这顿饭吃了他三千多块钱, 就是连他身上的五块十块都拿出来了, 如果不是宁清雪, 特意点了一瓶两千块钱的红酒, 这顿饭也要不了这么多, 虽然红酒都被他喝了, 但是他还是不爽, 他知道宁清雪是故意的给了一张冻结的卡, 还这么嚣张, 那一刻叶末差点将卡再次砸给他, 让他自己去取钱了, 好吧, 我养不起你, 我让得起, 难怪别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宁清雪不就是这种人吗? 吃完饭后, 周磊没有继续留下来, 而是选择了告辞, 也许是他看见叶末用五块十块的付账, 他有些闷得慌吧, 这是向他展示自己没钱还是什么? 宁清雪和叶末回去的时候, 再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亲热, 宁清雪不想理睬叶末, 他感觉今天叶末实在有些丢他的脸, 虽然他不在乎这些, 但是叶末有卡不刷, 反而拿出五块十块的来付账, 红酒确实是他故意点的, 但是最后还不是被他一个人喝了, 叶末也同样不想说话, 晚上一顿饭吃了他三千多, 现在他的口袋里只有二十多块钱了, 接下来的日子, 叶末如果不出去找活干, 他甚至连饭都没有的吃了, 也许他真的要去卖血才可以吃饭了, 真想让他去卖血吃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还没有混到这么惨, 小药箱里面还有一百多块的零碎, 虽然自己献血的价格和别人一样, 但是叶末却认为他的血肯定比别人的质量要好, 这个价格他觉得很亏, 宁清雪的感觉最明显, 因为叶末烧的菜越来越简单, 虽然他对吃的不讲究, 但是对叶末这种小气之人还是很看不起, 当天晚上, 叶末就背着小医药箱出去了, 他没想到在宁清雪来了以后, 让他提前出去摆叶摊, 原本他以为帮那个老人治疗了紫胶中毒后, 他就不用出来摆摊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让叶末失望的是, 他在热闹繁华的宁渡区步行街摆摊摆了两天, 一个生意都没有接到, 甚至还让城管赶了一次, 这让他非常的郁闷, 宁大叶末已经很少去了, 第一不想去看到那个云冰, 第二就是他去宁大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 本想拿几颗自己炼制的药丸给失修的, 但是失修却因为家里有事请嫁了一个星期, 宁清雪虽然这几天基本上不和叶末说话, 但是叶末的所作所为还是看在眼里, 他父亲已经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让他不要担心, 就是他宁中非被赶出宁家, 他也不会将自己的女儿卖出去, 更何况是宋家的那个恶魔, 父亲的话让宁清雪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安慰, 而且他的父母已经赶往燕京和宁家摊牌, 不管结果如何, 后天父母就会来宁海将他带走, 还有他的那个炉子, 心里对他的鄙视忽然有些淡漠起来, 他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这完全是一笔交易而已, 自己给了他五十万, 那钱就是他的了, 他愿不愿意花钱, 是他的事情, 何必为了这种人失望? 想通了这一点, 宁清雪心情似乎稍稍好了点, 尽管他很小气, 但是毕竟每天还买点菜回来烧饭不是, 叶末又背着小箱子出去了, 许葳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许葳和叶末同居的原因, 宁清雪尽量不去面对许葳, 至于出于什么心理, 他却不清楚, 也许为了避免尴尬吧, 不管真假, 毕竟他和叶末现在还算是夫妻, 丈夫每天睡在隔壁的那个女人家里, 就是他们这对夫妻是假的, 他也不想面对那个女人, 想到后天就要离开这里, 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宁清雪莫名地生起一股淡淡的惆怅, 他知道这种心情不是因为叶末, 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宁清雪第一次走出院子, 也许他想看看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天的地方,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宁渡步行街也许是宁渡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了, 宁清雪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步行街, 热闹的灯红酒绿, 各种零食和小玩意到处都是, 而且路边还有许多的小商贩摆的地摊, 一个小摊边的黄金高烤的金黄诱人, 看起来热气腾腾, 从来都不吃路边零食的宁清雪, 还是没有忍受住诱惑, 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块黄金高, 轻咬一口, 有些诺, 口感却很不错, 来看一看乐, 祖传的药方包治百病, 头痛发烧, 外伤内伤, 风湿尽湿,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治不了的, 这个叫喊的声音让宁清雪差点笑了出来, 这人的口气是什么病他都能治了, 宁清雪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 愣住了, 这不是叶末吗? 他虽然戴着墨镜和鸭嘴帽, 但是宁清雪依然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他况且他身边还有那个标志性的小箱子, 宁清雪一直不知道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一个小药箱, 这是今天的第三更, 也是今天最后一更, 当然如果在晚上十二点之前, 推荐总票达到了五千五百票, 老五立即加更哦, 现在好像只差五百票了, 哦, 感谢齐龙奏, 罗汉果长梅, 桃园, 天梦的慷慨打赏, 感谢, 桃园, 天梦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哦, 老五现在总榜第十三, 只有一位就可以冲上去了, 嘿嘿, 加油, 加油, 第三十四章, 文绍, 宁清雪叹了口气, 虽然五十万块钱不算是太多, 但是对叶末来说应该已经不少了, 他居然还不满足, 还要出来骗人, 居然什么病都可以治, 如果你真这么厉害, 还要医院干嘛, 城管来了, 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句, 很多的小摊贩立即收拾起东西开始逃窜, 宁清雪盯着叶末, 果然叶末也无奈地收起了小药箱, 可是他却不像别的摊贩那样急逃, 而是慢吞吞地背着药箱走了, 虽然没有看见叶末逃走的样子, 但是看着叶末灰溜溜溜走的样子, 宁清雪依然有了一种快意, 让你骗人, 宁清雪回到院子的时候, 叶末已经回来了, 他看了宁清雪一眼, 没有说话, 宁清雪当然也不会去理睬这个人, 他在想, 后天走的时候, 是不是要提醒一下那个许葳, 告诉他叶末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意没有做成, 又被城管赶走, 叶末已经厌烦了在宁海的日子, 他想走了, 至于宁清雪的事情, 自己就帮到这了为止吧, 明天跟他打个招呼, 自己就走了, 宁大那边自己去都不用去, 不过还是要留一封信给师修, 许葳已经入睡的时候, 叶末开始继续修炼, 闻哨, 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宁海了, 先去什么地方, 一辆宝马越野车正以极快的速度, 从宁峰高速朝宁海方向急驰而来, 此时司机正询问坐在后座上面的 一名三十岁不到的青年, 这青年脸色有些白, 一对鹰眼, 脸型偏长,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听见司机的话, 这青年拿出一支烟, 坐在他旁边的那名大汉, 连忙取出打火机帮忙点着了, 阿发, 我让你办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吧, 青年吸了一口烟说道, 是的, 闻哨你放心, 我做得很干净, 壮汉立即回答道, 青年再次吸了一口烟, 沉默一会后, 继续说道, 我们从和风过来, 就是为了不让老爷子还有宁家的人怀疑,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在宁海留一晚上, 说不定还会起变故, 还不如直接去将那个女人带走, 也免得我总是惦念着, 不识抬举的见人, 这次老子一定要让他明白, 什么才是后悔, 原先脸色平静的青年, 说到后面手上的青筋抱起, 一抬手, 就将手里只是吸了两口的烟, 扔了较阿发的壮汉, 连忙捡起烟头, 扔到了窗外, 那个废人叫夜魔对吧, 青年男子扔了烟头后, 渐渐地放松下来, 拒绝他宋少文, 这还不算, 竟然还和别的男人结婚, 甚至还住在一起去了, 这不是打他宋大少爷的脸吗, 如果他宋少文可以忍下这口气, 他就不是宋少文了, 如果不是宋家老爷子阻止, 他早就来找到宁海来了, 这次他辗转到河风, 这才回杀到宁海来, 是的, 文绍, 那个废材就是叫夜魔, 两人确实睡在一起, 我看过一些小网站的图片, 似乎还很恩爱的样子, 司机连忙说道, 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宋少文, 脸色再次铁青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老子一定要这个夜魔睁大眼睛看看, 老子怎么和那个贱女人上床的, 然后, 夜魔是吧, 就带走吧, 烟宁高速不是有一个悬崖处吗, 断了他的四肢丢下去好了, 敢跟我宋少文抢女人, 还嫩了点,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夜魔正好真气运转了一个大周天, 十二个小周天, 他已经不准备继续修炼了, 明天就要走, 他想找个地方睡一会, 花坛旁边的那块石板, 就是他平时修炼后睡觉的地方, 夜魔刚刚躺下, 一道铁钩就勾住了院墙, 三道身影快速地爬上院墙, 跳进了后院, 宋少文虽然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他翻墙的动作居然是迅疾无比, 这就是那个废材夜魔柱的地方吧, 他很拧清雪, 那个贱人睡在哪个房间, 脸色发白的宋少文一落下来, 立即就问道, 是夜魔柱的地方不错, 不过不是废材, 一个突兀的回答, 前半句宋少文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后面他立即就转身盯着回答的夜魔, 片刻之后踩脸线惊骇地问道, 你是谁, 同一时间跟在宋少文后面的两人也看见了夜魔, 都是有些震惊地盯着夜魔, 眼里充满了戒备, 我就是夜魔, 你们想找我, 还是想找我老婆, 夜魔淡淡地说道, 你就是夜魔, 王传, 阿发, 打断他的腿, 我倒要看看这个废材到底有什么不同, 居然可以让那个贱人甘愿和他睡在一起, 宋少文话音还未落, 就发现自己的手腕已经被一个铁一般坚硬的手掌抓住, 如果你想打也可以, 不过, 我想先将你的手捏碎, 不信你就试试看, 夜魔不想在这里面打起来, 免得惊扰了许薇, 他已经知道, 这些人应该是来找宁清雪的, 但是许薇是无辜的, 一看宋少文的样子, 王传和阿发立即就知道, 他们的文绍已经落在这人的手里去了, 都停住了继续动作, 你叫什么名字, 说吧, 垃圾, 叶末手稍稍用尽, 宋少文差点叫出声来, 额头的冷汗就冒了出来我是宋少文, 燕京宋家的人,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 是想找宁清雪的, 你立即放了我, 不然你叶家, 不然你叶末死无葬身之地, 宋少文原本想说叶家怎么样, 但是后来似乎想起了叶家和他宋家一样, 也是京城五大家族之一, 根本就不惧怕他宋家, 这才改口直接说叶末,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话说回来, 你的那个什么家族, 在我眼里就是一堆垃圾, 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宁清雪是我老婆, 你还敢来找, 你是耳朵聋了, 还是眼睛瞎了, 说到这里, 叶末的手再次用了一点力气, 宋少文终于忍不住信号信号出来, 叶末, 有话好说, 先不要动手, 王传见状不对, 立即说道, 你们开车来的吧, 叶末问了一句毫不相关的事情, 是的, 王传有些无奈地回答道, 他不明白叶末问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干嘛, 叶末点点头说道, 既然这样, 我们出去协商吧, 叶末正想走, 既然这几个家伙开车来的, 正好带他走, 还省了他的车费, 见叶末主动愿意出去商谈, 宋少文和两个跟班当然是愿意, 他们本来抱着万无一失的把握, 但是没有想到, 叶末居然身手这么厉害, 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以至于这件事, 变得有些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范围, 更让宋少文三人出乎意料的是, 叶末居然放开了宋少文的手腕, 而是盯着他们三人, 宋少文和他的两名跟班互相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说叶末是个废材, 果然脑子有些不好使, 叫阿发的壮汉先上了院墙, 跳了出去, 紧接着叶末也跟着跳了出去, 宋少文和王传跟在叶末后面跳了下去, 宋少文一跳下来, 就准备叫阿发和王传同时动手的, 可是还没有等他落地, 眼前的一幕就让他再次张大了嘴巴, 感谢只要好看就顶, 我喜欢甘蔗, Jimmy, 罗汉果长眉, 南方蛮族, LJIN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感谢龚无名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35章, 叶末没有回来, 因为他看见叶末一脚踏在阿发的胸口, 正冷冷地盯着他和王传, 他不明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叶末是怎么制服阿发的, 阿发可是他的第一大手啊, 不过宋少文没有办法再想下去了, 因为他还没有落到地上, 也没有反应过来, 叶末又是飞身而起, 一脚踢来, 咔嚓两声, 宋少文的腿骨已经被叶末踢断一根, 啊的一声, 宋少文的冷汗立即就落了下来, 王传浑身发冷地盯着叶末几乎飞起来踢的一脚, 他到底是什么人, 动作居然如此恐怖, 铁板, 绝对的铁板, 带路上车, 叶末的眼光让王传打了冷战, 居然不敢反抗, 先行走去, 更让他觉得头皮发麻的是, 叶末居然一手拎一个, 将宋少文和阿发拎起来跟在他的后面, 宋少文疼得几乎晕了过去, 如果机会再给他一次, 他宁可被别人指着鼻子骂, 也不愿意来惹叶末这个魔鬼, 别人都说他宋少文是个魔鬼, 但是宋少文已经明白真正的魔鬼是这个扮猪吃虎的叶末, 他折磨人的时候, 至少心里有想法, 脸上还有一些表情, 可是叶末踢断他的腿骨, 就好像踩了一只蚂蚁一般的简单, 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更别说表情了, 车不远, 只有几百米不到, 而宋少文几人为了不让人发现, 所选择的路都是偏僻的小道, 再加上现在是晚上两点多, 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 几人就进了宝马越野车, 叶末将宋少文和阿发丢在后座上, 又将几人身上的现金收了, 这才对坐在驾驶室的王传说道, 开车去桂林, 桂林地处华夏和几个小国的交接处, 这里山岭纵横, 人烟稀少, 很适合叶末修炼, 况且就是他杀了宋少文的事情被知道了, 想要在桂林一带抓住他, 也是难上加难, 什么, 去桂林, 王传吃惊之下叫出声来, 桂林相距宁海进万里之遥, 怎么开过去, 少废话, 开车, 叶末的命令让王传到嘴的话吞了下去, 只好快速地发动了宝马车, 很快就消失在了宁海市范围,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叶末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小医药箱, 还丢在屋子过道里面的, 现在要回去拿的话, 说不定天都蒙蒙亮了, 还是算了吧, 反正就是一些汤药和丹丸而已, 还有一封信和一些零碎, 不但是宋少文憋着一股气, 就是阿发和王传也是心里堵得慌, 从来都是他们教训别人, 今天不但被一个本来是废人的叶末教训了, 还将他们身上的钱财收刮一空, 莫少, 这次冒犯你, 是我宋少文的不是, 你也知道我宋家的能量, 如果我有个什么事情, 你就是逃再远, 也无法脱身, 不过如果你愿意放过我宋少文, 我也不会亏待你, 不但, 宋少文开始服软求情, 他感觉出来叶末是个狠角色, 甚至比他还要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啪, 啪, 就是两个耳光, 叶末打了宋少文两个耳光, 这才慢吞吞地说道, 少在老子面前放屁, 人不放我, 我不犯人, 既然找到我身上来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 宋少文吐出两颗牙齿, 浑身发抖, 不知道是气得浑身发抖, 还是怕得浑身发抖, 这次宋少文却是真的怕得厉害了, 从叶末的话当中, 似乎还要他的命, 虽然他相信叶末不敢, 但是毕竟自己的命只有一条, 如果后悔有用的话, 宋少文已经将后悔背了无数万次了, 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 叶末看看, 这一段高速公路事, 建在高山之上, 心里动了动, 马上就要天亮了, 如果在这里, 将车弄下悬崖, 估计是最合适的了他, 当然不会真的要这辆车送他去桂林, 那简直就是找死的行为, 刚想到这里, 叶末就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叶末忽然低下身子, 一拉方向盘, 原本正心里想着怎么样通知警方的亡船, 根本就没有想到叶末居然蹲下身子, 突然转动他的方向盘, 车子毫无征兆地来了一个大转弯, 直接冲出了高速公路, 落下悬崖, 叶末在冲下悬崖的一瞬间, 踢开车门, 一个预风树飘到悬崖壁上, 紧紧地贴住了山壁, 预风树要到炼器三层才可以完全使用, 现在叶末还在炼器二层, 用起来有些吃力, 可让他逃一命倒是够了, 越野车飞下悬崖, 不大一会就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一团火光卷起, 叶末松了口气, 他还在想如果车烧不起来, 他是不是要去点一下火的, 没想到这车这么听话, 自动烧起来了, 叶末小心地绕过摄像头, 进入山林, 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下, 宁清雪早上起来, 许薇已经上班去了, 心里对叶末更是看不起, 上次只是带同学来吃了餐饭, 结果不但伙食便差了, 甚至现在连早点都没有了, 就算是多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瓶红酒, 但是红酒还不是被他喝了, 幸亏明天就走了, 不然每次见到叶末, 他心里都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反感, 有的时候, 人真的不能凭借第一印象, 别人的评价绝对不会是无敌放逝, 可是让宁清雪失望的是, 中午还是没有看见叶末的人, 猛然间, 他才警觉自己似乎有点过于依赖叶末了, 难道叶末不回来, 自己还不能去吃饭不成, 自从最近没有宋家的人来烦他, 宁清雪过得轻松了不少, 而且马上要和父母一起离开燕京, 这让他心里更是舒畅了些, 吃过午饭, 宁清雪去看了看叶末的花坛, 他的花坛似乎已经十几天都没有管理了, 有的花草甚至已经死了, 随即宁清雪就发现了, 蜡猪被叶末重点照顾, 叶子中间是银色的草已经不见了, 宁清雪忽然感觉到有些烦躁起来, 刚想打个电话给李木梅, 他的手机却响了, 清雪,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知道吗, 昨晚四点多的时候, 宋绍文的车在封禁高速七弄崖附近坠入了悬崖, 车上宋绍文和他的两个跟班全部死了, 这下你轻松了, 再也没有人来烦你了, 我明天早上就过来接你, 李木梅惊喜的声音传来, 让宁清雪如在梦中, 好久他放下电话, 还不敢相信, 那个梦中的恶魔已经死了, 他解脱了, 宁清雪常常的舒了口气, 第一动作就是跑进屋子, 将自己和叶末的结婚证拿出来, 等叶末回来后, 他就可以和叶末去离婚了下午的时间, 对宁清雪来说是最漫长的一个下午, 原本都是早早就回来烧饭的叶末, 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 还没有回来, 倒是许薇下班回来了, 许薇下班回来, 第一次看见宁清雪不在房间, 而是站在门外等着, 却没有看见叶末, 你是许薇吗? 宁清雪有些犹豫的问道, 昨天还欠三百票, 老五还是加更了, 今天记得要投推荐票啊, 各位大大, 感谢我喜欢甘蔗, LGIN, 恒河之月, 海豚AAA, 犀利的EB啊, 和安克苏621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感谢南宫飘雪的评价票, 和恒河之月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36章, 应该是叶末做的, 许薇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是叶末告诉你的吗? 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宁清雪, 我想问下, 你知道叶末去了哪里了吗? 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在宁清雪看来, 叶末和许薇同居的, 叶末去了什么地方? 许薇肯定知道的, 叶末, 我已经两天没有看见她了, 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许薇有些诧异地说道, 心里却在想, 自己的男朋友不见了, 怎么来问我? 和我在一起, 宁清雪和许薇一样的诧异, 她觉察到了一些不同, 似乎事情和她想得有些出入, 又看了看许薇的表情, 宁清雪只好说道, 你是她女朋友, 她不是和你住在一起吗? 听了宁清雪的话, 许薇脸一红, 心里就有些恼火, 面对宁清雪如此美貌, 而且气质明显也不一般的女子, 她也不好直接发火, 却有些冷淡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是她女朋友了, 这还真是奇怪, 你每天和她住在一个房间, 还说我是她女朋友, 这也太离谱了吧? 什么? 叶末每天晚上不是住你那边? 宁清雪惊叉地问道, 似乎看出来了宁清雪不是故意说谎, 许薇回答道, 我和她只是租一个房东的房子而已, 其实两人并不是很熟悉, 难道她不是和你住在一起的? 宁清雪已经知道, 她肯定是误会叶末了, 但是叶末不是和她住在一起, 又不是和许薇住在一起, 她会住在哪里呢? 应该是宾馆吧, 她现在也算是有钱, 哦, 她应该是住在宾馆里的, 只是不知道今天一天去了哪里了, 宁清雪想到自己似乎有些误会叶末, 有些不大好意思, 住宾馆? 不可能的, 我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起来了, 每天早上她都在院子里, 许薇及时地杀住了话题, 她这么说不就是点名了叶末和宁清雪住在一起吗? 既然宁清雪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何必要点出来呢? 杀住话题的许薇有些不大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也许, 也许她真的是住宾馆哦, 我有事, 先进去了, 宁清雪当然明白许薇的心思, 连忙拦住了许薇有些尴尬地说道, 对不起, 许薇, 我是真的没有和她住在一起, 可是她怎么有可能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在院子里呢? 原本心里有些好笑的许薇, 看宁清雪确实不像是在说谎, 皱了皱眉头心说这也太诡异了点, 这简直让人想起来有点冷缩缩的感觉, 难道叶末是她不敢再想下去? 忽然想起来什么一样, 许薇突然说道, 房东在院子的前面和后面都装了一个摄像头, 监控电脑放在仓库里面的, 我带你去看看, 宁清雪听说有摄像头, 急忙跟着许薇一起进了堆满货物的仓库, 仓库居然在客厅的角落处, 宁清雪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还真的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仓库, 里面果然有一台监控电脑, 不过上面静视灰, 显示器电源却被关起来了, 两人打开显示屏, 果然有两个监控画面, 一个对着院子的大门, 还有一个却是院子的后面, 看样子房东还是比较仔细的, 打开最近的监控画面, 对着大门的那个监控器记录下来的画面, 果然显示了夜末每天都是早上出去的画面, 并没有晚上出去的画面, 当两人将画面拉到后面的时候, 立即就发现了晚上一直坐在树下的夜末, 除了偶尔在防雨棚下的青石板上睡上几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在树上, 下面也只是垫着一块青石而已, 它从来都是靠在树上睡的, 宁清雪和许薇同时震惊地抬起头, 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许薇忽然想到了下雨天怎么办, 许薇想到了, 宁清雪同时想到了, 一个星期前还有一天是瓢泼大雨呢, 连忙将日期翻到了下雨的那天, 可是让他们震惊的是, 下雨天夜末依然是坐在大树下面, 只是似乎那些雨在夜末周围好像形成了一个木帘一般, 两人也看得不大清楚, 还以为是摄像头的问题, 不过一个小时后, 夜末离开了大树却在青石板上睡了下来, 许薇是个感性的女孩, 看着夜末居然没有地方住, 心里对宁清雪就有些反感了, 眼泪就哗哗地落了下来, 心里却在想着夜末真可怜, 这个女人就是长得漂亮一点, 但是也不能这样被夜末吧, 狐狸精, 擦了擦眼泪, 许薇扫了一眼宁清雪, 她已经不想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转身什么话都不说, 直接走出了仓库, 许薇走出仓库, 宁清雪知道许薇对她的敌意, 她也感觉出来了, 但是此时的她还盯着睡在青石板上的夜末, 心里忽然有些伤痛, 却并没有许薇那种伤心的感觉, 她有这么多的钱, 为什么不去住宾馆, 而要独自待在大树下面过了一夜又一夜, 再说就是在大树下面, 下雨的时候她也应该在屋檐下躲躲雨吧, 况且就是她要和自己住在一个房间, 自己也绝对没有不同意啊, 她来夜末这里, 就是为了和夜末住在一个房间的刚才许薇哭得有些梨花待遇, 明清雪觉得自己的心有些硬, 只是感觉夜末这人太守财奴了, 心里虽然不好受, 但是却想起了一句话,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她可不知道夜末也是这样认为她的, 叹了口气, 宁清雪暗想, 难道她这么节省, 就是因为当初过得太穷了吗? 虽然夜末将房间让出来给她, 她心里有些感动, 但是更多的是因为觉得夜末是看在那五十万的份上, 镜头被宁清雪再直接翻到了昨晚, 夜末依然在大树下坐了半夜, 到了一点的时候, 她睡在了青石板上面, 可是接下来的镜头差点让宁清雪叫出声来, 宋少文居然偷偷地跃墙而进了, 而且还有两个跟班也进来了, 宁清雪忽然想起下午李牧梅的电话, 宋少文不是已经死了吗? 昨晚怎么在这里? 想到这里, 宁清雪只觉得头皮一阵地发麻, 后面的画面让她彻底地明白了过来, 睡在青石板上的夜末和宋少文几人说了几句话, 然后宋少文和她的两个跟班就将夜末带走, 后面的画面恢复了平静, 夜末和宋少文几人之间的对话却无法听到, 宁清雪已经明白过来, 看样子夜末和宋少文他们不知道达成了什么, 居然就这样走了, 按说宋少文既然来到这里了, 没有将她掳走, 怎么可能就这样安心就走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宋少文居然找到这里来了, 真是太疯狂了, 想想宁清雪也觉得后怕, 如果不是夜末, 后果会怎么样? 她不敢想下去, 宋少文的车落下悬崖, 夜末有没有事情? 宁清雪再也无法忍住紧张, 拿起电话给李牧梅打了个电话, 牧梅, 你说宋少文三人全部死了, 车里还有其余人吗? 这是宁清雪最想知道的, 虽然夜末拿了她五十万块钱, 但是要是夜末因为这些钱将命送了, 他宁清雪也于心不忍, 况且, 这些人还是因为他来的, 夜末只是个无辜牵连的人, 没有, 怎么了? 车里就是他们三人, 法医鉴定过了, 现在宋家有些乱, 清雪, 你不要多想, 我明天来陪你, 李牧梅安慰到, 挂了电话, 宁清雪心里还是有些不安, 这段视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想到这里, 宁清雪赶紧将自己的移动硬盘拿过来, 将这段视频拷走, 然后将电脑里面的又删了, 这才稍稍放心了点, 想到万一宋家的人知道了宋少文来过宁海, 要是查的话, 这段视频还是可以恢复回来的, 一时间, 宁清雪居然陷入了两难的地步, 他已经确定, 宋少文的死应该和夜末有关系, 宋少文的车在封禁高速七弄牙附近, 坠入了悬崖, 宋家应该查不到自己这里吧, 今天又是三更啊, 老五球推荐票票, 看完了随手投一下, 别忘了将票留给老五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打赏17.BB, 成为最强的舵主, 谢谢, 感谢飞人类4, 书友120307-150-252283, LGIN的打赏哦,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同时感谢LGIN成为最强的新知识, 谢谢, 第37章, 何世秋风悲化善, 宁清雪从仓库出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许薇, 他知道许薇对他有意见了, 肯定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女人, 自己很坏嘛, 宁清雪问自己, 却无法得到答案, 一夜没睡,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许薇已经去上班了,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 宁清雪盯着屋外墙角的一个罐子有些失神, 那个罐子叶末经常用来煮一些药材, 难道他就是用那些药材去步行街摆摊骗人的吗? 目光又扫到了叶末放在角落处的一个黑色的马甲袋, 他知道, 那个马甲袋里面装的是叶末的那个小箱子, 都是他卖朵皮膏要用的东西, 宁清雪刚刚领起马甲袋, 院子的门已经被敲响, 打开院子门, 李木梅已经来了, 李木梅眼光扫了扫院子里面, 没有发现叶末, 有些奇怪的问道, 叶末呢? 他昨天就出去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宁清雪下意识地回答道, 哦, 我带了一张卡过来, 不管他是不是要, 但是总要给点钱给他是不是, 毕竟利用了别人这么久, 还有你父母到时候直接去渔州, 就不来宁海了, 我们去渔州和他们会合, 李木梅随口说道, 宁清雪摇了摇头说道, 哦, 给钱就不用了, 我已经给了一张五十万的卡给他了, 作为报酬, 我想应该够了, 你从哪里来的五十万? 李木梅有些诧异地看着宁清雪问道, 当然, 是从燕京出来的时候带的, 就是上次你帮我办的, 宁清雪回答道, 啊, 那卡是没有用的, 在我们离开燕京的当天, 就被他们冻结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忘了告诉你了, 李木梅有些无奈地看着宁清雪说道, 宁清雪愣了许久, 才喃喃地说道, 没用的卡, 这么说, 这段时间一直用的都是他的钱了, 难怪他看起来不是很大方, 原来是这样, 清雪, 你说什么, 李木梅见宁清雪有些失神, 说话的声音也不大听得清楚, 连忙问道, 我, 宁清雪忽然想起了什么, 立即转回去, 拿起叶末的那个马甲袋, 取出里面的小药箱, 急切地打开来看了看, 七八个瓶瓶罐罐, 还有一包银针, 身份证, 还有他给的那张卡都在, 甚至还有几张各种各样的符录, 上边画的奇形怪状, 最后还有一封没有写谁收的信, 宁清雪拿着那张卡, 手有些颤抖, 如果有个地方可以让他钻进去, 他会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叶末用的是他的钱, 甚至还理直气壮地拿了他两千块钱, 在这里住, 在这里吃, 他一直都是心安理得, 到今天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他用的一直是叶末的钱, 可是他怎么不说一句, 难怪那天去辉煌美食吃饭, 他有些犹犹豫豫, 最后负账的时候, 甚至还拿出了些五元十元的零钱, 可笑自己还特意点了一瓶两千多块钱的酒, 箱子底下还有一碟单子, 宁清雪拿起那碟单子, 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 他的脸色立即变得苍白了起来, 差点倒在了地上, 清雪, 你怎么了? 李木梅连忙扶住了宁清雪, 宁清雪拿起那碟单子, 急匆匆地塞入了箱子, 回头对李木梅说道, 木梅, 你在外面等我一下, 说完, 宁清雪跑进房间, 降门砰的一下就关上了, 清雪, 你怎么了? 你哭了? 李木梅站在被关上的房门前面, 也有些发呆, 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宁清雪流泪了, 在他的记忆里, 宁清雪是从来都不会哭的, 哪怕就是再伤心的事情, 他都不会去哭, 可是今天, 宁清雪哭了, 他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 让他伤心了? 宁清雪坐在床前, 再次打开叶末的箱子, 一张张卖血单出现在他的面前, 最近的一张, 就是那天他同学来吃饭之前几天的, 叶末在卖血, 可是却被自己要走了两千块钱, 还有就是, 被自己逼迫着去辉煌美食吃了一顿三千多的饭, 一顿饭需要他数次卖血的钱才够啊, 可是, 自己却还在讥笑他越来越小气, 甚至还伙食还越来越差, 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在自己的面前说过一句不满, 是不怨还是不屑?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可以这样做? 真的是那个被叶家赶出去又被宁家退婚的废材, 如果这个世界最宽阔的是海洋, 那么现在在宁清雪的眼里, 叶末的胸怀比海洋更加宽阔无数倍, 他竟然是这样一个男人, 可是如今在他的眼里,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蛮横, 无情, 冷漠, 啪哒, 啪哒, 宁清雪的泪水犹如断线了一般, 全部落在了手里的卖血单上面, 单子上面的字迹渐地模糊, 也许他要将自己22年的泪水一次性地全部落在这里, 可是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后悔, 自责和伤心, 来看一看乐, 祖传的药方包治百遍, 头痛发烧, 外伤内伤, 风湿尽湿,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治不了的, 叶末在步行街叫喊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 可是他的人却已经不见, 可笑他当时手里拿着黄金膏, 还盼望着那些城管快点赶走这个人, 可笑吗? 当时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可笑, 可是现在他只觉得伤心, 也许当时他手里的黄金膏就是叶末卖血的钱换来的, 可是他手里拿着叶末卖血的钱换来的黄金膏, 却偷偷地躲在一边, 边吃心里, 还在一边讥笑他的无知和无耻, 无知吗? 在周磊和他吃完饭, 在等着叶末负账的时候, 叶末拿出来的五块十块居然让他感觉有些脸红, 这一刻, 宁清雪忽然无比地恨自己, 砰砰, 外面又传来了几声里木没敲门的响声, 可是宁清雪却什么都没有听见, 他只听见了叶末说的话, 不行, 这里东西太贵, 去这家美食楼吃个饭也不过几千块钱而已, 这是当时他的回答, 几千块钱而已, 可是几千块钱需要叶末去医院多少次了, 他还是个学生, 除了去医院卖血, 他又能从哪里弄到钱呢? 宁清雪下意识地拿出叶末给他的那两千块钱, 不过现在只有几百块钱了, 一直感觉钱很脏的宁清雪, 第一次抚摸着手里的钱, 觉得有些心疼, 原来他一直留在后院的大树下面, 还有就睡着青石板, 是因为没有钱去外面住啊, 为什么许薇可以想到, 他是为了省钱, 自己就想不到, 对不起, 叶末, 求推荐票哦, 推荐票千万不要销售下去啊, 想要推荐票和收藏, 感谢面条战职LGIN, 南宫飘雪的打赏, 谢谢, 感谢LGIN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呵呵, 还有甘蔗, 大家都很想念您哦, 第38章, 中途下车的女人, 宁清雪擦了擦红肿的眼睛, 拿起那封没有署名的信, 他知道这封信不是给他的, 想拆开来, 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将叶末的东西小心地收了起来, 全部装进了小箱子, 这才打开门, 清雪, 你到底怎么了, 李木梅看着眼睛红肿的宁清雪, 他知道自己没有看错, 宁清雪确实是哭了, 而且似乎还很伤心, 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李木梅有些惊奇地盯着宁清雪抱在怀里的箱子, 宁清雪的变化, 不过的宁清雪如此伤心, 那是我的东西, 宁清雪摇了摇头, 没有将自己的小箱子递给李木梅查看, 李木梅摇了摇头说道, 清雪, 这边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走吧, 今天我们去明政局将你和叶末的离婚手续办了, 然后就直接去宇州, 我估计, 姑父和你大伯他们的谈判不容恶观, 我们也不用去燕京了, 说不定以后宁是要才要一分为二了, 木梅, 我还想等两天, 也许叶末会回来的, 还有, 我暂时不想去离婚, 宁清雪摇头拒绝了李木梅的提议, 为什么? 李木梅诧异地看着宁清雪, 她实在想不到, 宁清雪昨天还高兴地等自己过来接她走, 今天就变卦了, 甚至还要在这里多住两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有什么好住的? 宁清雪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 她心里在想, 什么时候叶末会回来, 自己心里原来所想的叶末, 好像没有一点点是她真正的性格, 可是自己什么时候又了解过她呢? 无论是和她定亲后还是定亲之前, 她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个人, 甚至第一次见面, 还是来宁海想要找她帮忙的时候, 李木梅没有再问宁清雪, 她知道清雪不想说的事情再问都没有用, 晚上许薇回来后, 宁清雪第一次问起了叶末的事情, 许薇虽然有些不大喜欢宁清雪, 但还是告诉了她叶末来这里几个月的情况, 宁清雪没有想到叶末的生活如此简单, 只是每天出去回来, 甚至许薇都不知道叶末是个学生, 叶末连夜走出七弄崖, 她虽然不怕宋家, 但是现在她的实力还太低, 万一宋家知道宋少文是她杀的, 一旦不下了天罗帝王, 她不要说修炼了, 说不定连逃跑都要花点力气, 更别说找个安稳的地方来栽种她的银杏草了, 而宋家想知道宋少文的死和她有关系, 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现在她还不能被宋家的人发现, 至少三年之内不能让他们知道, 叶末没有继续坐顺风车, 她展开了云影步速度, 丝毫不比普通的车子慢, 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她已经出现在了封堂镇, 这是凤口式的一个中等规模的镇子, 找了一家小旅馆, 叶末想进去清洗一下身上的灰尘, 这才发现自己连身份证都没有, 不过小旅馆却不一定要身份证, 叶末虽然清洗了一遍, 但是没有身份证, 很明显不适合在城市里面生活, 为了避免被怀疑, 叶末购买了一个背包, 包里只是装了些日常用品, 还有就是一些干粮, 身上还有几千块钱, 都是从宋少文几人身上剥削过来的, 现在她只想去桂陵山区, 靠近国境县附近, 找个安稳的地方住下来, 继续修炼, 站在封堂镇的汽车站外面, 叶末有些为难了, 如果是坐汽车走的话, 暴露的机会很大, 因为她没有身份证, 而现在很多路警, 都会拦住长途大巴, 检查身份证, 蹭火车会好点, 但是封堂镇却没有火车站, 朋友, 你去什么地方? 要坐车吗?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问道, 叶末背着背包在汽车站前面徘徊, 估计被这人看在眼里了, 立即就过来拉生意, 叶末一看就知道这是私运的黑车在拉客, 估计是为了逃避运营税之类的, 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坐这种车, 但是有些人为了省钱, 选择了坐这种黑车, 因为价格便宜, 但是这种车叶末却喜欢, 因为这种车一般都会选择偏僻的路走, 而不去走路卡林里的高速, 这样的话, 就会省去了很多麻烦你们的车到哪里, 叶末随口问道, 骑士是55块钱, 怎么样, 顺路吗? 男子有些期盼地回答道, 骑士叶末知道, 虽然和自己去的地方有些偏差, 但是大致方向不错, 难怪这些黑车有市场, 刚才叶末已经在外面的电子屏上, 看见了去骑士需要95块钱的票, 而他们只要50, 这几乎是一半的价格, 叶末点了点头, 好, 带路吧, 黑皮又来了一个去骑士的55块钱, 这男子将叶末带到车站外停着的一辆大巴前面叫道, 就是这辆车, 你先上去吧, 男子将叶末叫上车, 继续离开去叫人了, 原来他不是司机, 而是专门帮大巴拉克的, 叶末也没有在意, 他上车的时候, 车上已经有30多人了, 叶末走到靠后的位置坐了下来, 闭目仰神了一会, 车上又来了几个人, 不过最后上来的一名女子, 引起了叶末的注意, 这女人戴着金丝边眼镜, 长得虽然不是很漂亮, 但是也不丑, 不过看起来很是彪悍, 而且身材也相当的惹火, 前凸后脚, 让叶末注意的不是她的惹火身材, 而是她的杀气, 虽然她表面上看起来和别人毫无差别, 但是她身上的那种杀气, 一上车叶末就感觉出来了, 只是她的那个眼镜和她本人的气质, 却有些格格不入,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戴着假装斯文的, 这女人杀过人, 而且杀的还不止一个人, 她一上车, 立即就引来了许多的目光, 几名青年更是将目光扫过这女人的胸口和后面, 咽了几口口水, 这种女人根本就不用看她的脸蛋, 只要看看身材, 就足以征服任何一个男人, 上车的女子似乎没有看见这些目光一般, 她的眼神透过镜片在车内扫了一遍, 包括叶末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她一眼扫过, 眼神犀利却不张扬,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叶末闭上眼睛, 她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这个世界有故事的人太多了, 何必去在意别人, 现在是运输淡解, 估计大巴也叫不到人了, 虽然车上只有四十人不到, 大巴还是开动了, 车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有人来收钱, 夜幕给了车费, 继续闭目养神, 虽然走得不是高速, 但是车开的还算是平稳, 根据司机的话, 到骑士需要开四个小时左右, 现在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应该是一半路不止了, 司机停下, 我要在这里下车, 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 这位姑娘, 这里是相邻山区,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在这里下车, 司机好心地提醒道, 不过她的话说了一半就被女子打断, 这是我的事情, 停车吧, 第三十九章, 好厉害的女人, 这里没有别的路了, 除了这条路, 入山就是桂乡大岭了, 那里面虽然有几个旅游景点, 但是大多数还是原始山岭, 这里下车, 确实没有地方出去, 车里面有一个好心的中年人说道, 那名女子倒是沉默了片刻, 就再次坐回了座位, 不知道是觉得这中年人说的有道理,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可是叶默倒是心中一动, 这里下车对别人没有什么好处, 对她确实有好处, 桂乡大岭她知道, 是贯穿了湖中, 香淮, 桂南三个大省的一个大山脉, 号称华夏三大山脉之一, 桂南省和越南, 如色两国交界, 而她想去的桂林, 就是桂南省最南边的一个城市, 如果她按照坐车的步骤去桂林, 必须在湖中, 香淮, 桂南三个省份不停地换车, 这样她没有身份证, 暴露的机会绝地会增加, 而她要是从桂乡大岭自己走的话, 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 但是却安全了许多, 况且, 经过桂乡大岭的火车很多, 她随时可以搭上顺风车, 就算是不搭顺风车, 在山里一边走一边修炼, 对她来说毫无压力, 司机, 你停下车, 我要下车, 我朋友的车来了, 我坐他的车, 叶默说完, 站起来走到前面, 不但司机愣住了, 车上的人都愣住了, 就是那名女子也有些奇怪地看着叶默, 她之所以不下车, 倒不是因为这里是荒山野岭, 而是因为怕被别人怀疑, 然后传开去, 毕竟一个女人在荒山野岭下车, 很是突兀, 她正想找什么理由下车的时候, 居然有人也提出了下车, 这正合她的意思, 司机这次没有劝, 别人说有车来, 当然是不想坐大巴了, 车停下来, 叶默首先下车, 那名女子跟着下了车, 不过让车上所有人更加纳闷的是, 除了叶默和那名女子, 后面居然又有两名男子下车, 不要说经验老道的司机, 就是乘客都知道后面下车的两个人, 应该是冲着前面两人去的, 司机哪里还敢多管闲事, 立即发动大巴, 快速地在转弯处消失不见, 那女人为什么下车叶默知道, 因为在她说之前, 她就说要下车了, 但是后面两名男子为什么也下车, 叶默却不明白, 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了, 因为这两名男子已经将那名女子围住, 并且其中一人对叶默瞪了一下眼睛说道, 小子, 如果想多活几天就赶紧滚, 这里没有你的事, 遇见抢劫的了, 叶默心里好笑, 这两个男子看起来虽然凶悍, 但是叶默肯定他们不是那女人的对手, 这名女子冷冷地盯着两名靠近她的男子, 一言不发, 小妞, 将你包里的钱拿出来, 不要说没有, 刚才你拿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看见了, 应该有好几万吧, 嘿嘿, 本来我兄弟两人是准备抢劫大巴的, 既然你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钱, 就抢你一个人的好了, 叫叶默滚的男子, 对叶默说了一句, 立即就回过头盯着这女人叶默笑了笑, 这种事情, 他根本不想管, 这两边都不是善类, 你等等, 叶默刚转身, 还没有走, 那女人忽然叫道, 什么事情, 叶默回过头淡淡地问道, 看见叶默丝毫没有紧张的神态, 这女子倒是诧异地在打量了叶默一下, 她却看不出来叶默有丝毫异常的地方, 整个人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就连脚上穿的帆布球鞋都是那么的普通, 心想这人还真是粗神经啊, 等会帮我一个忙, 这丰满彪悍的女子居然笑了笑, 然后摘下眼镜收起来, 长相只能算是不错的脸, 顿时因为这笑容变得生动起来, 叶默还是第一次遇见变换如此大的脸, 仅仅因为一个笑容就判若两人了, 我不喜欢打架, 女人的后面半句话还没有说出来, 叶默已经拒绝了, 哥哥, 这女人愣了一下, 居然笑出声来, 继续说道, 不是要你打架, 是等会帮我将这两人搬到树林里面埋了, 围着女人的两名男子本来还有些凶悍地盯着叶默, 他们见叶默不害怕立即离开, 就对叶默有些提防了, 一般的人遇见拦路抢劫的肯定是转身就跑, 如叶默这样丝毫不畏惧的, 他们还真的很少见到, 当听到这女人说要叶默将他们埋了, 那名高个男子哪里还忍得住, 拿起手里的匕首就对这女人的胸口刺去, 咔嚓, 两声之后, 这栋匕首的男子已经倒在了地上, 另外一名稍矮的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当时就有些发愣, 但是叶默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女人是在高个男子伸出匕首刺她胸口的时候, 快速地抓住了这男子的手腕, 然后往上一半, 将这男子手腕斑断的同时, 手背在匕首的后面打了一下, 这匕首就犹如长了眼睛一般刺入了这高个男子的咽喉, 好厉害的女人, 整个动作只有几个呼吸的时间, 如果不是叶默, 现在已经是练气二层, 她甚至都看不出来, 叶默心里动了动, 如果换成她是练气一层的时候, 和这女人对敌, 鹿死水手还很难预料, 叶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高手, 虽然现在这女人在她眼里只要分分钟就搞定的事情, 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高手都隐藏在各个角落, 如果她不努力, 说不定哪一天她就遇见了, 换句话说, 如果在一个月之前, 她遇见这个女人万一起了冲突, 结果又会怎么样, 叶默不喜欢这种有危机的感觉,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变强, 那名矮的男子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虽然只有几个呼吸的时间, 但是她心里已经明白, 这次撞到铁板了, 想也不想, 转身就想跑, 那名女子忽然一脚踢去, 地上的匕首从高阁的咽喉被踢出, 然后, 这女子又是一脚踢在匕首上, 匕首犹如长了眼睛一般, 刺入了那名逃跑男子的后心, 你的胆子不错, 我不是让你帮忙打架, 你看, 现在已经用不着, 你打架了, 你只要将这两人包拉到树林里埋了, 他们身上的钱都是你的了, 这女人忽然对叶默再次笑了笑说道, 如果这两人身上没有钱呢, 叶默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这女人愣了一下, 她没想到叶默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一般的人早就听话去做了, 哪里还敢顶嘴, 如果没有钱, 这些就是你的了, 说完这女人伸手从包里掏出一叠钱, 拉下了一半, 其余地丢给了叶默, 叶默伸手接了过来, 看看银行的出那张还在上面, 看样子原来应该是一万, 被这女人扯了些走, 应该还有四五千左右, 她出手还真是大方, 挣需要钱的叶默, 结果钱笑了笑说道, 好, 这笔生有作了, 说完, 直接拖着两名倒在地上的男子, 进入了路边的树林, 看着叶默进入山林, 以及叶默托着的两具尸体的轻松, 这女人眼里露出一丝欣赏,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力气不错, 而且胆子也不小, 就是太小白脸了些, 感谢我喜欢甘蔗, 南方蛮足, 斩刀, 海豚AAA, YD下化线换季, KT, LJIM, HHGJSS, 南宫飘学许多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 同时热烈祝贺和感谢我喜欢甘蔗, 成为最强气少的第一位堂主, 谢谢了, 发点推荐票, 将该两具尸体托入树林, 看了看两人的身上, 却没有什么好东西, 加起来只有一千多块现金, 至于卡什么的, 叶默根本就不想要, 不过那把匕首却似乎不错, 看起来很是锋利, 叶默拔了下来, 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 几个火球树将这两人烧成黑胶一团, 但是却无法烧完, 叶默叹了口气, 自己的火球树档次太低了, 如果到了炼气三层以后, 他一个火球树就可以彻底地让这两人消失, 随便一掌打了一个巨大的坑, 将两人踢了进去, 又是一掌推了一些土进去了事, 他自己杀人是从来不埋的, 但是这次收了几千块钱, 就当一次雇佣工人吧, 叶默处理完这两个劫匪并没有回去, 而是直接往山里而去, 你等等, 那名女子在路边等了一会, 也不见叶默过来, 立即跑出公路, 也进入了山林, 这才发现叶默居然进山了, 只能依稀看见她的背影, 如果她再慢一点的话, 说不定叶默早就走不见了, 叶默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喊, 停了下来, 见叶默停下, 这女子倒是真的有些惊讶了, 在她看来, 叶默是因为害怕她才走的, 听见她的叫声应该跑得越远越好才是, 没想到她居然停下来了, 有心想将叶默认为成害怕她才停下来的, 但是这女人知道叶默不是, 她似乎丝毫害怕的神态都没有你不怕我, 这女人走在叶默面前有些意味地说道, 叶默将肩膀的背包拉了拉, 淡淡一笑说道, 你会杀我? 不会, 你没有冒犯我, 我不喜欢杀人, 这女人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哦, 既然你不会杀我, 我为什么要害怕? 叶默似乎有些奇怪地说道, 这女人再次看了看叶默, 普普通通的一个青年, 长得不丑, 还有些白净, 衣服很整洁, 甚至像一个学生, 估计才二十出头一点, 而且身上也没有任何让她觉得危险的信号, 她无数次从死亡当中逃生, 有一种天生的敏锐, 就是发现比她更厉害的人都有一种直觉, 很明显叶默不是, 你胆子很大, 不过如果不怕我, 你要从山里逃走干嘛, 这山是你家的, 难道我不能走? 女人一时语色, 虽然叶默说的话有些冲, 但是她却没有发怒, 而是继续笑道, 好吧, 算你说得对, 认识一下吧, 我叫文东, 见文的文, 寒冬的东, 叶默, 叶默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她不知道这个和她素不相识的女人找她干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 而且还想和你认识吗, 文东问了一句, 不过她没有等叶默回答,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因为我比较欣赏你, 刚才你也看见了, 我不是一般的人,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个师傅, 叶默白白手说道, 介绍师傅就免了, 你也欣赏过了,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就走了呀, 别急啊, 看来你还不懂这个世界的强者, 强到什么地步, 既然这样, 收徒的事情等会再说, 我现在有一笔生意想要去做, 你有没有兴趣, 这女子见叶默拒绝了她的好意, 也不介意, 而是慢条思理地说道, 报酬, 叶默心想帮这个女人处理了两个废物, 就收了几千块钱, 自己正需要用钱, 如果这个女人能给她更多的钱, 再帮她一个忙也无所谓, 况且, 现在她已经是炼气二层, 也不害怕这女人会暗算她, 最主要的是, 一旦她开始修炼, 就没有时间去挣钱, 说吧, 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多少报酬, 叶默对多少钱请她, 才是最关心的, 如果有了钱, 她就不需要继续为钱而烦恼了, 温东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道, 从这往北走, 大概二十里的样子, 就有一条公路, 直接通往香山里的旅游景点, 在旅游景点的一个小旅舍里, 我有两个箱子, 到时候, 你只要帮我将箱子拎着, 和我一起去进行一笔交易就可以了, 放心, 有我在, 你会很安全的, 到时候, 你只负责交箱子, 不用多话, 至于报酬, 给你五万怎么样, 去拎个箱子就是五万, 这钱也太好赚了, 叶末动心了, 她辛辛苦苦地卖服录, 还有帮人看病, 在机缘凑巧的情况下, 也不过才赚几万块钱而已, 至于这叫温东的女人坑她, 她根本就不怕, 她不相信有人可以杀了她, 就是比她厉害, 如果她想走, 也没有人可以拦住, 好, 我做了, 不过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我还要去别的地方, 叶末点点头,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温东见叶末答应得如此爽快, 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你是一个爽快的人, 是个干大事的, 我喜欢这种爽快, 无论你去哪里, 都不会有影响, 我去交易的地方, 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也许交易结束了, 都没有影响你的事情一分钟, 见叶末不再说话, 温东也不再多话, 开始前面带路, 虽然是山岭之中, 但是温东轻盈异常, 丝毫不见势力, 他怕叶末跟不上, 特意地放慢了脚步, 可是后来发现, 叶末的体力很好, 丝毫没有跟不上的迹象, 心里暗自惊奇, 如果不是叶末看起来, 根本就不像练武的人, 还有他那白皙修长的双手, 也不像练武人的手, 温东甚至怀疑, 叶末也是道上的人, 温东说得没错, 两人在山里走了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就看见了, 又有一条盘山公路, 横跟在前面, 这条公路, 明显地比刚才叶末他们下车的那条路, 人气要多多了, 至少不时地, 就可以看见一辆车来往, 温东和叶末, 没有等多久时间, 就拦住了一辆去往香山岭的大巴车, 香山岭是华夏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明显和五岳也不相上下, 但是因为香山岭每年来旅游的人都有失踪, 还有就是, 这里的盘山公路, 大巴出事故的几率较高, 所以来这里旅游的人气, 远远比不上五岳和黄山一些著名的大山, 叶末一到香山岭, 就感觉到了, 这里的天地灵气比起宁海要强很多, 如果不是这里离开宁海太近, 他都想选择在这里修炼了, 大巴停在了香山岭的山腰的一处停车场, 文东告诉叶末让他等在这里, 他去取东西, 果然叶末没有等多久, 文东就开了一辆普通别克车过来, 东西拿到了, 上车, 我们走吧, 文东将车停在叶末面前轻松地说道, 叶末的神石虽然只有五六米远, 但是检查一下这辆车却是够了, 他的神石扫了一下, 车没有任何异常, 只是在后座上面多了两个箱子, 叶末拉开车门坐在了后座上面, 神石再次扫进了箱子, 其中一个里面是一把步枪, 叶末对枪不是很了解, 这枪到底是什么型号, 他也不知道, 看起来有些像AK系列, 另外一个箱子只有一叠资料, 还有一个很是奇怪的模型, 文东见叶末二话没说就坐在了后面, 对叶末的举动很是满意, 不过心里也在想, 这个叶末是胆子天生的大呢, 还是没有见识过世面, 如果是没有见过世面, 到时候千万不要做出丢人的举动来, 想到这里文多却说道, 叶末, 等会我们进去的时候, 如果边上有人盯着我们, 你不用担心, 只要听我的吩咐, 然后和对方交换箱子就可以了, 我知道, 叶末估计要交换的, 就是那个有一个模型, 还有一叠资料的箱子, 既然文东这么镇定, 就说明没有危险, 再说了, 就是有危险, 他叶末也不怕, 做了这一笔, 他就可以安心修炼了,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 加入办法, 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41章, 我应该相信他, 宁海, 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宁清雪虽然每天都站在院子门口望眼欲穿, 可是不要说叶末, 就是连影子都没有, 两天后, 宁清雪终于明白叶末已经走了, 无声无息地走了, 没有和他打任何招呼, 甚至连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带走, 如果不是他有急事, 就是自己在他的眼里, 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也许在叶末的眼里, 自己是个无理无情, 又自以为是的人吧, 清雪, 两天时间已经到了, 我告诉他们, 我们两人直接去渔州, 李木梅看着六神无主的宁清雪, 再次提醒道, 宁清雪这两天的表现很是不正常, 甚至有些魂不守舍, 他似乎很在意叶末有没有回来, 李木梅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有些明白宁清雪和叶末之间也许有些什么事情, 是他不知道的, 但是要说清雪看中了叶末, 李木梅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已经两天了吗? 宁清雪下意识地回答道, 似乎有些走神, 半晌后, 宁清雪再次说道, 木梅, 我想将这个院子买下来, 对, 将这个院子买下来, 无论多少钱, 清雪, 你怎么了? 李木梅感觉宁清雪的举动似乎有些随意了, 买下这个院子, 先不说别人卖不卖, 就是别人卖, 这个院子买回来给谁住? 木梅, 就这样吧, 将这个院子买下来, 告诉房东, 让他不要动这个花坛, 宁清雪下定了决心, 为什么? 清雪, 就是你要买这个院子, 也要有一个理由吧? 况且, 姑父和阿姨也会问的, 李木梅更是不理解地问道, 没有理由, 木梅, 我只是感觉有样东西丢在这里了, 我想也许买下来, 我还有机会找回来, 如果不将这个院子买下来, 也许这一辈子我都无法再找回来了, 木梅,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如果我爸爸不同意, 我会自己去和他说的, 宁清雪的声音轻柔地有些像天边传来的一般, 快看啊, 那个上次找叶末的美女又来了, 叶末这家伙还真是有运气啊, 居然认识这种美女, 而且还不来上课, 让别人找不到, 牛啊, 这种人, 我今天开学到现在, 就见到他两三次, 哼, 教室里面议论纷纷, 最后那一声哼, 却是艳艳发出来的, 他对这个比他不知道漂亮多少倍的美女, 很是不爽, 而且上次还让他吃了个瘪, 苏静文已经去了宁大几次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叶末, 他知道李木没晓得叶末的住处, 但是他就是不想让自己找叶末的事情被他知道, 至于是什么心理, 苏静文也明白, 他喜欢找叶末, 是因为他感觉和叶末在一起很轻松, 而且心情很愉悦, 没有丝毫的压力, 自从那天叶末在他的生日晚会上和他跳舞后, 苏静文就一直没有见到他, 今天已经是苏静文来宁大的第三次了, 这次他决定就是没有发现叶末在教室里面, 他也要问一下, 正当苏静文下定决心后, 迎面走来了一位神情冰冷的少妇, 苏静文立即就看清楚了这个少妇是谁, 就是上次他和叶末离开时遇见的那个老师, 立即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道, 这位老师你好, 请问你知道叶末这几天去哪里了吗? 叶末, 我不认识这个无耻的人, 说完这少妇转身就走, 这少妇当然就是云冰, 现在他最恨的人就是叶末了, 如果叶末在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都不敢肯定是不是会立即将手里的书本砸过去, 今天居然有人问他叶末去了哪里, 而且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他还认识就是上次和叶末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和叶末这种人在一起的绝对也好不到哪里去, 云冰当然不会有好脸色给苏敬文看, 苏敬文愣愣地看着扬长而去的女老师, 心说现在大学里的教师素质怎么这么低下了, 说不认识, 还说无耻之徒, 叶末会对你做什么? 如果别人不知道叶末的情况, 他苏敬文还不知道吗? 京城被赶出叶家的废材, 而且还是那个, 一个女人恨男人不就是那个事情吗? 叶末根本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这个女人凭什么要恨叶末? 云冰在苏敬文的眼里的印象立即是一落千丈, 敬文表姐, 你怎么在这里? 苏梅的声音传来, 哦, 苏梅啊, 前面那个老师是谁啊, 怎么素质这么差? 我问个话, 他居然出口骂人? 苏敬文指着只剩下背影的云冰问道, 苏梅看去有些奇怪地说道, 他是英语课的讲师云冰老师啊, 虽然为人有些冰冷, 但是却不是什么素质差的人。 怎么了? 难道云老师刚才说什么了吗? 不是的, 我问他叶末怎么不在, 还有叶末去哪里了? 他居然骂叶末是无耻之徒, 真是的, 还有这样的老师, 苏敬文明显地对云冰这么骂叶末, 很是不高兴。 说叶末呀, 难怪, 因为叶末欺负过云老师, 我亲眼看见的那天, 估计叶末侵犯了云老师什么, 云老师要打叶末, 被叶末抓住了手, 最后云冰老师还骂叶末无赖, 无耻。 敬文姐, 你以后不要和那个叶末来往, 那个人根本就是一个脸皮极厚的人, 他和你认识, 估计就是为了钱。 苏梅对叶末当然没有任何的好感, 添油加醋地将叶末贬得一文不值。 苏敬文有点不明所以地听苏梅将话说完, 好一会才皱着说道, 叶末不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而且我和他也见过好几次了, 他身上没有我讨厌的那种感觉。 苏梅,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看人不要太武断了。 什么? 敬文姐, 我怎么可能看错? 那天在宁湖边上的小树林里面, 我亲眼看见叶末和云冰老师两人的举动。 而且, 就是我看错了。 难道刚才云老师骂叶末是假的? 苏梅连忙夸张地说道, 苏敬文其实一问出来, 就知道自己的问话有些问题。 如果苏梅看错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要骂叶末? 难道自己的感觉真的错了吗? 可是叶末没有给他什么不好的印象啊? 虽然他穷点, 但是叶末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不亢不卑的态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人知面不知心, 莫非叶末真的是那种人, 只是他隐藏得很深, 或者说他接触自己有他的目的。 可是天地良心, 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一直在找叶末, 他可是从来都没有找过自己一次,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电话也是一样。 摸了摸手腕上的手链, 苏敬文的心有些乱, 他倒不是因为对叶末生出了情感上的东西, 而是他从来都没有一个年龄相仿, 而且相处得比较愉快的异性朋友。 他对叶末的好感是不知不觉中产生, 现在居然发现在别人眼里和在他的眼里有这么大的差异, 还是自己亲眼看见的。 不行,我要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李木梅不是知道吗? 先去问问木梅。 我不相信叶末是这样的人, 他们肯定是误会叶末了, 我应该相信他。 感谢我喜欢甘蔗, 书友120-310-18-245-2429, LJIM, 南宫飘雪, 六神清风, 公无名, CEO9999的慷慨打赏, 谢谢哦。 第42章, 三颗恋猪。 苏敬文还没有去问李木梅, 另外一个女人居然打电话给他了。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就是和叶末结婚的宁清雪。 苏敬文当然知道宁清雪为什么要和叶末结婚, 但是女人的直觉让他感到宁清雪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感, 为什么宁清雪要打电话给他。 当苏敬文赶到一家小咖啡屋的时候, 宁清雪已经等了好久了, 看见苏敬文进来, 宁清雪连忙站了起来。 清雪, 你找我。 苏敬文看见宁清雪, 连忙问道。 是啊, 敬文, 坐吧, 你想喝点什么? 宁清雪随口问道。 我不喜欢喝咖啡, 来杯果汁吧。 苏敬文说完, 才发现宁清雪的面前居然也是一杯果汁。 两个人在咖啡屋里面喝果汁, 确实有些滑稽。 清雪, 那个, 你们过得还好吧? 苏敬文本来想问问叶末是不是还好, 话到嘴边就变成了你们。 啊, 哦, 还好, 宁清雪喝了一口果汁, 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的样子, 过了一会才定了定神说道。 敬文, 其实有一件事, 我想, 我想请你帮个忙, 只是, 那个, 这个那个了半天, 宁清雪还是没有将自己的目的说出来, 似乎难以启齿一般。 清雪,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而且, 木梅是我的好朋友, 她又是你的表妹, 虽然我们以前不是很熟悉, 我想以后应该就熟悉了。 苏敬文的意思很清楚, 大家又不是陌生人了, 有什么话不好说出来呢? 那我就直接说了啊, 你可以和我说说叶末的事情吗? 还有, 宁清雪说了一半, 但是后面的还有, 还是没有说出来。 苏敬文奄然一笑说道, 其实这也没什么呀, 我认识叶末很偶然的, 他被带进了警察局, 我去保释他出来。 之所以保释他出来, 是因为我远远地看见他, 好像我的一个熟人, 后来才知道不是。 然后, 两人吃了个饭, 后来我邀请他参加我的生日晚会。 苏敬文没有说叶末向那个卖福录给他的大师, 毕竟宁清雪和李木梅他们都表现得很不相信这种迷信的, 何必说这些呢? 没想到他还进过警察局,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 不过宁清雪没有再问, 而是继续说道。 敬文, 那个, 上次叶末去参加你的生日晚会, 他送了一个手链给你, 如果你不喜欢, 我想, 我想, 宁清雪实在不好意思说出, 想让苏敬文将手链转送给他的话来, 毕竟东西是叶末送给苏敬文的。 如果不是他听见李木梅说叶末和苏敬文只是几面的交情, 他就是再想要那个手链, 也不会来这里开口问苏敬文要的。 而且现在苏敬文自己也承认, 他和叶末只是泛泛之交, 宁清雪这才开口, 但是话到嘴边还是说不出来。 宁清雪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苏敬文却听出来了。 宁清雪应该是想要他的这个手链, 难道他和叶末之间还真的生出感情来? 不对啊, 就是生出感情来, 这东西叶末竟然可以做给自己, 当然也可以做给他的。 那么宁清雪问自己要这个手链干什么? 说句实在的, 叶末送的手链确实是一个做工很粗糙的东西, 但是苏敬文之所以喜欢这个手链, 是因为他感觉和叶末之间的友谊是最纯洁的, 叶末是一个让他很静心的朋友, 虽然见面次数不多, 但是从来都不掺杂一些别的东西。 只是今天苏敬文今天听了苏梅的话, 又结合云冰的对叶末的态度, 让他也有了一些迷惑。 他现在也不知道叶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虽然他相信叶末, 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些犹豫。 叶末还好吗? 苏敬文没有直接回答宁清雪的话, 而是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 宁清雪原本以为苏敬文要么就会说回去找找, 要么就会说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去了。 在他看来那个手链对苏敬文来说可有可无, 所以他才会开口药。 可是没想到苏敬文却直接问叶末的事情,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叶末走了, 他应该离开了宁海, 去了什么地方?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 晚上我和沐梅也会离开宁海了, 我要去渝州。 宁清雪还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告诉了苏敬文自己也即将离开宁海。 叶末已经走了, 他还在宁大没有毕业啊。 苏敬文有些惊讶地说道, 宁海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将四年大学全部读完, 估计也没有办法毕业了。 苏敬文忽然笑了笑, 没有等宁清雪回答, 而是直接说道, 其实那个手链还不错的, 我也有些喜欢, 你都是他老婆了。 难道问他要个手链, 他还不愿意不成? 如果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那个手链, 也许我可以给你一半。 宁清雪当然听得出来苏敬文话中的故意,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你知道我和叶末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只是没想到现在不需要了, 叶末走的时候也没有送什么东西给我, 而且我觉得对他有些亏欠, 所以, 所以, 宁清想要手链的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 他忽然有些羡慕叶末送给苏敬文的手链, 而且那个手链也很粗糙, 以苏敬文如此有钱的人肯定不会喜欢的, 说不定都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既然苏敬文不喜欢, 自己收回来应该也没什么。 他隐瞒了一件主要的事情, 就是叶末虽然没有送什么东西给他, 但是临走的时候太过匆忙, 将自己的小药箱留了下来, 不过这话他是不会说的, 小药箱已经成了他的隐私, 手链在我手上, 苏敬文说着, 取下了手里的手链说道, 在他看来, 宁清雪之所以觉得对不起叶末, 是因为他利用了叶末, 其实宁清雪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看样子叶末对他也很生气, 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 啊, 宁清雪压了一声, 他实在没有想到, 苏敬文会将叶末送的手链 带在自己的手上, 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苏敬文很喜欢这个手链, 而不适合他想的那样, 根本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忽然间, 宁清雪心里居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情绪, 让他自己也有些不明白, 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我给个三颗玉珠给你吧, 这些都是叶末亲手做的, 你自己回去用线穿起来。 苏敬文说着, 打开自己手里的手链, 拿了三颗珠子下来递给宁清雪。 如果在上午的时候, 他没有听见云冰当他的面对叶末的骂, 还有没有听到苏梅对他说的话, 也许他还不愿意将自己手里的手链珠子 给三颗给宁清雪。 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两件事后, 他似乎有了一种感觉, 自己手里的珠子, 他好像看得没有原来那么重了。 如今宁清雪问起, 他居然拿了三颗给他。 至于为什么要留下三颗, 也许是为了纪念那份纯真的友谊吧。 回去后, 也许他就会将这余下三颗珠子的手链收起来了, 不会继续戴在手上。 感谢南方蛮族, 撇火老纳, 非人类似, 陈细珠, LJIN, 奇异的一声的打赏, 谢谢。 感谢完美梦成真, 下华线, 僵尸大神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求推荐票, 下一个有些晚, 可能在零点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 所以要求推荐票。 第43章, 这钱不好挣。 文东的车开得飞快, 在盘山公路上面, 如果往车外看去, 说不定会害怕车子随时会落入悬崖。 一刻都停在了路边, 害怕这个疯子会撞上他们的车。 文东之所以将车开得如此飞快, 就是看见叶末一直平淡不惊的样子。 现在, 他在这么危险的盘山公路, 将车开得如此之快, 就是想等会让叶末吃惊担心, 然后跟他说, 让他开慢点。 一旦叶末这么说, 他就立即叫一他一顿, 说, 这算什么快? 你还没有见过开快车的? 既然你胆子这么小, 我就开慢点好了。 可是山路已经走了一半了, 叶末都没有说一个字。 文东有些惊讶地看了看后面, 却发现叶末已经在闭目养神了, 似乎他并不是坐在一个随时会落下悬崖的车上, 而是坐在一个悠闲的咖啡屋里面。 文东彻底的无语了, 就算是不怕, 在这么陡的山腰中间开车, 而且悬崖下面还没有护栏, 总应该睁开眼睛注意着吧。 但是他居然睡觉了, 这到底是他的神经比较粗呢? 还是对自己的车技比较信任? 可是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车技就那么好呢? 实际上, 在这个山腰上面开车这么快, 就是他自己也有些心惊胆战。 联想到刚见到叶末时, 他的似乎毫不害怕的粗神经, 文东总算是有些了解叶末这个人了。 说好听点, 他彻彻底底的就是一个不怕虎的出声牛犊, 说难听点就是一个二愣子。 不过这种人对他正合适, 他现在就需要这种人去帮他的忙, 不然他一个人交易还真的很难说。 见叶末没有关注车子的速度, 文东车子渐渐地慢下来, 毕竟在山腰开车这么快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山腰的弯弯角角很多他准备下了山, 上了高速再将速度提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叶末却睁开了眼睛, 随口问道, 还有多远? 文东听叶末问话, 立即回答道, 估计还有六百里左右。 还有这么远? 你开得这么慢? 要开多久啊? 叶末皱了皱眉头说道。 听了叶末的话, 文东差点将车开下悬崖, 心说自己已经开得算快的了, 难道这还算慢? 难怪这家伙原来没有说话, 而是嫌自己开得太慢。 这是山腰, 等会上了高速再开快点。 文东有些无奈地回答道, 好在叶末并没有继续追究他开车快慢的问题, 而是接着闭目养神了。 如果不是叶末刚才说话的语气是真的有些不满, 文东甚至还以为他是在消遣自己。 车上了高速后, 文东将速度提起来, 叶末感觉车子有些飘, 抬头看了一下表, 这车的速度每小时刚刚二百千米出头点就飘了。 两个小时没到, 文东就已经将车开进了弹都, 车却没有进入市区, 而是在郊区的一栋单独的别墅前停下。 叶末扫了一下这个别墅, 做得很是气派, 别墅外围是一大片竹林, 还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 别墅里面的院子也很宽阔, 停了七八辆豪华的轿车, 前面的草坪都可以坐两个足球场了。 可见, 住在这别墅的人, 绝对是一个有钱的主。 你拎着那个小点的箱子, 大的箱子给我拎着。 文东说完下车, 一般的是一些资料和一个模型。 叶末看了看这家别墅的规模, 能在城市的外围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庄园式的别墅, 说明这个主人不但有钱, 而且还有一定的路子, 不然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想到这里, 叶末从自己的背包里面拿出了购买的鸭嘴帽和墨镜戴上了, 又拿起一个口罩戴上, 最后才拎起文东让他拿的箱子。 文东看了看叶末打扮的样子, 嘴动了动, 终究没有说什么。 他不明白叶末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他看来叶末应该是个粗神经, 一般想不到被追杀报复之类的。 但是叶末偏偏这样做了, 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叶末这一打扮倒是显得非常的酷, 让人一看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在里面。 这样也不错。 文东喃喃地说了一句, 就拎起箱子走进了别墅, 他的车却并没有开进去。 别墅门口站着两名门卫, 叶末扫了一眼。 这两名门卫见文东进来了, 并没有阻拦, 甚至连问都没问, 更别说检查了, 就放叶末和文东两人进去了。 叶末现在的神识范围太小, 只能看见周围五六米的地方, 甚至还有些模糊, 所以他也不能检查这个别墅。 哈哈, 文小姐出了北沙英豪, 依然不检了, 宫某等候多时了来, 给文东小姐勘做倒茶。 叶末和文东刚跨入大厅, 一个略显苍老的响亮声音就响起, 倒茶就不用了, 我需要立即交易, 交易完我马上就走, 以后各不相干。 文东手一摆, 干脆利落地说道, 叶末看了看说话之人, 五十多岁年纪, 头发有些花白, 但是精神彪悍, 身上有一股阴冷的杀气, 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但是眼神却很犀利, 还有些闪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多疑的家伙。 对叶末来说, 这人最多也只是和文东处于一个档次, 甚至还不如文东, 他还没有放在眼里。 就是他在多疑, 在实力面前也是浮云。 此人身侧左右两边各占了两名男子, 出乎意料的是, 叶末和文东进来的大门口居然没有站人。 叶末一看此人阴冷的模样, 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家伙。 门口没有站人, 绝对不符合这人的阴冷气质。 叶末的神石扫了出去, 果然立即就发现了另外四个人, 门口站了两个, 左右两边各蹲着一人。 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枪, 只是左右两边的人巧妙地被屏风遮掩了。 而门口的两人是在他和文东进来后躲在门外的。 这屏风有人难怪文东看不出来, 因为屏风中间有很多透明的孔, 一眼就可以看到对面, 而且下面中空。 叶末之所以看得出来, 是因为他神石可以扫到, 这屏风看起来虽然是一个话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中空, 但是靠近里面的那边却是立体的。 这摆放的位置却异常地巧妙, 从门口走进来, 却只能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屏风。 如果叶末没有神石, 他也一样看不出来。 就是叶末不知道这屏风里面一端是中空的, 他也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估计文东没有发现, 因为屏风靠近门口的这边下面是固定在地面上的。 有谁会在大厅里将屏风固定在地面上? 这明显的有被常理。 屏风有空间的那端正好里面蹲着一个人, 此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和屏风边上的颜色一样。 而且这上面也开了不少的孔, 却很是巧妙地让门口进来的人只看见一小半。 一般人看见如此普通寻常的一个屏风, 而且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 也就不会在意了。 看样子, 文东这笔什么交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五万块钱果然不好挣。 感谢我喜欢甘蔗打击星号星号点离上, LJIM冰封火夜的打赏, 谢谢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支持。 第44章, 必杀之局。 呵呵, 不急。 文小姐, 先看看东西, 再说交易的事情吧。 这里应该没有意见吧? 自称信公的男子再次慢条思理地说道。 可以, 文东说完这两个字后, 脸色一变, 却对叶末说道。 你打开箱子, 反过来让给工先生看看。 叶末见文东的脸色变了, 就知道已经他发现了躲在边上的人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 但是既然他发现了, 就说明他有他的办法。 只是不知道他发现的是躲在门后的人, 还是躲在屏风里的人。 文小姐, 本人知道, 你厉害。 嘿嘿, 你就是再厉害, 等你将箱子打开, 再将里面的枪装起来, 估计也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吧。 这十几秒钟, 我可以杀你许多次了。 所以我还想希望大家不要冲动得好。 这工先生说完却坐了下来, 有些讥讽地盯着文东。 叶末也有些诧异, 他不知道文东哪里来的底气和这个姓公的人来交易,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而工先生让人拿着枪站在门口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工先生想不讲道义? 文东丝毫不紧张地说道, 似乎在说一件和他毫无关系的事情。 他啪, 工姓男子拍了拍手掌, 说道, 文小姐果然还如以前一般厉害啊, 只是现在的江湖道义实在是不值钱, 进来吧。 听到工姓男子的声音, 门口两名拿枪的男子走了进来, 拿起枪对着文东和叶末。 出乎叶末预料的是, 工姓男子后面的四人虽然手里有枪, 却并未举起。 叶末这才明白原来文东是发现了门口的两人, 左右屏风里面的人, 他却没有发现。 叶末神识锁定了门口两名男子的手指, 只要他们手指一动, 他就立即躲开。 他现在还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可以躲避子弹, 不过没有到炼器三层, 他估计也很危险。 文东似乎没有看见自己被枪对着一般, 而是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定时器, 慢条丝里地说道, 如果工先生真的想不顾道义的话, 我文东也不介意大家一起走。 不错, 我这箱子里面是有一把枪,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定时的炸弹, 威力也不算大, 要将工先生的房子给铲平了, 还有剩余, 我相信工先生应该不会怀疑我手里炸弹的威力。 哈哈, 文小姐真会开玩笑, 江言, 去将东西拿给文小姐看看, 还有你们将枪收起来, 难道不知道文小姐是客人吗? 工姓男子说完, 同时让门口的两人将枪收起来。 他当然知道文东是干什么的, 玩炸弹对他来说, 简直就和玩爆竹一般轻松的人。 文东似乎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一般, 而是直接打开了箱子, 所有的人都盯着他箱子的时候, 他已经以众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将枪装起来了。 虽然没有计算时间, 但是叶末肯定他的时间没有超过十秒钟。 虽然只是几秒钟, 但是因为对文东身上炸弹的顾忌, 或者是因为没有看到文东带来的东西。 工姓男子脸色变换了几次, 终究没有选择让人开枪。 叶末却知道文东的箱子里面绝对没有炸弹, 因为之前他就用神石扫描过。 文东提起已经装好的步枪, 拉起叶末, 直接靠向左侧, 叶末暗地苦笑。 心说, 虽然他这样避免了将后背留给门口的两人, 但是, 这不是同样将后背再次留给屏风后面的那人吗? 果然工姓男子嘴角露出微笑, 对他旁边拿箱子的男子点了点头。 这名男子拿起箱子打开, 走上来将箱子对着文东这边。 叶末已经看得清楚, 是一箱子美元, 估计有一百多万。 心里暗骂文东的小气, 自己弄了一百多万美元, 居然只是给几万的跑路费给他, 还让他被枪口对着。 叶末却也打开箱子, 将箱子对准了工姓男子, 同时守在旁边的椅子背上扣下一块碎木, 将手里的碎木分成八块木屑, 其中一块直接往后面打去。 木屑准确无误地穿过屏风的小孔, 射入屏风躲人的那一端, 那人连姿势都没有变, 就被卸心射杀。 没有人看见他的动作, 叶末手里的木屑蕴含着真气, 打入后面的那人, 直接刺穿了他的眉心, 封闭住了他的声带。 对于想要自己性命的人, 叶末从来都不会留情。 射杀后面的这人后, 叶末特意地往中间走了点, 不然相距太远, 他的神识无法仔细地观察对方。 见叶末往中间走, 虽然不想过去, 但是文东也只好跟在叶末后面。 手里拿着美元的男子, 走到叶末面前, 看了看叶末的箱子。 文东也一只手拿着枪, 一只手拿了几点美元看了看。 看了叶末箱子里面的东西后, 那名男子点了点头。 公信男子笑了笑说道, 好,就这样, 说完居然转身就走。 叶末神识, 立即就扫到对面屏风下面的那人, 手指要扣动扳机。 同一时间, 叶末手里余下的七块木屑已经飞了出去, 并且拉着文东侧疑了数米。 叶末不懂为什么这家伙不怕炸弹, 也很有可能文东打开箱子的时候, 被他借助什么仪器看见了, 这文东还真是拖打。 这公信男子说好的时候, 文东就感觉到不对了, 立即要就举起枪, 可是在这一刹那, 他被叶末拉走。 正不明白在这个危险的时候, 叶末为什么拉自己离开的文东, 在几声清脆的枪响过后,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对面躲着人。 想也不想文东举起手里的枪, 就要反击。 可是他发现, 除了那名公先生还站着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站着。 这是怎么回事? 当他看看门边上两人, 还有公信男子边上的四人, 眉心上全流着血迹, 文东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这些人是叶末杀的。 看走眼了, 这是文东的第一反应, 叶末果然不是普通人。 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 带自己躲开枪击, 还杀了对付至少是七个人。 如果叶末不拉开他, 他也有把握在他中枪之前射杀对方六人, 但是他绝对躲不开对面屏风射来的子弹。 天啊,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居然如此厉害。 文东惊骇之下, 立即就发现了对面屏风有血迹落下。 刚才枪声也是从对面传来的, 文东立即就知道对面果然有人。 而且, 这人被叶末杀了, 想到对面有人的文东立即转身看去, 果然后面屏风也有血迹落下。 顿时文东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叶末, 他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两个隐藏的人用枪指着他, 他居然没有发现, 难怪他进来后总是觉得有些心惊, 原来是这样。 就算是他可以拉几个垫背的, 又怎么样? 又是两个轻巧的脚步声, 叶末已经听见, 他正准备继续用木屑杀了。 文东已经抬起枪, 两声枪响就结束了战斗。 叶末暗自点头, 文东绝对不能和他一样听见脚步声, 但是他可以发现, 接近过来的人说明他是一个老手。 公信男子不敢相信地盯着文东, 脸色有些苍白, 就是因为他知道文东自负, 才设下这必杀的一局, 居然全军覆灭了。 早知道他的炸弹是假的, 早点杀了他就好了。 公会山, 你不会因为区区一百万美金想要杀我吧? 难道你想灭口? 文东脸色立即也变得难看起来, 提起手里的步枪逼近了公信男子。 第四十五章, 谁滚, 第三根求推荐票。 你将我灭口了, 有用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 蠢才。 文东讥讽地对这公信男子说道, 你不要激动, 文东, 要杀你不是我的意思。 公会山已经来不及说出谁让他杀了文东的了, 因为文东已经开枪了。 我不用知道。 文东脸色恢复了正常, 一枪击杀了公会山。 叶末以为文东会问自己的来历, 就是他问, 叶末也不会说的,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五万块钱, 只是没有想到这点钱居然这么难拿, 如果不是他仔细, 说不定还真的会毁在这里。 可是没想到, 文东居然什么都没有问, 而是对叶末说道, 我们走吧, 刚才杀的两个人应该是门卫, 这里估计已经没有人了。 我放个炸弹炸了这里, 叶末心说你哪里有炸弹。 可是他话还没有问出来, 文东已经从腰间解开了一束炸弹, 他竟然真的带了炸弹, 而且还是挂在腰间的, 这说明他的那个定时器也是真的了。 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要是他引爆了炸弹, 自己岂不是。 叶末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他却没有多说话, 危险的场景自己见得多了, 也不在乎多这一次。 车子开出去二十分钟了, 那一声惊天巨响, 叶末甚至还可以听见。 你去桂林, 为什么不坐飞机? 文东沉默两久才问道, 他现在已经知道叶末不是寻常之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开始到后来, 叶末表现得都很镇定。 现在叶末不说话, 他当然明白叶末心里不爽。 况且, 如果没有叶末, 今天他最多是和这些人同归于尽, 根本就无法活下来。 他也不怕死, 但是他死了这些钱, 就没有办法用到实际的地方。 他不甘心, 虽然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内心对叶末却是非常感激。 没有身份证。 叶末简单地回答道, 不要说他没有身份证, 就是他有身份证, 他说不定也不敢用。 宋少文是他杀的, 而他也是那天晚上失踪的, 宋家迟早会查到他头上来。 这一点, 叶末早就知道。 用身份证买机票, 岂不是给宋家线索? 现在, 他还没有能力和宋家直接对话。 汪鹏的手好了后, 他就起了警惕之心, 这个世界的高手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再次沉默一会, 文东说道, 这次谢谢你了, 没有你, 我说不定都没有命在了。 本来五万块钱给你太少了, 但是这些钱也不是我用的, 是有别的用处。 那个装有模型的箱子你就拿去吧。 那东西很值钱, 以你的身手应该可以保住它了。 不要问我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如果你相信我, 还有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胡阳。 胡阳是一个比较偏的山区, 在那里, 我可以帮你弄到一张身份证。 而且是真的, 对于那个什么模型资料之类的东西, 叶末还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那些东西, 他要不要根本就无所谓。 但是身份证这东西, 有一个确实要方便许多, 现在文东居然可以帮他弄到一张真的身份证。 他当然愿意, 连忙说道, 相信, 当然相信, 我就需要一张身份证。 至于报酬什么的, 叶末有五万块钱已经够了, 他对钱看得很淡, 只要够用就好。 那些美元, 就是文东给他, 他都觉得用起来麻烦, 还要去兑换。 文东对叶末大起好感, 这人不但本事大得离谱, 而且还好说话, 对钱看得很淡, 以他的身手, 想要杀了自己, 抢走, 他身上的钱根本就和吃饭喝水一般的简单。 但是叶末从开始现在, 从来都没有看自己的钱箱一眼, 甚至都没有对他只有五万块钱的报酬, 却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提出异议。 自始至终, 叶末都没有问他是什么人, 干什么的, 去哪里, 好像他真的是一个路过的人一般, 你有电话吗? 文东起来结交叶末的心思。 没有, 我喜欢安静。 叶末的话让文东明白, 他不喜欢结交别人。 文东不再说话, 他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女人。 三个小时后, 车开到了胡阳, 叶末住进了一间小旅馆, 而文东照了一张叶末的照片就出去了。 文东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的时间。 不过他确实没有吹牛, 叶末的身份证已经办好了, 还是叫叶末。 不过住处却是胡阳的一个农村, 叶末也没有在意, 在这个世界, 同样叫叶末的人太多了。 文东交给叶末五万块钱, 还有将那个装有文件和模型的箱子也给了叶末。 他说, 他要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叶末见着东西也不重, 将箱子扔了, 找了个塑料方便袋, 将东西装了进去, 塞进自己的背包里面和文东告别。 当天晚上, 叶末就坐车到了湖中省最南边的城市咸山。 咸山是湖中省和湘淮省交界的城市, 而湘淮省又和桂南省相邻。 桂乡大岭却贯穿了湖中, 湘淮、桂南三个大省, 属于华夏的一条主山脉。 叶末想去的桂林就属于桂南省, 他现在在咸山, 必须要穿过湘淮省才可以进入桂南, 然后再到桂南省的最南的边缘城市, 就是桂林市。 到了咸山后, 叶末开始不是很急着赶路了。 毕竟, 这里离开宁海已经有数千里之遥了, 就算是宋家知道是他叶末杀的宋少文, 也一时半会查不到这里来。 况且在叶末看来, 就是宋家通过宝马车行走的线路, 查到了宁海, 再从宁海查到他也失踪的消息, 同样需要一段时间。 在咸山住了一晚, 第二天叶末出去采购了点东西, 他打算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更换一套新的。 为了防止被别人在用枪指着, 叶末特地去一家五金店购买了一包铁钉, 铁钉很小, 一包有数百个之多。 对别人来说, 用铁钉做暗器很离谱, 但是对叶末来说却够了。 买好铁钉, 叶末又随意在商场里面逛了逛, 叶末发现这里的衣服都很贵, 都是各种品牌的专门店。 对叶末来说, 他的衣服只要可以穿, 看起来合体就行, 对于品牌他一向不怎么稀奇。 难道品牌再好, 还能比修贞借链制的衣服更好不成? 再说了, 他也没有多少钱。 叶末这样衣着很是差劲的人逛进了这种品牌的专门店, 当然没有人会看得起。 好在叶末也不在意, 他正想出去, 却看见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 正将手伸到了一名中年男子夹在胳膊的小包上。 而这名中年男子却正拿着电话打, 神色有些着急, 他没有发现自己正被小偷光顾。 小偷! 这中年男子夹在胳膊里的皮包是真皮的, 这小偷要怎么样才可以弄破呢? 叶末正好奇地盯着看的时候, 旁边的一名同样衣冠楚楚的青年走到叶末面前, 低声说道, 小子, 再看挖了你的眼睛, 给我滚。 叶末眼神一冷, 抬起脚就是一下, 正踹在这叫他滚的青年脸上。 第三更道, 求推荐票, 求求求。 然后是感谢大家, 是你们让老五的输上了新书榜, 今天又上了点击榜, 新书榜我想到了, 但是点击榜老五真的没有想到, 谢谢, 谢谢。 你们都牛啊, 虽然推荐票很少, 但是我相信, 最强气少会再创佳节。 再感谢我喜欢甘蔗, 南方蛮足, 海一点之星, LJIM, 五位飘零, 输有090702032321014, 几位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 漫步蜗牛, 叶芳飞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最后感谢和祝贺我喜欢甘蔗, 成为最强的第一位护法, 最强气少, 终于有护法了, 老五好高兴哦。 第46章, 边境流舌阵, 这名被叶末踢中的青年, 倒飞起来, 直接落在了垃圾桶上面, 看他坐在垃圾桶上的样子, 如果不是鼻子和嘴正在流血, 还让人以为他是自己坐上去的。 叶末这边的动作, 立刻惊动了所有的人, 就是那名打完电话的中年男子, 也豁然转身, 他一转身, 就立即发现了后面的小偷, 不过那小偷见中年人看见了他, 却丝毫不见惊慌, 而是收起夹在手指间的小刀, 转身和围过来的另外两名青年, 死死地盯着叶末, 除了被叶末踹进垃圾桶的那名青年, 他们居然一共是四人, 小子, 你找死, 上, 废了他, 一名拿着匕首的青年, 一声怒喝, 带头就冲向了叶末, 其余两人也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叶末, 只有那个坐在垃圾桶上, 脸上还流着血的男子, 心里是无比的惊恐, 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这年轻人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居然让他不由自主地飞起来, 坐在垃圾桶上面, 这想也不敢想, 似乎有一种力量将他拎起来一般, 如果叶末是踢在他的胸口, 才让他飞起来, 也许他还没有这么惊骇, 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可是他想叫同伴停下来已经晚了, 因为他的同伴已经冲了上去, 中年人似乎明白了过来, 这年轻人应该是看见小偷偷他的钱包, 被小偷的同伙报复了, 虽然有心上去帮一下, 无奈他自己不会什么功夫, 正想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让他不敢相信的一幕再次出现, 那名年轻人又是一脚飞起, 将那名拿匕首的男子同样踢飞, 而且他的匕首不知道怎么插在了自己的腿上, 这还不算, 拿匕首的男子飞的地方, 还正是垃圾桶上的那名男子的头上, 然后他又看见这年轻人飞起身子一个旋风腿, 将另外两名青年, 包括想偷他钱的那名青年一起踢飞, 咔嚓两声响, 也不知道踢断了什么, 只知道这两名小偷惨叫了一声, 同样被踢到垃圾桶的上方, 四人形成了一个人堆, 将垃圾桶压倒在地, 发出咣当的一声响, 这中年人倒吸了口冷气, 他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叶末的动作, 而是在视频上看见, 他肯定以为这是电脑合成的, 这简直和拍电影一样, 人渣, 叶末丢下两个字扬长而去, 周围看着的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看着在地上躺着的四个小偷, 居然纷纷鼓掌, 反正这些小偷也动不了了, 四人似乎也知道警察来了不大好办, 居然挣扎着起来, 也不顾身上的血迹一个个搀扶着走了出去, 这位朋友请留步, 刚才谢谢你了, 那名中年人追上大街叫住了叶末, 连声感谢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也没什么, 我也不是特意帮你, 是这伙人渣主动招惹我, 说完再次转身就要走, 是这样的, 我叫卓爱国, 我想请你吃个饭, 不知道朋友你愿不愿意, 看见叶末如此伸手, 卓爱国立即就起了心思, 没有兴趣, 叶末只是在咸山市待上一晚上时间, 明天就会离开, 这人叫他吃饭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有他去桂林找地方修炼重要, 见叶末转身就要走, 卓爱国有些急了, 连忙跟上去说道, 是这样的, 你只要陪我去一趟桂林, 多少钱的报酬你说, 在卓爱国看来, 叶末的衣着打扮不像是个有钱人, 如果用钱来打动他是最好不过的了, 不过他不知道, 如果叶末不是正好要去桂林, 以他现在身上有五万多块钱的家底, 就是卓爱国拿出一百万来, 他也不会动心, 桂林, 叶末停住了脚步, 他想去的地方正好是桂林, 如果是顺路又有钱拿, 他倒是不介意, 不过要是和那个叫文东的女人一样, 让他去干那种危险的事情, 那就免了, 虽然他不怕, 但是也不想遇见一个人, 就被拉去当打手, 反正现在他有身份证, 倒也不怕买不到机票, 好吧, 去谈谈, 叶末心想, 今天晚上也走不掉, 去谈谈也好, 两人找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 卓爱国开门见山地说道, 其实我只是临时要去桂林有点急事, 就是去和刘蛇镇的一个地头蛇, 交换一点东西, 只是刘蛇那个地方在桂林还要过去, 而且那里实在是太乱了, 本来我在这里等人过来陪我一起去的, 但是见到朋友, 你的身手比我的人厉害得太多了, 如果你愿意陪我到桂林去一趟, 报仇你可以自己开口说, 刘蛇其实已经不属于桂林了, 我要从桂林田领机场下飞机后, 还需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刘蛇, 你知道从咸山直接飞到桂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刘蛇靠近几国边境又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我说治安乱, 其实就是没有治安, 说完李爱国很是期待地看着叶末, 有一句话他还没有说, 那个地方根本就是各国流匪和亡命之徒拒结的地方, 杀人斗殴几乎天天都有, 叶末皱了皱眉头, 他只是知道去桂林, 听说桂林是边境城市, 如果被宋家发现, 他随时可以出境, 刘蛇这里他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据这个竹爱国说起来, 刘蛇更加的接近边境线, 至于乱不乱的,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想了一会叶末说道, 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是想去桂林, 我去桂林就是想找个机会发展, 我也是第一次去桂林, 听你说刘蛇更加接近边境线, 那么我想刘蛇那里发展的机会应该更大, 至于报酬, 我就不需要了, 你如果在刘蛇有熟悉的地方, 给我留一个就可以, 竹爱国听叶末说完连忙摆手道, 千万不要去刘蛇发展, 你要是做生意什么的, 还是留在桂林吧, 桂林我也有熟悉的人, 而且, 我有一处房产, 现在也用不上, 完全可以送给你, 我去刘蛇是没有办法了才去, 有办法, 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叶末淡淡一笑说道, 有危险才有机遇, 我已经决定去刘蛇了, 见叶末心意已决, 竹爱国也不再相劝, 毕竟叶末是个高手, 随即说道, 没有问题, 在刘蛇找一个地方, 我还是可以的, 竹爱国心里明白, 刘蛇这个地方他听说过, 虽然很黑, 但是只要有钱开到, 还是可以说话的,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我做的生意有些涉黑, 地点要越偏僻越好, 竹爱国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出来, 他凭借多年混迹生意场的经验, 当然看得出来, 叶末不是那种奸华腹黑之辈, 可是他说的话, 怎么都有些黑社会的味道, 昨天一天1100票不到, 但是老五今天依然加更, 因为加更了, 就可以求推荐票了, 看完了, 别忘了, 给老五推荐票啊, 嘿嘿, 感谢书烟茶香, LJIN, 非人类似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评价票, 和更新票支持, 谢谢哦, 第47章, 原来是这样, 求推荐票, 宁海大学, 云冰这几天有些烦躁, 他特地注意了, 已经很久, 没有看见叶末了, 原来叶末虽然不经常去班级, 但是还经常可以看到, 他去图书馆的影子, 可是这几天, 却连一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原本以为叶末从眼前消失, 他就可以定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那天, 郑文桥和他的那个学长被人打成白痴, 他总觉得和自己有关系, 想找叶末问问, 可是他居然是那种态度, 甚至还要将自己丢进宁湖, 这个混蛋, 看了自己的身子, 甚至他都怀疑他是不是用手摸过, 如今, 他却如此嚣张地对自己, 一想到这些事情, 云冰就觉得烦躁, 也许宁海不再适合他继续待下去了, 还是回燕京吧, 想到了要离开宁海, 云冰居然松了口气, 自己早就应该离开了, 回到住处的云冰, 第一件事不是去烧饭, 而是收拾自己的东西, 东西收拾完了, 又将房间打扫一遍, 房间里面怎么有一块SD卡, 云冰捡起丢在墙角的一块8G的SD卡迷糊了一会, 他自己从来都不用SD卡的, 不过他立即就想起了那个被摔得粉碎的相机来, 那天夜末走了后, 他看见房间里面有一个摔碎的相机的, 只是里面的东西全部摔坏了, 他想不通也没有继续去想, 现在找到一张存储卡, 立即就想起这卡应该是那个相机上的, 那个相机被摔碎了, 当时没有发现存储卡, 看样子这卡应该就是这张了, 没想到竟然被摔到角落里来了, 如果不是今天整理房间, 还真的发现不了, 云冰打开笔记本电脑, 将SD卡插了进去, 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 云冰用播放器打开, 屏幕上立即出现了对话和画面, 乔哨,我已经开始了, 是那个给饮料给他喝的那个学长的声音, 开始吧, 等会我上这女人的时候, 记得拍仔细点, 细节都要拍到, 特别是这个女人的浪, 叫要全部录下来, 我就不信有了这个录像带他还不妥协, 画面显示出来的竟然是郑文桥, 云冰气的发抖, 更让他羞怒交加的是, 他的衣服居然是被自己扯下来了, 他立即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那天自己喝了泥泥, 要成份饮料后的样子了, 画面上他的脸色烟红, 眼神迷离, 胸前的衣服都被自己拉了, 可见这要性是多么的厉害, 正当云冰看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画面当中房门被踢开, 蒙着脸的叶末进来了, 云冰看到这里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已经隐隐约约有些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朋友, 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只是求财, 我们各不相干, 而且我们玩过了, 还可以让你玩玩, 这可是一个极品女人, 画面上郑文桥一边说着, 一边防备地盯着叶末, 就开始对郑文桥踢了一脚, 接下来的画面很是闪烁,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学长的身影, 和叶末打在了一起, 似乎很短暂的样子, 画面就戛然而止, 后面就是一片黑幕,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 虽然后面没有了, 但是云冰却已经猜测出来一些, 应该是叶末看见这两人掳走了自己, 然后跟踪过来, 再在自己的家里收拾了这两人, 房门是叶末踢碎的, 他是为了救自己, 至于最后, 叶末是怎么解除他体内的药性的, 云冰却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叶末并没有对自己进行性侵犯, 难怪第二天早上, 郑文桥和那个学长两人都变成了白痴, 还被人弄光了丢在广场上面, 果然是叶末做的, 云冰忽然站了起来, 这么说是自己错怪他了, 应该是他救了自己一命, 如果不是叶末, 那么后果会怎么样? 云冰不敢想象, 也许除了自杀, 他将别无他路, 这郑文桥好毒辣的心思, 只是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云冰再次想到, 现在不是管其他人的事了, 而是联系到叶末, 他救了自己, 居然被他恩将仇报, 云冰忽然觉得无地自容, 如果有一个白眼狼, 那么自己就是那个白眼狼, 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女子, 既然错了, 就应该立即找到叶末道歉,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可是叶末怎么不将真相说给自己听呢? 云冰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那天叶末擦脸的时候, 他也只是醒来一会, 就再次晕了过去, 叶末也许还不知道自己醒来发现了他的事情, 还有就是这件事涉及到副市长的儿子, 他怕自己有心理负担, 或者平时暴露了什么, 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再说了, 以叶末在自己眼里的印象, 就是他说了自己会相信吗? 谢谢你了叶末, 云冰忽然感觉到叶末也并没有那么讨厌了, 人的心态改变了, 对一个人的看法立即就改变了, 在整理房间之前, 他还觉得叶末是个最可恨的无耻之人, 现在又感觉他居然还有些帅气, 不行, 一定要当叶末的面和他去道歉, 他救了自己的一生, 有的事情并不是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件事就算是他自杀了, 但是留下来的依然一片乌狗, 找叶末, 可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明天去班上问问还有谁知道叶末住在什么地方的, 今天的英语课, 让全班同学都惊讶的要掉下眼镜的是, 一向冰冷冷漠的英语老师吴秦斌居然主动问起了叶末, 云冰上完课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讲台上面问道, 叶末好久没来, 或者你们谁可以联络到他吗? 沉默, 良久的沉默, 最后甚至连云冰都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终于有同学回答了, 叶末和师修关系最好, 不过师修也好久没来了, 但是苏梅却认识叶末, 上次我看见他们在图书馆门口说话的, 云冰走后, 教室里面再次是一阵的喧哗, 叶末不但认识一个千娇百妹的美女, 而且, 那个美女还来找过好她几次, 现在吴秦斌居然又问起了她, 这叶末还真是神通广大, 苏梅是宁大的名人, 同时也是云冰的学生, 云冰当然认识苏梅, 听到云冰询问自己叶末的事情, 苏梅先是有些惊讶, 不过立即就恢复了恍然的神态, 而是说道, 云老师, 叶末那种人本性恶恋, 你没有必要生她这种人的气, 就是我堂姐都差点上了她的当, 这人很会伪装, 云冰愣了一下, 心说我感激叶末还来不及, 我为什么要生她的气? 不过她没有去反驳苏梅, 毕竟她是她的看法, 自己是自己的看法, 原先自己不也是对叶末恨之入骨吗? 苏梅, 其实我只是想找叶末有些急事, 云冰无可奈何地说道, 有些急事, 看看云老师似乎真的有些急事, 苏梅瞬间就想到了那天的事情, 云冰急怒当中要打叶末的耳光的情况, 下意识地看了看云冰的腹部, 心说不是说叶末是那个吗? 难道也弄出问题来了? 云冰当然想不到苏梅的龌龊心思, 而是再次焦急地问道, 你知道叶末在哪里吗? 苏梅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堂姐苏敬文可能知道, 要不云老师你问问她吧。 第二更了, 老五继续求点推荐票哦, 没有收藏的, 记得帮老五一下。 第48章, 蓝路的劫匪, 苏敬文抚摸着手里的手链, 他忽然有些后悔, 后悔将手链上的珠子给了三颗给宁清雪, 他感觉自己不应该听苏梅的话, 改变对叶末的印象。 而且, 就算是那天自己亲眼看见了那个云冰老师说叶末的不是, 难道说就一定是叶末的错误? 也许这个老师有问题也不一定。 再说了, 就算是叶末不对, 也不和他相干, 他为什么要受影响? 如果再来一次, 他宁可相信叶末。 毕竟叶末是他熟悉的, 而这个老师自己丝毫不熟悉。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表面上看起来很冰冷的老师, 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这样。 云冰老师和苏梅口中说的样子, 没有理由, 完全是一种感觉。 但是手链上的珠子已经给了三颗给宁清雪了, 他也不好去要回来, 怪只能怪宁清雪选择的时机太凑巧了。 如果等自己遇见云冰老师的事情再过去一段时间, 哪怕是一天, 他也许就会改变自己的注意。 幸亏他还只是给了三颗给宁清雪, 要是全部给他了, 说不定自己还真的后悔死了, 毕竟这手链是叶末送的, 虽然不值钱, 但这却是自己生日礼物中唯有的一件由送的人自己亲手做的。 想去看看叶末吧, 但是又不知道叶末在哪里, 就是宁清雪都不知道, 说明李木梅就更加的不知道了, 但是他还是想问一下。 苏静文拿出电话, 正想打个电话问一下李木梅有没有叶末在哪里的消息, 他的手机却响了, 电话居然是云冰打来的, 他能知道自己的电话肯定是苏梅说的。 约好见面的地方后, 云冰来得很快, 半个小时就见到了苏静文。 听到云冰说明来意, 苏静文很是诧异地问道, 什么? 你想见叶末? 为什么? 上次我问你叶末, 你还说他是什么什么人的? 苏静文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意思却很是明显, 既然你都这样说叶末了, 你还要见他大马? 不过苏静文只是不愿意当面顶云冰而已, 毕竟两人不是很熟悉, 虽然他很想去看看叶末, 但是不代表他愿意带云冰过去。 对不起, 上次我误会他了, 我想见他, 就是想给他道歉。 云冰很干脆, 没有转弯抹角。 果然是这样, 苏静文一听就明白, 他心里很轻松, 没有看错叶末, 但是对云冰这种人更是看不习惯, 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就对别人说这个说那个, 这种女人很是讨厌。 他说了叶末的坏话, 让他和叶末去道歉也是应该的, 况且他自己也想见见叶末。 苏静文和李牧梅通了很短时间的电话就已经知道, 叶末依然没有消息, 就是说他好像突然消失了一般, 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什么? 叶末不知道去哪里了? 云冰很是失望, 他甚至怀疑苏静文因为讨厌他, 不想让他知道叶末的去处, 但是看看苏静文毫无异样的表情, 就知道苏静文没有骗他。 叶末搬到了卓爱国住的宾馆, 第二天早上八点的飞机, 机票已经不用他去凡神了, 卓爱国早已安排妥当。 两个小时后, 飞机停在了桂林市田岭机场, 中途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看来卓爱国比那个文东来得靠谱一些。 文东说保证叶末没有什么事情, 结果如果不是叶末已经是恋气二层, 又比较仔细的话, 说不定小命都丢了。 那个女人的命丢了就丢了, 但是他叶末可是冤枉无辜的, 为了几万块钱将命丢了可是非常的不划算。 叶末, 现在已经到了桂林机场了, 出去的话有人来接我们。 我的意思是直接去流舌, 免得在桂林住一晚上, 引起不必要的事情来。 卓爱国似乎想立即办好事情, 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也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些琐事上面。 两人刚走机场, 一辆奥迪越野车就开了过来。 开车的是一位看起来有些木讷的青年, 见到卓爱国的时候, 很是尊敬地叫了一句老板。 这是司机小鱼, 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虽然没有练过功夫, 但是流舌他去过几次, 相对熟悉些。 卓爱国给叶末随口介绍了一下。 叶末一看就知道, 这青年只是长得健壮一些, 和卓爱国说的一致, 本身没有练过功夫。 这青年司机话虽然不多, 但是车却是开得又快又稳。 离开桂林两个小时后, 车就从还算好的马路上下来, 转了一个弯, 进入了崎岖山道。 又是开了两个小时, 山道才渐渐地好转起来, 这四周早已看不见一个村庄了, 竟是荒山野岭。 叶末不知道, 卓爱国要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地方确实有些荒偏了, 难怪他需要找一个人陪他过来。 这里他倒是很喜欢, 毕竟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还处于逃亡状态, 这种地方正适合他的修炼和逃亡。 宋家这种庞然大悟, 还不是现在的叶末可以惹得起的。 车又走了十几分钟, 前面进入一个大山谷, 车刚进入山谷, 叶末就听见后面侧边的山上似乎传来一阵响声。 打开窗子回头看了看, 居然看见来路被人为的堵住了。 卓爱国和司机很明显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卓爱国脸色立即变得很难看, 倒是司机小鱼显得很正常, 看了卓爱国一眼说道, 老板, 等会只要给些钱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 这些人一般都是为了钱才来的。 卓爱国点了点头, 司机再将车开出去一百多米, 果然前面被拦住了, 被拦住的还不是他们一辆车, 还有另外一辆黑色的奔驰越野, 也被拦住了。 下车, 统统下车, 一个穿着很是怪异的壮汉, 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对着叶末, 他们的车大叫。 他旁边还有两人, 手里拎着一把新号新号这枪 比起文东用的AK步枪来, 不知道插到哪里去了。 叶末甚至怀疑就是这枪对着他掀开, 他也可以躲开。 前面的奔驰车已经下来了两人, 一名高个男子, 还有一名身材高挑的女人。 男子长相比较英俊, 看起来也有些魁梧, 而且身上的衣服一看就是名牌。 虽然叶末对衣服的牌子也不研究, 但是很多著名品牌他还是知道的。 但是此时这男子的脸色有些苍白, 似乎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头上很超出想象。 那名女人也回头看了一下叶末他们的奥迪车, 脸色露出一丝奇怪的表情。 这女人看起来却是气质高雅, 合体的牛仔裤将他修长的大腿和丰满的臀部衬托得更是惹人眼目。 脸色有些淡淡的化妆痕迹, 雪白的颈薄处露出半截银白色的项链, 显得更是典雅。 长相虽然不如苏静文和宁清雪那么漂亮, 但是长发披下来, 配合她的气质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名女子很明显和那英俊男子两人关系有些非同寻常, 此时她正紧紧地靠在男子的后面, 脸上的表情虽然紧张, 但是没有那名男子那么精具。 第三更送到, 求推荐票。 感谢我喜欢甘蔗, 南方蛮族, 书烟茶香, 小说中读者, LJIM, 含恨归来几位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公吴明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成为最强气少的长老, 老五的最强第一位长老出现了, 感谢祝贺。 第49章, 闲庭漫步, 卓爱国已经走下去了, 叶末和四季小鱼也下了车。 叶末看了下四边, 除了刚才叫喊的男子和他旁边两名拿枪的男子外, 后面又有两人拦住了去路, 加上前面拦住的两人, 这些拦路的劫匪一共是七人, 七个人有六人手里有枪, 交五万块钱, 过去, 拿着喇叭的大汉继续叫道, 原先不是只要一万块钱吗? 怎么突然要五万了? 司机小鱼似乎知道行情一般, 连忙说道, 怎么? 在啰嗦, 老子一枪毙了你。 收多少钱? 老子说了算。 原本拦住前面宝马, 越野车的男子听到小鱼说的话, 扬了扬手里的枪, 很是嚣张的呵斥道。 好, 好, 我有钱, 五万块钱, 我马上拿给你们。 那名下的脸色有些白的青年, 似乎如听鲜鹰一般, 立刻转身上车, 拿出了五万块钱。 前面那名男子收了钱, 手里的枪一摆说道, 你走吧。 这高个青年立刻上车说道, 小鲁, 我们赶紧走吧, 不要去留舌了, 我们立刻回去。 这叫小鲁的女子回头看了看叶末几人, 有些担心地说道, 他们, 他的话只是说了两个字, 就被这高个青年打断。 他们开的车这么好, 绝对有钱给, 我们不用担心。 但是他的话才刚刚落音, 同样被人打断。 小子, 你自己走就可以了, 这女人我们要用几天, 过几天, 你再来接他。 那个女人, 你过来。 前面那名拿着枪的男子说完, 手一指高挑割的女子小鲁, 听了这拿枪男子的话, 还有他的手指正指着自己, 小鲁的脸色立即变得有些卡白。 那个, 我钱已经给你们了, 就请你们高抬一下, 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 高个青年听说要将小鲁留下来, 稍稍恢复了点的脸色, 再次变得难看起来。 我数到五, 如果你还留在这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叫女人留下来的男子打断了青年的话, 拿起手了的枪冷声说道, 并且开始暴数。 不要, 我走。 这青年忽然冲到奔驰车里面, 丢下一个小包, 然后快速地发动了车子, 同时, 车子打了一个大转弯, 居然往回开了。 此时拿枪的男子, 也不过数到四而已。 幸亏这里的山坳地段比较开阔, 不然还真是难为他的速度了。 这些绑匪倒也守信用, 见这家伙逃走了, 都是哈哈大笑, 反而放开了来的路, 让他通行了。 留下来的那名叫小蕾的女子, 脸色愈发地苍白了, 嘴唇哆嗦着, 半天都没有出说一句话来。 不停地往后退, 一直退到了叶末他们奥迪车的旁边。 轮到你们了, 拿钱的速度要快, 别耽误老子们的享受时间。 围着叶末他们的七人已经聚拢了过来。 小蕾, 你是小记者? 朱爱国此时看清楚了这名叫小蕾的女子, 他忽然叫了出来, 很明显, 他认识这女人。 萧磊忽然转身, 看见了卓爱国。 眼前的人他很面熟, 但是却不认识, 见有人认识他, 他立即就像找到了组织一般, 快速地退到了叶末的后面。 面对这几名对他虎视单单撞撼, 他从心底里面发寒。 你是, 萧磊有些紧张地看着卓爱国, 无论怎么样, 卓爱国都比这些强盗要面善了无数倍。 我是卓爱国, 蓝叶集团的卓爱国话音未落就被萧磊惊喜地打断, 您就是蓝叶的卓总。 卓应勤的三叔, 真没想到在这里可以见到你。 萧磊的话突然停住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处境, 虽然卓爱国也算是一个熟人, 但是就算是卓爱国不丢下他, 也无法从劫匪当中保住他。 他的心再次沉了下来, 再也没有一厢刚遇见卓爱国的惊喜。 没想到还是熟人, 他骂得快点, 出钱就滚, 这女人过来, 不然老子将你们这几人全部扫射了。 别怪老子不讲江湖道义, 奶奶的眼睛一直盯着萧磊的男子继续叫萧道。 卓爱国势道临头倒是沉静下来, 他认识萧磊是燕京著名的一个记者, 而且专门去最危险的地方做第一线的采访。 不要说听他的口气还认识自己的侄女殷勤, 就算是不认识殷勤, 卓爱国也无法看着一个认识的女人被这些强盗拉走蹂躏。 叶末, 你的意思是什么? 卓爱国知道叶末很能打, 但是面对七个亡命之徒, 而且还有枪, 这可不是商场里面小偷小摸的人这些是什么人? 叶末淡淡地问道, 似乎根本没有看见对着他的枪口。 都是一些国内和越南还有别国的亡命之徒, 这些人常年在华夏和越南还有另外几国的边境线上横行, 一言不合就杀人, 但是主要还是劫彩。 卓爱国知道一些, 不然他也不会请叶末帮忙一起过来了。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叶末再次问道, 据说一共有十三人, 叫十三太保, 不过听说上次和别的帮会火拼死了六个, 现在应该就是这七人了。 一般的他们都是药材, 但是如果不配合, 他们就会立即杀人。 抢劫女人倒是很少, 其实这里也很少来像样的女人。 这次回答的是司机小鱼, 这里她来过几次比卓爱国还要熟悉。 小鱼说到女人的时候, 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萧磊, 没有继续说。 心里怎么想的, 估计大家都猜测得到。 你这样一个女人来这里干嘛? 叶末点了点头, 说道, 卓老板, 这里交给我了, 你们三人先上车。 他妈的, 磨磨蹭蹭的, 羊皮开枪先杀了一个, 这几个人既然唯一没有拿枪, 手里拿着喇叭的人, 见叶末几人商量了半天, 立即有些不耐烦了。 哼的一声枪响, 此人话音未落, 他身边的那名男子就开枪了。 很明显, 这开枪的人和拿着喇叭的人想法是一致的, 先杀一人, 不过他选择的是叶末。 在他枪响的同时, 叶末已经飞身跃起, 一只大脚就踢在了他的脸上, 这家伙哼都没哼, 就倒了下去。 他旁边的两人, 包括拿着喇叭的家伙, 一起倒了下去, 可是叶末却并没有中枪。 叶末一个连环脚踢了三人, 人还没有落地, 就学着文冬的办法, 两脚踢在两名拿枪的男子的枪把上, 两只枪已经飞了出去, 居然越过了卓爱国几人的头顶, 又是两声闷哼, 在卓爱国后面的两名男子 已经被叶末踢出去的两只枪击中脑袋, 立即晕了过去。 余下的两人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举起手里的枪就要射击, 砰,砰两声枪响, 又是咔嚓两声。 惊魂当中的卓爱国等人才看清楚, 原来这两枪是被叶末抓住手腕, 射上了天空, 后面的咔嚓应该是叶末搬断了两人的手腕。 叶末是不想在一个记者面前杀人, 免得这女人不知轻众到处乱说, 这才没有用铁钉, 不然的话, 他只要几根铁钉就解决了问题。 卓爱国呆呆地看着叶末, 他知道叶末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厉害到这个地步, 他似乎躲过了第一枪开始动手的。 面对六支枪居然犹如闲庭漫步一般, 就打倒了这几人, 这简直不是打架, 而是在表演。 四季小鱼也张大了嘴巴, 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 和老板一起来的这个人畜无害的年轻人, 居然如此厉害, 萧磊震惊过后, 立即就看得眉飞色舞。 他是第一次遇见如此武功的人, 这简直就像是拍动作片一样, 只是可惜了, 刚才他居然没有拍下来。 他已经忘了不久前, 自己的处境了。 不过他随即就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心里不由地感激叶末, 如果不是他的出手, 也许最后自己生不如死, 看样子以后不能再这么任性了。 想到逃走的王乾均, 他暗自叹了口气, 人只有在危险的时候, 才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品行。 就算是卓爱国, 也比那个长相英俊的王乾均强了无数倍。 碰, 叶末又是一脚踢在一名劫匪的肚子上面, 将这人踢出数米远, 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各位朋友, 看完了要随手, 投一下推荐票啊, 拜托拜托。 第五十章, 混乱的流舌。 叶末将最后一个人打晕后, 回头对司机小鱼说道, 你过来帮我一个忙, 将这些人渣拖着跟我一起来, 我来帮你。 萧磊连忙冲了上来, 脸上红彤彤的, 就像做梦一样, 情景转换得太快。 卓爱国已经平静了下来, 心里暗自为自己的英明抉择感到庆幸, 更是下定决心。 叶末这种人无论如何也要娇好, 他甚至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古武传承下来的弟子。 虽然他也听说燕京有一些古武家族, 但是这些家族一般都很神秘, 他们不会出来在世俗界走动, 也不会去当运动员。 他也知道这些古武世家中, 也有些家族会挑选出一些家族当中的精英 加入国家的一些特殊部门。 四季小鱼也拖了两人跟了上去, 叶末将两人丢入树林里面又拎了两人进来。 萧磊见叶末不理睬他, 有些气骨, 可是他使了很大的力气, 也无法将最后一个人拖着跟上叶末, 最后还是四季小鱼帮忙拉走的。 见七人全部拉进来后, 叶末对四季小鱼说道, 你们先上车等一会, 我过会就来。 等四季小鱼出去, 叶末这才提醒了其中一人。 这些人在这里拦路抢劫, 而且还是越南人居多, 叶末动了杀机。 将七人一个个提醒了后, 叶末问清楚了他们的老巢。 老巢居然就在流舌镇不远的一个私人庄园里面, 和小鱼说得差不多, 确实是十三个人, 现在已经只有他们七个人了。 原本叶末的打算是到了流舌后, 还要去端了他们的老巢。 他做事不喜欢留下尾巴。 既然没人了, 叶末也不打算去了。 叶末将这些人的尸体全部扔进了山间, 只是从几人身上缩了一些越南纸币。 叶末一张也没有要他知道这些纸币和铭币差不多, 甚至还没有铭币值钱。 他不明白这些人成天拦路抢劫, 怎么会这么穷? 或者说, 他们没有将值钱的东西带在身上。 叶末回到山路上的时候, 小鱼和卓爱国已经将路障清理了, 三人都上了车正在等他。 出乎叶末预料的是, 他上车后并没有人问他将那些歹徒弄哪里去了。 这钱我不能要, 歹徒是你赶走的, 就留给你吧。 萧磊拿着卓爱国递给他的五万块钱, 再递给叶末。 叶末推了一下说道, 不用, 这些钱还是你留着吧。 我是卓老板顾请的, 工钱有人付。 再说了, 你的那个同伴将你抛弃了, 这些钱就当成他补偿你的好了。 哼, 我不认识他。 那个畜生, 萧磊还想说什么, 叶末却直接叫小鱼开车了。 叶先生, 这次真的幸亏你了, 如果不是你, 我估计这次真的惨了。 卓爱国连忙感谢叶末。 卓爱国说的是实际话, 如果不是遇见了萧磊, 也许只是损失几万块钱而已, 但是遇见了萧磊, 以卓爱国的心性,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带走。 一旦发生冲突, 结果可以想象。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卓老板客气了, 这没什么, 况且, 这也是当初我们说好的, 不然你也没有必要请我。 听了叶末的话, 卓爱国的心情很不错, 笑着说道, 我赤长几岁, 叶先生如果不介意, 就直接叫我卓老哥好了, 我也就不客气, 直接叫你叶兄弟了。 如此甚好, 叶末点头同意, 卓爱国这个人还不错, 是一个可以结交的人。 萧磊向卓爱国问过叶末的名字, 却感觉叶末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 但是他却一时想不起来。 萧记者, 刘舍是边境小镇, 管理是最为混乱的一个地方, 这里三国交接,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卓爱国转头问道, 萧磊的思绪被打断, 无奈地说道, 我是因为听说来桂林旅游的游客, 很多都会在周边景点失踪, 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来了后才知道, 失踪的人大多数是去留蛇失踪的, 就起了心思去留蛇, 这不, 如果不是遇见你们, 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真是谢谢了。 叶末暗自好笑, 这女记者应该太天真了, 在大城市待惯了, 以为拿出记者证, 那些劫匪统束手就擒了, 真正无语。 但是自己和他不熟悉, 当然不能在他面前指手画脚。 萧磊看看几人的神色, 就知道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却也不好反驳他们。 经历了这件事后, 他才明白自己确实是有些幼稚。 当初他要来桂林的时候, 王乾均硬是要陪他一起来, 一直陪他到桂林, 甚至还在桂林市弄了一辆宝马车, 要送他来留蛇王乾均俊朗的外表, 确实是讨人欢心。 他对王乾均也很是有好感, 估计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同意王乾均做他的女朋友了。 但是等到危急的时候, 萧磊才明白, 外表帅和别的东西完全不相干。 叶末不再说话, 他仔细地查看了这四面, 心里很喜欢。 这里到处都是荒山丛林, 而且还人烟稀少, 很适合他修炼。 万一被宋家的人追来, 他也有办法逃走。 叶末可不认为现在他就是无敌的存在, 比他厉害的人多得很, 况且热武器也不是他目前的修为可以抵挡的。 卓爱国和萧磊却聊得很热络, 都好也没有想说话的样子, 而且似乎还在闭目养神就打消了找叶末说话的念头。 这里其实已经离开流舌不远了, 三十分钟后, 奥迪车就开进了一个寨子不像寨子, 小镇不像小镇的地方。 这里就是流舌了, 我们去办点事情, 估计明天才可以离开这里。 萧记者, 你呢? 是跟我们一起, 还是自己行动? 车进入流舌后, 卓爱国看着萧磊说道。 萧磊还没有回答, 就看见两帮人在前面打了起来, 全部拿着棍棒, 甚至刀具乱砍。 不大一会就有数人流血倒地, 好一会才有一对类似治安的人过来, 这些打架的人一哄而散, 就是受伤倒地的人也被抬走了。 不过这些治安队的人并没有跟上去, 而是直接回转离开。 萧磊看得心惊胆战, 他没想到, 这种事情居然很光明正大的发生, 这让他彻底地明白了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流舌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管理的状态, 这里原本就是一处荒野。 七十年代后期, 因为战争的原因, 这里就慢慢聚集了一些流民, 周围几个国家的都有, 形成了一个镇不像镇, 债不像债的地方。 你们看见这里的治安队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 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有这里更混乱。 似乎看见叶末和萧磊的吃惊, 卓爱国主动解释道, 流舌他虽然也是第一次来, 但是事前还是了解过许多的。 我看我还是和卓叔叔一起吧。 萧磊再也不敢当那个孤单的英雄记者了,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来。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加入办法。 朋友们,添加朋友,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51章,宁海神医。 进了流舌, 奥迪车在一个石头屋子面前停了下来, 让叶末有些感兴趣的是, 这石头屋子的造型很是奇特。 半圆形状有些像蒙古包, 虽然有窗户, 但是和屋子的石壁切合的却是很紧凑。 卓爱国并没有让司机小鱼和肖磊一起进去, 只是让叶末陪他一起进了石头屋子。 屋子里面的空间不小, 而且大厅里还有二十多人, 这些人个个都是彪悍无比, 甚至有杀气在身就是不懂的人, 也知道这都是些亡命之徒。 除了坐在上手的那名一脸凶悍之气的长发汉子边上, 两人有枪外, 其余的人手里拿着的都是砍刀之类的管制刀具。 见卓爱国和叶末走进来, 上面的长发大汉还没有说话, 门口就上来两名彪悍青年想要对叶末和卓爱国搜身。 不过这两人刚走到叶末旁边, 叶末一手一个就像抓小鸡一般丢了出去, 两人犹如炮弹一般准确地从门口倒飞出去, 周围拿着砍刀的人见状, 纷纷举起自己手里的砍刀就等上手掌发大汉的话。 坐在上手的大汉看见叶末居然如此举重若轻地将两名壮汉丢了出去, 眼里露出一丝惊骇, 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摆摆手, 让自己的人不要冲动。 接着对两边的人说道, 你们先下去, 石头和影子留下来。 一会时间, 这屋子里面除了长发大汉和两名手下, 只有卓爱国和叶末在。 长发大汉心里明白, 这年轻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存在, 自己虽然人多, 估计也不一定是这人的对手, 还不如索性大方点。 随手就将两名壮汉扔出去, 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 而且他也没有打算吃黑的, 见状连忙抱拳说道, 卓老板, 幸会, 幸会, 请问这位是? 说完看着叶末, 卓爱国心里就如明镜一般, 这人顾忌的是叶末, 不是他。 立即就摆摆手说道, 方会长不用管别人, 他是我的朋友, 不喜欢多话, 只是怕我出事情, 陪我一起来的。 我的东西已经带来了, 方会长的东西呢? 长发青年有些顾忌地看了叶末一眼, 从一个皮带里面拿出一个木制的盒子。 这木盒一拿出来, 叶末就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 从金芒一闪, 他有一种直觉, 这东西对自己有用处。 你先将东西拿来我看看。 长发大汉手里拿着木盒, 看着卓爱国说道。 卓爱国还没有说话, 叶末忽然守一招, 长发大汉手里的木盒自动飞起, 落入了叶末的手里。 长发大汉心里一惊, 立即就站了起来, 不过他惊骇的表情立即就收敛了起来, 看向叶末的目光不只是顾忌了, 而是深深的敬畏和惊惧。 不单单是长发大汉, 就是他后面还余下的两个人, 还有卓爱国也是一脸震惊, 不敢相信地盯着叶末。 这是什么能力? 异能。 守一招, 居然将相距至少六, 七米远的东西拿了过来。 叶末没有管周围几人惊骇的目光, 伸手就打开了木盒, 里面只是一段黑有有的藤木。 叶末拿起藤木, 上面传来淡淡的灵气波动。 紫星藤。 叶末当即就明白这竟然是紫星藤上的一节树根, 紫星藤属于灵木, 地球上居然有这种东西。 叶末大士惊奇他知道地球上灵气匮乏, 就算是发现一株银星草, 他都惊奇异常了, 现在居然发现了一节紫星藤。 可惜只有这么一点点, 如果多一些的话就好了。 叶兄弟, 你, 卓爱国被叶末的隔空曲物的本事震惊了, 说话也有些结巴起来。 原先叶末一个打许多, 而且动作利落, 在他看来只是本事大而已。 可是现在这种隔空曲物, 完全不能用本事的大小来区分了, 这简直太过离谱了些。 卓兄, 这东西对我有用, 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割爱。 如果是亿万美元, 叶末可以看都不看一眼, 但是这东西虽然在原来他所在的地方多弱牛毛, 但是在这里却不可见不可求。 如果不是机缘凑巧, 也许他一辈子都无法找到这样一节紫星藤。 啊, 卓爱国似乎还没有从刚才叶末的动作当中清醒过来, 现在听见叶末的话, 啊了一声,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很快就说道, 既然叶兄弟喜欢, 你就拿去吧, 这黑紫根确实是非常少见, 我也是偶然的机会才知道流舌方会长这里有一段, 叶末见卓爱国将紫星藤叫成黑紫根, 也不点破, 也许这里就是这个叫法。 卓爱国说完拿起一个信封走了几步递给长发大汉说道, 这里面是支票, 你查收一下。 这长发大汉已经反应了过来, 立即下来走到叶末面前抱拳说道, 本人方南, 现在也算是一个小帮会的头头, 还没有请教兄长高姓大名, 他已经看出来了叶末不是寻常之人, 起了结交的心思, 虽然叶末的年龄肯定比他小, 但是他却称呼叶末为叶兄, 叶末看看这长发大汉, 心说这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这东西, 等会还要问问他, 况且他还打算在流舌住一段时间, 和这里的地头蛇打好关系, 是有必要的, 我叫叶末, 以后打算在流舌住一段时间, 叶末随即说道, 啊, 那太好了, 如果叶兄有什么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 以后直接找我方南就好了, 这个黑紫根就送给叶兄做个见面礼好了, 卓兄, 对不起了, 这支票请收回吧, 说完方南将信封推给了卓爱国, 卓爱国立即就不高兴了, 又将支票推给方南说道, 都说好了, 这是我送给叶兄弟的, 怎么能不出钱, 见两人有些争执,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方会长就收下支票好了, 你手下兄弟多, 需要开支, 对了, 卓兄要这个黑紫根有什么用处, 卓爱国叹了口气, 说道, 是因为我儿子八岁那年,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突然变得呆齿, 两年里面, 我们不知道去过多少医院, 请过多少专家了, 都没有办法看好, 后来, 一位老中医告诉我, 用黑紫根泡水连续喝三年, 很有可能治疗这个病我, 千方百计地打听, 才得知方会长这里有一截, 所以才急匆匆地赶来了, 本来我大伯几个月前, 在宁海遇见了一位神医, 可是后来等我特意赶去的时候, 那位神医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想那位神医连我大伯的病都可以治疗, 我儿子的病肯定是手道病除, 哎, 机缘不巧, 况且这黑紫根, 也不一定可以治疗我家化糖的病, 那位中医也只是说, 可能, 叶兄弟拿去无妨, 宁海, 叶末重复了一句, 心想自己刚刚从宁海过来, 该不会说的, 就是上次自己救的那个老人吧, 是啊, 宁海, 就是立康医院偶然遇见的, 要知道我大伯的病拖了数年了, 甚至很多专家都下结论了, 那位神医, 还是硬生生地将我大伯救了回来, 可惜, 这种神人遇见一次, 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 想要再找就难了, 卓爱国有些伤神地说道, 叶末已经肯定他说的神医就是自己, 新书没办法, 继续求推荐票, 请看完后, 顺手投一下推荐票, 谢谢好人们, 谢我喜欢单这, LGIN的打赏, 谢谢, 感谢快一小灰的评价票支持, 和LGIN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52章, 偏僻的住处, 沉默一会, 叶末才说道, 卓老哥, 如果你相信我, 就留个地址给我, 等我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去帮你加化糖看看, 也许我可以治疗, 还有, 我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的这个黑子根并不能治疗痴呆类的症状, 那个老中医不知道是从哪里停来的, 绝对是谬论, 啊, 惊叫一声, 卓爱国一脸惊喜地抓住叶末的手说道, 叶兄弟, 你真的可以帮我加化糖治疗,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当然相信你, 当然, 话不连贯的卓爱国连忙取出一张精致的名片, 递给叶末, 这是我家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还有我的手机号都在上面, 拜托叶兄弟了, 他可不认为叶末在说假话, 不要说今天看见了叶末神乎奇迹的表演, 就是没有看见, 他也感觉叶末不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 而且他和叶末相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他感觉叶末这个人稳重, 可以信任, 是个值得相交的朋友, 叶末看了一下名片, 点点头说道, 不过, 我现在还不能去燕京, 很有可能是半年甚至一年后的事情了, 叶末当然知道, 这个时候去燕京, 说不定就是自投罗网, 没有关系, 只要叶兄弟记得就好, 卓爱国没有丝毫不快的意思, 相反是非常的高兴, 就算是黑子根可以治疗自己的儿子, 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况且叶末说还不能治疗, 而叶末的意思, 只要他去了, 就应该可以解决, 这中间的对比, 他清清楚楚, 至于叶末为什么不现在和他一起去, 他没有任何想法, 一个叶末是高人, 他有自己的事情, 第二他卓爱国也不是第一天来外面, 叶末跑到这么偏僻的边缘国境线附近, 他肯定有自己的难处, 作为朋友不用每件事都去询问, 哼, 叶兄, 我立即吩咐人白酒给你和卓兄洗尘, 方南最高兴的不是今天做了一笔生意, 而是认识了叶末这种能人, 最为主要的是, 叶末还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正当萧雷等的有些新交的时候, 叶末和卓爱国出来了, 并且后面还有一个长发大汉, 一顿饭兵主敬欢, 但是萧雷还是看出来了, 无论是卓爱国, 还是那个看起来很彪悍的长发大汉, 对一拙朴素的叶末都很是尊敬, 而且这种尊敬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卓爱国就不说了, 燕京大企业的负责人是个有钱的主, 可是这大汉一看就不是善蕾, 但是他对叶末也是很尊敬, 虽然有许多话想问, 但是萧雷知道他和叶末还不熟悉, 刚才问了司机小鱼半天, 但是小鱼时吗都不知道, 几人的住处是方南安排的, 叶末吃过饭晚上却出去了, 至于去哪里, 除了卓爱国猜出来一些, 没有人知道, 叶末当晚就去了那个十三太保的老巢, 让叶末不爽的是,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真是不知道这些家伙做了这么久的无本买卖, 怎么一点积蓄都没有, 让叶末想发一笔横财的愿望破灭了, 方南一大早就来到叶末等人的住处, 现在方南的葡道会是刘蛇的三大帮会之一, 刘蛇三大帮会中最差的是十三太保, 但是现在十三太保已经没有了, 余下的几人都被叶末彻底地灭掉了, 所以, 葡道会已经是刘蛇的二大帮会之一了, 因为有方南的照看, 在刘蛇镇卓爱国等人很是安稳, 没有人敢过来骚扰, 第二天, 卓爱国就和叶末道别, 他要离开刘蛇了, 我派几个兄弟送你到国道上面, 见卓爱国等人要离开, 方南主动要求送他们, 叶末没有阻止, 专门拦住那条路的十三太保已经被他灭了, 就是没有人送, 卓爱国等人也没有危险, 但是既然方南主动要求送他, 叶末也没有多说, 萧磊走到叶末面前, 有些吞吐地说道, 那个, 叶末你可不可以留个电话号码给我, 我想, 想以后你去了燕京, 我还可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虽然开始说话有些吞吐, 但是说到后面却很是流畅了, 毕竟是做记者出身,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感谢就不用了, 其实我也没有电话, 所以也没有电话号码给你, 这点小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萧磊愣了一下, 在他看来, 他这样一个美女问叶末要电话, 他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漂亮女人的邀请, 可是叶末偏偏拒绝了, 要说叶末没有电话,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这个年头, 还有谁会没有手机的, 看出来了萧磊的尴尬, 虽然卓爱国知道叶末是真的没有电话, 但是还是说道, 我们赶紧走吧, 不然赶不上今天去咸山的飞机了, 无奈之下的萧磊, 只能满腹委屈地和卓爱国一起离开, 对于安排修炼的地方, 既然有了方南, 就不需要卓爱国的帮忙了, 方南帮叶末安排的地方, 是靠近流舌将近二十里地的一处寺庙, 这里原来住的是一个游方的和尚, 和方南也认识, 寺庙还是方南资助修建的, 三年前这和尚突然失踪了, 就留下了这座寺庙, 如果不是叶末, 一定要求比较偏僻的地方, 方南还准备再留舌给叶末安排一个豪华住所的, 当天方南叫了几个小弟将寺庙打扫干净, 叶末就住进去了, 他主要就是为了种植银杏草, 还有一个就是查到紫兴藤的来历, 据方南说是七年前, 他逃亡的时候, 在越南边境的一处山谷当中, 发现了一个XC喇嘛的尸体, 在尸体上找到了这个墓盒, 感觉这东西不一般, 就留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是黑子根, 因为得到了黑子根, 方南就将这喇嘛的尸体埋在了附近, 叶末问方南要了地图, 和他埋葬喇嘛的具体方位, 他要去看看, 这喇嘛既然有紫兴藤, 说不定身上还有别的东西, 去看看总是不会错, 叶末住的庙不小, 有五六十个平方, 最主要的是, 庙的周围叶末弄出来了一分地左右, 准备专门用来种植银杏草的, 叶末没有敢将三十九颗种子一下种下去, 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种植这种草, 万一不适合将它的种子全烂了, 他哭都没有地方去哭, 虽然不敢肯定手里的银杏草种子是不是唯一的一分, 但是叶末知道就是别的地方还有, 他也不一定可以找到, 分了十九颗种子种了下去, 又将种植银杏草的周围整理了一番, 并且做了一些防护, 叶末就准备去山林里一趟了, 毕竟等种子发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他现在修炼没有什么进展, 他想去看看方南埋葬那个喇嘛的地方了, 和方南打过招呼后, 叶末就离开了流舌, 前往方南当年逃生的地方, 对他现在来说, 提高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报告兄弟姐妹们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最强气少, 已经是总榜第五, 分类第一了, 感谢你们, 这些成绩都是你们支持的结果, 谢谢, 为了保持我们的成绩, 老五继续求推荐票, 拜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 LJIN, 罗汉果长梅, 最初朦胧石, 归来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LJIN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成为最强气少的掌门, 祝贺感谢, 掌门啊, 感谢和祝贺南方满足, 成为了最强气少, 新直视, 又为最强增加一名强人, 谢谢, 第53章, 彻查结果, 此时宋家大院的气氛并不轻松,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别的原因宋家都可以搞定, 而是因为宋家的家主宋七明, 唯一的儿子宋少文死了, 原因是因为夜里飙车, 但是宋家的人此时都明白宋少文的死跟飙车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要飙车, 也不会将车开到七弄崖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的车半夜三更要开到风静高速去干嘛, 而且别人不知道宋少文, 难道宋家的人还不知道吗? 宋少文典型的就是一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如果有事情要经过风静高速, 他也只会白天去, 绝不会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彻查的结果如何? 宋老爷子不在, 这屋子里面宋七明说的话就代表了宋家的权威, 不过他的表情虽然平静, 但是他手上轻轻爆起的样子, 彻底地表明了他的愤怒和不甘心, 一个独子居然就这样被暗杀了, 是谁居然这么大胆, 连宋家的人也胆动, 一名中年男子站起来说道, 家主, 已经查清楚了, 宋文一个星期前去了河丰, 但是在河丰只是待了一天, 就离开了河丰, 然后带着阿发和王传应该是去了宁海, 但是宁峰高速在宁海这一段却没有少闻车子的录像, 或者说少闻进入宁海和离开宁海的那段时间, 宁海附近路况的摄像头都被关闭了, 我们去宁海查过, 摄像头是邵文让人关闭的, 邵文去宁海除了因为宁清雪外, 没有别的事情, 但是宁清雪却并没有离开宁海, 而是两天后去了渔州, 不过和宁清雪结婚的那个叶末却也是在那天晚上失踪了, 并且没有任何踪迹, 我们彻底地检查了车子的残骸, 根据七弄崖高速的摄像头显示, 少闻的宝马车确实是开得好好的突然冲出路面, 落入悬崖, 这会不会是有人抢逼司机喝了什么药物? 边上的一名50多岁的男子说道, 这中年男子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 因为根据路况录像显示, 除了宁海一段没有录像外, 其余的地方, 少闻的车开得都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 只是在七弄崖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的, 现在知道叶末的踪迹吗? 宋七明再次问道, 下面的中年人摇了摇头说道, 目前还没有发现叶末的踪迹, 但是我们在叶末和宁清雪珠的院子里面找到了一台监控电脑, 不过里面的资料已经被删除, 目前正在恢复当中, 此时一名2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U盘递给中年男子说道, 海说, 东西已经恢复出来了, 立即查看, 中年男子还没有说话, 宋七明一声冷哼说道, U盘插在了电脑上面, 巨大的屏幕显示了夜幕的生活过程, 以及最后和宋少文几人离开的画面果然和他有关系, 原先那名50多岁的男子, 看完快快速拉动的画面, 立即愤怒地说道,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是谁半夜三更跑到别人家里去了, 心里只是愤怒宋少文从这里离开后就死亡的事情, 看样子, 宁家那个贱人当时是不知道的, 这录像应该是他后来删的, 坐在宋七明下册的一名金兽男子说道, 就是他不知道, 这件事和他有关系, 想我宋家如此轻易放过他, 也绝无可能, 负责调查此事的海叔说道, 宋七明脸色非常的难看, 不过却摆了摆手说道, 宁家我不会放过, 现在却不是区区一个宁清雪的事情, 我要让宁家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暂时不要动宁家, 先将叶家那个废物抓起来, 最好是秘密带回燕京, 我要让他知道, 我宋家的人不是那么好杀的, 说完喘了口气再次说道, 宋海, 你负责调查夜幕去了什么地方,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他带回燕京, 如果不能, 就是将他的人头带回来祭奠少温也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立刻去查查, 这个夜幕是怎么让少温的车开下悬崖的? 是, 家主, 宋海立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那名五十多岁的老者却皱了皱眉头说道, 可是这夜幕相当的奇怪, 他和宁家的那个丫头结婚了, 怎么一直坐在树下, 难道他可以修炼气功? 听说一些古武家族都喜欢做着修炼气功,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古武修炼者的师父, 可能吧?夜幕是个废人, 连夜家的人都不要, 难道传说当中的古武修炼者会看上这种人? 况且, 就算是被人看上了, 他有这样一个师父, 怎么一个月的录像都没有出现那个人的影子? 战书, 你应该是多心了, 宋海连忙说道, 叫战书的人点了点头说道, 如此是最好不过的了, 万一是真的有古武修炼者撑腰, 就是我宋家是五大家族之一, 估计也很难报这个仇了, 宋家将宁海的监控电脑拿走的当天, 宁清雪就知道了, 灯石心急如焚, 他开始后悔了, 早知道就应该将那个电脑的硬盘回去的, 没想到宋家还真的查过来了, 想指望宋家没有恢复出来资料, 明显的是不现实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通知夜幕, 告诉他宋家的人已经知道, 是他杀了宋少文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夜幕联系的方法, 而且也没有人有夜幕的联系方法, 宁清雪觉得这件事应该告诉他的父母亲, 思量再三后, 还是将这事告诉了母亲, 并且说想出去寻找夜幕, 宁清雪的母亲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这中间居然生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甚至宋少文的死还和宁家有关系, 清雪, 现在不是你去找夜幕的事情了, 现在是我们一家怎么面对宋家的抱负, 很明显以宋七明那种性格, 想指望他放股我宁家是绝无可能的, 特别是你, 宁清雪的母亲对这件事看得非常的透彻, 宁清雪摇了摇头说道, 我对不起夜幕, 现在又连累了你们, 我真是没有用, 是我自己太任性了, 有的时候想法太过天真, 对不起妈妈, 宁清雪的母亲轻叹一声说道, 我家虽然已经和宁家分开, 但是想要对付我家, 也没有宋家想得那么容易, 清雪, 你不用担心, 你先跟我说说你和夜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顺手帮老五投一张推荐票哦, 谢谢, 感谢逍遥百小生, 南方蛮族, 新等, 坟田东皇, KI贵子, LJIN几位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了, 第54章, 原始丛林中的悠闲人, 虽然芳南给了大志的方位, 但是因为是隔多年了, 芳南也记得不太清楚, 虽然芳南要陪他一起来找, 不过夜幕知道, 这还不知道要多少天才可以找到, 况且, 十三太宝才被灭掉, 流蛇的利益要重新划分, 芳南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所以他没有让芳南一起来, 更何况自己一个人在丛林里, 说不定还更加快一点, 夜幕已经在无边无际的丛林当中找了三天了, 还是没有找到芳南说的埋葬那个喇嘛的地方, 倒是遇见了多次的危险, 遇见一次野豹, 二十几次各种毒蛇, 野狼遇见了两次, 芳南提供的信息当中, 最重要的是两颗万年青, 几天下来, 夜幕不要说两颗, 就是一颗万年青都没有看到, 不过夜幕最不缺乏的是耐心, 虽然已经是丛林深处了, 第四天他还是决定再往里面深入地找找看, 不过在进去之前, 他需要填饱一下肚子, 夜幕一边考着一只野兔, 一边将已经找过的地方整理一下, 几声清脆的枪响却打断了他的思路, 夜幕刚刚抬起头, 就看见一名三十多岁的彪悍男子, 亮腔地跑了过来, 手里还有一把三棱军刺, 这男子浑身上下几乎都是伤口, 衣服被撕裂得破破烂烂, 不过在夜幕看来, 他身上最重的伤口还是腰部的一枪, 虽然这一枪有些贴边, 但是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早已不像样子的衣服, 夜幕看见这男子的同时, 这男子也看见了夜幕, 当时就愣了一下, 他也许没有想到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原始山林, 还有人在悠闲悠闲地烤野兔吃, 不过就算是他还在逃亡当中, 他饥饿的肚子还是忍不住叫了一下, 夜幕一看见这受伤逃窜的男子, 立即就感受到了他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练功的气息还有身上的杀气, 和当初自己在苏靖文生日晚会上遇见的那个王旭有些类似, 他们是一伙的, 夜幕立即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三十多岁的男子和王旭是一伙的, 不过他不知道被什么人追得如此惶惶正当夜幕想着王旭的时候, 后面再次想起了急促的脚步, 很快三名手里拎着枪的男子出现在夜幕的眼前, 这负伤很重的男子歉意地看了夜幕一眼, 没有说话, 三名拿枪的男子见那负伤的男子没有继续逃走, 都停了下来, 看着正在烤野兔的夜幕也有些惊讶, 毕竟在这样一个原始丛林里面休闲的烤野兔, 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 这块丛林可不安全, 就算是要烤东西也会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 而不是在这个四边都无处可藏的地方, 现场的五个人都不说话, 气氛竟然一时陷入了僵持, 甚至只有夜幕翻烤野兔的响声和空气中吐肉的香味, 三人对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其中那名脸色稍黑的男子出口说道, 这位朋友, 这里没你的事情, 你先让开吧, 我们只想捉住刚才逃过来的那个人, 口音竟然有些古怪, 夜幕有些莫名其妙地盯着这说话的家伙, 正想说这地方又不是你家的, 我凭什么要让的时候, 另外一名男子竟然突然提起, 枪就要对夜幕开枪, 打断了他的动作, 三人的眉心全部是一点红, 接着就是大骨的鲜血冒了出来, 三人同时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盯着夜幕倒了下去, 其间最多是一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夜幕不喜欢杀人, 但是对他生命有威胁的人, 他是从来都不会留情的, 手里的铁钉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在用枪对着他, 那名受伤极重的汉子睁大眼睛半天都不敢相信, 拿着枪的三个追杀了自己半天的人, 竟然如此轻易就被这个烤野兔的人杀了, 难怪他敢在这里烤野兔, 竟然是这么逆天的一个存在, 野兔好了, 要吃点吧, 夜幕看了看半天没有说话的汉子, 淡淡一笑说道, 他对王旭的观感不错, 这人八成和王旭有关系, 叫他吃点东西也没有关系, 啊, 好的, 谢谢, 我叫郭琪, 刚才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郭琪说着一抱拳, 脸色恢复了平静, 夜幕摆摆手笑着说道, 没什么, 相见就是有缘, 我叫夜幕, 说完将野兔割下一半, 从后面的背包里面拿出几株草药, 搓成碎渣洒了上去, 郭琪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讲究卫生啊, 虽然弄完了, 不过夜幕却并没有将手里的半边野兔递给郭琪, 而是说道, 你过来一下, 我帮你看看伤口, 听了夜幕的话, 再看看夜幕的举动, 郭琪似乎明白了, 夜幕是在弄草药帮他疗伤, 连忙走了过去, 等郭琪走到面前, 夜幕抬手就是一掌, 击在郭琪受枪伤的伤口对面, 一颗子弹犹如流星一般飞了出来, 远远地落在一边, 郭琪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就发现自己腰部的子弹被取出来了, 这人怎么这腰牛,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取弹头的人, 似乎没有看见郭琪的惊讶一般, 夜幕将手里的半边野兔递了过去, 然后又拿出两株草药递给郭琪说道, 你先将草药嚼碎了, 敷在子弹的伤口上面, 然后撤这个野兔, 应该就没有事了, 说完, 夜幕再也不管郭琪, 而是自顾自地啃起另外半边野兔来, 郭琪却惊喜地发现, 他的伤口不但不疼了, 而且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这是什么草药, 效果居然这么好, 顿时夜幕在他眼里的形象神秘起来, 那已经不仅仅是感激了, 还有一种莫名的敬畏, 一个危机重重的原始丛林, 他不但悠闲地考着野兔, 还可以随意就治疗了自己的枪伤, 甚至连子弹也只是一巴掌就取出来了, 此人如此有本事, 而且杀死男鬼的特种兵眼皮都不眨一下, 肯定不是越国人, 是不是可以请他帮忙, 郭琪的心思一动, 立即就说道, 刚才那三个人应该是越国小鬼子, 我们小队因为任务被他们伏击, 除了我突围到这里, 其余的有两位队友阵亡了, 还有三人被困在了一处山洞, 我估计现在已经落入他们的手里了, 我现在就是想突围寻找救援, 夜幕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夜幕心里很是不以为然, 虽然很是不想帮忙, 但是夜幕对这些越国鬼子的印象却很差, 他一来流蛇就被这些家伙拦路, 虽然最后这些家伙都被他杀了, 但是他对越国人却很是厌恶, 我虽然很想帮你, 不过我还有事情要做, 我要在这里找一些东西, 夜幕站起来说道, 他准备走了, 他和郭琪根本不认识, 刚才也救了他一命往, 况且自己还有事情去做, 如果是顺便, 他帮一下忙也无所谓, 但是特意去帮忙, 他觉得有些麻烦了, 看完了, 记得帮老五投推荐票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 天山晴雪, 某战士, Zoen1972, 罗汉果长眉, 寸芒, 焚天东皇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我喜欢甘蔗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55章, 出手相助, 夜兄, 我们教官就教我们打者为先, 虽然我比你长几岁, 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 通常就是我们教官说的那种打者吧, 所以称之为兄, 天下新王, 匹夫有则这种大道理我不懂, 但是南边鬼子在我边境烧杀抢掠, 简直是无恶不作, 三十年前, 我军展开了自卫反击战, 南边的鬼子虐杀侮辱其境内的华人, 烧杂其境内的华人工厂, 无数的同胞被血腥的屠刀斩杀, 如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可是这些鬼子却并没有停息他们的动作, 虽然隐蔽一些, 但是却是一直在威胁着我们, 这次我的几位队友被越国鬼子围住, 我郭琪就是死, 我们几人都还算是熟悉, 只要就回了队友, 我愿意帮你找你想要的东西。 郭琪说完, 很是热切地看着叶末, 叶末沉默片刻, 他对那些越国鬼子也没有任何的好感, 至于请郭琪帮忙寻找东西就算了, 他自己都找了几天了, 他不相信郭琪几人可以帮忙找到, 不过这郭琪说得有理, 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华夏人, 既然是华夏人, 帮这点小忙也是应该的。 想到这里,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郭琪说得不错, 也不必介意, 刚才是我想差了, 既然如此, 咱们走吧, 你顺便将情况说给我听一下, 几个男鬼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多谢叶兄, 郭琪见叶末答应, 很是高兴的一抱拳, 他就知道叶末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辈, 只是可能常年隐居对友的观念比较淡薄而已。 郭琪捡起了三把枪, 递了一把给叶末, 叶末摆了摆手, 不用了, 我不喜欢用枪, 拿在手上有些麻烦。 郭琪想起叶末徒手杀了几名汉兵的情况, 也就了然了。 听完郭琪的话, 叶末才明白过来, 不是郭琪他们差劲, 而是因为郭琪他们这个小队一共六人。 在执行完边境任务的时候, 在丛林当中遭遇到了伏击, 虽然对方没有表明身份, 但是郭琪认为就是越国人。 在伏击当中, 郭琪六人死了两人, 三人被困, 就是郭琪一人逃出来了。 被困的地方叫寒蝉洞, 听郭琪说, 如果不是那里地形狠对他们有利, 他们几人应该全军覆没了。 当时遇见伏击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突围, 但是真正逃出来的就是他一个人而已。 而且, 如果不是叶末, 就算是他, 也无法逃得更远。 寒蝉洞不算是很近, 郭琪带着叶末快速地赶路, 也走了两个小时才到。 刚接近寒蝉洞的时候, 两人就听见一声枪响。 听到枪响的郭琪立即惊喜地说道, 他们还没有落在对方手里, 这是我的队友开的枪, 这枪声我可以听出来。 叶末却更是惊喜, 因为他发现方南说的地方 就是这个叫寒蝉洞的地方, 虽然还没有看见万年青, 但是周围的环境和方南说的一模一样。 看来, 做人还是要助人为乐啊, 不然他肯定不能在两个小时就找到这里。 叶兄, 现在怎么办? 郭琪虽然是特种部队的精英分子, 但是他知道自己和眼前的叶末比起来 还差得太远太远。 现在既然得知自己的队友 还没有落在对方的手里, 他的心思顿时就更加的灵活起来。 他也知道, 就算是自己的队友 没有落在对方的手里,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因为如果弹药充足的话, 队友不会半天才开一枪。 对方一共是多少人? 叶末回过神来说道, 他要找东西, 必须先将这些困住郭琪队友的家伙 全部干掉。 从他们埋伏我们的枪声来看, 我估计至少有20人左右, 当时也被我们干掉了三四个, 现在应该还有16、7人。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的队友还没有落入对方的手里, 他们应该是想熬到天黑突围, 但是对方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绝对不会让我的队友熬到天黑的。 我估计他们在商量对策。 郭琪回答道, 说的还算是仔细。 叶末点点头说道, 你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我, 不到必要就不要开枪, 我去解决就可以。 知道叶末当时无声无息地 杀了三个特种兵, 郭琪对叶末的话没有丝毫的怀疑。 如果他在暗处, 十几个人对他来说也许真的不够看, 只是不知道, 那个上面派来交了他们三天的许时和叶末比起来, 谁更厉害点。 郭琪还在想的时候, 叶末已经开始行动。 寒蝉洞位于一个山谷之内, 这里确实是一手南宫,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选择这个地方埋伏郭琪他们, 但是叶末心想, 不是因为时间仓促, 就是郭琪他们及时撤退到了这里。 叶末的神石现在已经可以接触到周围七米的地方, 接近了寒蝉洞的山谷后, 叶末立即就发现了六人, 而且在这不远处还埋伏了人。 如果不是郭琪的判断错误化, 就说明他们又来了人增援。 轰的一声巨响, 一枚炸弹落在了寒蝉洞山谷的外面, 冒出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看样子, 这些人不是不想留活口了, 就是想用炸弹威蝉洞里的人了。 六枚铁钉被叶末打了出去, 这些铁钉不是打入围住寒蝉洞兵士的后脑勺, 就是打入了他们的太阳穴。 被叶末打中的六人哼都没哼一声, 全部倒地身亡。 寒蝉洞外的山谷呈现扇形, 虽然容易守住, 但是外面的人同样容易围住。 叶末沿着外围的扇脚一路杀了过去, 一直杀到第21个人的时候, 才被最后三人发现。 而且发现的原因是因为叶末杀的那个人当时正好在通话, 他的通话戛然而止, 听他呼叫的人立即就发现了叶末。 三枪同时击中了叶末停留的地方, 尽管叶末的神识已经扫到了这些人扣动扳机的动作, 也及时地闪开, 但是胳膊上还是擦出一道血痕。 不得不说, 这些人比起那个什么十三太宝强的太多了。 而且, 他们手里的枪也比十三太宝的那种烂东西强了百倍。 居然受伤了, 叶末怒火之下一次就打出去六枚铁钉, 两枚直接射杀了另外两人, 剩下的四枚将那名让他受伤的家伙脸上打了个稀巴烂。 过来吧, 叶末叫了一句郭琪。 郭琪现在当然知道包围的人绝对不是十几人, 而是多出了六七个人有些惭愧地说道, 对不起, 叶兄, 看样子是我弄错了情报, 快去和你的队友会合吧。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周末了, 别忘了投推荐票哦。 感谢风寒轩, LJIN, 南宫飘雪, 焚天东黄, 逍遥百小生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 LJIN, 风寒轩, 南方蛮族的更新票支持, 感谢风寒轩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五十六章, 迟晚清。 队长, 那个炸弹怎么只是炸了一下就没有了? 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来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出去看看, 你们不要动。 晚清, 你没事吧? 嗯, 我没事, 给一颗手雷给我, 最后说话的那名叫晚清的女子, 因为腿上中了一枪, 说起话来, 脸上全无血色。 另外两人都知道她的意思, 子弹越来越手, 万一守不住了, 她好自杀。 卢队长, 你们没事吧? 郭企冲进来后, 立即就大声叫喊, 好像来的人是郭大哥, 对的, 就是郭大哥, 难道我们的人来了? 已经将那些男鬼干掉了, 手里拿着冲锋枪的青年立即叫道, 方伟, 你说的没错, 是郭企, 他怎么进来的? 难道是贝? 不可能啊? 贝称为队长的女子, 说了一半就摇了摇头, 怎么回事? 郭企? 贝称为卢队长的女子, 一看到郭企来到洞前, 就立即问道, 郭企已经看见了洞中的三人都在洞口, 受伤的池婉青也扶着石壁靠在洞口, 松了口气说道, 我请来了援兵, 将外面包围的男鬼全部干掉了,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就是婉青大腿被枪击中了, 受了伤, 对了, 是哪支队伍来救了我们? 卢队长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郭企, 心说哪支部队这个时候会来这里? 就是救援也没有这么快啊, 难道是狼笑的人? 不是, 是我在丛林里面刚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救了我, 又帮忙来这里, 将外面的二十多个男鬼干掉了, 郭企喘了口气, 连忙说道, 什么? 你说, 一个人灭了二十多个特种兵, 而且还是你刚认识的一个朋友? 郭企, 你会不会再说下话? 卢队长立即惊讶地叫了出来, 池婉青和方伟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郭企, 如果不是因为深深地了解郭企这个人, 他们甚至以为郭企已经叛变了, 郭企赶紧说道, 卢队长, 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那位朋友是偷袭得手的, 并不是正面强攻, 而是在偷袭当中一个一个地干掉二十多人的, 我就跟在他的后面, 看得清清楚楚, 绝对不会有错的, 只是在最后才被人发现, 开了几枪, 方伟恍然地说道, 我是听见了男鬼最后开了几枪, 原来是这样, 就是偷袭得手, 这种能力也绝对是强人, 郭企, 赶紧带我去看看这位朋友婉青, 来我背你, 卢队长对后面受伤的女子说了一句, 也不管她是否同意, 直接将她背了起来, 婉青是枪伤啊, 我那个朋友治疗枪伤, 只要分分钟的事情, 你们看, 我这枪伤还是上午被打中的, 现在已经结痂了, 前后才几个小时而已, 她真的很厉害, 我逃跑当中遇见她时, 你们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郭企犹如莲珠一般, 一口气说了出来, 这么厉害, 还真的结痂了, 方伟已经看见了郭企腰间的伤口, 惊叹出声, 一辉又想起来说道, 对了郭哥, 你遇见她的时候, 她正在做什么? 郭企黑黑一笑说道, 她竟然在悠哉悠哉的烤兔肉, 还给了半边给我吃, 这是我这一辈子, 遇见的最厉害的一个前辈高人, 居然有这种高手, 我一定要认识, 拜她为师, 前辈高人, 她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哎, 要是刘成和于南还在就好了, 方伟的神情变得暗淡起来, 听方伟说起刘成和于南, 几人都沉默了下来, 一时间气氛变得有些沉重, 啊, 这么一堆走出山谷, 几人立即就看见了被叶末杀死的二十四人, 全部堆成了一堆, 叶末却不在这里, 居然真的杀了这么多, 这, 简直太他妈的厉害了, 不行, 我一定要拜师, 方伟震惊地再次叫道, 别拜师拜师的了, 叶兄是世外高人, 你说他会收下你吗? 叶兄, 叶兄, 说完郭企叫了几句, 都出来了, 那就走吧, 我还有事情, 就不陪你们了, 叶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现身, 淡淡一笑说道, 国企愣了片刻, 立即就说道, 啊, 叶兄你要走了, 哦, 我和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猎鹰队的队长卢林, 他背上背着的也是我的队友, 叫池婉青, 这位叫方伟, 对你很是崇拜, 队长, 这位就是我说的帮我们忙的叶末, 叶末你好, 我叫卢林,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我还以为你至少三四十岁了呢, 卢林连忙伸出一只手和叶末握了一下, 眼里的感激很是明显, 叶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还这么年轻, 我叫方伟, 我拜你为师吧, 你能不能收下我, 方伟两眼冒光芒, 一脸崇拜的对叶末说道,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我也是偷袭得手, 我现在自己都是半桶水, 怎么可能收徒弟, 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池婉青看了看叶末, 眼睛亮了亮, 他之所以想参军, 甚至凭借自己的努力打入了猎鹰小队, 除了家庭原因外, 还有就是因为对军人强悍的崇拜, 他的爷爷是军人, 父亲是军人, 但是父亲却没有儿子, 只有他一个女儿, 后来他和父亲因为一些事发生了争执, 不想留在家里, 所以他就将花木兰当成了偶像, 也来到了部队, 如果叶末真的如郭琪说的那么厉害, 他就是自己看齐的对象, 一直以来他对人都很冰冷, 一个是因为自己本身长得太过美貌, 如果在部队里面不冷点, 后面早就是苍蝇无数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感觉部队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崇拜的对象, 虽然他们教官很厉害, 但是也无法做到一个人连续消灭二十多个敌人, 就是暗算也不能, 当然他冰冷的性格,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唯一让他有些佩服的就是许时, 当年他来部队交过他们几天, 他是真的厉害, 只是几天后他就走了, 眼前的叶末和许时似乎有些不同, 至于不同在什么地方, 他也说不上来, 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野兄, 这位是我的队友池婉青, 他腿上中了枪伤, 你看是不是可以帮他治疗一下, 郭琪有些迫切地看着叶末说道, 叶末看了看庐陵背上的女子, 二十岁刚出头一些, 头发很短, 但是却遮掩不住他如画般的眉目, 脸色有些白, 估计是湿血造成的, 叶末摇了摇头, 心说这种女孩子应该躲在闺房里面绣花, 怎么跑到边境的原始丛林里来了, 感谢我喜欢甘蔗, 木枫叶, 斜秋, 焚天东黄, 犀利的伊碧亚, 稻草人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瑞瑞110, 风寒轩的评价票支持, 感谢焚天东黄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57章, 治疗, 将他放下来, 我看看, 叶末已经看见了迟婉青大腿上的枪伤, 卢琳却将迟婉青背着走了一段, 在一个有些隐蔽的草丛中放了下来, 这才说道, 麻烦你了叶先生, 我和郭琪他们将那些尸体处理一下, 还有一些战利品要收缴一下, 这卢队长雷厉风行, 做事很是爽快, 根本就不问自己怎么治疗, 能不能治疗, 也没有询问着迟婉青的意思, 卢琳走了, 迟婉青低头看看自己大腿上的伤口位置, 再看看叶末, 脸上有些尴尬, 毕竟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他相信郭琪说的话, 郭琪既然说这个叶末可以治疗自己, 就说明他肯定可以治疗, 只是这伤口的位置在大腿, 他不会让自己将裤子脱下了吧, 叶末看了看迟婉青伤的地方, 皱了皱眉头, 他倒不是不能治疗, 只是这个位置有些尴尬, 万一他的手放在上面, 这女人要是啰嗦地说什么, 他是真的很讨厌, 他不喜欢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且看着女子表情有些冰冷的样子, 说不定他还真的会这样说, 见叶末盯着自己的伤口处, 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迟婉青立即就明白了叶末的意思, 心里对叶末大起好感, 用低的连自己都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叶,叶大哥, 你帮我治疗吧, 没有关系的, 叶末愣了一下, 他正不知道应该怎么和迟婉青说, 没想到他居然主动让自己帮他治疗了, 心里对这个表面有些冰冷, 但是实际却不是那种淡漠的迟婉青, 也起了一些好感, 他之所以感觉到麻烦, 是因为迟婉青的伤口处, 被迷彩军服包装得紧紧的, 完全不像锅起, 身上的衣服都被撕裂得破破烂烂, 他只要一掌就可以逼出子弹, 但是迟婉青的伤口, 却是被迷彩服装包得很是严实, 现在迟婉青主动说不在意, 让他治疗, 他当然对他好感大气, 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女孩, 想到这里也是笑了一下, 其实你的伤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现在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将你的裤子脱下来, 我帮你治疗,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裤子上面挖一个洞, 你看, 不用了, 我脱下来吧, 我没戴裤子, 迟婉青说着就主动去脱自己的衣服, 他既然同意了, 就不会扭扭捏捏, 叶末对这干脆直接的女孩, 好感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 见他动作很是吃力, 连忙说道, 我来吧, 谢谢你了, 迟婉青从看见叶末第一眼起, 就感觉他是个不错的人, 后来他对自己伤口的位置有些犹豫, 而且眼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伤口的位置, 对叶末更是信任, 居然就让他帮自己脱裤子了, 这让他想起来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虽然叶末的手没有碰到他的肌肤, 但是他依然能够感觉到他手的温暖, 心里有一些舒心的感觉, 叶末并没有将他的裤子全部脱下来, 只是脱到伤口的地方就打住了, 可是迟婉青却感觉这个样子更是暧昧, 脸蹭的一下变得血红, 再也不敢看叶末手的动作, 转过头去装鸵鸟, 心里乱七八糟, 连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迟婉青白皙青春的皮肤让叶末感觉到有些谎眼, 叶末不敢去看, 定了定神, 叶末同样是一掌拍在迟婉青的大腿上面, 一颗弹头带着几点血迹飞了出来, 同时叶末拿出几株草药嚼了几口附在了他的伤口处, 蒸汽运转之下, 药力很快就被吸收进入了伤口, 再随手在包里拿出绑带绑在了迟婉青的伤口上, 踢起了迟婉青的裤子, 整个过程竟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之所以帮他嚼药, 是因为怕他的动作太慢, 女孩子总是要点面子, 裤子脱了, 路在外面时间太长, 总是不好, 当叶末帮迟婉青穿起裤子的时候, 迟婉青才反应过来, 甚至连叶末治疗的整个过程他都没有看见, 叶大哥, 你, 已经治疗好了, 脸上红色尚未褪去的迟婉青有些发愣地问道, 嗯, 已经好了, 估计明年早上就会完全没有事情了,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他使用了真气帮助他恢复伤口, 他好起来应该比锅气还要快, 啊, 真的不疼了, 还有一丝清凉的感觉, 叶大哥谢谢你了, 你真是厉害, 迟婉青第一次感觉事情竟然如此的神奇, 刚才的尴尬早就消失不见, 有哪个医生可以做到和叶末一样,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取出子弹, 只好枪伤的, 如此轻而易举, 谢谢你, 叶大哥, 迟婉青也感觉到了叶末不是普通人, 和国企说的一样,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叶大哥, 你是做什么的, 迟婉青是第一次打听一个男人的消息, 他感觉脸上又有些发烧, 可是他的内心却似乎迫切地想要知道, 他也知道和叶末这种人能够遇见就是缘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见这种能人的, 叶末张了张嘴, 将一句走吧咽了下去, 迟婉青现在问他说这种话, 就说明暂时没打算出去, 只好随口说道, 我现在没有什么固定工作, 都是做些临时工, 什么事都做吧, 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赚上一笔, 运气不好的时候还被城管赶过, 嘿嘿, 叶末倒也没有说谎, 他帮人看病, 摆地摊, 卖服, 甚至帮别人去和黑帮交易都做过, 啊, 迟婉青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他不相信像叶末这种人居然没有工作, 甚至是做些临时工, 叶大哥,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迟婉青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叶末打断了, 叶末淡淡一笑说道, 其实你的伤口就是我不帮忙, 也不会有事的, 救命之恩谈不上, 迟婉青奄然一笑, 叶末看得呆了呆, 他没有想到脸上有些冰冷的迟婉青, 笑起来这么好看, 见叶末似乎看着自己有些愣神, 迟婉青心里居然觉得有些欢喜, 赶紧说道, 叶大哥, 我说的不是这个, 如果不是你来的话, 我和队长三人肯定无法倾免的, 说不定还要受凌辱, 我是真的很感谢你, 叶末点了点头, 他知道迟婉青说的是事实, 想了一回说道, 其实我觉得像你这种女孩, 实在是不适合在部队里面, 当然, 这只是我的看法, 没想到迟婉青却点了点头说道, 叶大哥, 你说的对, 原来我总是羡慕部队生活, 我自己也非常的努力, 总算是进入了猎鹰小队, 现在看来,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在部队的生活, 想了一会, 迟婉青再次说道, 叶大哥, 我想请你帮个忙, 第五十八章, 找到地方, 叶末笑了笑说道, 说吧, 只要是顺便不麻烦的话, 我愿意帮你这个忙, 他对迟婉青感觉不错, 如果可以帮到他的话, 他不会吝啬一点时间, 我有一个表姐, 在江南省的洛仓市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人手不够,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时间去他们公司上班,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寻寻工厂就可以了, 迟婉青很是高兴地说道, 他忽然感觉自己一年的笑容加起来, 都没有这二三十分钟多, 叶末顿时就明白了, 这小妮子是想帮自己的忙, 但是又怕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或者说, 怕自己爱面子, 就说成让自己去帮忙, 不然,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不用做事, 只要拿钱就可以了, 这也太轻松了点吧, 这是一个很细心的女孩, 不过她还不了解自己, 怕伤了自己的自尊, 微微一笑, 叶末说道, 谢谢你了, 迟婉青, 如果我想要找工作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你表姐的公司, 其实,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会做的, 叶末不好直接拒绝迟婉青的好意, 她就是要去她表姐的工厂工作, 也不是最近就可以的, 她还要培植银心草, 如果银心草没有成熟, 她是不会离开的, 不用做任何事情的, 说了一句话后, 迟婉青似乎觉得自己的话有些明显了, 连忙补充道, 只要在场里转转就可以了, 等一下, 叶大哥, 我报个电话给你, 你用手机记下来, 迟婉青说着就准备报个电话给叶末, 叶末却说道, 可是我没有手机啊, 迟婉青愣了一下, 这年头还有人没有手机的, 不过看看叶末的衣着打扮, 还有她说的现在还没有工作, 估计她真的买不起手机, 见迟婉青有些为难的样子,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其实你只要报一遍号码, 我就能够记住了, 迟婉青看了一眼叶末, 很明显, 她不大相信叶末的话, 就算是现在记住了, 过会还是会忘掉的, 她还以为叶末只是不好意思拒绝, 就随口说的, 不过这难不倒她, 她立即就想起了办法,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梳子, 拿出小刀在梳子上面刻了几个梳子交给叶末, 这才松了口气, 叶末接过这还带着淡淡香气的梳子看了一下, 笑着说道, 这个电话号码倒也别致, 谢谢你了, 迟婉青, 如果我需要工作的时候, 我一定会过去的, 迟婉青见叶末收下东西, 显得很是高兴, 不过立即就说道, 叶大哥, 你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名字, 我听着很别扭, 以后你就叫我婉青好了, 我爸爸叫我小青,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叫, 好吧, 婉青, 叶末无奈地叫道, 刚才他还听见他的队友叫他迟婉青来着, 听见叶末叫自己婉青, 迟婉青显得很是高兴, 却忘了要出去的事实, 而是继续问道, 叶大哥, 我听郭琪说, 你来这里是找东西的, 你东西找到了吗?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还没有, 应该就在这附近, 那里有两颗万年青, 还有一个山谷, 我想山谷应该是这个, 但是万年青我却没有找到, 万年青, 我知道的, 我们躲入山谷的时候, 我就遇见一个地方有两颗万年青, 离开这里不远, 叶大哥, 我带你过去, 迟婉青忽然对自己可以帮助到叶末, 感到很是开心, 叶末还没有说话, 外面就传来了卢林的叫声, 迟婉青连忙回答道, 林姐, 我和叶大哥去有点事情, 等会就回来, 声音清脆而动听, 卢林愣了一下, 迟婉青什么时候有这种快乐的心情了, 语气当中竟然充满了愉快, 他不是从来都冷冰冰的吗? 难道, 难道他们, 卢林摇了摇头, 转身去了, 怎么也想不通迟婉青的变化, 迟婉青站了起来, 有些摇晃, 叶末连忙扶住他说道, 我来背你好了, 叶末没有想任何别的事情, 他只想早点找到那个地方, 看看那个喇嘛还留下了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可以找到大量的紫心疼, 这对他非常的重要, 嗯, 谢谢叶大哥了, 迟婉青没有任何拒绝地趴在了叶末的背上, 对他来说, 大腿都被叶末看去了, 让叶末背下算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扭捏的女孩子, 叶末对迟婉青很是赞赏, 不知道是不是军人都是这样爽快, 背上传来了两团柔软, 虽然很舒服, 但是叶末居然什么别的都没想, 卢队, 刚才是不是叶大哥背着迟婉青过去了, 我没有看错吧, 方伟睁大眼睛盯着叶末和迟婉青的背影, 揉了揉眼睛, 一直不喜欢和男队友说话, 甚至一向都是冷冰冰的迟婉青, 居然愿意让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子背着, 这也太过离谱了点, 你没看错, 快点整理好这些枪, 他们应该是具有事情了, 很快就会回来, 如灵没好气地说道, 国企看着叶末和迟婉青消失的身影点了点头说道, 叶兄是个英豪气男子, 婉青虽然对人很冰冷, 只是没有遇见他的真命天子而已, 也许叶兄就是, 他们很般配, 叶大哥,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 浮在叶末背上的迟婉青忽然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叶末震了一下, 立即说道, 不会啊, 我很喜欢你这种很自然洒脱的性格, 而且说话做事都不扭念, 迟婉青迟疑了一下才说道, 叶大哥, 其实我和队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冷淡的, 我不大喜欢说话, 也许我一个月加起来说的话, 也没有今天和你说得多, 自从我父母离婚后, 我在家庭的影响下, 加入了军队, 也因为父母的原因, 我对男的都有一种天生的拒绝, 不知道为什么, 叶大哥, 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一种自然和自由, 可是那一直是我向往的, 却没有对你拒绝的意识, 也许这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自然洒脱, 所以, 说完, 迟婉青有些担心地看着叶末, 他忽然怕叶末不喜欢他这种性格, 叶末笑了笑, 他当然明白迟婉青的意思,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对自然和自由的追求, 就说明他也是有灵根的, 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在地球这个灵气匮乏, 修真资源接近于灵的地方, 拥有灵根确实是不容易,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生活好了, 没有必要去迁就别人, 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咦, 就是这里了, 果然是两颗万年青叶末正和迟婉青说着话, 却已经看见了两颗万年青, 今天又要充榜, 记得帮老五投推荐票啊, 还有一颗应该在零点, 感谢风寒轩, 木枫叶, 我喜欢甘蔗, 龙头, Fate, 青莹, 逍遥百小生, 地点DCL, 风雨夜落, 奥剑, 天涯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天山晴雪为最强在嘉一位直视, 谢谢, 第59章, 藏文字母, 对了, 就是这里, 迟婉青也高兴起来, 似乎他帮助叶末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叶末放下迟婉青, 走到两颗万年青的中间, 果然在中间发现了一个土包, 找了一个木棍, 叶末小心地挖开了土包, 一具枯骨被几块石头围起来, 还有一个被包裹的岩石的塑料袋, 但是塑料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在腐烂了, 叶末慢慢地将塑料袋挑起来, 仔细看了看枯骨边上,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塑料袋应该是喇嘛死去之前贴身放好的, 后来尸体烂了才落下来, 所以当时方南没有发现, 将破烂的塑料袋慢慢挑开, 里面只有一张同样开始腐烂的羊皮地图, 不过这羊皮地图不知道用什么炮制过, 虽然腐烂, 但是上面的东西依稀可以看得清楚, 叶末仔细地盯着羊皮地图看了看, 上面画的好像是一处沙漠, 有一些字母, 只是叶末一个也不认识, 叶末正盯着地图上的沙漠和那些奇怪的字母烦恼的时候, 一股淡淡的幽香进入他的鼻子, 几根发丝落在他的脖子上有些痒, 叶末立即就知道是迟婉青在他后面看着地图, 叶末让开了一点, 有些苦恼地说道, 这些字母我不认识, 现在这个羊皮地图还不能动, 一动, 我估计就全部碎裂了, 因为叶末的让开, 迟婉青立即就感觉到了自己姿势的暧昧, 正有些尴尬, 听到叶末的话, 他连忙说道, 叶大哥, 这些字我认识, 这都是藏文, 我爷爷以前在X2省待过好久的, 藏文就是我爷爷教我的, 婉青, 你真的认识这些字, 快点告诉我, 叶末原本是打算将这些字母全部记下来的, 现在迟婉青认识, 他顿时高兴起来上面的字母不是很全, 有酷壶, 塔克拉玛干还有罗布, 圣门就是这些了, 不过我想, 那个塔克拉玛应该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吧, 这个沙漠也叫死亡之海, 位于南X省的塔里木盆地, 地图上面应该就是指的这个地方, 而且上面的线路确实是指的塔里木盆地, 迟婉青将地图上面的字母都翻译了过来, 只是因为地图残缺的原因翻译的不是很全, 不过他还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叶末听完迟婉青的话,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居然是那里, 不过看地图的指向确实是那里,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婉青, 迟婉青奄然一笑, 说道, 其实我很高兴可以帮你也做点事情的, 不用谢的, 当才我也没有怎么谢你, 这倒也是, 叶末呵呵一笑, 将地图和塑料袋再次挑进了坑里面, 又将那句枯骨埋了起来, 叶末背着迟婉青出来的时候, 国企三人已经将战利品整理好在等着他们了, 迟婉青忽然感觉几位队友看向他的目光有些不大一样, 有心想解释一句, 但是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叶末将迟婉青放了下来说道, 我要走了, 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 啊, 叶大哥, 你要走了吗? 听叶末说要离开他们了, 迟婉青忽然感觉有些失落, 如灵看了一眼迟婉青, 忽然对叶末说道, 叶末, 你走了, 婉青就需要我来背了, 可是等我背不动的时候, 就需要方迟和郭杰背哦, 这关我什么事, 叶末刚说了一半, 就感觉到了迟婉青恳求的目光, 心里想想也是, 他帮了自己的大忙了, 不然就是自己将那些字母记下来, 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一个懂得藏文的人来帮他翻译一下, 现在自己也没什么事情, 就送他一段好了, 想到这里, 叶末说道,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送你们一程, 婉青上来, 我们走吧, 师傅, 你叫得好亲热啊, 方伟屁颠屁颠地过来说道, 叶末手一摆说道, 停,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收你为徒弟的, 听说叶末同意送他一程, 迟婉青心里一喜, 滴滴地恩了一声, 立即就趴在了叶末背上, 甚至连客气一下都没有, 哎, 我说婉青, 你至少要矜持一下吧, 你看你, 来不及的就送上去了, 你说我怎么说你呢, 如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叶末连忙说道, 卢队长可不要乱说啊, 我和婉青什么都没有, 和你们一样都是刚才认识的, 迟婉青脸上有些羞红, 不敢说话, 心里却在想自己是怎么了, 可是他明白, 叶末确实是除了父亲外, 第一个让他有好感的意性, 在部队已经三年了, 三年当中什么优秀的人才没有见过, 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人, 可以给他留下任何印象, 可是今天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叶末, 却在他心里落下了印痕, 虽然他对人很冰冷, 但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 他却不是一个矜持的人, 他不善于去伪装自己的表情, 或者说也不想去伪装自己的表情, 有好感就有好感, 没有就没有, 如果不是这种性格, 他也不会和家里闹翻了, 独自跑到部队来, 所以叶末留下来, 他感觉很是高兴, 如果林姐不开口留下他, 自己也会开口的, 上大学的时候, 奶奶就告诉过他, 不要等错过了, 再去后悔曾经的邂逅, 叶末眼神很清澈, 没有那种他不喜欢的隐蔽眼神, 最主要的是叶末救了他, 而且他似乎也很有本事, 对叶末卿来说, 叶末就是隐藏在草丛中间的一颗珍珠, 既然被他发现了, 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 虽然现在他看起来很是落魄, 但是总有一天, 肯定会一飞冲天, 当然这并不是他对叶末有好感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还是叶末身上有一种他向往的东西, 宁静, 自由, 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灵, 他喜欢他身上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和气息, 还有那种宁静的空灵之感,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东西, 似乎知道迟婉清冰冷的性格, 就是如灵说了一句, 郭企和方伟并没有拿他开玩笑, 郭企对叶末很是尊敬, 在他眼里, 叶末是个真正有本事的影视高人, 华夏和越国边境的原始森林非常的大, 除了队长如灵因为只是背着叶末的背包轻松点外, 郭企和方伟都是背着几十条枪的战利品, 还有两个战友的骨灰也有些吃力, 才走了一个多小时, 天就黑了, 几人决定露宿一晚再走, 因为卢伶他们遭遇了伏击, 一路走走逃逃, 丢了很多的东西, 现在只有叶末的背包里面有一个帐篷, 帐篷只好拿出来给了卢伶和吃碗轻重, 叶末三人只能睡在外面, 不过郭企和方伟明显的也是野外生存的高手, 很快就清理出来了一大片地方, 甚至还搭建了一个木棚起来, 感谢某战士, 南方蛮族, 暗示大使区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南方蛮族的更新票支持, 感谢某战士在位最强增加一名执事大人, 谢谢。 第六十章, 绿岩小蛇 叶兄, 屋子简落了点, 已经搭好了, 晚上我和小芳两人负责值班, 要不你先进去休息吧。 郭企走出来说道, 叶末笑了笑说道, 不用了, 晚上外面的值班就交给我了, 我喜欢晚上在外面。 对了, 郭兄, 你年纪比我大, 以后还是直接叫我叶末好了。 叶末感觉郭企为人不错, 众队友之情, 这才让他起了结交的心思, 他不喜欢薄情寡义之辈。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你也别叫我郭兄了, 部队里面的人都叫我大气, 你也叫我大气吧, 我就高攀了, 认了你这个朋友, 不, 是兄弟。 你看如何, 叶兄弟, 郭企为人爽快, 不喜欢扭扭捏捏, 叶末点头说道, 如此甚好, 想到叶末一个人在丛林里面, 悠哉悠哉的考野兔斥, 郭企也就不再坚持, 许多天下来他确实很累, 进去和方伟先休息了, 帐篷里面, 卢林看着若有心事的迟婉青说道, 婉青, 你觉得叶末这个人如何? 啊, 正想着心思的迟婉青被卢林打了得措手不及, 不过压了一声,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沉默一会才说道, 我觉得叶大哥是个好人, 而且他很有本事, 有一种, 有一种, 迟婉青有一种了半天, 也没有将有一种我向往的感觉说出来, 婉青, 你来部队已经三年多了吧? 我当然知道, 你在部队里面从来都不对任何男兵假以颜色, 三年前你是为了躲避你父亲帮你说的亲事, 或许还有些因为你母亲的事情加入了部队, 如今三年已经过去, 难道你准备一辈子这样吗? 有的时候幸福来了, 就不要去拒绝, 说到这里, 卢林悠悠地叹了口气, 半赏才继续说道, 那一年我中专毕业, 刚好十九岁, 正是青春年华的好时候, 我刚参加工作就在沈文工团, 我遇见了他, 他是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不但是我, 就是我们文工团别的女孩, 对他也是方心暗许, 我当然不例外, 可是他偏偏对我不错, 而且还不止一次地约我出去, 半年后, 他向我求婚了, 当时我才十九岁, 面对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求婚, 我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我很喜欢他, 但是我只能告诉他我还小, 让他等等, 又是半年后,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 他再次向我求婚, 我还想等等, 因为我感觉自己真的太小, 不敢组成一个家庭, 可是从那天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他走了, 我又等了一年,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当时我就想, 只要他出现了, 我愿意立即和他结婚, 可是他没有出现, 我也没有心思再去上班, 就来到了部队, 晚清, 有的时候机会只有一次, 失去了就没有了, 相信林姐的没错, 我在部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叶末这个人, 我看起来不像奸华之辈, 他的眼神没有闪烁感, 只是有些穷而已, 以你的家底, 还会在意他是穷是富吗? 况且有句话叫着默契少年穷, 我想, 如果你真是喜欢富裕的人家, 当年你就不会拒绝, 你家人的意思来不对了, 说完, 如灵悠悠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是不是又想起了当年的事情, 林姐, 其实我对叶大哥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哎, 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不跟你说了, 我去看看叶大哥, 说完迟晚清站起来就要出去, 咦, 晚清, 你的腿可以走路了, 如灵惊奇地指着迟晚清的腿说道, 是啊, 其实叶大哥治好了, 不久就可以走路了, 就是时间长了有点疼, 迟晚清说到这里,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再也不敢说下去, 连忙跑了出去, 他忽然感觉到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似乎被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一般的羞涩, 看着已经跑出去的迟晚清, 如灵似乎有些发症, 晚清有些像当年的自己, 可是叶末却和当年自己遇见的那个男人, 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叶末此时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块青石上沉思, 其实他正在用神石复原今天看见的那幅图, 图上的线路走向已经被叶末回响了无数遍, 结合迟晚清今天帮他翻译的几个词语, 确实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 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没有去过, 但是华夏的地图他还是仔细地看过的, 主要的地域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那个酷湖是什么地方, 他倒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印象, 还有那个圣门又是什么东西, 紫星藤叶末很清楚, 是炼气期很多单药都需要用到的一种灵木, 虽然生长条件不苛刻, 但是也绝对不会生长在沙漠里面的, 因为这种灵木生长的时候, 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水,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华夏第一大沙漠, 平均年降水量不到一百毫米, 甚至有的年份只有几毫米降水, 怎么可能生长这种灵木呢? 虽然叶末在想事情, 但是迟晚清一出来他就知道了, 微微一笑, 心说这小丫头看起来很冰冷, 但似乎对自己有些年, 迟晚清正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和叶末打招呼, 看见叶末回过头来对他笑了笑, 心里一松, 连忙快步走了过去, 当迟晚清刚走到叶末身后的时候, 忽然他脸色大变, 一条眼睛泛着绿光的灰色小蛇, 竟然对着叶末的后背冲了过来, 不好, 迟晚清听说三脚脑袋的蛇都是有毒的, 可是这蛇的脑袋不但是三脚的, 而且还是尖三脚, 甚至想都没想, 迟晚清就对叶末后背直接扑了下去, 绿眼三脚蛇发动攻击的一刹那, 叶末就感觉到了, 如果迟晚清不扑过来, 他当然有办法避开, 但是此时想将迟晚清也拖开来, 确实不可能了, 绿眼三脚蛇几乎是和迟晚清同时到达, 迟晚清就在叶末后面, 而绿眼蛇从鸡里外的地方过来, 居然同时到达, 可见这绿眼小蛇的速度是多快了, 灰蛇准确无误地咬在了迟晚清的后背上, 叶末心里一惊, 不过倒也不是特别紧张, 他不相信自己连一个蛇毒都治不了, 转身将迟晚清搂在了怀里, 叶末看见绿眼三脚蛇居然停留在不远处盯着他, 竟然还想发动第二次攻击, 看样子这蛇是针对他来的, 叶末怒从心头起, 仰手就是三枚铁钉打了过去, 擦擦两声闷响, 铁钉竟然没有刺穿绿眼三脚蛇的脑袋, 两枚铁钉从他的皮外滑走, 只有一枚打出一道细细的血痕, 而绿眼三脚蛇似乎明白了眼前的这人不好惹, 转身蹭的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好, 这不是蛇, 叶末首先反应了过来, 看见怀里的齿婉青脸色已经一片灰暗, 好厉害的毒气, 叶末心里更是暗焦不好, 此时, 卢林和郭琪等人都已经出来, 见状都知道齿婉青被蛇咬了, 而且是剧毒的蛇,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加入办法, 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61章, 难道只是报恩? 我去救他, 你们注意点, 这种蛇不会对你们发出攻击的, 说完叶末带着齿婉青快速地冲进了帐篷, 叶末却知道这不是蛇, 这叫着资狼, 外观和蛇差不多, 但是生有四肢, 眼睛晚上可以发出绿光, 就像狼一般, 资狼不但是速度奇快无比, 一般的人根本就看不到, 而且, 他的皮还坚硬异常, 普通的攻击根本就不会对他造成伤害, 最主要的是, 资狼奇毒无比, 绝对不是一般的毒蛇可以比你的, 成年的资狼还会长出翅膀, 叶末也很是惊奇, 因为资狼是不会对普通人动手的, 他只是对灵气植物和含有灵气的东西敏感, 因为这种东西特别喜欢吞噬灵气类的植物, 看来这只资狼如果不是因为叶末是修炼者, 就是因为他身上的紫心疼才会对他发出攻击, 叶末赶紧将齿婉青的上衣拉起,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心思去管别的了, 齿婉青的后背被咬了两个小孔, 黑气已经形成了一条线往上而去, 在齿婉青的背上清晰异常, 但是叶末知道, 这只是暂时控制住, 如果不能彻底地解除毒素, 齿婉青一样挨不过一个小时, 可是用什么可以帮他治疗? 叶末将齿婉青翻过来, 让他坐在自己的怀里, 心里却焦急地想着办法, 齿婉青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脸上的灰色虽然不再加深, 但是仍然很明显, 资狼喜欢吞噬灵气植物, 他咬的人不但中毒, 而且身体的元气也会消散, 就好比生机一般, 一个人如果生机都消散了, 就是将他体内的毒全部逼出来, 他也不能活下去, 如果在修真界随便用些灵气丹药就可以救活他, 但是这里不要说灵气丹药, 就是灵草都没有, 无论他是不是帮到了自己, 但是齿婉青的的确确是因为他叶末才被子狼咬到的, 叶末如果不能救他肯定会于心不安, 况且他对齿婉青还很有好感, 如果有一株灵草就好了, 有灵草的话, 他可以用灵草恢复齿婉青的生机, 可惜了, 他的银心草已经没有了, 而且刚种植的肯定还没有发芽, 嗯, 自己不是有一节子心疼吗? 用子心疼应该是可以救治齿婉青的, 一想到好不容易遇见的这一小段子心疼就要被齿婉青吃了, 叶末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毕竟万一银心草无法种植的话, 这段藤根对他的作用很大, 不过一想到齿婉青是为了自己, 叶末还是将子心疼拿了出来, 再说了, 难道他不是为了自己, 自己就能见死不救, 卓爱国可以毫不介意地将东西给自己, 他叶末为什么就能不能给别人? 难道他叶末比别人更加高等一些不成? 想到这里, 叶末不由得有些惭愧, 叶末拿出子心疼, 正想用办法化成药液为给齿婉青, 忽然想起了他吃完银心草才一个月左右, 血液里面肯定还含有银心草的药性, 况且就算是没有了, 他是修炼者, 血液肯定有灵气, 要治好齿婉青的伤说不定比子心疼效果更好, 毕竟子心疼齿婉青是不能直接吸收的, 还需要叶末帮忙, 太过麻烦, 想到这里, 叶末毫不犹豫地割破自己的手腕, 将手腕流出来的血对准了齿婉青的口中, 同时蒸汽帮助齿婉青吸收药性, 齿婉青脸上的灰色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消散, 那黑线沿着原路返回, 直接从他后背的伤口溢出, 不过流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 渐渐地开始转红, 叶末松了口气, 果然可以, 看样子自己的血液当中迎新草药性还没有完全被吸收, 齿婉青感到了一丝奇怪的味道, 睁开眼睛, 却看见叶末的手腕正在流血, 而方向却是自己的口中, 吓得齿婉青大叫, 赶紧将叶末的手腕推开, 叶末见齿婉青已经醒了, 而且, 四郎的毒液也被驱除出来, 也止住了自己的伤口, 叶大哥, 你让我喝, 齿婉青惊慌之下, 竟然不敢说出事实了,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没关系的, 我经常去医院献血, 你现在有些失血, 我给你限点也是应该的, 你不用往心里去, 说不定每天我失血了, 你也可以帮我限点的, 叶末说的简单, 要告诉他自己的血液含有银腥草什么的, 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更何况还涉及到生机和灵气的事情, 这估计他也听不懂, 齿婉青虽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也知道他被蛇咬, 应该不会造成失血吧, 况且就是输血, 也不是这么个输法啊, 不过此时他却想不到这些, 他的心里只有一种感动, 感动叶末为他献血, 只是他却忘了, 他的伤也是为了叶末才有的, 谢谢你, 叶大哥, 我, 齿婉青动了一下, 这才发现自己还在叶末的怀里, 脸色立即变得有些发热, 叶末也发现了状况, 连忙将齿婉青放了下来, 你已经没事了, 休息一下, 那东西很毒的, 等会我去找找看, 叶末想找资狼是有目的的, 既然在这里出现了资狼, 说明这附近也许有灵药, 况且在地球发现, 资狼确实是太少见了, 这东西一般只是出现在灵气浓郁的地方, 而地球的灵气可是相当的匮乏, 见齿婉青下来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叶末提醒了一句, 下次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知道不, 刚才差点没有将你救活, 真是的, 叶末的言下之意是, 这本来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不是齿婉青扑过来, 他照样不会被资狼攻击到, 可是这话说出来, 似乎有些伤人, 毕竟齿婉青当时是为了他, 而且他也不知道叶末可以躲开的, 不, 下次遇见了我还是要拦住他, 你中毒了就没有了, 我中毒了, 也许你还可以救活我, 齿婉青声音虽然低, 但是却很坚定, 叶末愣了一下, 心里有些感动, 随即说道, 傻瓜, 就是你中毒了我也不一定可以救活的, 今天就很危险, 下次要记住了, 万一我就不活你怎么办, 齿婉青摇了摇头, 叶大哥, 我不懂这些, 你救了我, 我只是心里不想让你被蛇咬, 就是就不活了我也欢喜, 再来一次我还是会的, 似乎怕被叶末责备, 他的声音终于越说越小, 叶末叹了口气, 这小妮子真是让人心疼, 他甚至怀疑自己送齿婉青是不是正确的选择了, 齿婉青对自己好像不仅仅是报恩那么简单, 第三灯送到求推荐票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 龙头, 风寒轩, 新州区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风寒轩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感谢LJIM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六十二章, 为什么要被他利用, 求推荐票, 等叶末和齿婉青出来的时候, 龙灵和郭契等人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见到两人出来, 才松了口气, 这次六人的小队已经牺牲了两名队友, 如果走到这里再失去了齿婉青的话, 那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误问题了, 况且齿婉青的身份和来历很不寻常,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不要说龙灵承担不起, 就是他上司的上司也承担不起, 幸好现在他们没事, 卢队长, 你们几人先休息, 我离开一下, 叶末说完也不等几人回答, 就直接进入了树林, 对这个姿郎他可是起了心思, 出现姿郎的地方, 绝对的有灵草之类的东西, 就算是找不到灵草, 他将这姿郎抓起来也不错, 姿郎虽然算不上灵兽, 但是却可以认主的,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些意识, 不像野兽无法认主, 只能驯养, 虽然姿郎对他没有用处, 但是他抓了, 可以送给齿婉青齿婉青, 刚才为了救他, 差点送了性命, 帮他找个宠物也是应该的, 叶大哥, 等一下我, 我陪你去, 齿婉青拿了一把手电, 突然跟了上来, 郭启刚要叫住齿婉青, 却被卢林拉住了, 婉青对叶末特别依赖, 你没有发现吗, 他性格有些冷, 和他的家庭有关系, 叶末不是一个寻常人, 他应该可以照顾好婉青的, 你不要叫他, 说到这里停了一会, 卢林继续说道, 叶末这种人, 如果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猎鹰队伍里来, 全军也没有几个队伍敢跟我们叫板了, 郭启摇了摇头说道, 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肯定他是绝对不会加入到军队里面来的, 况且我总感觉他是一个不喜欢被约束的人, 也许自由自在才是最适合他的生活, 停顿了一下, 郭启继续说道, 我们看他穿着很简单, 而且举动之间都很是随意, 但是我感觉他才是最骄傲的人, 只是他的骄傲不是像有些人一样, 放在面子上或者伪装在心里, 他的骄傲是纯属自然而然的那种, 既不外露也不隐藏, 也许就是醉牛的公子哥穿着阿玛尼和他站在一起, 我感觉那公子哥也只能是个配角, 郭哥, 这要牛的人, 你当时是怎么行动的? 方伟有些崇拜的问道, 自从叶末救了他之后, 他就一直很崇拜叶末, 时时刻刻想拜他为师, 郭启笑了笑说道, 我只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华夏人, 他就同意了, 叶大哥, 你等着我, 迟婉青叫着跟了过来, 叶末停了下来, 看了看迟婉青, 你怎么过来了? 现在这里比较暗, 今晚的月光也不是很亮, 而且这里面还比较危险, 我是去找东西的, 一会还会回来, 你伤口刚好, 还乖干嘛, 快点回去吧, 我, 叶大哥, 我想你肯定不会加入我们部队的, 所以, 等你将我送到地方的时候, 你也就走了,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你, 我想, 我想和你一起多待一会, 或许从来都没有异性朋友的关系, 迟婉青对两次救了他性命的叶末格外的依赖, 叶末愣了一下, 他感觉到迟婉青对他有些依赖过分了, 这不符合他一个军人的身份, 也许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来到部队的吧, 不过这些也没有必要问了, 正想说傻瓜, 以后我也可以来看你的啊, 不过话到嘴边叶末却停住了, 自己走了后真的会来看他,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要走的路和迟婉青要走的路截然不同, 两人不可能有交接点, 怎么可能再见面, 想到这里, 叶末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那你就跟着我吧, 想想让迟婉青跟着他也好, 毕竟等会自己要是真的抓住了资狼, 要送给迟婉青, 必须要资狼认主的谢谢叶大哥, 说完, 迟婉青兴奋地抓住了叶末的胳膊, 叶末摇了摇头, 迟婉青分明就还是一个有些天真的小女孩, 让他来部队, 每天冰冷着个脸也实在难为他了, 也许学校生活才是最适合他的, 你参军几年了, 怎么不去学校读书, 叶末想到了就问了出来, 我大儿那年, 我爷爷一定要让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相亲去, 我拒绝了, 那人就找到学校, 我告诉我父亲, 可是我父亲居然同意爷爷的话, 我就偷偷地跑出来找到姜叔叔, 加入了军队, 再也没有回去过, 迟婉青有些黯然地说道, 叶末有些无语, 为什么这些人都喜欢用联姻来增强互相之间的实力呢? 无论在任何地方, 这种事情都是在不断地发生, 那你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部队吧? 等你回去, 还不是会被你父亲和爷爷赶着去相亲, 叶末随口说道, 我不想回去, 我妈妈经常来看我的, 她还帮我开, 迟婉青及时住口, 她差点说出她想让叶末去的公司, 是她开的了, 及时住口的迟婉青忽然问道, 叶大哥, 你这么优秀的人, 应该早就有女朋友了吧?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走到哪市啊? 我能算是优秀吗? 女朋友吗? 倒是没有, 不过老婆倒是有一个, 哼, 啊, 你结婚了, 迟婉青忽然心里很是空洞, 那种失落感居然无法去形容, 叶末却没有注意到迟婉青的神态, 自顾自地说道, 她应该和你一样吧, 不想和别人去定亲, 就和我假结婚, 帮个忙而已, 那天你向我帮忙了, 我也非常乐意都, 说完自嘲的一笑, 什么? 叶大哥, 你是假结婚? 那个女人利用你, 怎么还有这种坏女人? 迟婉青一听, 立即就愤愤不平, 居然连叶大哥这种人也去利用, 想了想继续说道, 叶大哥, 你为什么要被她利用? 这种女人不要理睬她就好了, 为什么要被她利用? 叶末神色忽然暗淡下来, 她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师父落影, 现在不知道她如何了, 也许只要有一丝落影的影子, 她都愿意去被人利用, 之所以帮助宁青雪, 或者在她的内心深处, 是想如果哪天她的师父落影有了困难, 一样有人和自己一样去帮助她吧, 对不起, 叶大哥, 我不问你了, 迟婉青一看叶末黯然的样子, 立即就明白她肯定有原因的, 一叶末惊讶地移了一声, 弯下腰, 看着一株已经被吃的, 只剩下一点点根筋的山菇, 果然有灵草, 虽然笋菇还不算是灵草, 但是也还有少量的灵气, 看样子, 这只资狼就是被这东西吸引来的, 怎么了, 叶大哥, 迟婉青见叶末停了下来, 连忙问道别说话, 我已经看见了, 叶末神识已经扫到了机密远的资狼, 这资狼明显地也发现了叶末, 只是她却动也不动, 看样子, 她算准了叶末无法发现她, 这才有恃无恐, 星期二了, 老五落了一位, 求推荐票鼓励, 呜呜, 感谢小五007, 楼兰一听唱, 南方满足, 新州区, LJIM, 暗浪11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楼兰一听唱, 南方满足, LJIM的更新票支持, 感谢楼兰一听唱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六十三章, 离开, 晚清, 你到我左边来, 叶末让迟晚清靠近了自己的左边, 因为右边是资狼躲着的地方, 这家伙躲在一块石头下面, 眼睛盯着叶末和迟晚清, 不但不逃, 竟然还想寻迹攻击叶末, 迟晚清当然不知道叶末是什么意思, 叶末让她到左边, 她就立即到了左边, 叶末知道资狼狡猾, 拉着迟晚清, 假装没有发现资狼从边上走过, 资狼见叶末背对着她, 慢慢地靠近她从旁边过去, 早已做好了准备, 她准备叶末接近到离开她最近的时候, 突然抱起攻击叶末, 为什么这么小心? 迟晚清轻声地问道, 叶末没有回答, 却突然转身伸手在空中一抓, 动作迅即无比, 让迟晚清都没有反应过来, 激得一声尖叫, 跳起来攻击叶末的资狼已经被叶末抓在手中, 就好像她主动送到叶末的手上去的, 如果不是叶末真气运转到手掌, 她还真的抓不住这东西, 感觉到资狼强烈地挣扎, 叶末立即说道, 晚清, 你赶紧咬破手指, 快点, 这东西还真是厉害, 知道自己上当的资狼更是叽叽地边叫边挣扎, 如果不是亲手抓住这个资狼, 叶末绝对不会想到这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这还是一只幼年期的资狼, 迟晚清一看见那绿眼, 立即就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她倒不是害怕, 她是怕叶末也被咬了, 不过听到叶末的叫喊, 很快就反应过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还是连忙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叶末拿出一把匕首, 在资狼的脑门中间就是一下, 一个血槽出了, 流出一线血迹, 叶末带起迟晚清手指上的一滴血, 直接丢入血槽, 手上不断地变换手印, 好像在对着小蛇打出一道道的法术一般, 迟晚清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末的举动, 不敢说话, 她甚至感觉到了叶末额头的汗珠已经落了下来, 有心想帮叶末擦擦, 但是又怕打搅了叶末, 心里却不知道叶末到底在做什么, 她手上的动作看起来好奇怪, 甚至有些迷信的样子, 可是迟晚清却相信叶末, 正在挣扎的资狼却渐渐地安稳下来, 最终静止下来, 被叶末放下来后, 立即跑到了迟晚清的脚下, 这还不算, 她甚至还用尖尖的脑袋顶着迟晚清的鞋子, 好像很亲热的样子, 迟晚清正紧张地盯着出汗的叶末, 没想到这蛇居然跑了过来, 当时救下的一身冷汗, 幸好叶末的声音及时传来, 现在她已经被我驯化了, 你没有神识? 哦, 不是, 你可以通过语言让她听你的话, 放心吧, 她不会攻击一般人的, 只会在你的命令下面攻击别人, 叶末知道迟晚清不是修炼者, 没有神识, 虽然她让资狼和她签订了主从契约, 但是她只能通过语言指挥资狼, 只有时间长了, 她才可能用意识去指挥资狼, 啊, 叶大哥, 你怎么会这个? 听起来怪怪的, 有点玄乎的样子, 迟晚清见资狼似乎真的没有攻击自己的意图, 这才放下心来, 叶末呵呵一笑说道, 其实这是民间的一个土方法, 我学了一点, 但是这方法也不是任何动物都可以驯养的, 只有几个别的动物才可以, 这资狼恰是其中一种, 那我以后叫她小狼好了, 她不会咬别人吧? 迟晚清忽然觉得有趣起来, 不过还是有些担心资狼的凶猛, 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叶末一样, 就被资狼咬伤之人的? 不会的, 叶末当然知道, 资狼就是没有驯服的都不会咬普通人, 更别说被叶末签订了主从契约, 想了一下接着说道, 以后你只要为她吃竹笋, 也可以让她自己出去找东西吃, 资狼一般的人是抓不到的, 叶末和迟晚清回到营地, 几人纷纷对叶末帮迟晚清训养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宠物, 感到不可思议, 更是围着资狼反复的观察, 最后还是, 卢林提议迟晚清帮资狼做了个小布袋装了进去, 原本叶末只是送他们几人出了, 这原始丛林就回头的, 因为迟晚清的事情, 叶末没有再提出离开, 继续送迟晚清和郭琪等人一起走, 虽然迟晚清实在是喜欢待在叶末的背上, 但是现在, 她已经完全恢复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继续让叶末背着, 只能下来自己走, 接下来的几天, 每天叶末都会选择一些招式和技巧交给方伟, 后来郭琪和卢林也一起来学, 叶末教的东西都是简单易学, 而且实用性很高, 甚至还教了他们一些简单的土纳术, 虽然练不成真气, 但是长时间坚持, 却是可以修炼出来内力的, 石剑, 你怎么不来学学? 这天傍晚, 郭琪等人将住的地方简单地搭建好了以后, 又是和叶末学习的时间了, 方伟见迟婉青却不上来学习, 就主动教导, 卢林一拍方伟的后脑勺, 婉青等会有叶末单独交, 你啰嗦什么? 正在逗弄小狼的迟婉青脸上一热, 看了一眼叶末, 却没有辩解什么。 叶末淡淡一笑, 虽然没有辩驳卢林的话, 但是也没有打算单独交迟婉青如果有纸合笔, 说不定他还真的写一些吐纳方法给迟婉青, 但是没有也就算了, 迟婉青能够冒死去救他, 他心里对迟婉青的印象很好, 况且迟婉青虽然在部队里面, 但是对自己似乎特别的有些依恋, 只有叶末知道他和迟婉青是不可能的, 他心里已经有了落影, 别的女孩再优秀也无法在他心里生根, 所以他抓住了资狼送给他, 以报他的舍命之恩。 要知道, 资狼就是对叶末现在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毕竟叶末现在实力不算太高, 比他厉害的人还有很多, 有了资狼帮忙, 他就会安全很多, 但是为了报答迟婉青的这番心意, 他还是将资狼送给了迟婉青。 第十一天的时候, 几人已经遇见了前来接应他们的队友, 叶末却要和郭琪他们告辞了, 叶大哥, 如果有空, 你真的要记得去帮助我在落舱的朋友啊? 最依依不舍的是迟婉青, 他总感觉叶末走了, 他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 但是又没有任何理由将叶末留下来, 只能希望叶末去自己母亲给他的公司, 如果叶末真的去了他落舱的公司, 也许他也会找机会离开部队回去。 叶末无奈, 看着迟婉青似乎很期盼的样子, 不忍心让他失望, 只能点头答应。 不过他也知道, 这次和迟婉青他们分开, 要再见面估计很难了, 因为他要培养迎新草, 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 看着叶末渐渐消失在丛林中的背影, 迟婉青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深深的失落, 心情再次落到了最低谷。 求推荐票啊, 不能让推荐票比黄花瘦, 继续求哦。 楼兰一听唱, 憨厚的大胖, LJIN, 开心欲语儿, 风寒轩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LJIN, 憨厚的大胖, 楼兰一听唱的更新票支持。 第六十四章, 叶末的愤怒。 叶末一个人回来的时候, 速度就要快很多了。 就算是一路上要专门去采集一些药材, 他也只是花了三天时间就已经回到了流蛇自己居住的地方。 可是入眼的景象简直让叶末怒火三丈, 才区区二十来天时间自己住的地方已经被弄得不成样子, 到处是残墙断壁。 这却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他开出来的那一分地是用来种植银杏草的, 现在完全被毁得不成样子。 啪的一下, 叶末一脚踢中了一块墨盘大的石头, 真气运转之下, 这块石头居然就此被踢碎。 现在他最为宝贵的东西就是这点银杏草, 而且这一分地他一次就种植了十九颗种子。 可是现在这种植银杏草的地方, 竟然被毁成了这个样子, 方南干什么去了? 正当叶末准备去留舍找方南麻烦的时候, 一个人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看见了站在破庙前的叶末, 连忙来到敬前恭敬地说到叶哥, 南哥让我在这里等着您, 您总算是回来了。 这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 而且叶末还认识, 就是当初他刚见到方南时候, 站在方南后面的那个石头。 叶末强压住内心的怒火, 银杏草在他心中的地位比什么都重要, 如今竟然一下就被毁了一半, 他哪能不愤怒? 不过虽然愤怒, 他还是忍了下来, 他不是没有弄清楚状况就随便发火的人, 一旦弄清楚了状况, 他的银杏草是需要别人偿命的。 石头剑叶末脸色不渝, 赶紧说道, 叶大哥, 你走了后, 因为十三太保留下来的利益, 南哥和刘蛇的另外一大帮派越南帮在分配上面起了冲突, 本来南哥也不会惧怕越南帮, 可是越南帮不讲江湖道义, 勾结了飞帮对我们瓢道会, 发动了突然袭击, 南哥重伤, 被兄弟们带到这里疗伤, 但是依然被赶来的越南帮和飞帮围杀, 结果只有几个兄弟带着南哥突围, 南哥吩咐我在这里等叶大哥, 他说对不起叶大哥的交代, 叶末脸色铁青地听完石头的话, 半场没有回答, 他明白如果方南不来这庙里, 也许他的银杏草就不会被弄掉, 方南此人应该不会想起用这种办法让他叶末帮忙, 如果方南是真的用这种办法让叶末对越南帮恼火, 然后再让他出手灭了越南帮, 他不介意将瓢刀会一起灭了, 叶末走进院子, 自己的那一分地已经被踩塌的一塌糊涂, 不过叶末还是找到了几颗种子, 看见种子的叶末心情平静了下来, 他现在已经明白就是没有这事情发生, 这里也是无法种植银杏草的, 因为他找到的几颗种子全部腐烂了, 根本没有任何发芽的迹象, 看来这银杏草还是需要特定的地方才可以种植, 我去见方南, 叶末回过头对石头说道, 脸色已经完全恢复平静, 方南现在可谓是落魄之极, 只是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山洞里面, 身边包括石头在内只有六个人了, 看见叶末进来, 方南挣扎着要爬起来, 脸上净是愧色, 他从叶末对他的叮嘱就明白, 叶末的那一分地有多重要, 可是自己不但没有守住, 而且还因为自己的原因将那份队毁了, 如果再来一次, 方南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手下带他去那里躲避的, 见方南要挣扎着起来, 叶末看了看方南发自内心的惭愧, 摆了摆手说道, 这不关你的事情, 我先帮你看看伤口, 方南中的是枪伤, 虽然是连中了两枪, 但是对叶末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半个小时不到, 他已经将方南的伤口全部处理好了, 我要去留蛇看看, 是谁毁了我叶末的东西, 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晚上就可以回留蛇了, 叶末见方南已经没有问题, 站起来就要离开, 不过说出来的话却是非常的冰冷, 方南立即说道, 叶兄, 事情是我方南引起来的, 就算是死, 我也不能让叶兄去留蛇, 我却在这里睡觉, 叶末淡淡一笑, 既然这样, 你就和我一起去吧, 对他来说, 这些亡命之徒组成的帮派, 他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方南跟他一起去,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留蛇, 原来属于方南的半圆形石头屋子, 此时里面坐的人却不是方南, 而是留蛇的另外一大帮派越南帮, 不过除了越南帮以外, 一直在菲律宾和华夏边境横行的飞帮里的人也全部都在, 坡道会的那个方南, 我早就看不过眼了, 虽然没有干掉他, 但是这次将他赶出了留蛇, 我心里也是舒畅一大姐, 这次真是多亏了普老板, 我代表越南帮敬你一杯, 越南帮的老大却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华语, 好, 不过以后我们也要在留蛇求生活, 还请王会长照顾一二, 坐在越南帮对面的飞帮老大, 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黑人, 虽然说的是华语, 不过华语说的有些磕吧, 他当然也知道来留蛇求生活, 不说华语是吃不开的, 被叫着王会长的男子哈哈一笑说道, 好说, 好说, 方南留下的地皮和生意, 我们一人一半, 这事先就已经说好了的, 这王会长就是越南帮的老大王宪,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帮主, 而是喜欢人都叫他会长, 宫湖交错之下, 石头园屋里面的气氛热烈到了极致, 砰砰两下不协调的声音打断了热烈的场面, 两具尸体落在了越南帮王会长和飞帮帮主喝酒的桌子上面, 而这两人却是正在外面站岗的两名越南人, 在那一刹那, 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不过很快, 屋子里面几十人都反应了过来, 纷纷开始找家伙准备战斗, 阁下是谁, 为什么无缘无故杀我的人, 越南帮的王会长已经将手放在了手枪的靶上, 无论是合不合言, 此人杀了他的人必须偿命, 叶末冷冷一笑, 扫了一点屋子里面的人一共有四五十个, 黑人也有十几个, 还有两名白人男子, 这才说道, 我住的那个庙是不是你们悔的, 弄了半天竟然是为了一个破庙, 这越南帮的王会长脸色一黑, 手里的枪已经拔出来, 兄弟们一起上给我干了这王八东西, 求推荐票, 看完的朋友们记得随手啊, 别忘了哦, 感谢金明ZE, 风寒轩, 南方蛮族, 暗浪11, 子挺, 陈灵溪, LJIM, 嘉轩, 输有120-11-200-25-17-553的慷慨打赏, 谢谢感谢, 昨日回忆, 南方蛮族, LJIM, 楼兰一听唱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六十五章, 什么才是狠辣, 求推荐票,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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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连续四声响之后, 四名快速冲到叶末面前的男子, 被叶末踢飞, 甚至都分不出前后来, 眼力好的人, 也只能看见几道腿影而已, 其余想要上来的人, 被这四人撞上, 结果变成了一条龙, 纷纷倒地, 而这四人, 直接撞到了里面的石壁上, 落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出气多入气少了, 周围的人一时都停住了, 这是什么伸手, 杀伤力也太大了, 越南帮帮主后面的一名青年, 反应却迅速一些, 随手拔出一把枪就要对叶末开枪, 一道微风吹过, 他的手指还没有碰到扳机, 额头就已经被什么东西打出来一个血洞, 睁着眼睛倒了下去, 静, 一时之间居然没有人敢再动一下, 这个人来到门口, 几个呼吸时间就杀了五人, 这还不包括他在门口就杀了的两人, 杀了这么多人, 甚至连手都没有看见他动一下, 不过越南帮的帮主却反应了过来, 立即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狠人, 而且绝对是个高手, 连忙说道, 朋友, 这中间有误会, 我们虽然动了那个庙, 但是实在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您的, 而且, 我王先愿意双倍赔偿您的损失, 叶末一声冷笑, 手又是扬了一下, 两名飞帮想要开枪的黑人男子, 眉心再次出现了一个血洞, 倒地身亡, 手里的枪砸出多远, 这次王先倒是看清楚了, 这个年轻人的手确实扬了一下, 就是这简单的扬了一下, 就立即死去了两个人, 他打出来的东西似乎比子弹还要快一些, 这人厉害得有些过分了, 赔偿我的损失, 你赔得起吗? 而且, 你打伤了我的朋友方南, 杀了他的人, 就算是你赔得起, 今天我也会让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叶末说完再也不废话, 手里的铁钉犹如冰雹一般地飞了出去, 人多手杂, 现在叶末的神识还不是很强, 如果所有的人都一起朝他进攻, 他的神识照看不过来, 还是要受伤的, 既然总是要打, 还不如先杀一些再说, 兄弟们, 和他拼了, 一起上啊, 极短的时间里, 又死了十几个人, 越南帮的王献才, 响起来叫喊了一声, 自己却往后面躲去, 他的眼里却看准了一个窗子, 他想翻窗走了, 原本认为这个石屋很气派的王献, 现在最恨的就是这个石屋了, 如果是别的屋子, 说不定还有后门, 就是没有后门, 窗子也不会那么紧的吧, 可是这个石屋不但没有后门, 就是窗子也结实无比, 他搬了半天都没有动, 血花飞溅之中, 枪声和刀飞出的声音夹杂在一起, 场面一下就变得混乱起来, 叶末却守住了大门, 不让一个人逃走, 虽然叶末有神识, 出手也很是迅速, 一般都是将有枪的人先杀了, 刀之类的都尽量躲开, 但是对他动手的人太多了, 他的神识未免也一时照看不过来, 腿却中了一枪, 开枪的人在打中叶末的同时, 也被叶末杀掉, 虽然枪伤不严重, 但是却彻底地惹怒了叶末, 铁钉飞出去的速度更加快了, 几分钟后, 屋子里面的嘈杂声音总算是停了下来, 除了还在搬窗户的王献, 就是飞帮的帮主也被叶末杀了, 食屋里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 血迹却不是很多, 因为叶末杀人都是一定就解决了问题, 叶末将腿上的子弹取了出来, 又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口, 这才冷冷地看着依然在搬窗户的王献说道, 我看你就不用搬了, 你觉得你现在可以逃走吗? 王献听见叶末的话, 这才突然回身看去顿时手脚冰凉, 他到底得罪的是什么人? 四十多人没有一个活口, 或者说除了他以外, 别人都被杀了, 请大哥饶命, 我愿意将所有的东西都献出来, 也愿意做你的小弟, 王献杀人无数, 但是轮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才知道原来死是这么可怕的事情, 方南, 这里交给你了, 这个人你自己去除脸, 叶末说完转身就走, 一直站在外面的方南和几个小弟, 正在有些不安的时候, 听到叶末叫他, 连忙让人抬了他进来, 此时叶末已经离开, 方南看着屋子里面的景象, 张着嘴巴半天都无法合拢, 屋子里面全是尸体, 或者说除了王献这个还在发抖的活人以外, 方南忽然感觉到背后一阵的发冷, 什么叫狠, 这才是真正的狠啊, 他方南也杀人无数, 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人杀这么多的人, 而且叶末看起来还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的平静, 似乎杀人对他来说就和呼吸一般简单, 难怪将王献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都吓得发抖了, 他方南杀人都是和帮派之间乱斗, 看起来很是吓人, 鲜血飞溅, 但是大多数是受伤不轻, 死的却不是很多, 像这样将对方全部杀灭的, 还真的没有, 可是叶末杀了这些人, 神态平常似乎和杀了几只鸡一般, 没有任何的表情外露, 方南忽然想到了那天他来到自己屋子里的情况, 背后的冷汗就更加急了, 当时只要自己稍稍的强硬一点, 存在了赤黑的心思,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他方南了, 方南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厉害, 同时也这么狠辣的人, 幸亏他是从心底里敬佩叶末, 从而想办法和他成为了朋友, 不然的话, 老命啊,我王线愿意将所有的产业全部交给你, 只求你放过我一命, 王线求饶的声音打断了方南的沉思, 立即给我杀了这混蛋, 将屋子里的尸体都处理干净, 石头,立即和我去见叶大哥, 方南将这里的事情交给了自己手下的小弟, 他的主要任务是去见叶末, 叶哥,方南被两个小弟抬着, 来到叶末的后面, 很是恭敬地叫了一句, 如果说原来叶末在方南的眼里只是高人, 让他敬佩的话, 现在叶末在他的眼里不但是敬佩, 更多的是让他畏惧的存在, 方南, 叶末叫了一句, 似乎在想些什么, 叶哥, 我在, 方南连忙应答, 沉思片刻后叶末才说道, 原本我是打算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的, 没想到有些事情并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所以我还是要走了, 叶哥, 你要走了, 你住的地方, 我可以马上帮你修建好, 方南连忙说道, 他以为叶末是因为住的庙被毁了, 叶末摆了摆手, 方南, 现在流舌这个地方应该是你说了算, 我也知道你是靠什么吃饭的, 但是不要做得太过, 至于拦路抢劫之类的事情, 可以不去做还是不要做了, 边境的生意好做,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去做毒品, 这种东西害人害己, 严禁于此,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看看呢, 说完叶末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的留恋, 对于不能生长银心草的地方, 他不想继续留下去, 就算是为了躲避宋家, 他也不会用自己修炼的纸布来作为代价, 方南人还不错, 自己也帮了他不少, 如果现在的流舌他都无法控制住, 他也没有资格继续留在这里了, 一直到叶末走出好远, 方南才醒悟过来, 连忙叫道, 叶哥, 我一定要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叶末没有让他安排人送, 他不敢自作主张, 那个, 别忘了哦, 感谢风寒轩, 我喜欢干这LGINYYX117, 18四水的慷慨打赏, 感谢不在, 商, 慕丰叶的评价票支持, 感谢LGIN, 楼兰一听唱MH2007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66章, 人面不知何处去, 宁海叶末曾经居住的小院 已经被宁清雪买了下来, 他感觉继续留在渔州, 是一种煎熬, 有心想要去寻找叶末, 但是却不知道, 叶末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无法在渔州待下去的宁清雪, 回到了宁海, 虽然他再次回到了这个小院, 地方还是那个地方, 但是人却已经不在, 许微却并不知道房子, 已经被宁清雪买了下来, 依然还是住着原来的房间, 但是最近不断地有人来盘问, 查询, 最后甚至将监控电脑都搬走了, 许微心里有一种感觉, 这事情应该和叶末有关系, 回想起认识叶末的前前后后, 还有在一起住了几个月, 他才想起, 连叶末是做什么都不知道, 打开院子门, 正准备出去买点菜的许微, 却看见宁清雪独自站在门口愣了片刻, 才下意识地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宁清雪知道许微对他有意见, 不过他却没有觉得许微不对,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对叶末的了解还不如眼前的许微, 我住在这里, 因为房租还没有到期, 宁清雪不想让许微知道房子他已经买了下来, 如果他说了, 以许微性格, 说不定立即就要搬走, 他一直想象原来一样, 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他也知道这不可能, 就算是别的都和原来一样, 叶末也不在这里了, 许微有心要说宁清雪几句, 但是他却不知道宁清雪和叶末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且叶末这房子确实是付了一年的房租, 所以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和宁清雪说什么, 而是出了院子买菜去了, 宁清雪回到房间看着依然如原样的地方, 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 那张床他和叶末还靠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当时他甚至已经有些假戏真做了, 李木梅还以此来说了他, 难道当初那种感觉才是他心底真正的想法不成, 在床上坐了一会, 宁清雪将房间打扫了一遍, 东西依然放回原来的地方, 只是叶末的那个小医疗箱依然放在他的行李箱当中, 对他来说, 也许这是叶末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 再次打开叶末的医疗箱, 宁清雪终于忍不住拿出了叶末写的那封信, 他一直忍住不拆开来, 这次他独自回到宁海和叶末生活过的地方, 却忍不住拆开来, 一手漂亮有力的字迹映入他的眼帘, 宁清雪没有想到叶末写的字居然如此有力, 甚至要脱脂而出一半,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被赶出家族, 被曾经的老丈人当着公众的面解除婚约, 唯一没有离开我的朋友就是你了, 所以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其实我最感激的是那天你叫我醒来, 如果不是你叫我, 也许我真的永远都醒不来了, 哎, 这几天没有地方住, 写字不大方便, 等有地方住的时候再写吧, 就这样, 信只是写了一点就戛然而止了, 宁清雪却知道叶末之所以没有地方住, 是因为自己过来的原因, 心里更是黯然, 她是一个孤独的人, 自己却伤害了她, 如今自己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宁清雪将东西收了起来, 出了屋子, 许薇已经回来, 不过独自去洗菜了, 并没有和宁清雪再说话, 宁清雪走到院子里面叶末养花的花坛旁边, 她想将这里整理一下, 也准备栽一些花, 一个嫩嫩的小芽, 让宁清雪看了好半天, 这个小芽长出来的地方, 正是当初那株银色草的位置, 宁清雪记得那株叶子中间是银色的草, 宁清雪就是当初的那种草, 宁清雪再次小心地将这草的周围围了起来, 做成了护兰和当初叶末做的护兰一模一样, 不管这株草是不是叶末当初种植的那种草, 宁清雪都决定好好地培植这棵小草, 因为它的位置就是当初营业草的位置, 许薇煮好了饭, 看了看宁清雪还在花谱当中仔细地翻弄着, 心里有些奇怪, 难道它真的和叶末关系非同寻常, 不然的话, 它们的爱好怎么也这么相同, 我已经做好饭了, 要不你也来这里吃吧, 许薇做好了饭菜, 看看还在摆弄花草的宁清雪说道, 谢谢你了, 我不是很饿, 宁清雪回答了一句, 想了一会忽然问道, 许薇, 叶末经常在你这里吃饭吗? 叶末? 许薇不知道宁清雪问这个干什么, 不过还是说道, 他只是吃过一次, 还说请我的呢, 到现在也没有请, 就这样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 对了, 宁清雪, 你和叶末是什么关系啊? 我, 宁清雪愣住了, 对啊, 他和叶末是什么关系, 婚约已经解除, 结婚是假的, 他已经和叶末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留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星期下来, 许薇惊奇地发现, 宁清雪的生活和叶末惊人的相似, 两人都是很宅, 基本上都不出去,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两人都很喜欢养花, 宁清雪经常在花坛边一看, 就是一整天时间, 他竟然不觉得枯燥, 唯一不同的就是, 叶末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人过来看过, 还有一个叫苏静雯的也来过, 苏静雯的漂亮, 更是让许薇有些小小的打击, 他不知道, 怎么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的漂亮女人, 燕京宋家的一处私人宅院, 宋家的外事负责人宋海正盯着一幅地图, 有些入神, 几天前, 他得到情报, 说有一个和叶末酷似的年轻人, 一个多月前曾经进入过丰堂镇, 而且还坐了一辆私人的大巴车, 前往骑士, 根据从司机那里得来的消息, 这人并没有到达骑士就中途下车了, 下车的地方是桂乡大岭的范围, 不过到了这里, 消息就再次断掉了, 宋海现在盯着的就是桂乡大岭的地图, 这里到处都是丛林山脉, 要是叶末真的躲在这里面, 找起来倒是有些麻烦, 零零宋海的电话响了起来, 打断了他的思路, 宋海皱了皱眉头, 如今他为了寻找到叶末这个凶手, 几乎整日担惊绝, 这个时候来电话确实让他有些不舒服, 宋海并且已经住进了当初叶末住的地方,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秦海爷明示, 来电话的是他自己布置在宁海的人, 目的只是为了监控叶末, 但是没想到叶末没有监控到, 居然监控到了宁清雪, 宋海揉了揉脑袋, 半晌后才说道, 先盯着他, 不要动, 过几天如果没有任何消息的话, 就弄几个混混找些借口将他带走, 是, 海爷, 一个很是干脆的声音回答道, 宋海放下电话, 冷哼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道, 您教我暂时不动, 难道你宁清雪我还不能动不成, 就拿你为少文收点利息回来吧, 呵呵, 推荐票是要提醒一下D, 别忘了哦, 感谢我喜欢甘蔗, 陈灵溪, 暗浪11, 叶玄清, BB30756, 南宫飘雪, LGIN的慷慨打赏, 感谢, ISS, 亮, 的五评价票支持, 感谢, LGIN, 楼兰一听唱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67章, 商, 宁清雪每天比许薇起的都晚一些, 可是今天宁清雪起来洗漱的时候, 却发现许薇没有去上班, 不由奇怪地问道, 许薇, 你今天不上班, 今天调休了, 清雪你每天都看着一点花花草草, 不觉得厌烦吗? 因为有了一个星期生活在一起的经历, 许薇和宁清雪也渐渐地熟悉起来, 并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冷淡, 宁清雪摇了摇头, 不会啊, 每天看着她渐渐地长大, 我觉得很舒心, 许薇愣了一下, 她实在不能理解宁清雪的举动, 就算是当初叶末也喜欢花草, 但是也没有宁清雪这么着魔吧, 她最多每天花一些时间照看一下, 其余的时间似乎再干别的事情, 刚想说话的许薇被突然撞开的院子门惊吓到了, 手里的盆落在了地上, 两名凶神恶杀的男子冲了进来, 不过看见了在一边吓到的许薇倒是有些惊讶, 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和宁清雪住在一起的人没有去上班, 不过诧异的眼神也是一傻而逝, 立即就不再看许薇, 其中一名男子就要来拉宁清雪, 宁清雪急忙想躲开, 没想到这男子看见宁清雪摆弄的花坛, 居然随手拿起一个木棍, 就对着花坛打了过去, 还一边叫道, 老子让你骗了老子的钱, 偷偷地躲在这里栽花, 老子将你这些烂草砸了, 不要, 宁清雪看着棍子居然是打向花坛的, 这一下打下去就是一朵铁花也要被打碎了, 吓得想也没想就扑在了花坛的前面, 砰一棍子正好打在了宁清雪的背上, 宁清雪扑的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直接吐在了花坛上面, 当即就晕了过去, 许薇阿的一声尖叫,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马上掏出电话, 就要报警两名男子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一棍子尽力而发, 打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结果可想而知, 上面的意思是将这女人抓走, 但是他们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为了一个花坛去挡住她一棍子, 走, 两名男子件事情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 立即互相看了看, 转身就走, 当警察和李木梅还有苏敬文都赶来的时候, 宁清雪依然没有醒来, 脊背骨断裂, 肋骨断了60%, 心肺严重受损, 就算是全力治疗也只有三年可活, 而且只能睡在床上, 如果不治疗的话, 还有一个月可活, 宁海市最好的医院, 在专家检查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就是我倾家荡产, 也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宁中飞急怒攻心, 她甚至都不惜与父亲和兄长他们闹翻, 可是现在女儿居然被打成了这样, 一个看起来只有30岁左右的女人, 只是抱着宁清雪的手痛哭, 她就是宁清雪的母亲, 兰玉, 清雪, 我不会让你被白打的, 哭了一阵兰玉站了起来, 揉了揉通红的眼睛, 看了看自己的丈夫再次说道, 我要去找素素出来, 帮清雪报了这个仇, 就算是她宋家通天了, 我也不会就这样算了, 以前每次妻子说到素素, 宁中飞都会在其中劝解, 都会说她是隐门中人, 不适合出来, 但是这次宁中飞却出奇的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铁青着连点了点头说道, 就算是花了一切代价, 我也不能让清雪这么样被白打了, 妈, 宁清雪第一次睁开眼睛, 却看见自己躺在白色的病房里, 浑身上下传来钻心入水的疼痛, 清雪, 你醒了, 兰玉连忙来到床边, 抓住了女儿的手, 我好疼, 宁清雪说了一句话, 脸上的汗珠就下来了, 脸玉心里一疼, 女儿疼在身上, 她却是疼在心里, 这一刻她恨不得让自己代替女儿去躺在病床上, 可是她只能安慰到, 清雪, 不要怕, 妈妈一定会治疗好你的, 宁清雪挣扎着摇了摇头, 我想回家, 妈妈, 送我去那个院子里住吧, 我知道自己, 我不想治疗了, 宁清雪心里犹如明镜一般, 自己伤成这样, 就算是治疗好了, 最好的下场也是一辈子躺在床上, 她死意已蒙, 却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了, 可惜了, 只是临死之前不能见叶末一面, 当她的面说句对不起, 清雪, 不要冲动, 听妈妈的就留在医院, 医生一定会治疗好你的, 你放心吧, 妈妈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的, 蓝玉哪里能够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心思, 心如刀脚一般, 宁清雪想要摇摇头, 但是剧烈的疼痛传来, 她却咬了咬牙说道, 妈妈, 你想让我死不瞑目吗, 我只想回到那个小院子里面去, 带我回去吧, 求求你了, 喘了一口气, 宁清雪再次说道, 妈妈, 将我的那个小箱子拿给我, 说完宁清雪闭上眼睛, 她的疼痛已经不允许她继续说下去, 而是再次晕了过去, 蓝玉站了起来, 眼里擦了擦满是泪水的眼睛, 中飞, 为什么清雪回来后, 就要抑制住那个院子, 她和叶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宁中飞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才说得到, 女儿就是这点愿望, 既然留在医院, 也无法彻底地救活她, 还是送她回小院子吧, 我们再在全国寻找可以治疗女儿的医生,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不想放弃, 将那个箱子放在她的床边吧, 不要等她在醒来的时候看不见, 蓝玉点了点头, 同意了丈夫的看法, 叶末没有直接去吃晚清介绍的落仓, 她想自己找找看, 是否可以找到工作, 如果实在找不到, 就去晚清表姐的公司工作, 不过在这之前, 她需要去宁海, 将自己居住的小院子里面那个花坛的泥土弄点走, 还有自己的那个小箱子也要带走, 她弄泥土的目的就是化验, 她想找个实验室, 化验看看这泥土里面到底含有那些成分, 可以让银星草活过来, 而为什么流蛇那个地方, 就不能让银星草种子发芽, 回到宁海, 叶末估摸着, 这个时候许薇应该上班去了, 这才偷偷地摸进了小院子, 可是叶末走到花坛边上的时候, 花坛上一大滩触目惊心的血印, 让她有些吃惊, 虽然血迹已经干了, 但是却明显是没有多久的事情, 况且在这花坛上面怎么有这么多的血, 提醒一下推荐票哦, 还有老五明天要回老家做清明, 不过最强其少的更新不断, 是定时发的, 感谢我喜欢甘蔗, 月火天, LJIN, 风寒暄的慷慨打赏, 感谢陈灵溪评价票舞的支持, 谢谢, 第68章, 叶末回来, 叶末, 你回来了, 一个声音打断了叶末的专注, 他刚才看着这血迹发愣, 竟然没有注意到许薇已经进来了, 这个时候都是他去上班的时间啊, 许薇神色有些疲惫, 摇了摇头说道, 昨天上午清雪被人打伤, 现在在医院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我刚从医院看他回来,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 叶末愣了一下, 宁清雪被人袭击, 这怎么说, 况且宁清雪被人袭击, 许薇怎么知道, 想到这一点了, 就问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宁清雪被人打伤了, 你不知道, 许薇诧异的看着叶末问道, 他以为叶末回来, 就是因为宁清雪受伤才回来的, 没想到叶末居然不知道这件事, 这哪里跟哪里啊, 叶末有些奇怪地说道, 他受伤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 他伤得重不重, 他对宁清雪虽然没有多大的好感, 但是宁清雪心事重重的时候, 那种样子特别像落影, 所以他对宁清雪还是有些关心的,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答应宁清雪当初让他帮忙的要求, 清雪一直住在这里啊, 你说我怎么知道, 许薇确信叶末是真不知道宁清雪受伤的事情, 这才说道, 叶末皱了皱眉头, 宁清雪住在这里, 自己已经走了, 戏也演过了, 他怎么可能还继续住在这里, 以他家的条件, 难道还没有地方住不成, 见叶末有些莫名其妙, 许薇只好再次说道, 清雪来了以后, 就一直住在你原先住的房间, 他很少出去的, 每天就是和这些花打交道, 有的时候可以对着花坛从早上到晚上, 宁清雪也喜欢花, 叶末有些诧异地看了他花坛, 他喜欢花是因为当初他在这里种植了一株银心草而已, 宁清雪为什么喜欢栽花, 如果他真的喜欢, 为什么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二十多天, 从来都没有看见他接近过花坛, 花坛上面一株带着血迹的小草, 引起了叶末的注意, 虽然这株小草才刚刚发芽, 但是叶末已经认出来了这就是银心草, 看到银心草的刹那, 叶末心里顿时激动起来, 这里的泥土不但可以种植银心草, 还能让种子发芽呀, 叶末立即就想到, 宁清雪为什么要种植这种草, 难道它也是修真者, 在当初自己采集种子之前落下来的一颗种子, 没想到还发芽了, 可是宁清雪怎么知道这是银心草呢, 还这么重视, 叶末还在诧异的时候, 许葳已经解释了, 清雪似乎对花坛当中的那个小草芽很是在乎, 还用东西挡起来了, 每天都在照看着那根草芽, 有的时候光是看看就要看一天时间, 也不知道枯燥厌倦, 昨天早上他还是如往常一样, 站在花坛前面盯着小草芽在看, 院子外面突然冲进来了两个男子, 看起来很是凶横, 看了看依然在仔细听自己话的叶末, 许葳接着说道, 其中一名男子走进来就说清雪骗了他的钱, 还躲在这里养花, 那个男子拿起一根木棍就要将花坛里面的花给砸了, 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清雪是怎么想的, 他竟然用身体挡住了那个木棍, 那一木棍虽然没有砸中花坛, 但是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背上, 当时他就喷出树口鲜血, 全部喷在了花坛的上面, 人也晕了过去, 叶末脸色已经变得铁青, 他虽然不知道宁清雪为什么宝贝这颗银青草, 但是对于要砸了自己这个花坛的人, 他已经动木了, 有没有查出来那些人是什么人, 叶末平静了下来, 继续问道, 许葳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查出来, 不过叶末你要小心点, 你走了后很多人来打听过你的, 而且还将这里的一个监控电脑搬走了, 我估计那些人不是好人, 你出入的时候要注意点, 许葳说到这里, 叶末心里已经是非常明白了, 宋家的人应该知道是他杀了宋少文了, 到处在找他, 只是叶末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监控电脑, 不过当时自己的神石只有五米左右, 没有发现摄像头也是正常, 既然宋家的人已经知道宋少文是他干掉的, 那些来要带走宁清雪的人, 绝对是宋家派到这里来监控自己的, 没想到宁清雪居然搬了过来, 然后他们应该是看自己会不会过来和宁清雪会面, 等了一段时间后, 没有发现自己过来, 就想带走宁清雪, 后来就发生了宁清雪为了救银心草受伤的事情, 叶末将整个事件分析的八九不离十, 心里已经确定了让宁清雪受伤的是宋家的人, 但是唯一让他不明白的是, 宁清雪为什么要舍命护住这棵银心草呀, 唯一的可能就是宁清雪知道自己需要这种草, 然后精心照料,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护住这株银心草, 虽然这种解释最解释的通, 但是叶末却认为这种解释最解释不通了, 因为宁清雪不可能对他这么好的, 更何况是自己需要的一株草而已, 宋家, 既然你想斗, 那就斗吧, 我叶末如果怕了你区区一个宋家, 我就不用修炼了, 直接兵解入轮回算了, 无论宁清雪是不是为了自己, 但是既然他就下了银心草, 而且这个商业和他叶末有关系, 他就应该为他出头, 许葳, 我去看看清雪, 不过你不要告诉他, 我来过了, 叶末和许葳告辞后就直接前往医院, 许葳虽然不知道叶末为什么不让自己告诉清雪, 但是他却还是答应了叶末的要求, 因为他知道清雪没有多少时间了, 叶末刚刚走到医院门口, 就遇见几位医生将躺在床上的宁清雪抬进了车里面, 叶末愣了一下, 心说难道要转院了吗? 不过他的神识扫到宁清雪的状况, 立即就知道, 他受的伤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了许多, 叶末心里顿时起了杀机, 在自己居住的院子将为了保护银心草的宁清雪打成这样, 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凶手, 宁清雪手里抱着的箱子, 正是这次他想要带走的箱子, 不过随即叶末就愣住了, 他的神识扫到箱子里面有三颗自己做的手练珠子, 这东西他送给了苏静文, 怎么会在宁清雪的手里? 而且还只有三颗了, 心里同时暗叹, 要是宁清雪当时将这三颗珠子带在手上, 而不是放在箱子里面, 说不定他就可以免去一栽了, 叶末正打算悄悄地跟在120救护车的后面, 没想到车刚开走, 他就听见两个护士议论, 这女孩应该是个大人物家的人, 你看院长都亲自跑来跑去的, 是啊, 据说只有一个月好活了, 这女的不愿意接受治疗, 非要回家, 虽然不理解, 但是活一个月和几年躺在床上不能动, 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提醒一下哦, 那个票, 感谢我喜欢甘蔗, 花花家的男人, 南方蛮族, 书友110324224429765, Shane731, 下华线Vivian, 非, 爷, LGIN的慷慨打赏, 感谢南方蛮族LGIN, 精明Z, 王者枫叶的更新票支持, 谢谢, 第69章, 那家高手, 叶末这才明白, 原来是宁清雪主动要求回去的, 他为什么要回去呢, 既然宁清雪要求回去, 他就不着急了, 等晚上没人的时候, 回去偷偷再帮他一次, 先将他的伤治疗好了再说, 至于那一株银心草, 药镖带走, 还要考虑一下, 已经知道了120救护车, 是送宁清雪回去的, 叶末就没有再跟过去, 而是在想让宁清雪重伤到接近死亡的人躲在什么地方, 他知道肯定是宋家人干的, 只是宋家在宁海的落脚点, 叶末并不知道, 叶末找了一家干净点的饭店, 进去吃了一顿, 吃完饭叶末刚刚走出饭店, 就看见三人从不远处的一个星级酒店出来, 两男一女, 叶末认识其中一名男子, 是汪鹏, 最让叶末在意的却不是汪鹏, 而是他身边的那名男子, 40岁上下, 中等身材, 长脸, 平头, 太阳穴有些微秃, 叶末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高手, 那名男子似乎有些感应到了叶末在观察他, 竟然抬头望叶末这边看了一下, 叶末收回目光新说好厉害, 他可以肯定这男子比当初的文冬要厉害不少, 就算是不如他, 也相差不了多少, 叶末是第一次遇见这种高手, 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当初汪鹏的手, 就是他治疗好的, 那名女子身材有些高挑, 看起来倒是文静, 只是静静地跟在汪鹏的后面, 叶末只是看了一眼就忽略过去了, 这名女子就是一个普通人, 几人来到一辆黑色奥迪车旁边, 正在说话, 叶末装着无意之中靠近了一些, 现在他的神识可以接触到八米左右的范围, 他想知道这些家伙在说什么, 最终叶末在不远处的一个暴停后面停了下来, 这里他正好可以监控到几人, 上次多亏胡大哥了, 不然我的手到现在还不能动, 这次胡大哥来得匆忙, 我又不能好好地感谢一下你, 真是失礼, 这是汪鹏的声音, 叶末心想, 汪鹏的手果然是这男子治好的, 说明这是一个那家高手, 地球上的那家高手, 叶末还是第一次遇见, 就算是上次遇见的文东, 也只是刺杀术和搏斗术厉害一些, 还远没有修炼出内气, 中年男子一摆手说道, 彭少客气了, 你父亲也算是谭少一戏的人, 帮这点忙也没有什么, 只是以后尽量不要去惹那种街头卖狗皮膏药的人, 这些人当中就有一些能人, 是, 胡大哥的教会, 我会记在心上, 谭少那里就麻烦胡大哥帮我和父亲带个好, 我现在过去不大方便, 谢谢胡大哥了, 汪鹏的语气很是恭敬, 中年男子摆了摆手, 进了那辆奥迪车, 车子发动, 很快就走远了, 叶末没有心思去管汪鹏, 这汪鹏称为胡大哥的人才是他最关注的, 这是个高手, 当即叶末就跟着这辆车追了过去, 二十分钟后, 天色已黑, 奥迪车开进了一家私家别墅, 叶末用神识扫了一下这个别墅的周围, 到处都是摄像头,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 四辆片刻, 叶末还是决定晚上再来, 等到晚上, 他将这些摄像头全部毁了, 然后再找到这个胡大哥, 之所以要找到这人, 是因为叶末对这里的武术结构一点都不清楚, 他不知道自己要修炼到什么地步, 才可以在这里保证安全, 就算是逼问, 他也要逼问出来, 免得有一天, 他遇见真正的高手, 措手不及, 不过这个时候明显的不适合, 天还才刚刚黑, 此时还早, 宁清雪的伤势, 他肯定要帮他治疗的, 只是这个时候同样不合适, 他旁边肯定还有人, 自己去也不方便,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再去帮他治疗, 等治疗好了他的伤后, 再回来这里也不晚, 有心想要去宁海大学看看师修, 但叶末想想还是算了, 现在他的实力还低, 万一被宋家的人知道, 师修和他有关系, 说不定还会连累师修, 叶末离开了这湖大哥住的别墅, 准备去宁海市区买些东西, 现在身上还有些钱, 帮宁清雪治疗了之后, 他打算去洛苍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在洛苍找个工作, 实在不行, 就去持晚清表姐的公司, 他的想法是, 一旦自己稳定下来, 就租一个地方, 化验了土质后, 将银星草的种子再种几棵下去, 毕竟银星草的生长周期很长, 在这之间, 他还打算去一趟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不想等银星草成熟后, 再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在这个灵气匮乏的地球, 如果还这样浪费时间, 他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修炼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步, 就这样努力下去, 也不见得可以修炼到多高, 但努力总是有个期盼不是, 不努力就什么期盼也没有了, 宁清雪也种植了一颗银星草, 那毕竟是他种植的, 他为了那株银星草, 连命都可以不要, 叶末不知道为什么, 却不忍心将他种植的这株草挖走, 咦, 是你,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一个声音打断了叶末的思绪, 叶末回头看看, 还真是一个熟人, 好像叫方卫成, 上次自己在青渡湖公园里面打拳的时候遇见的, 当时他还要找自己切磋切磋, 被自己一招就败了是你啊, 方卫成, 叶末点点头, 这方卫成为人还是比较直爽的, 方卫成见叶末记得他的名字, 立即惊喜地说道,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啊, 那天之后, 我一直在青渡湖公园等你, 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你, 能在这里遇见你, 真是太幸运了,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你找我有事情吗? 方卫成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 他心里知道, 叶末的身手绝对是相当的强悍, 就是他几个方卫成加起来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是这样的, 您看能不能抽个时间谈一谈, 方卫成说完显得很是期盼, 叶末心想, 现在他还有时间, 正没有地方打发, 既然方卫成找他有事, 就去看看好了, 想到这里点了点头, 好吧, 见叶末同意, 方卫成更是欣喜, 连忙将叶末带到一家僻静的西餐厅, 也不问叶末是否吃过, 就点了几个菜上来, 没有吃过西餐, 但叶末感觉还不错, 吃了几口叶末随口问道,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情? 如果方卫成要是说拜师的事情, 叶末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他可没有时间教徒弟, 方卫成报了报权说道, 还没请教你贵姓, 我叫师盈, 叶末在宁海, 却不想将自己的真名泄露了, 再者叫师盈有几个意思, 一个就是自己的师父是洛颖, 还有一个就是谐音私隐, 想念师父的意思, 听了叶末的名字, 方卫成倒是愣了一下, 不过转眼就恢复了正常, 在他看来这个名字很女性化, 不过这种想法, 他当然是不会表达出来的, 况且, 今天他还是来求叶末帮忙的, 第七十章, 嚣张, 师前辈, 方卫成找不到好的称呼, 只能按照江湖上的称呼, 他刚说了三个字, 就被叶末打断, 方兄, 就直接叫名字吧, 我不是什么前辈, 方卫成见叶末不在意, 就直接说道, 既然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师盈, 这次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你, 今天第二次遇见, 就说这个话, 实在是有些冒昧, 叶末皱了皱眉头, 心说, 你还知道冒昧啊, 这不是摆明着的吗? 他和方卫成素媚平生, 说求自己帮忙的事情, 叶末不皱眉才是怪事了, 见叶末皱眉, 方卫成更是不敢拖沓, 直接说道, 你知道我是司机, 我的老板的儿子虽然只是上大学, 但是为人豪爽, 和我关系也很好, 他在宁海科技大学读大四, 也是校武术协会的主席, 可是一个月前, 他和人在比斗当中被打成了重伤, 现在还在医院, 叶末拦住了方卫成的话题说道, 你是想让我帮他找回这个场子? 方卫成点点头正想说话, 却再次被叶末打断, 我不会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提, 方卫成张了一下有些苦涩的嘴,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尹兄, 等我说完后, 如果你还是没有兴趣, 我也不敢强求, 方卫成情急之下, 连称呼都改成了尹兄, 叶末无奈地点了点头, 好吧, 你说, 晚上我还有事, 因为我们老板也是军人出身, 所以他儿子喜欢武术, 这本来没有什么, 只是一个月前, 棒子在科大旁边成立了一家韩风跆拳道馆, 其实宁海的跆拳道馆也很多, 这很正常, 但是这棒子成立的跆拳馆里面, 写的两行字却是天下武术, 源于韩国, 世界拳术, 跆拳第一, 而且入馆的人都要接受华夏的武术, 其实大部分都是起源于韩国, 只有承认了韩国是武术的发源地, 才可以进入跆拳馆学习, 本来大家都以为就凭这一条, 绝对没有人会进入这家跆拳馆报名,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还是有很多人去报名, 我真是想不通, 齐卫东也想不通, 就去找这家跆拳馆的人比试, 说到这里, 方卫成叹了口气, 虽然后面没有说, 但是叶末也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这齐卫东估计也就是方卫成老板的儿子了, 其实叶末对棒子也一直不喜欢, 因为棒子太不要脸了, 不但可以将中一说成韩一, 而且连诸葛亮的国籍也被他们变成韩国, 这还不算, 只要是华夏的传统节日, 都被他们认为成是韩国的, 果然方卫成叹了口气说道, 见齐卫东来挑战馆主, 这馆主竟然欢迎之至, 还签订什么伤害自负协议, 齐卫东的身手我是知道的, 他八岁就开始练习武术,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竟然不是棒子副馆主的对手, 还被打成了重伤, 因为有协议在先, 而且还公正过, 也没有任何办法责怪他们, 因为齐卫东的受伤, 很多宁海的高手都上门去挑战, 但是无意不是重伤归来, 那个棒子确实厉害, 挑战赛放到各大校园举行, 用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 这样一来, 他们的跆拳道馆不但没有倒闭, 反而越来越红火了, 报名的人竟然增多, 我真是不知道这些同胞怎么想的, 方卫成说完了, 明显很是生气, 叶末却淡淡一笑, 心说抵制窝货已经说了, 恩年了, 还不是有很多人在买窝国的东西, 还不是继续将钱送给窝国做成炸弹, 再丢回华夏, 现在的世界虽然有战争, 毕竟是片面战争,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少男少女们, 是不可能想到更多事情的, 他们对祖国的情怀, 大多数还是放在嘴边的愤青, 说完就忘了, 和那些经历过血火战争的老一辈比起来, 他们缺少了许多的东西, 也许在他们看来, 购买一样东西, 只是看这样东西的品牌, 想亮不想亮, 够不够亮, 至于出自哪里, 估计很少有人去顾忌, 这倒不是说就不爱国, 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方卫成的情绪, 叶末也算是华夏人了, 他知道华夏的历史远远流长, 棒子的跆拳道绝对是源于中华武术, 不过现在却被反过来说了, 这个忙去帮一下倒也可以, 想到这里叶末问道, 方兄, 现在几点了, 方卫成看了看手表, 七点半, 叶末点了点头, 我还有三个半小时, 如果你可以在这三个半小时里面, 安排我和他们比试, 我可以帮这个忙, 方卫成兴奋地站了起来, 叶兄, 我一定做到, 现在棒子就巴不得有人和他们比试, 而且现在每次比试, 他们都会大张旗鼓地在各大校园进行, 以此来提高知名度, 说完立即就拿起了电话, 宁海科技大学, 容纳三千人的武术场馆, 现在已经足足挤进去了将近四五千人, 此时里面却是灯火通明, 因为现在场上正在比试的双方, 一个是就是宁海大学武术协会会长李邦奇, 还有一方是韩丰跆拳馆的副馆主朴东恒, 之所以是副馆长, 因为想要韩丰跆拳道馆的馆主上台, 挑战者必须打败了副馆主他才会上来, 但是从韩丰跆拳馆成立的一个多月来, 没有任何艺人能在挑战当中打败朴东恒, 倒是很多的挑战者, 不是断胳膊, 就是断腿。 李邦奇, 虽然只是宁海大学的一个武术协会的会长, 但是却代表宁海参加过全国青年武术大赛, 并且取得过三等奖。 所以, 这次李邦奇和朴东恒的比试, 几乎吸引了所有宁海高校学生的眼光, 只是这体育馆太小, 无法容纳更多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站在馆外看着大屏幕。 李邦奇和朴东恒的比试却不是回合式的, 而是你来我往, 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 甚至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出来。 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李邦奇加油, 现在虽然两人已经打得难分难减,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最关键的时候即将到来, 因为每次朴东恒和别人比试的时候, 都是在20分钟左右突然将对手放倒在地的, 而现在20分钟已经快到了, 原本以为区区一个棒子虽然打败了许多宁海的高手, 但是毕竟是棒子, 李邦奇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一打起来, 他才知道朴东恒不但伸手灵活, 而且精通滑下拳术, 可恨的是这些棒子还说是他们的东西。 李邦奇越打越心惊, 他已经吃了朴东恒好几拳了, 虽然他身强力壮, 现在一时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到现在只是有一脚踢中了朴东恒, 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 加入办法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71章, 什么才是狂? 李邦奇之所以心惊, 是因为他师父曾经告诉过他, 在武术界修为最高的是天级, 而他虽然练武十几年, 但是却连最低的黄级也没有达到, 充其量只是摸到了高层武术的边缘, 不过传说真正达到天级的人少之又少, 或者说没有人见到过, 就算是他师父自己, 也只是堪堪摸到黄级的门槛而已, 不过却无法再进一步, 真正的武道高手都是出自古武家族和一些隐门, 不过这些古武家族一般都不现实, 他们只是为了追求武道, 追求极致, 所以普通人很难预见。 如果有一天有人可以挡住他的疾风暴雨拳, 就说明那人已经是摸到了黄级的门槛了, 他绝对不是那人的对手。 而现在李邦奇的疾风暴雨拳已经打完, 而他的棒子对手依然稳入泰山, 李邦奇立即就想起了师父的话, 知道不好, 立即就要回房。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朴东恒突然一化为二, 就在李邦奇迟疑的那个呼吸, 朴东恒已经是一脚踹在李邦奇的胸口, 肋骨断裂的疼痛, 让李邦奇忘了自己已经被踹飞出比赛擂台的事实, 可是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他输了, 而且被一个副管主打输了, 甚至连管主都没有出来。 此时肋骨的疼痛他已经不去在意了, 唯有的就是羞耻, 棒子偷了祖先的东西, 最后竟然打败了他。 嘈杂的会场竟然顿时寂静无声, 李邦奇代表的是宁海武术最高的那个层次, 竟然连一个副管主也打不过。 这让在场的几千人情何以堪。 李邦奇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动手, 是因为他昨天刚刚从燕京回来, 可是没想到一回来, 就吃了败仗。 宁海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同时也是宁海科技大学生会主席的陈维林, 神色黯然地说道, 快送邦奇去医院, 这场我们认输, 会场上到处都是虚声, 许多人已经开始黯然退场。 陈维林的电话却突然响了, 陈维林接通电话, 只是听了一句话, 就惊喜地叫道。 什么? 找到了? 好, 这里交给我了。 普管主, 我们今晚还有一名武术协会的成员, 要挑战你们管主。 而且, 这是最后一次挑战, 如果这次无法战败你们, 我代表宁海武术协会, 再也不会对贵方挑战。 陈维林的话,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虚声, 不向对方挑战, 就是说明承认了对方的地位, 陈维林峰了呀。 哈哈哈哈, 欢迎挑战, 我们韩拳不怕挑战, 就怕没有挑战。 我说, 怎么现在连续几天, 只有一场挑战了朴东恒嚣张的一笑, 他希望挑战越多越好。 只有挑战多了, 他们的韩风跆拳馆才会越来越响。 什么? 还有人来挑战? 继续留下来支持, 就要打得着棒子, 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华夏果树。 对啊, 对啊, 留下来继续为我们的人加油。 要留你们留吧, 我已经受够这种摧残了, 走了。 是啊, 走吧, 何必留下来, 最后还是会棒子加油啊。 随着议论声, 人数顿时走了一半, 拥挤的会场很快就空了下来。 不过, 外面没有进入会场的人, 听说还有人来继续挑战, 仍然有许多人留了下来。 很快又有新人挤进了会场, 刚才空下来的会场, 再次慢慢地挤满了人。 是个什么人啊? 竟然还要挑战? 不过就算是他输了, 我也会顶他, 至少他不是懦夫。 对, 当然顶他, 不像有些人, 见我们的人输了就没有激情了。 难怪棒子猖狂, 听说是陈维玲临时接到电话安排下来的, 不过棒子肯定希望挑战的人越多越好, 这样他们就愈发出名了。 出名, 不见得吧, 挑战还没有开始呢, 棒子就知道肯定赢了呀。 叶末来到宁海科技大学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会场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人。 简直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 尽管叶末是个不爱热闹, 有些淡薄的修真者, 但是在这些热血的学生和宁海市民的热情下, 还是引起了一些共鸣。 他还不知道这已经是人数走了一小半的场面。 叶末跟随方卫成从后面的通道进入了会场, 也没有人上来说什么, 因为他太普通了, 普通的和平常一个文静学生没有什么两样。 方哥, 那位前辈找到了? 来了吗? 他在哪里? 陈维玲看见了方卫成立刻惊喜地上来接连几个问号。 他就是了, 失影武术界的前辈高人。 方卫成一指叶末说道, 啊, 陈维玲惊讶地愣了一下, 怎么是这么一个文静的年轻人? 不过他立即就反应过来, 自己的行为很是不礼貌, 连忙将手伸出来说道, 师前辈, 你好, 我叫陈维玲, 宁海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见到你真是非常高兴, 不过那个朴东恒却是相当的厉害, 要不我先放一些他的笔试录像给你看看。 叶末摆了摆手说的呢? 我时间很紧张, 录像就算了, 比赛越快越好。 陈维玲张了张嘴, 心说好狂啊, 实在是太狂了。 所有和朴东恒比赛的人都研究过他动手的录像, 而且还反复地研究过, 就算是这样, 也没有人可以在他手上坚持下来二十分钟。 这个师尹到底是什么人啊? 玉成会不会弄错了? 万一上去只是一个回合就被别人扔了下来, 他受伤是小事, 我们宁海武术界的面子可就丢光了。 想到这里, 陈维玲看了看方卫成, 他想知道方卫成怎么说。 见陈维玲看向他, 方卫成摆了摆手说道, 陈会长, 你就按照师尹的要求去安排吧, 他的时间的确很紧, 最好在三个小时内将韩风的管主和副管主一起叫过来比试, 相信这一场比试之后, 韩风跆拳馆会灰溜溜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对叶末的本事, 方卫成可是相当的佩服, 他不相信韩风的管主可以再一个回合不到就将他扔出去, 但是眼前的这个师尹却可以, 而且还很轻松。 见方卫成都这么说了, 陈维玲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看了看叶末, 转身就出去安排了。 等等, 叶末却叫住了陈维玲,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肯定会安排妥当。 陈维玲虽然心里没有谱, 但是叶末毕竟是方卫成带回来的, 你去让那个什么跆拳馆的人最好一起上, 免得浪费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请告诉我, 这朴东恒最喜欢将别人的哪里打断。 叶末对陈维玲说道, 什么? 陈维玲这才真正的呆住了, 刚才他还说这个尸影连录像都不看, 已经很狂了, 现在他才知道什么才是狂。 第72章, 屁股向后。 什么? 朴东恒虽然说得一口流利华语, 但是依然被陈维玲提出来的要求气的有些变因。 被挑战了一个月了, 宁海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现在竟然还有人要挑战他们整个馆里的人, 还是一起上。 朴东恒脸色铁青地说道, 可以, 不过先将我打败了再说吧。 也许和我比试过后, 他就不会再说这个话了。 哦, 陈会长, 我想请你将比赛的时候拳脚无眼的话告诉他, 不要进了医院再来后悔。 我们韩风虽然欢迎挑战, 但也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人都可以来挑战的, 严禁于此, 如果还要比, 那就快点。 说完, 转身坐了下来闭目养神, 竟然不再理睬陈维玲。 什么? 今晚来的挑战者, 竟然想要一个人挑了整个韩风跆拳馆。 真的还是假的? 牛逼啊, 这是谁啊? 这要牛, 就算是他输了, 我也挺他。 会场中的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就沸腾了来, 这个消息瞬间就传遍了整个会场, 因为这个消息让原来只是抱着一线希望的支持者一下就变得亢奋起来。 虽然知道这个可能不存在, 但是热情却迸发了开来, 挡也挡不住。 叶末没有等多久, 陈维玲就过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另外一个人。 陈维玲身后的人拿了一个协议书让叶末签了字和按了手印。 等那人走了后, 陈维玲才说道, 那个韩国人说, 你只有将他打败了, 才有资格和他们跆拳馆其余的人谈比斗的事情。 现在他已经在台上等着了。 热烈兴奋的会场, 在叶末进来以后, 顿时变得有些安静下来。 原本他们以为可以口出狂言的挑战者, 就算是部长的五大三粗, 至少也是人高马大吧。 可是叶末这文文静静的样子, 看起来分明就是一个学生嘛, 许多人已经不忍心自己的眼睛受蹂躏, 悄悄地退了出去。 心说, 就算不是别人的对手, 也不能用这种死缠烂打的下三滥方式吧。 李帮奇至少看起来还有接近一米九的个头啊, 可是眼前的尸影不但长得不魁梧, 而且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武术高手。 朴东恒也是愣住了, 说句实在的, 他还对这个口出狂言的尸影抱着一些期待的。 可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年轻人, 可以说这一个月来和他鄙视的人, 当中最不起眼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尸影。 你就是那个狂言要挑战我们整个会馆的人。 朴东恒指着叶末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叶末却没有回答朴东恒, 只是冷冷说道, 要打就快点, 我还有事, 没时间陪你这种火星人玩。 朴东恒的实力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比文东要稍稍强一些, 不过要是和文东拼命, 他还不一定是文东的对手。 要是和自己今天晚上遇见的那个胡大哥比起来, 却差得太远了, 这种人也能算是高手。 火星人? 朴东恒重复了一句,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是在说自己没见过世面呢。 随即就回答道,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的。 说完, 朴东恒立即抢先就是一个组合踢, 在朴东恒想来, 他使出这个组合踢, 叶末是肯定避不开的。 他要第一时间将叶末踢起来, 然后在叶末落下来的时候, 再来一个后旋踢, 将叶末的腿断了。 这还不算, 在他计划的最后一环是, 叶末的腿断了落下来的瞬间, 他还要来一个下批, 一定要让叶末的脸上也挂踩, 最好是踢断叶末的鼻鼓。 场上加油的声音立即停顿了一下, 在场的很多人都是看过朴东恒数场比试的人了。 朴东恒这还是第一次刚上场就使用了组合踢, 而且比平时还要迅疾, 看来他平时比试还没有拿出全力来。 胆小的女孩甚至不敢看叶末的下场了, 将眼睛闭了起来。 叶末冷笑, 从这朴东恒的动手来看, 就知道他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永远不能再前进一步了, 动手太小加子气。 虽然叶末不修炼华夏武术, 但是却知道一个第一招就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对手, 绝对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除非他真的厉害到比对手高明到数以百计的地步。 而这个朴东恒第一招就想将叶末打得找不到呗, 他太高看他自己了, 叶末动都没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朴东恒飞踢过来的组合脚。 完了, 所有看着叶末的人都暗叹一声, 竟然连闪避都不会, 这也太二了点啊。 陈维林已经疏疯了, 找这样的一个人来受虐。 朴东恒的想法是好的, 而且对他自己来说也是无懈可击的。 或者说对他曾经遇见的那些对手, 这个想法要实现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算是不能实现, 他还有后招, 对他本人没有任何的影响。 可惜了, 他遇见的是叶末。 叶末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第二个动作就是将他抡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飞起两脚踢在了他的两条腿的膝盖上面。 朴东恒还没有来得及叫出来, 叶末第三个动作却是快速地在他的胸口又踢了几脚, 第四个动作才是最后一脚, 那一脚正好踹在他的鼻梁上面, 被剧烈的疼痛折磨的叫出声来的朴东恒, 最后听见的一句话却是, 最后送你一个屁股向后平沙落厌室。 听完这句话后, 他就感觉自己一下坐进了一个圆筒中间, 无数的垃圾盖了他的一脸。 叶末走下去已经几秒钟了, 场上才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叫, 竟然如此轻松地就将这个嚣张了一个月的棒子踢飞了。 让你在华夏狂, 什么跆拳道, 还不是许多年前我们唐朝人传到朝鲜半岛的东西, 现在竟然说成自己的跆拳道了, 果然遇见老祖宗的招式, 还是要屁股向后啊。 场馆里面已经乱哄哄起来, 无数的电话被打出去, 或者打进来。 快来啊, 真是, 是真的打败了, 只有一招啊, 帅呆了, 后面应该还有, 你快点啊, 不过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 哈哈哈哈, 谁叫你压得要走? 好啊, 幸亏我没听你的, 精彩啊, 精彩啊, 一招啊。 什么? 那一招怎么形容? 反正你就当成小李飞刀好了。 是啊, 去后悔吧, 没时间和你说了, 我要去看偶像。 不行了, 我爱死尸尹哥哥了, 我要嫁给他。 你少发花痴行不, 就你这模样, 哎, 有点困呐。 苗云, 你想死啊? 什么? 竟然赢了? 还是一招? 我靠, 老子运气怎么这么倍啊? 连续看了一个月, 最后一场, 没看就赢了, 不行啊, 我要赶紧过去。 太他奶奶的刺激了, 一名正在大排档吃饭的小伙子, 挂了电话就要走。 喂, 你的饭钱还没给? 老板急着出来喊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人影。 感谢韩孝府局万币厚赐, 直接成为最强的舵主, 谢谢。 感谢地点DCL, 风寒轩, 我喜欢甘蔗, 陈灵溪, LGIN, 南方蛮族, 龙少, LLE, 天才大赢家, 憨厚的大胖, 吴月明许多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 谢谢。 如果还有推荐票, 记得帮老五来一下哦。 感谢了。 第73章, 明洞。 那个诗颖, 有些像我们学校的一个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 立即有宁海大学的学生, 看出来了, 诗颖和叶末有些像, 但是明显地不敢相信。 叶末是什么人, 宁海大学谁不知道, 怎么可能变成诗颖了? 切, 你做梦吧, 是你们学校的, 你们学校最厉害的那个李邦企, 已经挂了。 先前说话的同学感觉也是, 毕竟相似的人太多了, 闭口没有再说什么。 师前辈,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这次请你来, 真是请对人了, 简直和做梦一样。 我们, 陈维林激动的有些不会说话了, 他没想到, 这个诗颖, 竟然比方卫诚说的, 还要厉害许多。 那个嚣张的朴东恒, 简直和他不是一个档次上面的。 方卫诚虽然知道, 最后肯定是叶末赢, 但是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赢得这么干脆利落。 一名长相高挑的女孩跑了进来, 看见叶末她的眼里闪过期盼, 不过, 她还是对陈维林说道, 会长, 有记者要采访师尹大哥, 你看, 陈维林当然也希望记者来采访, 对他来说, 这件事报道得越响亮越好, 不过, 他却要征询叶末的意思。 叶末当然听见了这女孩的话, 却摆了摆手说道, 采访就不用了, 你赶紧安排那个什么馆主和我比试, 我时间很紧张。 好, 好, 当然以影兄你的事情为主, 我立即就去安排。 于亚蕊你安排一下将记者推了, 就说, 适应前辈需要休息。 说完, 陈维林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脚步却是比以前轻快了许多。 见陈维林出去, 于亚蕊忽然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 有些畏缩地走到叶末面前小声地说道, 师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第一个字竟然写成了一个叶字, 不过只是迟疑了片刻, 接下来还是写了师尹两个字。 于亚蕊红着脸结果本子说了一声谢谢, 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他还要去和记者说不能接受采访的事情。 不过今天来, 竟然第一个弄到了师尹的亲笔签名, 他心里还在咚咚乱跳。 一想到等会宿舍的同学看他羡慕的眼光, 于亚蕊就会忍不住嘴角露出一丝糊涂。 师先生为什么不接受采访? 门外的女记者听于亚蕊说起叶末拒绝采访的事情, 很是惊讶。 虽然他们只是宁海的一家媒体, 但是现在谁不愿意出名? 有出名的机会竟然不要。 于亚蕊见记者有些不渝, 连忙说道, 师尹前辈可能还有一场比试, 要不等会你问一下我们学生会的陈主席吧? 这个我做不了主。 好, 那我就直接去找你们副会长说话, 如果不行, 我就直接去问宁海武协的会长。 这女记者很是生气地说道, 对宁海科大, 还拿捏这么大的架子, 她很是不爽。 正当叶末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陈维玲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脸上带着激动和兴奋。 怎么说? 方卫成一直陪着叶末, 她知道叶末时间很紧张, 见陈维玲一进来就立即问道。 棒子认输了, 寒风跆拳馆即日搬走, 而且以后不用那个标题陈维玲兴奋地说道, 脸上净是自豪和得意, 就好像朴东恒是被她打败的一般。 方卫成皱了皱眉头说道, 棒子怎么可能认输呢? 他们那个会长可是牛得不得了, 我见过的。 而且, 那个会长的实力要比朴东恒厉害太多了, 这好像不应该吧? 陈维玲却说道, 是的, 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还签了字。 那个会长来检查了朴东恒的伤势和看了录像后, 随即就表示认输。 不过他也说了认输只是暂时的, 一年后要和师尹前辈在同样的地方较量一次。 叶末皱了皱眉头, 他可没有时间一年后来比试, 不过现在人家已经认输了, 他也不能再打进去。 见叶末皱了皱眉头, 陈维玲立即说道, 我没有答应他, 但是他却说不用答应, 一年后他会来这里, 如果师尹前辈不来比试, 他也不会管。 只是说, 如果我们的人不来, 大家就明白谁赢谁输了。 打输了还这么嚣张, 这些棒子真是不要脸。 方卫成一年的怒气,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一年后的事情, 一年后再说吧, 我要走了。 说完叶末站起来就要离开, 见叶末要走, 陈维玲连忙说道, 师尹前辈,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要不我做冬, 一起去入卫楼吃一顿吧。 还有, 就是门外有几个记者 在等着你出去呢。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吃一顿就免了, 我有事情, 这样吧, 我从窗户走就好了。 说完打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啊, 这是三楼。 陈维玲话音落下的时候, 叶末已经跳窗消失不见, 陈维玲和方卫成急忙赶到窗户前看下去, 哪里还有叶末的影子。 叶末虽然走了, 但是会场里面却更加的乱了, 啤酒香槟到处都是吵杂声加着尖叫声。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连续剩了一个月的韩风跆拳道馆的馆, 主动认输了。 这些棒子, 可以当着你的面将你落下来的东西, 据为己有, 让他们主动认输, 实在是艰难又艰难的事情。 一时间, 诗尹这个名字响彻了整个宁海科大, 还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出去, 很多的人能知道宁海出了诗尹这样一个绝顶高手。 这晚最开心的就是, 亲眼看见了叶末和朴东横动手的那些人了, 最不开心的就是那些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叶末的记者。 但是, 还有最郁闷的一群人, 他们就是临时退场走人的那一部分人, 现在他们的心情已经无法形容了。 说后悔已经是亲的了, 就好比一个国族的铁杆支持者。 当然, 现在国族有牧有支持者, 老五也不敢肯定了, 正在看世界杯国族和巴西的冠军争夺战一般, 当然我知道这只能歪歪。 而90分钟结束后, 场上的比分还是0比4, 国族落后。 虽然裁判加时了三分钟, 但是又因为失望了, 所以很多球迷都退场了, 但是三分钟后, 他们在场外得知, 国族在三分钟内连入五球, 最后以5比4将巴西拉下神坛, 捧起了大力神杯, 而这三分钟连入五球, 他们却没有看到, 你说这郁闷不郁闷。 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 叶末快速地离开了宁海科技大学, 他现在要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去帮宁清雪疗伤, 这个时候宁清雪旁边陪着的人应该睡觉了吧。 三将票少, 求三将票和推荐票, 三将票是免费的, 只要有起点账号就可以了。 推荐票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D。 感谢韩孝府局再次万币后赐, 直接成为最强的堂主, 谢谢。 感谢CC55121, 余悦, 书友090702032321014, Jim Wee, LJIM, 南宫飘雪, Louis Lee, 俄语无情, 如果忘记一切的慷慨打赏, 谢谢。 下一章再零点了, 第74章, 只是当时已枉然。 叶末来到小院子的时候, 却发现宁清雪的床前还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和宁清雪有几分相像, 估计应该是她的母亲。 不过她母亲面相还真是年轻, 恐怕如果不是宁清雪的事情, 她看起来可能会更年轻点。 宁清雪的母亲在, 叶末倒是不知道应该要不要现在就进去了。 正当叶末有些犹豫的时候, 那位坐在床边的女人却说话了, 清雪, 将手里的箱子放下来睡吧。 妈妈, 你去睡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声音很小, 如果不是叶末有神时还真是听不到。 坐在床边的女人叹了口气, 过了一回才说道, 我和护士睡在外面, 你有事情就直接按一下铃。 如果疼了, 告诉妈妈, 再让护士进来帮你麻醉一下。 叶末看着这女人走出去带上了门, 在门外抹了抹眼睛。 外面的地方果然已经改装成了一个临时的医疗场所, 两名年轻的护士靠在床边打盹。 叶末又等了一会, 等那名女子坐在床上的时候, 她悄悄地过去点了几人的睡血。 她可不想在帮宁清雪治疗的时候, 有人突然闯了进来。 忙完这些后, 叶末才进入了宁清雪的房间, 这个房间当初也是她住的, 只是宁清雪来了以后, 让给她住了而已。 进来后, 叶末感觉到既熟悉, 又似乎有些陌生。 看了看抱着箱子的宁清雪, 叶末知道她伤得很重, 甚至比自己预料的还要重一些, 只是想不通她干嘛, 总是抱着自己的这个箱子。 叶末还在想, 是直接告诉宁清雪帮她治疗, 还是让她睡过去后, 在帮她治疗的时候, 却听见了宁清雪滴滴的呢喃声。 随即就看见了她手上的那个红色的手机, 叶末立即就明白过来, 手机录音, 宁清雪是在交代后事了。 叶末, 对不起, 我要走了, 我经历了那些事情后, 我才知道自己的幼稚, 才知道你的胸怀是多宽。 我没有后悔为那猪小草去挡了一下, 我只是后悔那样去对你。 看了你的心才知道你是多么的孤单, 从来都没有朋友, 可是我还像恶女人一样一次次的伤害了你, 还有你卖鞋的钱去买几千块钱的酒,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的感受, 只是任性的想做就去做了。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却要走了。 宁清雪咳嗽了几下, 脸色愈发苍白了起来, 不过他还是将手机靠近了一些, 继续说道。 叶末,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你, 可是如果还有机会和你定亲, 我肯定不会去再拿你去当挡箭牌。 我愿意嫁给你, 也许和爱无关, 只是怕你说我配不上你, 结婚证我留在了身边, 从来都没有去离过婚, 我也不会再去离婚。 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丈夫了, 无论你是否知道, 无论你是否承认, 我宁清雪都愿意做你的妻子, 而且已经是你的妻子。 叶末, 还是要说对不起, 我做了你的妻子, 一天妻子的义务都没有尽, 反而为你惹了一身的麻烦。 我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曾经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停顿了许久。 叶末, 我在天上会保佑你的, 你要好好地活着, 只是可惜没能为你留下一个孩子, 以后要找一个会疼你的女孩, 不要像我这样。 说到这里, 宁清雪喘息了几口气, 用手抚摸了一下手里的药箱, 再次说道。 叶末, 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叫过老公这两个字, 我好想叫一下, 可是我却叫不出口, 院子里面有一株草, 我每天都会去照顾它, 因为我看见过你曾经一样地照顾过同样的一株草, 不知道是不是对你有用, 如果有用, 等它长大了, 你就带走吧, 也许那是我可以为你留下来唯一的东西。 叶末, 老公, 你还好吗? 宁清雪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 叶末心里忽然觉得有些酸酸的, 心里有一些惭愧。 说句实在的, 当初他帮助宁清雪, 却并没有宁清雪想得那么胸怀宽阔, 他只是想着宁清雪忧郁的样子, 好像师父洛颖, 所以他就愿意帮了他。 他也想师父洛颖有困难的时候, 同样可以遇见帮助他的人。 还有那卖血的单子, 却不是因为他而去的呀, 就是他钱花不完, 他也会去的, 浪费是一种可耻, 可是却被宁清雪认为成了为了养他, 甚至还为此一直内疚。 可见宁清雪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只是因为生活环境和出身, 让他有一种不喜欢陌生人的清高, 或者说是孤芳自赏。 骑士拨开了那一层他自己裹住的茧, 他何尝不是一个善良又有些可怜的人, 可惜他将爱和感激还有愧疚弄混淆了, 也许有一天他会明白过来的。 叶末叹了口气, 更是下定了决心要救宁清雪, 暂时还是不要告诉他了, 毕竟自己的本事有些骇人听闻, 免得吓到他。 当叶末以为宁清雪已经睡着, 准备上前也封住他的几处经脉, 帮他治疗的时候, 宁清雪忽然再次拿起手机呢喃地说道, 爸爸,妈妈我走了, 女儿不孝, 我已经嫁给了叶末了, 那个箱子是他赔给我的嫁妆, 到时候不要让那个箱子和我分开来, 院子里面有一株草是我留给叶末的东西, 如果他来了, 就连这个手机一起给他, 如果没有来, 又停顿了好久, 就算了, 对不起, 我为家里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却一走了之, 宁清雪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叶末正想是不是告诉他自己已经来了的时候, 宁清雪忽然从箱子里面摸出一把匕首, 对着自己的咽喉就刺了下去, 叶末一惊再也顾不得别的, 一步就冲到宁清雪的面前, 相隔这么远的距离, 他想要抓住匕首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将自己的手臂挡在了他的咽喉上面, 匕首刺入叶末的手臂, 被叶末的真气一荡就再也刺不下去, 宁清雪却因为用力过度, 而再次昏迷了过去, 叶末拔出匕首, 虽然匕首刺的不是很深, 但是也带出了一些鲜血, 叶末止住自己的伤口, 见宁清雪已经昏迷了过去, 抬手再次封住了他的几处经脉, 让他一时不能苏醒过来, 这才去拿他手里的箱子, 可是叶末却发现, 宁清雪将手里的箱子抱得紧紧的, 哪怕是已经昏迷了, 但是手却牢牢地扣住了箱子, 叶末除非强硬地抢下来, 不然根本拿不下来, 叶末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在宁清雪的手里将箱子打开, 里面的东西倒是一样都不少, 叶末拿出一瓶药丸, 再次拿出那一包银针, 塞了两颗护心药丸放入宁清雪的口中, 蒸气运转之下, 药丸立即在他的体内溶解吸收, 叶末又拿起108根银针, 用蒸气去了毒, 又将宁清雪翻了个身, 脱去了他的上衣, 求三江票和推荐票, 看完了, 顺手投一下哦, 感谢不在, 伤, 风寒暄, 俄欲无情, 南方满足, 水果果汁, 渗透下化线Snow, 龙少, LL1, 小丰丰的慷慨打赏, 感谢励志要当河东师, 南方满足, 水果果汁, 如果忘记一切, 心灵, 制约, LGIN, CC55121, 天才大赢家的更新票, 支持谢谢, 第75章, 疗伤, 今天三更, 老五求大家帮忙, 去投一张免费的三江票, 不过分吧, 况且投三江票, 还可以增加经验, 昨天就只有三百来票啊, 请大家帮个忙啊, 以宁清雪如此美貌的女子, 虽然叶末没有看过她的背部, 但是也可以想象得出来, 肯定是白皙嫩滑, 可是现在她的背上, 都是一片乌黑青子, 可见当初打她的人用的力气有多大, 看见宁清雪背上的伤势, 叶末的杀鸡再次涌起, 宋家, 她一定不会放过, 叶末解开宁清雪的纹胸, 手里的108根银针, 已经化为了一些残影, 落入宁清雪的背部, 同时, 两只手掌不断地在宁清雪身上暗揉, 真气随着叶末的手掌, 慢慢地渗入宁清雪的身体里面, 缓缓地修复着她破碎的经脉, 内腑和断裂的脊骨, 幸亏叶末曾经有一些药丸放在宁清雪这里, 不然以宁清雪的伤势, 想一晚上治疗好她, 还真的很困难, 随着宁清雪的体内破碎损坏的经脉和内腑, 被叶末的真元渐渐地修复, 叶末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起来, 原本她以为最多一个多小时 就可以修复宁清雪体内受伤的经脉, 但是现在已经是两个小时了, 她还才刚刚聊完一半左右的经脉, 痘大的汗水落在了宁清雪的背上, 但是叶末不敢停下来, 因为一旦停下来不但前功尽弃, 而且后面要帮她疗伤更加的困难, 要是有一颗灵石就好了, 或者有一颗灵气恢复丹药也好了, 那怕是最低级的丹药, 叶末感觉体内的真元渐渐地枯击的时候, 只能幻想着有这样的一颗丹药,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叶末揉捏宁清雪背部的手已经开始颤抖了, 虽然感觉到体内的真元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但是叶末却还必须坚持下来, 尽管她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很可能同样被废, 可是她已经没有选择, 她高估了自己的真元修为, 低估了宁清雪的伤势, 虽然叶末的脸色渐渐地难看起来, 但是宁清雪的皮肤却慢慢地转成健康的白皙, 背部的那一层青籽好像一层不一般被叶末接走, 她的脸色渐渐地红润起来, 因为疼痛紧绷的肌肤也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虽然经脉被叶末封住, 一时无法清醒过来, 但是从她颈皱的眉毛可以看出来, 她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一般, 叶末咬破了自己的舌尖, 强行灌注了最后一丝真元, 继续揉捏宁清雪的经脉,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 叶末修复完宁清雪体内最后一处的伤势, 再也忍不住, 一下就扑倒在了宁清雪的背上, 叶末的脸一接触到宁清雪背上凝滑的肌肤, 一股淡淡的忧香就进入了她的鼻子, 让叶末打了个机灵, 随即就想到了落影, 赶紧起来帮宁清雪系好文凶, 又帮她穿好了上衣, 这才将她翻了个身, 可怜叶末从来都没有摆弄过文凶这种东西, 两根小袋子硬是让她忙了半天, 差点连汗都弄出来了, 才记上, 可是现在叶末确实很疲惫, 稍稍休息了一下, 帮宁清雪解开了封闭的经脉, 由她睡去临走之前, 叶末又将东西收拾到小箱子里面, 看了看宁清雪紧紧抓住箱子的手, 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没有将这小箱子带走, 甚至里面的东西都一样没有拿走, 叶末出了小院子, 估计已经快三点了, 她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休息了一个小时, 大概在接近四点的时候, 叶末基本上已经恢复了七成的实力, 只是因为刚才帮助宁清雪疗伤的缘故, 甄缘有些不太稳固, 不过叶末认为这样已经够了, 这才前往那个被汪鹏叫着胡大哥的住处, 叶末来的时候, 别墅门口的守卫正趴在桌子上面在小气, 叶末随手就将他打晕, 然后进入屋子将监控的电脑直接关了, 他知道这台电脑肯定和别的电脑联网, 但是既然关了安装采集卡的电脑, 别的电脑也无法再监控, 叶末走进了一些, 神石扫了进去, 里面果然有几个人还在商量着什么,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那个姓胡的果然在,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 脸竟然长得和宋少文有三分相似, 门口还站着两名壮汉, 叶末摸了过去, 只是两掌, 这两名壮汉就倒了下去, 胡哥, 今天那个汪鹏的事情做得不错, 有那两个小姑娘陪一晚上, 千世平应该不会退三阻四了吧, 我就不信了, 有了千世平的帮助, 但是却充满了自信, 叫胡哥的男子点了点头说道, 谭少说得不错, 千世平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他身后的势力, 有的时候比官方的通缉更加有用处, 只是怕他父亲手下几个老家伙会反对, 反对, 千龙头就是千世平一个独子, 就算是他要天上的月亮, 他也会摘给他, 以千龙头如此大的势力, 他要找出叶末, 可以说比我们的办法多出十倍也不止, 我宋家虽然是五大家族之一, 但是有些事情, 毕竟不好明目张胆地动手, 但是明显地对千世平有些不屑, 说完停顿了一下说道, 田姬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然弄这两个草包去代宁清雪, 不但没有将人弄来, 还弄了一身的烂泥, 不然有宁清雪在这里, 比那两个学生妹强多了, 而且我也想享受一下京城第一美女的味道,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说完更是冷哼一声, 田姬和他的两个手下, 我会处理的, 现在他们在地下室反省, 不过看那宁清雪的样子, 似乎对那个废人叶末还有些情谊, 也许我们可以以此来将叶末堵截在宁海, 叫胡歌的中年男子说道, 谭少摇了摇头, 你有些小看叶末了, 据我对他最近的调查, 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扮猪吃虎的家伙, 不但身手厉害无比, 而且还很狡猾,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没有必要惊动千龙头这种人, 毕竟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对我宋家并没有什么好处, 叶末已经完全明白了过来, 这谭少应该就是宋家的人, 并且是来专门抓自己的, 阴差阳错之下, 将宁清血伤了, 叶末的神石扫了出去, 果然在地下室里面, 发现了三名跪着的男子, 在不远处的一间卧室, 再次看见了两个女孩, 披头散发, 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旁边还有一个青年, 不过这两名女子浑身都是伤痕累累, 也不知道是睡了过去, 还是昏迷了过去, 看样子, 这两名女孩, 就是那个谭少口中说的学生妹了, 叶末忽然发现其中一名女孩有些熟悉, 很快就能发现这女孩就是宁海大学的, 还是一个排名前十的校花, 时间不早了, 胡哥你先去休息吧, 我也要休息了, 说完这谭少站了起来, 这胡哥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门却被踢开了, 同时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 休息就不用了, 从今天开始, 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休息, 感谢剑客云天, 罗汉果长眉, 龙神燕, 小坚华, 不朽守护, 书友120-31100-1104034, 睡神1986, 渗透下滑线Snow, ERP, S, LGIN的慷慨打赏, 感谢罗汉果长眉, 剑客云天, 立志要当核东师, LGIN的更新票支持, 感谢剑客云天10分, 133-6618-09328分的评价票, 支持谢谢, 第76章, 高手, 第三根球推荐票, 是你, 叶末, 叫胡哥的人, 立即就认出了来的人是叶末, 叶末的相片他早就看过无数次了, 想也不想, 回首就是一拳击出, 拳风竟然不外泄, 叶末一看就知道, 这胡哥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是个高手, 叶末想试试他的拳力到底多大, 也是一拳击出, 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叶末倒退两步, 再次来到门边, 而胡哥却同时倒退两步, 撞在了弹哨的身上, 两拳相交之下, 两人的拳头居然都有骨头碎裂, 叶末眼神一冷, 果然他的身手在现在这个地方, 的确算不了什么, 虽然他只是恢复了七成, 但是比这胡哥更厉害的肯定大有人在, 黄极后期, 胡哥眼里露出惊骇, 同时吐出了四个字, 不过他的手骨断裂后, 却不敢继续和叶末对打, 因为他可没有叶末那种用真元恢复断骨的本事, 虽然他已经修炼出来了内气, 但是这断骨要修复也需要一个月左右, 谭少见叶末竟然和胡哥平分秋色, 眼里露出一丝惶恐, 很明显他没有想到叶末竟然这么厉害, 说实在的, 他还没有见过比胡哥更厉害的人, 据说胡哥可是鼓舞弟子, 这叶末竟然可以挡得住胡哥一拳, 这不能不让他有些惊骇, 虽然不知道黄极后期是什么意思, 但是叶末估计这应该是这里的一个武术等级说法, 谭少见到叶末伸手如此厉害, 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叶末已经知道这家伙就是宋家的人了, 而且还是来抓他的, 他根本没有任何想要留情的想法, 随手就是一枚铁钉打出, 这谭少手机的号码还没有拨出去, 一枚铁钉已经打中了他的眉心, 你竟然杀了宋少谭, 这胡哥见叶末仰手就杀了宋少谭, 眼里露出又惊又怒的神色, 叶末淡淡一笑, 我还杀了宋少文呢, 怎么, 你有想法, 胡哥眼神立即收敛, 是啊, 叶末连宋少文都杀了, 再杀一个宋少谭, 对他根本没有压力, 如果你肯回答我几个问题, 说不定今天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叶末说完冷冷地盯着这胡哥, 哈哈, 放我胡秋一条生路, 你刚才占了多少便宜, 今天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胡秋完好的那只手, 不知道从哪里抽出来一根鞭子, 立即跃起, 手里的鞭子, 划成了刀刀鞭影, 裹向了叶末, 好快, 叶末看着叠叠鞭影, 此时却不敢硬漆进去, 如果换作帮宁清雪疗伤之前, 他还可以以硬对硬, 抢抢对方的鞭子, 但是此时他虽然已经恢复了近七成, 不过还是气息不足, 叶末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立即闪身让开, 只是因为房间太小, 他的后背依然被鞭子扫中, 传来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 叶末知道, 这一下至少打去了一层皮, 而且绝对带出了一道不浅的血痕, 见一边见笑, 胡秋更是得势不饶人, 几乎在瞬间就完成了转身, 手里的鞭影再次席卷而来, 叶末不得不安探着信胡的鞭子, 实在是练得炉火纯青, 明白在这房间里面, 只知道闪避对方的鞭子, 自己已经处于下风, 既然如此还不如来应的, 叶末再次提起真元, 手里已经同时扬出去三枚铁钉, 同时手看准了鞭影的后烧抓了过去, 胡秋心里一惊, 他想不到, 竟然有人敢在他如此暴急的鞭影当中, 徒手抓他的鞭子, 找死胡秋一声闷哼, 手里的鞭子去得更急了, 而且鞭影更是重重叠叠, 让人无法分得清楚, 三枚铁钉打来, 胡秋已经感觉到, 他明白了过来, 叶末是想来的两败俱伤, 除非自己撤鞭回房, 不然的话铁钉就能会打中他的身体, 胡秋冷哼了一下, 和我两败俱伤, 他竟然不收回手里的鞭子, 而只是将身体侧了一下, 三枚铁钉一枚被躲过, 另外两枚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胡秋的左胸侧边, 胡秋竟然硬生生地受了两钉, 也不撤回长鞭, 他知道叶末的厉害, 拼着受了他两钉, 也要一边击中他, 他的这一鞭子力道极大, 速度也极快, 他相信叶末不但抓不到, 而且还要在这一边下受重伤, 那伤绝对不是两枚击中他非要害部位的铁钉可以比拟的, 可是胡秋不是修真者, 他不知道还有神识这种东西,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末已经准确无误地抓住了他的鞭烧, 强大的力量传来, 叶末感觉到自己的胸口一阵的翻涌, 心里知道不好, 他虽然抓住了鞭子, 但是刚才帮凝清雪疗伤的后遗症已经来了, 他在胡秋愣神的片刻, 集中最后的真元一脚踹在胡秋的胸口, 胡秋这个时候才彻底地明白过来, 眼前的叶末竟然可以在他的五影边当中找到正确的鞭体, 还抓住了他, 难道他竟然是玄机高手? 你是玄机? 胡秋指着叶末说了几个字, 狂喷出一口鲜血, 倒地立即身亡, 叶末长嘘了口气, 今天来的实在是太冒险了, 他差点将小命留在这里了, 还说活捉这姓胡的问他点事情的, 看样子, 他有些高估自己了, 这个世界的能人果然到处都有, 只是自己没有遇见而已, 听这个胡秋临死前的说法, 还有比他档次更高一级的叫什么玄机, 叶末感觉到一阵阵的头晕, 他扶着墙壁走了出来, 看了看不远处的房间, 那个祸害了两个少女的青年, 应该就是千龙头的儿子千世平了, 叶末踢开房间, 拉出了这个千世平, 你是谁? 竟然敢这么大的胆子? 千世平睡梦中被人拉了起来, 挣了片刻, 看了看有些虚弱的叶末, 想起了自己的处境, 立即就想要发飙, 杀你的人? 叶末喘了一口气, 刚才踢门又有些吃力, 杀我? 哈哈,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杀了我, 就算是你走遍全国, 你也没有地方躲去, 你以为千世平还在叫嚣, 但是一枚铁钉已经穿入他的眉心, 他到死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人真的敢杀他, 他老爹是千龙头啊, 可是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起来, 叶末不敢再耽搁, 他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 走到地下室, 看了看里面正跪着反省的三人, 毫不犹豫的三枚铁钉刺出, 三人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 就一命呜呼, 至于还有一个房间的两人, 叶末没有去管, 估计应该是千世平的跟班, 赶紧走, 这是叶末唯一的念头, 今天的事情他做得太冒险了, 他没有想到胡秋的身手竟然这么厉害, 厉害得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如果不是胡秋对他的鞭子过于自信, 今天他夜末能不能走出来, 还是两回事, 第77章, 犹豫的云冰, 云冰柔了柔疲惫的双眼, 有些出神, 自从八年前的事情发生后, 他就一直不愿意回到燕京, 男朋友也因为那件事和他分道扬镳, 而侵犯他的人却依然在燕京逍遥自在, 甚至连七岁的婷婷也被他们家强势夺走, 之所以今天一晚上没有睡, 是因为他当年的男朋友冯荣从美国回来了, 八年前, 那件事发生后, 冯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来他才知道他已经去了美国, 当年他真的很伤心, 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竟然不辞而别, 可是今天他居然又回来了, 还请求他回燕京去, 电脑前一封打开的电子信, 正是冯荣发过来的, 他告诉他, 当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事情, 是因为第二天, 他被家人莫名其妙地送到了美国, 然后他就再也联系不到他, 如今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 邮箱地址, 他还是回到燕京后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 他告诉云冰, 无论发生了什么, 他都不会介意, 他冯荣仍然爱着云冰, 云冰看到冯荣的那封信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删了这封信, 可是云冰看到冯荣自理行间的爱意, 还有他当年对初恋的那份纯真, 云冰有些犹豫了, 他怕当年对他侵犯的那人, 如果冯荣真的还爱着他, 可以带他去美国, 也许他就可以远离那个孟魔, 上次如果不是得知误会了叶末, 他也许就去燕京了, 因为觉得有些愧疚, 叶末救了他, 云冰就一直想和叶末当面说句谢谢的, 可惜却一直没有见过叶末, 虽然上次苏靖文告诉他, 叶末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不能露面的, 但是云冰总幻想着, 可以在宁海遇见他一次, 不然就是他离开了宁海, 心里肯定有些不安的, 其实还有一个让他迟迟不愿意动身原因, 也许他根本都不愿意想起来, 就是他心底对燕京有些隐隐的害怕, 如今冯荣回来了, 自己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对冯荣虽然当年很是怨恨他, 但是既然他都说自己不知道, 而且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 让云冰有一种第一次被惦记的感觉, 许多年来, 他甚至都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了, 虽然他冷冰冰的性格给他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但是每次回到家里, 清冷的屋子总让他有一些落寞, 甚至他会怀念起初恋时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可是当年的事情, 冯荣真的不知道吗? 就算是不知道, 难道他家里人不告诉他, 而且他八年都没有联系自己, 这又是为什么? 云冰忽然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想了许久, 云冰叹了口气, 他还是决定回燕京看看, 毕竟婷婷还在哪里, 虽然他对那人很害怕, 但是有的时候躲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 他打开了一个文档, 准备写封信让苏静文转交给叶末, 云冰刚打开一个文档, 右下角弹出了一个最新新闻, 云冰随手就要点掉, 可是入眼的相片却让他有些熟悉的感觉, 虽然模模糊糊, 但是云冰却感觉这相片他有些熟悉, 云冰立即将这条新闻点开来, 宁海高手师颖秒杀韩风台拳馆教练醒目的标题下面的相片, 让云冰有些恍惚, 他感觉这人真的像叶末, 只是他的脸照得不大清楚, 还有就是上面的名字却不是叶末, 而是师颖, 云冰虽然对学校里的事情不大关心, 但是韩风台拳馆的事情, 他还是听说过一些的, 他已经过了愤青的年龄, 只是关注了一下就算了, 没想到宁海竟然冒出来一个师颖, 新闻中的说法还是一招就打败了朴东恒, 原本这个新闻云冰看过也就算了, 但是这个师颖竟然和叶末有几分相似, 云冰立即登陆到了宁海科技大学的BBS网站,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什么才是热闹, 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可是宁海科技大学的BBS竟然是人满为患, 第一个置顶的帖子已经被点击过上百万次了, 下面的回复已经有几千条了, 帖子的标题很醒目, 师颖, 沙发我坐了,好吧, 我承认我崇拜死师颖了, 我保证, 我真的不是机友, 挑着粪桶进食堂, 我敢肯定师颖大哥是宁海第一高手, 有板凳也不错, 坐在坟头抽寂寞, 哇塞, 我竟然还有个地板, 告诉你们哦, 我有师颖大哥的亲笔签名, 羡慕死你们, 一汪清水, 有地方站我已经很满意了, 师颖, 我真的爱上你了, 以后的日子我怎么办啊, 谁在给我的墓碑印记, 那视频是谁拍的啊, 竟然叫我们的师颖帅哥拍成这样, 严重反对, 穿着三角裤四处嘚瑟, 下面的回复竟然有几千条, 云冰没有一个个看下去, 而是直接点开了置顶的视频, 叶末和朴东恒比试的场面立即就出来了, 很明显这是高清拍摄的, 朴东恒的影像很清晰, 但是叶末的脸却总是有些模糊, 打斗场面很短, 只是区区几个照面, 朴东恒就已经被踢飞出去, 云冰正正地盯着视频, 虽然时间不长, 他感觉这个人就是叶末,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拍摄, 叶末的脸上就模模糊糊的, 而别的景象都很清楚, 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四时了, 云冰却坐不住了, 万一是叶末, 而他错过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 云冰赶紧下楼开车, 直接前往宁海科技大学, 凌晨的时间虽然路上还有车子来往, 但是却并不多, 而且云冰走得也是超近的路, 路上更是半天都遇不到一个人, 所以云冰车开得很快, 路边一个跌跌撞撞的身影, 差点撞上了云冰的车, 不过云冰在后视镜看见, 那个身影似乎在他车开过去后, 跌倒在地了, 虽然肯定自己的车没有碰到那个人, 但是云冰却还是将车倒了回来, 摇开车窗问了句你没事吧, 倒在地上的人没有回答, 云冰借着昏黄的路灯, 看见了这人身上有些血迹, 心里一惊, 难道自己刚才真的撞到这人了? 怕自己撞到人了, 云冰赶紧下车, 将地上躺着的人扶起来, 可是借着昏黄的路灯, 看清楚这人的脸时, 云冰才吓了一跳, 躺在自己怀里的人正在夜莫,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背上的衣服已经被撕裂, 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脱得很长, 而且脸色也很是苍白, 此时的夜莫闭着眼睛, 明显的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云冰心里一紧, 虽然不知道夜莫怎么会这样, 但是云冰也知道夜莫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赶紧将夜莫拖上了车, 云冰的第一反应就是, 立即将夜莫送到医院, 但是苏静文说的话, 再次在他的耳边响起, 夜莫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他无处可躲, 只有逃出宁海了, 如果现在将他送到医院, 会不会被那个大人物得知? 感谢我想改名, 猫咪满天飞, XJBQ, 林海741, 子龙至尊, 万恶低龄, 1, LGIM, QW, 我爱我家, WQ, 书有120-3150-95-858-343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78章, 谁的险? 云冰累得出了一身汗, 这才将夜莫连背带拖地弄进了房间, 幸亏这个时候是五点左右, 基本上属于天亮前最黑的一段时间, 小区里面还没有人起得这么早, 这才没有人发现。 虽然他不知道苏静文口中夜莫得罪的大人物是什么来头, 但是为了不让别人怀疑他, 他还是决定将车停到车库里面去, 小心地关上门后, 先将车停到车库里面后, 云冰才回来将夜莫扶到床上, 伸手在夜莫的鼻子上摸了摸, 似乎还有热气, 云冰这才放心下来, 他应该是暂时晕了过去, 弄了一盆热水, 云冰打算帮夜莫浑身上下都擦洗一遍, 等到将夜莫的衣服全脱了, 最后看看短裤, 还是没有好意思帮他脱下来, 甚至连看都不敢看, 拿了一条毛巾盖在夜莫的短裤上面, 这才敢帮夜莫擦洗身体, 夜莫背上的伤痕看起开, 很是触目惊心, 云冰不敢想象是什么人用什么东西, 可以打出来如此深的一道伤口, 可是夜莫虽然伤口很深, 但是他的肌肉却结实异常, 如果云冰不是亲眼看见夜莫结实的肌肉, 还真的不敢相信表面上看起来文静的夜莫, 有这样一身的肌肉, 而且看起来还如此的对称和健美, 云冰感觉到自己的脸有些红, 帮夜莫擦洗的手有些颤抖, 他从来都没有面对男人的赤露上身的经验, 甚至八年前他被人侵犯的时候, 还是被下药, 处于昏迷当中, 可是家里竟然畏惧那家人的权势, 人家只是说了一句话, 家里人就不敢让自己将孩子打掉, 他没有去怪家里人, 因为他家确实惹不起那家人, 就算是现在想起来云冰也感觉有些颤抖, 他是真的怕那人, 所以他一直躲在宁海, 就是连春节都不愿意回燕京, 夜莫在昏迷的瞬间就知道不好, 他以坚强的意志强撑着, 使自己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看见的人竟然是云冰, 虽然他对云冰也没有好感, 但是在云冰这里, 比落在宋家的手里, 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心里一松的夜莫再次闭上眼睛昏迷过去, 不过他体内已经在开始慢慢地运转真元, 恢复疲惫以及甚至伤及根本的身体, 你醒了, 手里拿着毛巾正发愣的云冰, 看见夜莫睁开了眼睛, 立即惊喜地叫道, 不过他随即就发现夜莫再次昏迷了过去, 云冰赶紧将水端走, 回到房间帮夜莫将被子盖好, 这才虚了口气, 既然醒了一次, 就说明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一夜没睡, 同样疲惫不堪的云冰就靠在夜莫的床边睡着了, 宁清雪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发现天已经大亮了, 他躺着没动, 现在已经在天堂了吗? 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疼痛, 甚至无比的舒适, 宁清雪舒了口气, 总算是摆脱了那无尽深渊的疼痛, 只是不知道夜莫现在过得好不好, 不过很快, 宁清雪就感觉到了不对, 他发现自己依然躺在夜莫的这张床上, 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放的, 没有任何的不同, 怎么回事? 宁清雪咬了咬舌尖, 疼痛的感觉传来, 他难道没死? 内心惊慌的宁清雪获得坐了起来, 他再次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伤势竟然不治而遇了, 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甚至充满了精力和灵动, 小箱子, 宁清雪一把抓住箱子, 里面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手, 全部都在, 咦? 不对啊, 他清楚地记得, 昨晚自己最后拿起了那把匕首要自尽的, 怎么匕首现在还在箱子里面? 难道是他记忆发生了问题? 这绝对不可能, 宁清雪再次仔细地检查了箱子里所有的东西, 发现有一个药瓶里面少了两颗护心丹, 宁清雪忽然有些害怕起来, 自己受伤这么重, 怎么可能一夜而遇呢? 况且他明明记得将刀拿在手上准备自杀的, 但是后来他好像还刺进去了, 可是现在他怎么会什么事情都没有, 甚至连一个伤口都没有呢? 还有就是, 为什么他仍然有疼痛的感觉, 根本就不像死去的样子, 宁清雪转过头在自己的床单上看了看, 果然有几滴血迹, 可是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流血的伤口了, 这血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妈妈, 宁清雪刚开口叫出来, 房间的门就被打开了, 宁清雪的母亲兰玉急匆匆地推门进来, 清雪, 你没事吧? 兰玉人还没有进来, 话音已经传来了, 昨晚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竟然睡着了, 居然还一直到早上七八点钟才醒来, 兰玉几乎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啊, 清雪, 你怎么做起来了? 你,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健康? 你已经好了, 清雪, 你真的已经好了, 兰玉已经完全忘了宁清雪受伤这么重, 怎么可能一晚上就好了的? 在他的眼里, 女儿的伤好了是应该的, 至于过程, 已经被他自动忽略, 宁清雪看见母亲兰玉, 总算是明白了自己既不是做梦, 也不是死了, 而是真正的好了, 但是怎么好的, 他却不明白, 兰玉说完这些, 拉住宁清雪手的时候, 才发想起来, 女儿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好了呢? 他受的伤可是极重啊, 想到了这事情, 兰玉立即就问了出来, 清雪, 你是怎么回事? 怎么无缘无故就好了? 宁清雪摇了摇头, 他也不明白, 昨晚他模模糊糊当中, 好像感觉有人来帮他治疗过, 可是, 又有谁能够在一晚上时间, 就将伤势如此严重的自己治好呢? 妈妈, 我想一个人想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宁清雪忽然说道, 兰玉此时心里激动无比, 对他来说, 女儿好了虽然很离奇, 但是他宁可相信这是祖上保佑, 也不愿意去想这不可能。 此时见女儿这么说, 他还是仔细地在女儿的背上看了又看, 看完了, 这才松了口气地说道, 我去帮你熬点粥, 你再休息一会, 不要乱动。 等母亲出去, 宁清雪才继续皱着眉头苦撕起来。 他可不像母亲那么乐观, 自己的伤势绝对是有人帮忙治疗了, 但是谁又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自己睡着的时候, 帮自己的伤全部治好了, 要知道, 这可是连红瑞医院都无法治疗的伤势啊。 忽然宁清雪紧张起来, 既然昨晚有人帮他疗伤, 那么是不是要脱去他的上衣? 宁清雪连忙解开上衣看了看, 果然是这样, 他的脸色立即就变得有些苍白。 他的上衣果然被人解开过, 连纹胸的扭扣竟然都扣错了。 既然那人可以看见自己的背后, 就说明自己的前胸也被人看去了。 这是谁? 宁清雪忽然感觉到身体有些颤抖起来。 他宁可去死, 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身体被一个他都不知道的人看去。 宁清雪将目光盯向了床上的那几滴血, 那不是自己的血迹, 那会是谁的? 难道就是昨晚来帮自己治疗之人的? 顺便提醒一下推荐票啊。 哦, 还有三张票? 感谢笑傲龙十万后赐, 感谢我喜欢甘蔗, 一水长冬, 雄眠衡, ZXCSEC 爱喝酒的神 蓝云星宇 罗汉果长眉 多谢老板 LGIN HHGJSS LIONS 书友 120-229-112-819-053 银郎 与尚有云许多朋友的慷慨打赏, 同时感谢wow888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谢谢。 第79章 是夜末吗? 清雪, 你好了一个惊喜的声音在门边响起, 李牧梅和雀直接推门进来了, 后面还跟着依然激动的蓝玉, 连苏靖文也来了, 还有两名护士也一脸不相信地看着宁清雪 进来吧 宁清雪定了定神, 脸色恢复了一些, 她心里虽然烦躁, 但是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件事 怎么回事 清雪 我来看看你的呗 李牧梅亲眼看见过宁清雪的伤势, 对宁清雪突然康复了, 虽然很是不理解, 但是心里的惊喜却表露无疑 宁清雪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看了, 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出来是真的好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昨天, 原本想说昨晚可能有人帮自己疗伤的事, 但是话到了嘴边, 却又咽了下去, 蓝玉虽然已经检查过, 但还是不放心地走到宁清雪后面, 再次小心地掀开了女儿的衣服, 果然入眼的依然是宁华洁派的肌肤,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瑕疵, 此时她才敢确信, 女儿是真的好了, 顿时激动地又要落泪, 上天保佑, 自己的女儿竟然一夜痊愈, 两名护士激动地来帮宁清雪 简单地检查了一下, 发现宁清雪的身体竟然真的痊愈了, 别人不知道宁清雪的伤势, 但是这两名护士却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他们一直在照顾宁清雪, 当然知道他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么严重的伤势, 竟然突然之间就能好了, 要说离奇, 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离奇的? 难道是误诊? 当宁清雪得知医院的医生要过来的时候, 他立即就拒绝了再次检查, 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现在比谁都能清楚, 百分之百是康复了, 他不想这种事情闹得全世界都知道, 宁中飞当天就赶到了宁海, 对女儿突然痊愈, 他比谁都高兴, 他只有一个女儿, 对他来说就是个宝贝, 不过宁清雪依然拒绝了家里人, 让他离开宁海的要求, 他还是想留在这里, 对于昨晚来帮他治疗的人, 宁清雪想了半天, 似乎也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 他记得自己是在录完遗言的时候, 想要自杀, 可是他的匕首似乎没有刺入自己的咽喉, 而是刺入了另外一个人的手臂,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难道他刺入的那个人就是叶末不成, 还是自己太过念叨他, 所以也将昨晚的人认为成了叶末, 叶末什么时候会疗伤呢, 甚至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宁清雪忽然想起了叶末在步行街摆摊做留衣的事情, 难道真是他, 他真的懂医术, 如果真是他的话, 那么床单的血应该就是他流下来的了, 见母亲和其余的人出去, 宁清雪叫住了李木梅, 虽然他现在可以起来, 甚至身体状态还很好, 但是他却不想做得太过分, 免得被所有的人关注, 木梅, 你帮我将这块步上的血迹拿去化验一下, 宁清雪剪下了床单上面的血迹, 交给了李木梅, 他想知道这血和叶末的血是不是一样的, 虽然通过血型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这血就是叶末的, 但是至少也有了一个方向, 如果这血是叶末的, 那么让他知道帮他治疗的人确实是叶末, 看了他身体的人也是叶末, 这样的话他至少会心安下来, 李木梅接过步骗却没有问什么, 宁清雪不想说的话, 就算是他问, 他也不会说的, 昨天晚上, 对宁清雪的父母来说, 也许宁清雪突然痊愈是最大的事情了, 但是对宁海的各大高校, 还有一些宁海的热血青年来说, 失影击败朴东恒才是最大的事情, 不过相对于这两件事, 让宁海官场和高层发生地震的, 却是一栋别墅里面发生的凶杀案了, 因为这起凶杀案中受害的对象有两人是重量级的人物, 一个是华夏五大家族之一宋家的少爷宋少坛, 还有一个说起来就更是吓人了, 因为他叫千世平, 叫千世平不稀奇, 稀奇的是他的父亲有个外号叫千龙头, 是一个跺一跺脚就可以让地晃三晃的人, 如果说山口祖在日本和黑手党在西方的影响力很大的话, 那么南清这两个字在东方就代表着所有帮派的方向, 而千龙头就是南清的龙头老大, 千世平就是他唯一的独生子, 还是四十岁时候留下来的独钉, 千龙头原名千白鹤, 湖中省谭都人, 十一岁就加入了黑, 到混迹至今已经在世界星号星号有了一席之地, 并且拥有正规军队, 不过他的军队却明是父其实的雇佣军, 驻屯在非洲, 他本人却常年居住在非洲一处豪华无比的庄园之中, 南清的事情基本上已经不需要他出面来顾问, 一般的事情都是由他手下的人去办理, 然后呈上一份报告就可以了, 不要说一般的人就算是一些小国家都不敢随随便便去得罪南清的这个老大千龙头, 可是今天他的独子却在宁海被人杀了, 这简直是一场地震, 无论是千世平还是宋少文的死, 都不是地方官员可以承受的, 云冰被电话惊醒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 看看叶末依然和昨晚一样沉睡着, 只是苍白的脸色有了一丝健康的血色, 云冰才放下心来赶紧接起电话, 电话是同事王玉打过来的, 只是问一下今天他怎么没有去学校, 云冰赶紧请王玉帮他请了假, 然后又用毛巾帮叶末擦了一下, 这才去准备去煮点稀饭, 万一叶末醒来了, 还可以吃点, 叶末从昨晚被他救回来, 到现在都一直是昏迷当中, 中途只是睁开了一下眼睛, 就继续昏迷, 云冰又不敢送他去医院,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昨晚那个尸影是不是叶末, 云冰再次打开了电脑, 想去宁海科大BBS网站再看看, 但是入演了一条新闻, 差点让他将鼠标都丢了昨天晚上, 一栋私人别墅发生了凶杀案, 死了六人, 昨晚上的事情, 叶末不正是昨晚受伤的吗, 难道是他做的, 云冰想到了前段时间, 叶末将郑文桥和他的那个学长, 打成白痴的样子,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叶末做的了, 他怎么这么暴力, 云冰回头有些复杂的看了一眼叶末, 再次搜索起昨晚凶杀案的新闻来, 果然在一些非官方的小网站, 他得知了真相, 昨晚上因为两个大家族的少爷, 强行带走了两名女生在别墅里面赢, 乱, 被人连夜杀上门去, 连杀六人, 两名受害的女生却没有被杀, 云冰叹了口气, 他已经肯定这就是叶末做的, 叶末就喜欢打这种暴不平, 上次自己的事情也是一样, 只是上次他没有杀人, 而这次他竟然杀人了, 他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不过, 不管叶末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他都是救过自己命的人, 相对自己来说, 他救的甚至是比命还重要的名誉, 而且昨晚的事情, 他也是站在叶末这边, 只是叶末不应该杀人, 动不动就杀人, 在这个社会简直太离谱了, 云冰也暗自庆幸, 没有将叶末送到医院, 要是将叶末送到医院的话, 估计叶末就暴露了, 感谢招嘴梅, XGBQ, 我想改名,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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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孤影, 随行, 南宫飘雪, 飞翔的米哥, Cellonzo, 火, 蚕, 包布, 风雨小心, 猴鸟南飞的慷慨打赏, 感谢招嘴梅, 他始终挂念着叶末什么时候会醒来, 一锅粥他热了又热, 但是叶末却没有丝毫醒来的意思, 如果不是叶末的呼吸很正常, 云冰差点都以为他不行了, 他还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人晕过去这么久的时间, 不过就算是他没有出去, 云冰也知道叶末这次犯的事情不朽, 他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满街巡逻检查的警察, 他实在是想不通, 叶末到底杀了什么人, 竟然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宁清雪居住的小院子里除了父母亲, 只有苏静文在, 其余的人都已经走了, 宁清雪起来洗漱后, 刚吃了点东西, 正站着那株银心草面前看着, 李木梅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清雪, 你已经可以起来了, 李木梅的惊喜发自内心, 他看见宁清雪在院子里面看花坛上的小草, 立即就惊喜地叫道, 嗯, 我已经好多了, 木梅, 发生什么事情了? 宁清雪看着有些急匆匆的李木梅问道, 李木梅这才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事情, 连忙说道, 清雪, 听说昨晚宋少坛在宁海被人杀了那人, 除了杀死宋少坛外, 还杀了另外五个人, 不过有一个来头, 好像比宋少坛还要大, 不知道是谁, 宁清雪心里一动, 连忙问道, 木梅, 你知道另外几人分别是什么人吗? 李木梅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被杀的人除了宋少坛被透露出来了以外, 还有几人却没有任何讯息, 我还是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的, 不过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 很多的记者都来到宁海了, 燕京的记者我认识很多, 等明天我问问就知道了, 宋少坛来宁海干什么? 难道就是他让人来打伤自己的吗? 又是谁敢杀宋少坛? 宁清雪忽然想到了叶末, 立即问道, 木梅, 你的花燕丹拿回来了吗? 嗯, 拿回来了, 李木梅将手里的花燕丹递给宁清雪, 宁清雪一看, 脸色已经就有些激动, 怎么了? 清雪? 李木梅连忙问道, 宁清雪摇了摇头说道, 没什么, 我进去坐一会, 等会再出来, 说完先进屋去了, 李木梅看着宁清雪进去, 还以为他伤势刚愈, 有些体虚, 却没有在意, 宁清雪心里却很是激动, 因为李木梅给他的单子上的血型和叶末的血型一样, 都是碧形血, 虽然凭借一个血型远远的不能判断, 这就是叶末的血迹, 更何况碧形血的人多如牛毛, 但是宁清雪却坚信, 这血就是叶末的, 他似乎感觉到叶末来了, 也只有叶末才知道他的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然不会这妖巧合, 那种感觉加上现在血型都是一样, 让宁清雪更加的确信来的人就是叶末, 如果是叶末来了, 那么昨晚宋少谭几人被杀, 是不是和他也有关系, 要不是叶末, 又有谁敢动宋家的人呢, 叶末连宋少文都敢杀, 更别说是宋少谭了, 况且他也有这个动机, 得知可能是叶末来救了他, 他心里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毕竟他已经承认了叶末是他老公, 如果身子被叶末看去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 忽然宁清雪感觉到了不安, 叶末竟然来到了宁海, 如果他还杀了宋少谭, 那么现在他岂不是非常的危险, 万一他还没有逃出宁海, 那怎么办, 宁清雪竟然患得患尸起来, 又希望昨晚来的人不是叶末了, 因为要真的是叶末做的, 以宋家的能量, 他在宁海将是插翅难飞, 宁清雪再也待不下去, 急匆匆地又走出屋子, 却正和回来的许薇碰了个面, 啊, 清雪, 你已经好了, 许薇惊讶地问道, 他去医院看过宁清雪, 知道他伤势很重, 甚至医院已经发出最后期限了, 可是眼前的宁清雪, 却毫无异样地站在他的面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我已经好了, 可能是医院误诊了吧, 看来我的伤势也不是很重, 宁清雪点了点头说道, 许薇有些疑惑地想到, 宁清雪去的医院, 是宁海第一大医院, 而且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名气的宏瑞医院, 怎么可能发生这么严重的误诊呢, 他可是亲眼看见那一棍子落在宁清雪的背上的, 见许薇不大敢相信的样子, 宁清雪连忙岔开了话题, 你怎么今天又没有去上班, 哎, 你们俩人问话的口气简直一模一样, 昨天夜, 许薇忽然住口, 他想起了叶末昨天还告诉他, 让他不要将他回来的事情告诉宁清雪的, 他今天就忘了, 虽然许薇已经及时住口, 但是宁清雪却已经听出来了, 连忙问道, 昨天怎么了, 是不是叶末回来了, 问话的同时, 宁清雪已经无意识地将许薇的手抓住了, 许薇看了看自己的手被宁清雪紧紧地抓着, 直到说漏了嘴, 也没有办法继续隐瞒了, 只好叹了口气说道, 昨天夜末回来了, 在花坛边上看了半天, 后来问了我你的事情, 他就走了, 我估计他应该去医院看你了吧, 怎么, 你们没有见到吗? 宁清雪忽然松开许薇的手, 有些喃喃地说道, 果然是他, 他没事, 他回来了, 又走了, 没有留下来, 清雪, 你去休息一下, 刚刚康复, 不要到处走动, 许薇, 等会一起吃饭好了, 我和阿姨正在做饭, 李木梅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宁清雪, 又走了过来, 清雪, 你的脸色怎么有些红, 是不是还有点发热? 李木梅却看见了宁清雪的脸上, 似乎有些红韵, 有些关心地问道, 宁清雪正在想着昨晚夜末来的事情, 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他有没有听到, 想到自己叫他的那个称呼, 真是丢人死了, 千万不要让他听到, 不过现在, 他已经百分之百地肯定, 昨晚来的人就是夜末了, 心里输了口气的同时, 竟然还有些小小的甜蜜, 现在李木梅问起, 他立即想起了, 既然昨天来的是夜末, 那么宋少潭肯定是他杀的了, 他是在为自己报仇呢, 一想到昨晚的事情, 宁清雪就想起来, 夜末现在还处于逃亡的状态, 马上又紧张起来, 清雪, 李木梅见宁清雪的脸色变换很快, 更加的担心了, 宁清雪摇了摇头说道, 我没事, 木梅, 你说, 你在燕京有好多认识的记者, 晚上可以约一个出来见见吗? 宁清雪想通过记者的口来, 问问关于昨晚案子的事情, 以此来间接地打听夜末的情况, 清雪, 你要见记者, 你不是最讨厌记者的吗? 李木梅说了一句, 不过见宁清雪有些语色, 立即又补充说道, 好吧, 晚上我会问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可以约到一两个记者吧, 老五的公众型号型号是SO26, 加入办法, 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新号新号,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第81章, 醒来, 这是第三更啊, 求推荐票啊。 叶末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 他忽然感觉自己怀里多了一个人, 虽然没有灯光, 叶末的神识依然扫到那个人竟然是云冰, 叶末在第二次昏迷过去之前, 或者说他在第二次有意识地沉睡之前, 知道他是在云冰家里, 所以才避了午时恢复修为,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后遗症将很大, 甚至会造成他以后将永远不能晋级练器三层, 所以发现了云冰后, 他也顾不了太多,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说, 就先进入了修炼恢复状态,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下进入B5时用了多久的时间, 但是没想到他醒来的时候, 云冰竟然睡在他的怀里, 不过叶末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云冰肯定是想在床上靠一回, 没想到后来睡着了, 晚上也有些凉, 他就往下意识地往被子里面钻, 只要看看他身上的衣服还没脱就知道, 看来他这两天晚上肯定没有睡好, 叶末知道云冰昨天救了他, 他却不明白云冰怎么会在凌晨的时候找到他的, 而且他和云冰关系还很僵, 云冰甚至对他有些仇视, 可是云冰怎么愿意来救他呢? 叶末将被子脱给了云冰, 将云冰的手拿开, 准备下来走了, 不管云冰是不是出于认识他的缘故救了他, 但是他却不能留在这里, 万一云冰醒来的时候再要找他麻烦, 他还真的怕他, 毕竟是他救了自己, 如果云冰不带他回来, 无论被谁发现, 后果肯定不清, 这次他是太轻敌, 他虽然知道他的身手在这里肯定算不上最高, 但是真正遇见了对手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吃惊, 毕竟这里不是修心号信号, 叶末刚想下床, 却发现自己的衣角又被云冰紧紧地抓住了, 叶末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 手骨断裂的伤口, 他自己已经疗好了, 再看看身上的衣服, 衬衣样子有些古怪, 叶末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云冰的衣服, 叶末也懒得去扳开云冰的手, 只是有些尴尬地将衬衫脱了下来, 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那个包, 不知道云冰有没有将他的背包带回来, 要知道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包里面, 他的钱和衣服还有证件, 甚至很多的药材都在包里面, 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是他那银心草鱼下来的种子也在包里面, 那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银心草的种子丢了就完了, 更何况还有一段紫心疼, 想到这里叶末的神识赶紧扫了出去, 心顿时已沉, 他没有在屋子里面发现背包, 就是说他的包云冰没有带回来, 如今他没有衣服, 云冰没有将他的包带回来, 他甚至连一分钱都没有, 没有看见包, 叶末甚至立即就想出去找他的包, 毕竟包里的东西对他太重要了, 不过在这之前, 他需要问问云冰再也顾不得云冰还在熟睡, 立即就摇了摇云冰, 叶末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他拿开手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手正抓住一件衬衫, 而这件衬衫原来还是他帮叶末穿上去的, 云冰红着脸有些尴尬的爬了起来说道, 你醒了? 叶末点了点头? 嗯, 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知道我有一个包你带回来了吗? 包? 云冰皱了皱眉头, 昨天晚上他将叶末拉到车上的时候, 他手里似乎还抓住一个东西, 他也没有仔细看, 只是筒筒地塞进了车厢里面, 云冰立即打开了床灯, 看着皱着眉头坐在旁边的叶末,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悸动, 这半夜三更的两个人并排坐在床头, 而且叶末还没有穿上衣, 皱着眉头的样子, 这简直像急了一对夫妻, 他忽然想起来了一篇散文上的描述, 是谁写的他忘了, 上面写的就是这一幅情景, 丈夫半夜坐了起来, 拿出一支烟点燃, 吸了一口, 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我知道, 他是为了明天孩子学费, 你怎么了? 叶末有些诧异地看着云冰脸上变换不定的神情, 不过没有等云冰回答, 他又问道, 那个, 你想起来了包放在什么地方的了吗? 啊, 云冰突然回过神来,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走神了, 连忙说道, 我记得有将一个东西丢入车厢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包, 当时有些着急, 就忘了, 我现在去车里面看看, 说完就要下来出去, 叶末连忙说道, 等等, 还是我去吧, 你告诉我车在哪里就可以了, 云冰连忙摇着头说道, 你千万不要出去,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通缉你, 你现在出去不是让人抓吗? 你知道我做什么了? 叶末诧异地看着云冰, 心说自己去杀了那个宋少潭, 他怎么知道? 云冰白了叶末一眼说道, 昨天凌晨的时候, 宁海一栋别墅里面被杀了六人, 你不要说, 你不知道, 我刚好出去找你, 却在路上遇见你了, 叶末, 不是我说你,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杀人这种事情也是可以做的吗? 你怎么不用脑子想想, 冲动是魔鬼? 哎, 我不知道你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能却知道, 以后你肯定是过着逃亡的生活了。 说完, 云冰摇了摇头, 虽然他对叶末的救人行为很是赞赏, 但是对叶末冲动起来, 连杀六人, 现在想来, 还不可思议叶末没有理会云冰后面的话, 只是问道, 你怎么知道人是我杀的? 你为什么要去找我? 你找我干嘛? 还有,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里? 听了叶末的话, 云冰脸上露出一些愧疚, 叶末, 对不起, 我找你是向你道歉的, 那天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救我, 我是后来找到数码相机上的卡才明白的, 我昨天之所以去找你, 是因为我在宁海科大的BBS上, 发现了那个尸影很像你, 我是准备去宁海科大的, 没想到在路上遇见了你, 很像我, 叶末星说自己当时用蒸汽在脸上布了一层, 应该拍摄不出来清晰的图像才是, 云冰怎么知道, 我是看见那个人的轮廓有些像你, 这才去看看的,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适应, 云冰说到这里, 似乎已经忘了别的事情, 叶末点了点头, 承认了自己就是适应, 心里也明白了云冰为什么要救他了, 还没有找他的麻烦, 原来是那张卡, 你既然知道我是个杀人犯, 你怎么不害怕, 难道你遇见所有的杀人犯都这么冷静和正常, 叶末忽然问道, 云冰一愣, 他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害怕, 只有为叶末的担心, 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害怕的事情, 难道自己的胆子这么大了, 可是他和叶末在一起, 是真的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 现在叶末问起, 他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 没有害怕, 也许, 也许你就过我, 或者是你杀的人该杀吧, 三江票不要忘了帮老五去投一下, 每天都有的, 感谢啊, 感谢风寒轩, 当心身体, 警钟挖看天, 云龙十一, 燕夜王旗, 不在, 伤, 颠割, 电饭锅炒菜, 我XIM飞翔, 感谢我想改名, 新你一脚, 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如果觉得最强不够肥, 可以先去看看, 老五已经完本的都市小说, 纨绔疯子, 第82章, 云冰的叹息, 听了云冰的话, 叶末沉默半上, 没有说话, 昨天的事情, 他高估自己了, 当时他去只是找胡秋, 没有想到宋少潭也在, 加上宁清血受伤, 就是宋少潭手下的人干的, 所以他忍不住杀了宋少潭, 这已经和他的计划严重脱节, 本来杀了宋少潭也没什么, 他连夜可以离开宁海, 还有一个没想到就是, 胡秋的身手, 远比他预料的厉害, 他竟然身受重伤, 如果不是云冰将他带回来, 说不定, 现在他已经出现在了宋家的大院子里面, 不要说, 现在他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就算是, 他有身份背景, 一旦进了宋家大院, 他也是绝对没有出来的可能, 现在怎么办? 叶末忽然发现, 现在他竟然没有任何办法, 宁海肯定已经被封锁住了, 如果现在他已经是炼器三层, 说不定他很容易就能离开宁海, 但是他现在只是炼器二层后期, 见叶末沉默不语, 云冰以为叶末听了自己的话, 正想开门出去到车里看看, 叶末的包是不是在, 却不妨被叶末一把抓住, 云冰回头疑惑地看着叶末,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不要下去, 叶末之所以让云冰不要下去, 是因为他发现他的神石, 经过这一次受伤, 已经可以接触到12米到15米的范围, 他神石扫出去的时候, 发现了两名有点像变异的人, 正在楼下监视着附近来来往往的人,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但是叶末认为小心点总是好的, 为什么? 云冰当然不知道楼下有人监视, 他还在奇怪, 刚才叶末还对那个包很紧张, 怎么突然又有些不在意了? 叶末不好说自己有神石, 只能说道, 这半夜三更地去车库拿东西, 一个不安全, 还有就是容易被人发现而怀疑, 云冰想想叶末说的也有道理, 便不再坚持, 叶末估计既然云冰都可以想到人是自己杀的, 宋家的人肯定也能查到人是他叶末杀的了, 看样子宁海要越早离开越好, 经历了这件事, 洛仓是不能去了, 叹了口气, 叶末心想, 这计划真是赶不上变化, 他还在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然后种上银杏草, 就单独去沙漠的, 可是现在却不行了, 你去睡觉吧, 叶末回头对云冰说道, 你不睡吗? 云冰想的却是家里只有一张床, 自己睡了, 叶末就没有地方睡了, 叶末摇了摇头, 我不困, 你先睡吧, 他是真的不困, 这个时候他哪有心思睡觉, 既然计划被打破了, 他就要重新制定新的计划了, 看了看没有穿上衣的叶末, 云冰犹豫了半天才说道, 晚上还有好几个小时, 床很大, 我们一个人睡, 一边吧, 叶末却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云冰, 他想不到云冰会说这种话,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么开明的人, 怕云冰多心, 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你睡好了, 我就在床上靠一会, 他想的是坐在床上修炼也可以的, 几个小时对他来说转眼就过去了, 现在他重伤还没有彻底的痊愈, 不能太大意了, 叶末坐在那里很快就进入了修炼状态, 云冰睡觉却很是不老实, 一点都不像表面上有些冰冷的他, 只是翻了一个身, 他就再次抱住了叶末的一条腿, 叶末虽然在修炼当中, 但是依然能够感觉到云冰贴过来的身躯和胸前的柔软, 不过他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一个楚男, 又是修炼之人, 虽然有一些心动, 但是立即就抛到一边再也不去理睬, 继续自己的修炼, 几个小时过得确实很快, 叶末依然沉浸在修炼当中, 云冰却睡得很香, 他嘴角微翘, 不知道做梦梦见了什么, 也许在几年前那件事发生了后, 他就从来没有睡得如此香过了, 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地抓住了一个依靠一般, 没有以前那样总是很虚的感觉, 所以他的手抱得很紧, 丝毫没有想要放开的意思, 叶末一个大周天运转下来, 睁开眼睛发现外面的天色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又看了看几乎将头缩进被子的云冰, 还有完全贴过来的身躯, 叶末有些发热, 他有心想要将云冰的手扳开来, 但是云冰似乎贴得很紧, 见他睡得很香的样子, 叶末叹了口气, 终究没有再叫醒他, 而是继续进行下一个周天的运行, 他估计自己醒来的时候, 云冰也该起来了, 当叶末再次进入下一个周天运行的时候, 云冰却醒了过来, 他醒过来立即就发现自己搂住的是叶末的腿, 下得赶紧松手, 虽然天还没有完全亮, 但是云冰只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有一股火辣辣的热, 他随即就想起了叶末, 他该不会就这样做了一晚上吧, 见叶末依然闭着眼睛, 似乎睡着了一般, 云冰总算是输了口气, 幸亏叶末睡着了, 不然自己的样子可是丢死人了, 只是回想起来, 他感觉抱着叶末睡过去, 有一种无扰的宁静感, 让他很舒畅, 没有担心和害怕, 他身上的味道也很好, 甚至让云冰从心底里泛起一种脱沉的超越来, 云冰抬头看了看叶末依然沉睡的年轻脸庞, 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已经三十岁的脸, 虽然依然是年轻光滑,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泛起一种苦涩, 他忽然感觉到回燕京去见冯荣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有的东西他不敢去想, 但是不代表不存在, 冯荣还是许多年前的他嘛, 自己也不是许多年前的云冰了, 自己想去见冯荣, 也许只是问问几年前他为什么不告而别,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他, 可是现在他忽然觉得这些是多余的, 他记得他又如何, 不记得又如何, 如果再来一次, 他再消失一次呢, 这种男人可以依靠, 就算是他带自己去了美国又如何, 也许他太想婷婷了, 可是就算是他去了燕京, 就能够见到婷婷吗? 叶末依然在沉睡, 云冰低头看了看自己傲人的身体, 他想到了那天自己的上身全部被叶末看去的情景, 忽然有一种火热从心底涌起, 他开始颤抖, 感觉自己有些入魔, 赶紧下了床出了房间, 倒了一杯凉水喝了下去, 这才渐渐的平静下了, 再次回到房间的云冰却不敢继续留在床上了, 他静静地看着叶末, 梁九才发出了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 他从来都不会想到, 他会对叶末动春情, 可是他还有理智, 他和叶末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上的人,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两人都不会有交集, 虽然经过宁中飞和兰玉再三的劝说, 但是宁清雪就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院子, 宁中飞和兰玉两人很是无奈, 只能游得他去, 留下了李木梅暂时陪着宁清雪, 他们却需要返回渔州了, 木梅,怎么样? 宁清雪心里始终挂念着李木梅说约个记者出来的事情, 他很想从记者的口中得知案情的进展, 也好知道叶末现在的状况, 我问过了, 今天晚上宁海市警察局的记者招待会后, 静闻的一个朋友会过来的, 明天我们一起过去就好了, 清雪,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有好处, 但是去见记者也没有必要啊, 李木梅说道, 宁清雪当然知道自己想打听什么, 他却无法向李木梅解释, 只好说道, 毕竟有可能和我有关系, 去看看吧, 死的人是宋家的人, 清雪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阻止, 求三江票和推荐票, 感谢飘渺心育, 数有090702032321014, LGIM, 横发, 好看没说的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433, 6234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83章, 挽留, 叶末再次一个周天运行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时分,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伤势已经进去, 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甚至修为也在前进了一些, 再进一步就是练起二层巅峰了, 虽然没有到二层巅峰, 但是叶末知道在这个灵气匮乏的地方, 能够有这种细微的进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并不会失望, 看看身边, 云冰已经起来, 而且云冰也不在房间, 看样子他应该出去了, 叶末起来, 在洗手间看见了云冰准备好的牙膏牙刷, 顺便洗了八脸, 零零, 门铃响起, 叶末神识立即就扫了出去, 站在门口的竟然不是云冰, 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不过, 看年龄和云冰差不多, 长得却没有云冰漂亮, 但是身材却是丰满无比, 在叶末的印象里面, 认识的女子当中, 身材最丰满的就是文冬了, 可是眼前的这女孩胸前的东西比文冬还大, 如果不是她看起来不像少妇, 叶末肯定以为这女孩已经结婚了, 不过她对女人没有什么经验, 看错了也是正常, 一个陌生的女孩来云冰家, 不要说云冰不在家, 就算是云冰在家, 叶末也会告诉她不要开门, 毕竟现在她可是处于逃亡状态, 门外的女孩等了一会, 没有等到门口, 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冰姐不在学校, 又不在家里, 她能去什么地方, 接着叶末扫到她转身的动作, 叶末总算是松了口气, 她可不想这女人进来, 可是叶末转眼就又有些郁闷了, 因为她看见云冰回来了, 手里还拎着许多东西, 有一个包, 但是包却不是她的, 啊, 冰姐, 你去那里了, 我从学校找到你这里, 总算是找到你了, 这女孩一见到云冰, 立即就欣喜地叫了出来, 何黎,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宁海的, 云冰立即回答道, 不过叶末很快就看到, 云冰的脸色变得有些紧张, 看来她也是知道自己的处境的, 我来当然是找你有事的, 快开门吧, 进去我再和你说, 何黎立即说道, 云冰有些犹豫地站在门口, 却没有将门打开, 怎么了, 冰姐, 你不会就让我在这和你说话吧, 难道我这么远来, 都不让我去家里坐坐, 你家里又没有藏着男人, 干嘛不敢开门, 何黎见云冰迟迟不将钥匙拿出来, 随即就开玩笑地说道, 云冰的脸一红, 却有些结巴地说道, 那个, 何黎要不我们在外面去谈吧, 我家里, 家里有人, 啊, 冰姐, 你有男朋友了, 这我就更要进去看看了, 我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俘获你那颗千里之外的芳心, 何黎立即更是惊喜地叫了出来, 云冰再次迟疑了许久, 他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 何黎虽然是好姐妹, 但是叶末的身份毕竟不同寻常, 想到这里, 咬了咬牙说道, 何黎, 要不下次我带他见你吧, 他现在赤身露体在家, 没有穿衣服, 我, 愣愣地看了云冰好半天, 何黎才又如发现外星人一般地说道, 冰姐, 我真的没想到你还这么开放啊, 竟然都睡在一起去了, 这家伙是谁啊, 竟然占了你这么大的便宜, 不行, 让他将衣服穿起来, 我要去看看, 可是衣服昨晚都撕了, 云冰急切之下, 再也找不到好的借口, 何黎再次瞪大了眼睛, 上下打量了云冰一下, 好久才蓄了口气说道, 冰姐, 你们可真厉害, 脱个衣服要不了多久吧, 你们竟然连这点时间都来不及, 那场面, 我的天啊, 云冰脸仗得通红, 他却没有办法解释, 好吧, 看在你脸嫩的份上, 我就不进去打奖你们亲热了,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些消息, 冯荣回来了, 他四处打听你的消息, 不过我看着冯荣不能相信, 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同样的消息, 也要打听几个人, 你要小心点他, 我这次来是参加记者招待会的, 就不和你多聊了, 下次记得将你的小情人带给我看他, 何黎说完还真的转身就走了, 云冰看着何黎消失的背影, 这才舒了口气, 总算是将他骗走了, 代价是自己透露出去根本不存在的放荡和疯, 云冰打开门, 紧张地说道, 你还没好, 怎么起来了, 叶末有些感激地说道, 云老师, 刚才谢谢你了, 你都听见了, 云冰说完立即就想到, 肯定是叶末刚才站在门口听见了, 不过马上就想到自己说的话来, 脸又有些变得不正常了, 不知道叶末会怎么看自己, 嗯, 我都听到了, 难为云老师了,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回来报答云老师的恩情, 已经麻烦你两天了, 叶末有些惭愧地说道, 他是一个人敬他一尺, 他要禁人仪仗的人, 而且恩怨分明,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的人, 我也没有帮你什么, 以后你不要叫我云老师了, 我感觉有些别扭, 云冰想到了, 自己和叶末睡在一起的事情, 都睡在一起了, 虽然什么事情都没做, 但是这个老师叫的, 确实有些别扭, 不过云冰似乎又想起来了什么, 立即有些吃惊地说道,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走,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我已经打搅你好多天了, 你救了我, 我不能再留在你这里, 这是在害你, 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需要走了, 对了, 我的包, 你帮忙去看了吗? 不行, 我不能让你走, 云冰说了半句, 看见了叶末惊讶的脸色, 立即脸色发热地赶紧说道, 我的意思是, 现在外面很危险, 到处都在查你, 你出去就是送死啊, 叶末心里一暖, 云冰是典型的外冷内热的女子, 自己只是顺手帮了她, 她已经帮回来这么多了, 甚至连自己的声誉都没有在意, 兵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其实我有把握逃走的, 你放心好了, 不过叶末却改口将云老师改成了兵姐, 见叶末改口, 云冰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沉默片刻才说道, 叶末, 你再留一晚吧, 其实, 其实你在家里, 我睡觉也香了很多, 昨晚就是的, 你就算是帮我好了, 可以吗? 叶末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云冰, 他脸上有些红润, 居然有一种惊人的诱人之美, 他知道, 云冰是怕他出去后立即就被抓了, 见叶末看着自己久久都没有说话, 云冰脸上的红色褪去, 有些发白, 他正想说话的时候, 叶末却说话了, 好吧, 兵姐,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我明天凌晨的时候再走好了, 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安全的, 见叶末答应自己, 云冰的脸上立即露出惊喜, 连忙像一个讨好大人的小女孩一般, 将手里的包拿起来, 你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呢, 我还买了好多吃的回来, 一会儿我帮你做了, 你步步身体, 虽然知道每天都求有些凡人, 但是老五还是要求三将票和推荐票, 不求木有啊, 感谢调皮的西瓜, 书友110609151009292, 五月明, 花落下画线中累奸, 海月公主, 叶芳飞, 十月的剑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八十四章, 从天降的白马王子, 宁清雪不喜欢星巴克, 也从来都没有去星巴克喝过咖啡, 那种所谓的北美风情他有些讨厌, 而且里面的糕点味道他也不喜欢, 可是今天, 他却不得不走进星巴克, 因为苏靖文在燕京的那个记者朋友, 最喜欢的就是星巴克咖啡, 木梅, 清雪, 这边来, 宁清雪和李木梅一来, 苏靖文就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边叫道, 他旁边还有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 长得很不错,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朋友肖磊, 燕京现在最有名的记者了, 他从来都是冲在第一线, 拿到手的都是第一首新闻, 肖磊, 这就是我的朋友木梅和清雪, 苏靖文见宁清雪和李木梅过来, 站起来两边介绍了一下, 你们好, 清雪, 木梅, 宁清雪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 燕京第一美女啊, 今天一见果然让我有些自残行贿了, 哼哼, 肖磊也站了起来, 和两人握了一下手, 肖大记者, 我也是早有耳闻啊, 上次我还在你的博客里面, 看见你去过边境流舌的见闻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在宁海遇见你, 真是荣幸, 李木梅交往比宁清雪要广泛, 很快就和肖磊熟悉了起来, 肖磊微微一笑说道, 那次要不是有人救我, 说不定我早就没命回来了, 说完, 肖磊还看了看宁清雪, 他自然知道宁清雪曾经有一个未婚夫叫叶末, 救他的人也是叫叶末, 不过, 肖磊可不会认为这两个叶末是同一个人, 因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宁清雪的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 估计整个燕京都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怎么可能是刘舌的那个叶末, 你们要喝点什么, 苏静文今天是东家, 李木梅也不大在意咖啡, 随口就叫了一杯拿铁, 我就随便吧, 宁清雪不喜欢咖啡, 今天她主要是来打听叶末消息的, 至于喝什么, 她根本就不在意, 苏静文这一桌子做了四个女人, 而且一个比一个亮丽, 一时之间吸引了整个咖啡馆的目光, 这让宁清雪有些不大适应, 肖磊, 我也听说过你, 真的对你的记者精神很是佩服, 宁清雪虽然没有去过燕京, 但是比较著名的记者肖磊, 她还是听说过的, 李木梅虽然不知道, 宁清雪为什么对前天晚上的案子关注, 但是想来应该是和宋家这边有关系, 于是主动帮宁清雪问道, 肖磊, 听静文说, 你这次来是为了采访宁海的那个案子, 现在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李木梅只是随意地问起, 肖磊也没有多在意, 以为她只是找个自己比较熟悉的话题聊天而已, 喝了一口咖啡说道, 其实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到, 不过受害人的家属, 据说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只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而已, 凶手很狡猾的, 进去之前, 将摄像头全部破坏了, 宁清雪听到凶手没有抓到, 似乎心里松了口气一般, 第一次喝了一口咖啡, 有一股淡淡的牛奶味的, 头味有些滑, 忽然宁清雪感觉这个咖啡倒也不错, 少了很多的苦涩, 宋少谭被杀了, 估计这次宋家要疯狂了, 这姓宋的确是太嚣张了, 难怪有人要动手, 看样子做人还是不能太过嚣张, 李木梅对宋少谭被杀了, 一点也不抱有同情, 说的话也没有隐隐藏藏, 萧磊却摇了摇头说道, 其实这次最疯狂的估计不是宋家, 宋家虽然疯狂, 但是宋家的人多, 引起更疯狂的应该是另外一个被杀的人, 他叫千世平, 千世平? 宁清雪和苏静文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倒是有些诧异, 是什么人竟然在萧磊的口中比宋家还要疯狂的? 千世平是谁? 苏静文虽然好奇, 但是他可以不问出来, 但是宁清雪却必须问出来, 因为这关系倒夜幕的安全, 似乎有些奇怪宁清雪的急切, 苏静文看了一眼宁清雪, 在他的眼里, 宁清雪对这种事情的好奇应该远远不如别人的, 可是现在他表现得比自己还要好奇, 这确实古怪, 萧磊虽然听说过宁清雪, 但是对他的性格并不是很了解, 而是直接解释道, 千世平这个名字没有什么, 最主要的是他的老爹千白鹤, 因为千白鹤却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龙头, 千龙头, 宁清雪感觉这名字有些熟悉, 但是又想不起来是谁, 千龙头却是东方黑, 到南清的龙头老大, 他的能量之大, 据说就算是大海里面掉了一根针, 也许他都有办法找出来, 现在他的独子被杀了, 你说以他的能量, 能够消停的了吗? 所以这件事闹得有些大了, 现在还不知道千龙头的反应, 萧磊的话还没有说完, 宁清雪手里刚端起来的咖啡啪啪的一下, 再次落在了桌子上面, 顿时建的满桌子都是, 虽然他不了解南清, 但是不代表他不知道南清, 只是没有想到, 叶末竟然得罪了这么厉害的人, 宁清雪的心里顿时不安起来, 清雪, 你怎么了? 李牧没见状连忙关心地问道, 他还以为宁清雪伤势没有彻底的痊愈呢? 苏静文也看出来了, 宁清雪有些不对, 脸色不像刚来时那么正常, 连忙插开话题说道, 我们不聊这些了, 话题太过压抑, 小蕾, 你聊一聊上次你在边境留舌的建文吧, 我也想去玩玩呢, 萧蕾原本注意宁清雪的眼神, 果然立即被苏静文吸引了过去, 听见苏静文的话, 连忙摆手说道, 静文, 你可千万不要去留舌, 上次要不是叶末相救, 我早就没有命在了, 叶末, 李牧没, 宁清雪, 还有苏静文三人, 几乎同时说出这个名字来, 萧蕾说出来后, 立即就知道自己口误了, 连忙说道, 是叶末, 却不是清雪的那个, 对不起啊, 我一下没注意, 当初那个救我的人也叫叶末, 宁清雪回过神来, 却笑了笑说道, 没关系, 我不在意的, 萧蕾, 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萧蕾见宁清雪反而平静了下来, 于是开始将自己在流舌遇见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句实在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王前军既然是那种人, 出了五万块钱, 就将我丢下来, 他自己独自逃生了, 竟然将我人给了一群亡命的汉匪, 啊, 我没有在你的微博间这件事啊, 那你后来怎么办呢? 李木梅听到这里, 也紧张了起来, 萧蕾的眼神忽然有些痴迷起来, 喃喃地说道, 当时他就像一个白马王子从天而降, 将几名歹徒全部打晕, 他飞起来的样子真的太英俊了, 那一腿飞起来扫出去, 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 我以为这些都是电视上的情景, 但是那天我是真正地遇见了, 甚至还出现在我的身上, 听着萧蕾的叙说, 就连苏静文和李木梅 也感觉到了一种紧张和向往了, 可是宁清雪却愈发觉得, 那个人就是他电挂的那个夜幕, PS, 这几天推荐票都很稳定, 老五感谢了, 感谢所有位老五头推荐票的朋友, 谢谢, 谢谢, 感谢浩鸣11888B后次, 直接成为最强的舵主, 谢谢, 感谢励志要当核东师, 我喜欢甘蔗, 风寒轩, 加勒提亚, XJBQ, 难少爷, 飞风无雪, 输友120323201611719, 许多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 同时感谢励志要当核东师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第85章, 都睡床好了, 萧蕾, 你这么漂亮, 他没有想和你认识一下, 李木梅立即就八卦起来, 萧蕾摇了摇头, 有些苦涩地说道, 说真的, 在那一刻, 我真的对他动心了, 那肯定是一见钟情, 可惜我不是他的灰姑娘, 他根本就没有给任何机会给我, 甚至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给我, 苏静文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萧大记者,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看这, 我都害怕, 还怕找不到喜欢你的王子, 见了苏静文的玩笑, 萧蕾出奇地没有反笑过去, 而是再次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不懂当时我的心情的,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他从天降来救我, 我不是看童话故事看多了, 这是真的, 也许你们没有经历过吧, 无法感受我的心情, 偏偏他又是那么帅气, 也许不叫帅气, 那叫什么, 我说不上来, 萧蕾的情绪竟然低落了下来, 萧蕾, 你可以将他长得什么样, 说给我们听听吗, 宁清雪忽然有些颤抖地问道, 几人各自想着心思, 竟然没有注意宁清雪的语气, 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 穿着一件普通的淡蓝色衬衫, 皮肤很好, 有些文静的样子, 他眼睛很柔和, 看起来很是舒服, 个头一米八还不到一点, 不算是非常帅, 但是脸上轮廓分明, 真的很耐看, 而且他笑起来也很自信, 似乎天塌下来, 他都不会在意, 鼻梁很挺直, 牙很白, 对了, 我有他的相片, 说了半天, 萧蕾才记起, 拿出相片来, 不是更加直观, 你快点拿出来, 李牧梅却立即说道, 萧蕾形容了半天, 几人却还是没有任何直观的印象, 要说唯一的直观感, 就是他的身高了, 萧蕾已经从包里, 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镜子, 他将镜子递了出去, 有些自嘲地笑道, 相片在这里, 我是上次偷偷地照下来的, 我现在已经是单相思了, 不过就是他不说, 几人从萧蕾的语气当中, 还有这个精致的小镜子, 也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有些那个想法的, 不然这镜子, 怎么会弄得这么精致, 宁清雪颤抖地接过镜子, 刚看了一下, 手就一抖, 镜子又落了下来, 幸亏被旁边的苏静文接住, 见宁清雪连续两次犯了这种错误, 李牧梅有些担心地问道, 清雪, 你真的没事吗, 要不我们早点回去吧, 宁清雪点了点头, 还没有说话, 苏静文就惊讶地叫出声来, 真的是叶末, 他本来就叫叶末, 萧蕾说了一半,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他惊讶地看着苏静文, 什么叫真的是叶末, 李牧梅接过镜子, 同样惊讶地说道, 清雪, 真的是他, 他怎么跑到流蛇去了, 萧蕾似乎感觉到有些不对了, 有些询问地看了看苏静文, 苏静文苦笑地说道, 其实他就是清雪现在的丈夫叶末, 只是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流蛇去了, 清雪的丈夫, 萧蕾重复了一遍, 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起, 让他脸上有些发热, 不过随即就说道, 不是说清雪已经和他解除婚约了吗, 苏静文看了一眼萧蕾说道, 萧蕾, 难怪你不知道, 虽然解除了婚约, 但是清雪却后来又和叶末结婚了, 但是婚礼举行得很低调而已,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现在清雪和叶末依然还是夫妻关系, 没有离婚的, 苏静文之所以说了这些, 就是要点明叶末现在还是宁清雪的丈夫, 让萧蕾说话的时候稍稍注意一些, 不过他是委婉的说法, 宁清雪和叶末的婚姻岂只是低调, 而简直和没举行一样, 只是领取了个结婚证而已, 啊, 萧蕾有些复杂地看着宁清雪, 没想到自己暗恋的人, 还有珍藏的相片的男子, 竟然是现在和自己坐在一起喝咖啡的女人之丈夫, 那个, 对不起, 清雪,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叶末就是你的丈夫, 我因为听说她是个, 是个, 萧蕾感觉很尴尬, 同时心底又涌起一种深深的失望和不甘她不明白, 为什么她认识的叶末会是宁清雪的丈夫, 如果那个叶末真的是叶家赶出去的废材, 她怎么可能那么厉害, 还如此的冷静, 就算是她是那个废材叶末, 宁清雪这种女子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云冰做了满满一桌菜, 叶末几天都没有好好地吃一顿了, 她怕影响到她的身体, 所以今天出去特意买了不少菜回来, 多一个人家里就像多了许多生机一般, 云冰忽然感觉自己也开心了不少, 如果不是担心叶末饭的事情, 说不定她会更加地开心, 这一刻她感觉自己不是无情兵, 她也不想当无情兵, 也许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这些年她从来都没有人能让她真正地开心过, 叶末其实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她身上却有一种让她可以依靠的感觉, 也许是家里没有一个男人的缘故吧,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很错, 但是她却无法阻止潜意识地去想, 她甚至不止一次地去想, 要是叶末没有犯事就好了, 她是被家族抛弃的妻子, 未婚妻也和她解除婚约了, 而且她的身体也有那种难以启齿的问题, 不过云冰甚至在心底偷偷想过自己不介意这些, 她喜欢睡在叶末身边的那种感觉, 很舒心, 也很放松, 可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 只能想想而已, 根本就不敢真正地说出来, 甚至不敢光明正大的去想, 她是个不洁的女人了, 而且还比叶末带了这么多, 况且还有很多别的世俗眼光会去看她, 哎, 云冰叹了口气, 再次想到无论怎么样, 叶末要是没有犯事就好了, 她的优秀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 吃完晚饭, 叶末却想早点睡觉了, 因为她知道晚上她要跑路, 睡一觉养好精神, 对于云冰将她的东西全部带回来了, 她心里很感激, 银杏草的种子和紫兴藤都是难以看见的东西, 并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 所以这两样东西她看得很宝贵, 你晚上睡床, 我睡沙发, 云冰虽然喜欢睡在叶末身边的感觉, 但是也有些害怕, 她醒来的时候又是抱着叶末睡, 晚上她却不敢继续上床去睡了,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我男人我睡沙发, 你睡床, 不行, 你身体还没有好, 怎么可以睡沙发, 云冰立即否定了叶末的建议, 那好吧, 我们都睡床好了, 昨晚不也是这样吗? 叶末却根本不在意是否和云冰睡在一起, 他对云冰只有感激之情, 没有别的, 嗯, 云冰既然什么话都没说, 就同意了, PS, 谢谢推荐票的支持, 感谢我喜欢甘蔗, 不在, 伤, 飞风无雪, 终极战士, LJIM, 慈善家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86章, 离开宁海, 叶末醒来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这个时候正合适他离开宁海看看云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挤到他的怀里来了, 云冰的嘴角还带着一些笑意, 连也有些红郁, 不知道是不是又梦见了什么好事, 虽然以前在叶末的印象里面, 云冰是一个冷冰冰, 还不尽人情的女人, 但是现在, 叶末和他在一起过了几天后, 他对云冰的看法已经有些改变, 虽然他已经是近30岁, 但是叶末感觉他还没有许为老辣, 他完全用他那张冰冷无情的俏脸掩盖了他的本性, 其实从他的内心深处, 依然像一个未出嫁的少女一般, 渴望温暖和保护, 从他每次睡觉都会挤到自己的身边, 就可以看出来, 云冰今天晚上没有和昨天一样, 穿着衣服睡, 而是穿了一件睡衣, 叶末虽然没有经历过人事, 但是不代表他对这些不懂, 他感觉口有些干得厉害, 叶末很难将这个睡在他旁边的女子, 和那个冰冷无情的老师联系起来, 一个是如此的善解人意, 一个是如此的冰冷无情, 叶末虚了口气, 也许这是他保护自己的办法吧, 小心地将云冰的手移开, 又帮他将被子盖好, 叶末这才下了床, 想了想还是拿出一张纸盒笔, 简单地给他留了个言, 这才换上衣服, 背上了自己的包, 直接从阳台跃了出去, 虽然云冰住在四楼, 但是叶末却可以先落到二楼的阳台, 再从二楼跳了下去, 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下, 虽然宁海已经是关卡林立, 但是对叶末来说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困难, 他根本就不需要坐车, 云影不展开来比车不会慢, 甚至还更加的灵活, 两个小时后, 叶末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宁海,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叶末思量再三,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无遗,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神妖路子, 去办理一个真的身份证, 文东帮他办理的身份证倒是可以用, 只是上面的名字也叫叶末, 这肯定不行, 哎, 早知道换一个名字好了, 叶末站在一个三条马路交叉口, 他想拦住一辆车, 无论去什么地方, 先离开得越远越好, 如果一直用云影布, 他可吃不消, 不过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并不多, 偶尔经过的都是一些大货车, 只有几辆私家车, 虽然叶末拦了许久, 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一辆看不出来, 牌子的越野车靠近叶末的这边, 快速地开了过来, 叶末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再次招了招手, 如果这辆车还是拦不下来, 他就决定找一辆大货车自己悄悄地上去, 让叶末诧异的是, 这车竟然停了下来, 叶末正准备上前去感谢一下, 就听见车里有一个女人说道, 学明, 这半夜三更的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你干嘛还要停车? 况且, 我们自己都被追杀, 要是他也是黄继的人怎么办? 彤彤, 人在外面又有谁没有个难处, 我们同样也是因为别人的帮忙, 才有了这辆车的况且, 我们弄到这辆车来到这里才半天时间, 黄继不可能知道, 又怎么可能是他的人? 再说了, 他只有一个人, 难道你正不相信你男人? 这次说话的是一名男子, 三十岁左右, 说到这里, 见叶末已经过来, 就转头叫道, 上来吧, 朋友, 自己开一下车门。 女人却朝男子翻了个白眼, 嘟囔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虽然这一对男女对话只有几句, 但是叶末却也大致弄明白了状况, 这两人也是得罪了人跑路的, 和他类似, 只是这男的有些豪爽, 为人很热肠, 自己还在困难当中, 还主动要帮助别人。 叶末对这人顿时大声好感, 我叫武学明, 这位是我女朋友玉妙彤, 不知道朋友想去什么地方。 武学明见叶末上车, 立即自我介绍道, 叶末感激的一抱拳说道, 我叫叶末, 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 只是想搭乘一段路而已。 他感激武学明的为人, 倒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名字。 那名女子本来见叶末文文静静的, 倒是放下了心, 现在听见叶末说的话, 立即再次警惕起来。 一个人拦车, 却说没有想去的地方, 这怎么听起来都有些不对。 武学明听了叶末的话, 也有些诧异地打量了叶末一下。 怎么看, 叶末都不像是个可以对他有威胁之人。 叶末一见这种情况, 就知道这两人对自己有了怀疑, 他也没有打算隐瞒, 况且对方也是跑路的。 只好苦笑一下说道, 因为我得罪了人, 而且他得罪的还是一个大人物, 所以连夜出逃, 现在想的是逃得越远越好。 只要你们将我带到偏远的地方, 在天亮之前将我放下来, 我就感激不尽了。 听了叶末的话, 武学明倒是释然了, 这个世界权力总是抓在一少部分人的手里。 一些小人物得罪了人, 除了远逃之外, 也没有好的办法了。 虽然他也是在逃亡当中, 倒是对叶末起了一些同情之心, 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只是发动车子, 快速地离开。 叶末坐在车的后座上面, 他可以感觉武学明式的恋家子, 但是伸手相对于他来说, 只能说是一般, 比方卫城稍稍好些吧, 但是好的也有限。 只是不知道他口中的那个皇忌是什么人, 让他带着女人跑路。 这女人看起来确实很是惹男人欢心, 合体的衣裙裹在身上, 让他玲珑的曲线, 净显无疑。 脸上略湿淡庄, 显得轻力而不妖娆, 此时他正坐在副驾驶上面, 不过眼神一直关注着武学明, 军人的气质在里面, 叶末却肯定他绝对当过兵, 因为叶末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和郭企差不多的气息。 不过他的身上还有一种汗沙之气, 却不是郭企身上所有的, 说明他从部队出来后, 做的而已不是普通的工作叶兄得罪的是什么人。 武学明似乎感觉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主动问道, 是一个官位不小的官员, 我得罪了这人, 只能跑路。 这次多亏武兄了, 叶末虽然对武学明有好感, 但是毕竟也是刚认识, 没有必要掏心致腹。 哎, 这个世道, 武学明叹息了一句, 没有继续说下去, 过了一会才说道, 我是到网江, 将你带到网江下, 你看如何, 网江靠近海边也和香港很近, 不管是你偷渡到别的地方还是去香港都有办法。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那就到网江, 多谢武兄了。 武学明笑道, 出门在外难免有个难处, 我也只能帮你这些, 余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PS, 感谢南宫飘雪, 我想改名, XGBQ, 精明ZE, 天之道520, 飘渺星域, LJIM, 风寒轩, 圣冠, 调皮的西瓜, 无名小影, 难少爷的慷慨打赏, 感谢心你一脚, 风寒轩的评价票支持, 感谢。 第87章, 被追踪。 零零, 手机的彩铃响起, 是玉妙彤的电话, 她接通了电话, 为了几声都没有人说话。 正当她疑惑的时候, 武学明忽然脸色一变, 立即说道, 快将手机关了, 快点。 玉妙彤不解的关了手机, 看着武学明说道, 怎么了? 学明? 我们应该被别人定位了, 估计最多两分钟, 别人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位置。 武学明的脸色有些难看。 啊, 那怎么办? 可是我的手机号码新换的, 没有人知道啊。 他们怎么知道的? 玉妙彤一脸的惊慌, 脸上变得毫无血色, 叶末只要看看玉妙彤的紧张神态, 就知道他们得罪的人很厉害, 不然不会怕成这个样子。 你在换了号码之前, 是不是打过电话给戴山? 估计应该就是从他那里泄露出去的。 武学明虽然脸色不好看, 但是已经冷静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戴山和我简直和亲姐妹一样,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玉妙彤更是一脸的不相信。 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可能的, 戴山虽然和你很亲密, 但是在死亡和利益面前, 又有几个人可以抵挡得住。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武学明彻底地冷静了下来, 叶末见武学明拿得起放得下, 心里倒是有些赞赏, 事情发生了就是要去面对, 而不是去埋怨。 叶兄, 真是对不住了, 你需要在这里下了。 实不相瞒, 其实我们也是逃难的, 只是我得罪的人比你得罪的人要更加厉害。 现在, 我们已经被他们定位,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找到我们。 你继续留在车上, 是连累了你。 武学明一脸地歉意, 不过他看了一眼玉妙彤, 眼里露出了担忧, 玉妙彤也平静了下来。 他已经看见了武学明的担忧, 却洒然笑了笑说道, 学明, 有什么好担忧的? 难道他们还能阻止我们死在一起不成? 武学明却并没有因为玉妙彤的话放松多少, 而是低沉地说道, 对不起妙彤, 我作为一个男人, 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 说完话, 武学明已经将车停了下来, 叶末知道他的意思, 是想让他下车了。 其实相当于叶末来说, 在这里下车是最好的了, 他的麻烦居然和他一样多。 可是他要是在这里下车了, 却心有不安, 他不是无情之人。 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招招手就好了, 现在别人有麻烦了, 他拍拍屁股就走路, 无论怎么说, 叶末都觉得这说不过去。 见叶末皱了皱眉头, 迟迟没有下车, 武学明催促道, 叶兄, 赶紧下车吧, 我得罪的势力太大, 也许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追上来了, 甚至可能在我们前面拦住。 叶末微微笑道, 虽然我不知道, 武兄得罪的是什么人, 但是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帮你一把, 毕竟先前你帮助过我, 如果我不来帮你, 怎么也说不过去。 我想多一个人, 总是多一份力量, 还请武兄不要嫌弃。 武学明看了叶末一眼, 叹了口气说道, 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会得罪当地的官员了。 你这种性格, 如果不得罪人, 才是怪事了。 不过我却很欣赏你的这个性格, 可惜了, 不能和你喝一杯。 叶兄, 今天我得罪的人可不是普通人, 也绝对不是你所得罪的一个普通的小官员可以相比的。 这里面的事情你不懂, 我也不和你解释了, 你快点下车吧。 见武学明坚持这么说, 叶末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道, 既然这样, 武兄, 下一个城市是什么地方? 叶末镇是一个小镇, 虽然开车只要二十分钟, 不过走路时间稍稍长点。 武学明以为叶末是想徒步到前面的小镇休息, 于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好, 武兄就将我送到那个小镇就可以了, 到了小镇, 我也可以自己找车坐了。 这点忙武兄不会拒绝吧? 叶末淡淡笑道, 哎, 二十分钟已经够他们找到我了, 既然这样, 我再帮你一次, 我从小镇走吧, 说不定还真的逃过了, 也不一定。 说完, 武学明将车头一转, 车很快就转进了一条小路, 虽然是小路, 但是武学明却开得更快了。 离开玉庙桶打电话已经有二十多分钟了, 前面远远的地方, 甚至可以看见小镇的路灯了。 一阵轰鸣声音响起, 武学明忽然停下车, 却没有说话, 脸色更加的难看了。 叶末微微点头, 难怪武学明害怕, 他确实有害怕的理由, 这些人的能量已经不是一般的强了, 竟然连直升机都可以弄到。 那轰鸣之声, 就是直升机的轰鸣声。 对不起叶兄, 连累到你了,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 如果现在, 你单独走, 也是走不掉的。 武学明说完, 再不理叶末, 而是抓住了玉妙彤的手, 眼里的担忧和痛处再不隐藏。 学明,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 他能阻止我们生在一起, 难道还能阻止我们死在一起不成? 此时玉妙彤竟然丝毫不见了紧张, 我就是死之前, 也要拼上两个。 武学明忽然狠声说道, 同时从车座下面掏出了一把手枪, 又拿出一把匕首递给叶末, 这个给你防防身吧。 哎, 叶末微笑白手说道, 不用, 我自己有防身的东西, 原本只是有些内疚, 连累了叶末的武学明, 此时倒是对叶末另眼相看了, 人家都出动直升机了, 叶末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对手有多强悍, 居然到现在还很冷静, 说明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想到这里, 武学明却说道, 叶兄, 你知道铁江吗? 叶末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没有听说过铁江。 武学明却继续说道, 你没有听说过, 铁江倒也不稀奇, 因为你不是道上的人。 铁江是内地唯一的不受南清控制的帮派, 虽然他们没有南清大, 但是铁江却可以超脱南清之外, 可以说确实是内地的第一大地下帮派。 南清的势力已经不是内地了, 他们已经延伸到了国外。 铁江之所以如此厉害, 是因为铁江的老大叫铁山, 铁山有一个外号叫铁索横江, 铁江的名字也由他的这个外号来。 我得罪的人, 就是在铁江内可以排进前三的人, 他叫黄晋。 你只要看看,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出动直升机, 就明白他的实力有多大。 整个铁江除了铁山和从不露面的二帮主, 实际上就是黄晋最大了。 黄晋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三把手, 但是事实上铁帮主现在已经很少问事情, 大部分事情都是黄晋管的, 所以他实际上的权力却很大。 虽然武学明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叶末已经明白了, 得罪了黄晋, 基本上等于得罪了到上一个实力强劲的老大。 难怪他都没有什么斗志了, 这种情况来说, 他最多只是拼上几个陪葬而已。 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 老五再次求朋友们将四月的保底月票留几天, 等五号老五上架的时候, 砸给俺, 谢谢了。 PS, 感谢殷炼雨, 我喜欢甘蔗, 盛冠, 龙凤胎, 妖精湖, 天之道520, 晴天黑雪, 万哲, 鸡龙老乡的慷慨打赏, 谢谢。 同时感谢殷炼雨, 直接成为最强的执事, 谢谢。 第九十章, 计划, 求推荐票。 云冰睡得很香, 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来了什么一般, 下意识地伸手抓了一下, 周围空空地他走了, 云冰忽然感觉有些怅然若失, 虽然知道叶末今天要走, 但是也没想到他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下, 就走了, 床头还有一张留言, 冰姐,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有一天我会, 回来看你的, 我走了。 叶末, 拿着手里只有一行字的纸条, 云冰忽然有了一种书信, 他说过, 要来看自己就肯定会来的, 对叶末他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有些喜欢和他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是自己太过寂寞了吗? 不过云冰转眼就担心起叶末的安危来, 什么? 是你杀了千龙头的犊子啊? 难怪最近南清就像疯了一样, 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甚至我们的地盘都来了许多南清的人, 因为老大没有发话, 我们一时也不敢和他们起冲突, 真是没想到, 杀千世平的人竟然是你? 听说是叶末杀了千世平, 武学民就一直很震惊, 半天都没有平静下来, 拿回大权, 又和玉妙同可以厮守的武学民心情愉悦, 但是听了叶末的话, 还是大吃一惊, 千龙头是谁啊? 可是有正规军队的人, 他是比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还牛的家伙,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和厌恶, 毫无顾忌地去做一件事, 国家领导人敢这样吗? 而且, 千龙头只有一个儿子, 这没有人不知道, 不管是黑白两道, 都会给他的面子, 没想到, 叶末竟然杀了他, 叶末很是冷静地看着武学民, 一旦武学民流露出任何的担心, 和不敢留他, 他立即就会离开,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他之所以帮助武学民, 也存在了, 想请武学民帮助他的想法, 毕竟现在他的实力还太低, 一旦他晋级练弃三层, 就算是千龙头不来找他, 他也会找回去, 他叶末也不是好追杀的, 追杀他的人, 他迟早会追杀回来, 叶兄, 本来我打算邀请你加入铁匠的, 现在看来, 这个计划根本就不行了, 要是你真的加入了铁匠, 不但是害了你, 也是害了铁匠, 武学民已经彻底地冷静下来, 叶末点了点头, 就算是没有千龙头这件事, 他也不会加入铁匠, 这种生活不适合他, 沉默办上, 武学民说道, 我帮你弄一个新的身份, 你自己也要改变一下容貌, 然后去一个小地方隐居一段时间, 得罪了千龙头, 并不是出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叶末从武学民这里得知了千龙头的可怕, 自己杀了他的独子, 可以肯定一旦他查到是自己动的手, 他将会疯狂地报复, 从来到了这里后, 叶末没有任何一刻如现在这般迫切地 希望自己的实力尽快地提升, 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尽快地提升实力, 以他做的事情, 他将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 提升实力对他来说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立即种植银星草, 第二就是马上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寻找出现紫星藤的地方, 那也是一个机缘相比之下, 银星草更加可靠一些, 可是银星草却需要两年的时间才可以成熟, 叶末等不了那么多的时间, 如果他不尽快提升到炼气三层, 两年后他说不定尸骨已寒了, 他已经有了决定, 他决定自己先找个安稳的地方, 先将银星草种植下来再说, 等银星草种植下来后, 他立即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两件事一件都不能等, 等他到了炼气三层, 他会主动去拜访一下这个千龙头当他的面告诉他, 他儿子就是自己杀的, 他又能怎么样? 这种追杀让他无比的恼火, 无论是宋家还是南清, 他都感觉到极度的不爽, 他叶末也是堂堂一个修真者, 竟然被这些人追杀, 他还不得不逃, 这也太过窝火了点, 不过武学民总算是没有让叶末失望, 他是个不错的朋友, 尽管知道隐瞒叶末的身份, 以后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但是武学民却没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叶末他早就已经死了, 哪里还有现在? 所以叶末的身份, 除了他自己, 连玉妙童他都没有说, 武学民帮叶末办了一张真实的身份证, 名字就叫末叶, 为了不被人查到, 叶末特意在脸色化妆了一块印记, 看起来有些难看, 身份证上的相片, 就用这个有印记的相片,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南清的实力太大, 几乎是无孔不入, 而叶末还想找个安稳的地方, 种植银心草, 他可不想在种植银心草的时候被人发现, 银心草对他太重要了, 金氏所在地天气严寒, 很明显不适合种植银心草, 况且留在金氏也容易招人眼球, 叶末将在原先小院子里面花坛的泥土拿出了一些, 让武学民帮忙化验了, 结果发现南方的城市部分可以, 但也不是全部, 但是北方的城市很多地方都不行, 最后叶末挑来挑去, 还是选中了来洛仓, 洛仓属于江南省和上海相邻, 也是一个人口接近五百万的大城市, 叶末这次之所以选择洛仓, 倒是和吃晚清无关了, 而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化验下来最接近它带来的泥土成分, 第二就是洛仓的地下帮派基本上都属于铁江管理, 在武学民的势力之下,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洛仓有一趟航班直接到达库尔勒, 从这里他可以很快就进入塔克拉玛干, 一个星期后, 叶末带着新的身份离开了金氏直接前往洛仓, 虽然武学民在金氏的能量很大, 但是叶末还是选择了坐火车, 他不想引起别人哪怕一丝的怀疑, 这不是害怕, 而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紧张, 他没有时间去和这些人争斗, 叶末做的是卧铺, 他没有要武学民给的钱, 对叶末来说, 他帮助了武学民, 武学民也帮助了他, 两人现在是朋友, 不过只是朋友而已, 如果他再要武学民的钱, 对他来说, 总是觉得欠了别人什么, 这种感觉叶末很不喜欢, 况且他包里还有五万多块钱, 金氏没有直接开往洛仓的火车, 叶末做的是开往郑州的火车, 在郑州转车前往洛仓, 叶末上车的时候, 卧铺里面四个人并没有满, 加上他也只有两人, 其中一人是一个四十左右的女人, 看起来有些精明, 不过他的神色却很是疲惫, 一上车甚至都没有和叶末打个招呼, 就直接倒在铺上睡着了, 叶末心想, 这女人也太大意了点, 在火车上面就算是再累, 也要保持警惕吧, 火车上面的小偷可是相当多的, 不过这里面现在只有他和叶末, 叶末当然不会去偷一个妇女的东西, 就算是他带了百万美元在身上, 叶末也不会看上眼, 他只是随便找了个铺位, 坐在上面开始闭目养神, 同时也思考着到了落仓后怎么安定下来, 是先找个工作, 还是直接租个房子,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加入办法, 朋友们添加朋友查找新号新号,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关注就OK了, 第91章偷就偷了, 第二更求推荐票, 至于去找工作的事情, 叶末想得很清楚, 他到了落仓后肯定要先找个安稳的地方种植银草, 而在银银草存活之前, 如果他不做事每天看着种子发芽, 一个耽误时间第二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还有一点就是他虽然有几万块钱, 但是一旦买起东西和草药来, 这些钱根本就不进化, 火车到了沈阳站的时候又上来了两人, 四人的小隔间立即就满了, 再次上来的两人一个是3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手里拎着一个黑包, 这中年男子眼神很活跃而且闪烁不停, 进来后很快就扫了一遍车厢里面, 见那名女子在睡觉, 就笑着和叶末打了个招呼, 你好, 我叫荆棘兵去燕京, 朋友怎么称呼? 末夜, 叶末说话很简洁, 他一个不大喜欢和陌生人多说话, 这是常年修炼的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他不喜欢着荆棘兵闪烁的眼神, 此时那名40岁左右的女子也醒了过来, 从铺上坐了起来, 荆棘兵似乎感觉出来了叶末不大喜欢多说话, 立即和那名女子打招呼, 这名女子睡了一觉, 精神变得好了起来, 不过他倒是蛮剑谈的, 和荆棘兵很快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叶末也知道了, 这女人叫王燕, 同样是去燕京的, 不过他在沈阳做生意, 接下来的话题, 叶末再也不感兴趣, 看了看后面上来的那人, 这是一个20岁左右憨憨的青年, 叶末看着青年衣着很普通, 甚至裤子还打了个补丁, 说明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不知道他怎么会买卧铺票的这青年似乎有些畏缩, 进来后上了床铺就不再说话, 只是将手里的包紧紧地搂在怀里, 看他的警惕态度, 甚至比那名40岁左右的女人还要有经验一般, 小兄弟, 你的包里是不是有金子啊? 呵呵呵, 我看你倒是挺紧张的, 没事的, 都是出门在外, 只要小心一些就可以, 没有必要将包包在手上, 这荆棘兵和女人聊了一会, 忽然看着那名憨厚的青年开了句玩笑, 没, 没有金子就是一些致病用的工具, 这寒厚青年似乎没有想到还有人主动找他说话, 立即有些磕巴地说道, 哦, 没想到小兄弟还是一个医生啊, 真是失禁了, 你贵姓啊, 似乎看出来了这青年的紧张, 金极兵再次大话道, 不过言语当中倒也没有轻视的意思, 我叫于二虎, 医术, 医术是祖传的, 于二虎说话依然有些紧张, 一看就知道他是第一次出远门, 小兄, 呃, 还真的看不出来你是个医生, 你是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王燕说话的语气明显地对于二虎市医生抱有很大的怀疑, 不过他倒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于二虎被王燕这样问, 脸就显得更加红了, 有些嘟囔地说道, 我弄到一张去郑州的车票, 所以我打算去郑州看看, 叶末已经明白, 这于二虎根本就没有出过门, 这次估计是第一次出门, 大概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 所以想去郑州行医, 虽然不知道这于二虎的医术怎么样, 但是叶末可以想象, 以于二虎这种人到了郑州肯定无法试得开, 甚至最后流落街头也是可能的, 于二虎的说法倒是给了叶末一个好的提示, 如果他可以在洛苍开一个小诊所的话, 请这个老实憨厚的于二虎帮忙, 自己又有时间修炼, 又可以种植银心草, 最为主要的是他离开洛苍的时候, 于二虎还可以帮他照看一下银心草, 听了于二虎的话, 荆棘兵和王燕明显的都不以为然, 很快就对于二虎没有了兴趣, 倒是叶末对于二虎生起了兴趣, 见叶末和于二虎聊了几句就不再聊了, 而是闭幕准备睡觉了, 荆棘兵忽然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 又拿出一副眼镜, 看他的驾驶是准备看杂志了, 叶末却有些警惕起来, 这荆棘兵刚进来的时候, 他的眼神闪烁, 而且眼光绝对不像是近视的样子, 他此时拿出眼镜来做什么, 叶末闭上眼睛不再管他, 不过神识却早时刻关注着荆棘兵, 果然没过多久, 荆棘兵就不再看杂志, 而是将眼光扫向了叶末和王燕的包, 当他看见叶末的包时, 似乎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叶末当然知道他的包里有几万块的现金, 现在荆棘兵露出这种神色, 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包里有什么东西, 心里倒是有些诧异, 他怎么知道自己包里有钱的, 难道他也有神识不成? 叶末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是没有神识的, 他的眼睛肯定有问题, 说不定是红外线之类的透视作用, 或者是是别的透视作用的,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叶末假装睡了过去, 他想知道这荆棘兵最先动手的是谁的包, 不过他也估计应该是他的, 因为他带的现金是最多的, 叶末叹了口气, 要是有一个储物戒指就好了, 哪有这么多的麻烦? 果然叶末刚睡过去没有多久, 荆棘兵就拎着自己的包来到叶末的旁边, 伸手打开了叶末的包, 将里面的现金往自己包里面塞, 叶末冷笑, 也不阻止, 他知道这种小偷要多少有多少, 他没有必要去分清, 只是用被子挡住自己的手, 同时不但将金极兵从他这里拿过去的钱再拿回来, 又将他包里的东西, 除了衣服外, 别的都一股脑地拿了过来, 他有神识, 就好像用眼睛看着那么清楚地拿东西, 于二胡已经睡着, 但是王爷明显地看见了金极兵的动作, 不过金极兵回头对他瞪了一眼, 他就吓得立即用手捂住嘴, 不敢发出声音, 此时车上的喇叭却正好叫起来, 复兴站已经到了, 金极兵东西已经到手, 赶紧抓起包就要离开, 这个时候, 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孩正经过车厢, 看见了金极兵的动作, 马上就知道这是个小偷, 关键是被偷的人还在睡觉, 这女孩见到小偷立即就惊叫起来, 金极兵东西到手, 再也不管别人发现了什么, 立即领起包冲出了车厢, 下车去了, 啊, 那个小偷偷了你的东西, 你还在睡觉? 这女孩一看金极兵逃走, 更加确信叶末的东西被金极兵偷走, 赶紧大声地提醒叶末, 叶末睁开眼睛, 看了看这个着急无比的女孩, 一看就知道她还是个学生, 难怪这么有正义感, 见别人为她着急, 她只好微微一笑说道, 我包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偷了就偷了, 你, 你这人真是的, 你应该立即报警, 我帮你去报警吧, 这女孩还真是热心肠, 叶末心想, 她现在最不想打交道的, 就是这些警察, 见状连忙摆手说道, 算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报警就不用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这女孩见叶末确实不想报警, 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穿过车厢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见这女孩离开, 叶末立即就将所有的东西, 全都一股脑地装进包里, 除了原来她的五万块钱, 又多出了两万, 现在她已经有七万块钱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各种证件一大堆, 叶末也懒得去管, 全部扫进包里, 虽然没有看见, 叶末将顺手反带过来的东西, 收进包里, 但是王燕却亲眼看见, 金吉兵在叶末的包里, 拿出几叠钞票, 而眼前的这年轻人, 却说他包里没有什么东西, 他肯定是不相信自己的东西被偷了, 想到这里, 不由地暗自摇头, PS, 看完记得帮老五推荐票哦, 感谢方云的部下, 非常艰难, Ignatio, 书有120-310-204-70-1931, 板鬼, 西风吹吹, 熙熙攘攘, 望幽草四叶草, 王者天下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九十二章, 火车上, 鱼二虎虽然上车很警惕, 但是现在却睡得像个猪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似乎对叶末有些愧疚, 王燕竟然下来, 拿出了两百块钱递给叶末, 大兄弟, 我知道, 刚才你的钱被人偷了, 这两百块钱不多, 你留着急用吧, 叶末诧异地看了一眼王燕, 这女人竟然还对刚才的事情感到了愧疚, 看来还有些良心, 此时鱼二虎也醒了过来, 看了看叶末和王燕, 很明显他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叶末将钱推回去, 笑了笑说道, 不用, 我有钱, 不需要你的钱, 王燕见叶末拒绝, 倒是有些没想到, 在他看来, 叶末虽然比鱼二虎要好一些, 但是身上穿着的也不算是什么名牌, 只能说是干净整洁而已, 说不定他那些钱还是有急用的, 只是现在他还不知道而已, 不过此时叶末拒绝他的钱, 他倒是有些着急起来, 我是真的看见你的钱被偷了, 可是我不敢说, 我怕被那人报复, 这两百块钱你收下吧, 我心里真的很不安, 他这次说的倒是真心话, 因为他见过太多举报小偷的人, 被人用刀筒了, 我就说他的钱被偷了吧, 他自己还不相信, 果然, 你也看见了呀, 没钱了吧, 好吧, 我也拿了一百给你, 我还是学生, 钱不多, 此时原先过去的女孩, 王燕的话立即接口说道, 说完就去掏钱, 听了这两人的话, 鱼二虎似乎明白了过来, 这个年轻的大哥钱被人偷了, 他倒也不含糊, 急忙从自己的包里翻出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 开了一层又一层, 最后拿出一张五十的地了过来, 大哥, 我的钱也不多, 就帮个五十吧, 我爷爷说外面小偷很多, 让我小心点, 果然那个荆棘兵的就是一个小偷啊, 叶末看着这三个热心常人有些苦恼, 不过心里倒是生起了一些感激, 他清楚地看见他的那个报纸包着的钱, 虽然是厚厚的一叠, 但是都是五块十块的, 五十的这张是最大的了, 这人虽然有些憨, 但也是一个豪爽之辈, 叶末见状, 只好将王燕的两百块钱收起来, 对那名女孩和鱼二虎说道, 我就拿两百就可以了, 你们的钱就收起来吧, 他看得出来这女孩是个学生, 而且他自己也说是学生, 鱼二虎明显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 这个四十岁的女人虽然买的是卧铺票, 但是衣服也不是什么名牌, 王燕心里总算输了口气, 他看着小偷偷了叶末几万块钱, 却不敢声张, 心里很是内疚, 叶末将钱收下后, 从包里拿出三株草药递给王燕说道, 我不白收你的钱, 这三株草药就给你留下来吧, 几人都正正地看着叶末, 心说人家要你三株草药干什么, 倒是鱼二虎盯着这几株他从未见过的草药有些愣神, 大哥, 你也是中医啊, 鱼二虎倒是最先说出来,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也不能算是纯粹的中医吧, 反正对草药懂一些, 也喜欢采集一些草药, 王燕这个时候反应了过来, 连忙将草药推了回去, 大兄弟, 这些东西我要了没用, 你自己收起来吧, 叶末微微一笑, 这三株草药别人要了没有用, 但是你要了却有用, 为什么, 这次出生的是那名女孩, 她见叶末拿出三株草药给王燕, 本身就很奇怪了, 现在叶末又说这个话, 她就更加的奇怪了, 见别人帮她问了出来, 王燕也不再说话, 而是想知道叶末怎么回答,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小孩, 应该是你自己的状况, 所以这几株草药, 你拿回去分三次肩服, 记得不要加任何别的东西, 只是这三株草药, 最好连药渣也喝下去, 就可以了, 叶末早就看出来了, 王燕的体内有些问题, 她不但不能生育, 而且长期下去, 最多只能再活二十年, 这几株草药, 是她在越南边境找到的, 包里还有一些, 一般的人根本不清楚作用, 因为这三株草药必须同时服用, 其实还少一株雇本培员的草药, 但是叶末见王燕身体结实, 分三次服用, 人虽然受点罪,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在这之前, 她还要用蒸汽帮她梳理两条经脉, 啊, 你真的看出来了我有, 王燕激动地拿起三株草药, 手颤抖了半上, 忽然对叶末锯了好几个躬,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了, 但就是没有小孩, 不但婆家的人看不起她, 就算是周围邻居也说, 她丈夫娶了都不下蛋的, 尽管她看了很多的地方, 用了太多的钱, 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虽然她丈夫还算是爱她, 但是她自己心里却不好受, 内心苦闷的王燕将全部身心都投放在了生意上面, 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奔波生意, 今天有人说她的病可以治疗好, 还算如此的简单, 她哪里会不起出望外, 激动地说不出话, 也是正常, 她已经三十九岁了, 如果再过两年, 她是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 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从包里翻出一张卡递给叶末, 这是一张银行卡, 里面也没有多少钱, 全当感谢您, 秘密, 叶末哭笑不得, 只好拦住话题说到这卡你就留下来吧, 我有钱, 而且,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骗子, 说完, 叶末以极快的速度抓住王燕的手腕, 为他疏通了两条经脉, 王燕此时还没有觉察到, 只是收回了卡, 心里忽然想到, 对啊, 如果他是骗子怎么办, 不过转念想到, 骗子他怎么会说出来, 但是现在的骗子花样很多, 甚至欲擒故纵的也不少, 这谁能说得清楚呢, 想了半天, 王燕还是将卡收了回来说道, 大兄弟, 要不你将手机号码留给我, 要是真的可以治愈我的病, 我一定要报答你,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我没有电话, 报答就不必了, 而且, 我这三株草药, 你已经付过钱了, 别的就算了, 大哥, 你的医术竟然如此高明啊, 甚至不用把脉, 现在就可以看出王大姐的病情, 我爷爷也没有你这么厉害, 于二虎忽然说道, 叶末却说道, 二虎, 你是个中医, 我看你为人还不错, 愿不愿意跟我去落仓发展, 我准备去开个诊所,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去帮我的忙, 我当然愿意, 我本来就没有地方好去的, 见叶末主动邀请, 本来就没有任何头绪的于二虎,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此时王燕也冷静了下来, 他看了看叶末, 再看了看于二虎, 但是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那名女孩见叶末还是一个医生, 心里也很是钦佩, 现在听叶末说去落仓, 立即也说道, 我也是去落仓呢, 到时候我们一起走啊, 等等我去将东西搬到这里来, 好的, 人多也可以照顾一下, 叶末当然不介意和这女孩一起坐车, 这女孩长得虽然不算多漂亮, 但是心肠还不错, 模样也算是端正, 而且他刚才还打算帮叶末的, 我去帮你搬, 于二虎为人很热心肠, 现在几人熟悉了, 他竟然将自己的包就丢在床铺上面, 要和这女孩一起去搬东西, 他刚才还说他爷爷告诉他, 外面小偷很多, 现在几句话下来, 他竟然对叶末很是信任了,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没关系, 你去吧, 东西我帮你看一下, 倒是王燕很是复杂地看了三人一眼, 却睡回了床铺, 没有在说话, 心里却在想着叶末给他的草药, 他是不是要回去肩服, 很快女孩的东西就搬了过来, 就是一个箱子, 一个包而已, 这女孩倒是很健谈, 和叶末鱼二胡两人天南地北的聊得很开心, 倒是王燕不大多话了, 始终在想着什么心思一般, 从聊天当中, 叶末得知这女孩在洛苍上大学, 学校是江南医科大学, 名字叫杨医, 今年大三, 巧的是杨医读的专业, 也是临床医学, 三个人聊起来也不寂寞, 很快火车就已经到了燕京, 王燕和三人打了个招呼后, 匆匆地就下车离开了, 车到了郑州后, 三人下了火车, 要继续转车前往洛苍, 因为都认为叶末的钱被偷了, 杨医一定要帮叶末去买票, 结果叶末没有办法, 只能拿出一碟一万地告诉杨医, 自己的钱没有被偷, 杨医这才没有继续坚持, 从郑州买去洛苍的票倒是没有出什么意外, 三人只用了半个小时, 就上了从郑州开外洛苍的火车, 这次没有卧铺, 买的是软座, 鱼二虎坚持要出自己的车票钱, 叶末也没有阻止, 莫大哥, 我听说在大城市行医, 还要什么从医资格证什么的, 现在我们去洛苍开诊所, 是不是有人会查的, 鱼二虎看来倒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看样子他出来的时候, 还被灌输过一些知识, 当然要资格证的, 不然会被认为成黑衣抓起来的, 叶末还没有回答, 杨医倒是先主动回答了, 叶末当然知道行医需要这些东西, 不过现在就是需要钱, 有钱什么挣都好办, 他倒并不是很担心, 莫大哥, 还有二虎, 你们都没有电话, 以后我怎么联系你们啊, 杨医和鱼二虎叶末两人都很聊得来, 但是三人只有他有电话, 而且他看叶末绝对不是一个主动会打电话给别人的人, 所以先问了出来, 等我和莫大哥找到住处, 就打电话给你, 鱼二虎倒是对杨医的观感也很不错, 那好, 二虎你可千万要记得打电话给我啊, 我在落仓也没有什么熟人, 认得你和莫大哥, 以后有事找人帮忙也好找一些, 杨医半开玩笑半真的说的, 对杨医来说, 末叶脸上有一个印记, 虽然长得丑点, 但是和他在一起, 无论是说话, 还是感觉, 都比较舒心, 一路三人聊下来也是越来越熟悉, 几个小时后, 车就进了落仓车站, 叶末带着鱼二虎和杨医约好了以后见面, 就直接在车站分开, PS, 今天试着更新三千多字的章节, 还算好, 求推荐票, 感谢明镜玄情, CAL3G2012, 犀利的EBR, 生茶子就是OLGIN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93章, 你走得了吗? 宁海, 接连几天都坐卧不安的宁清雪, 终于安静了下来, 因为无论是新闻还是网上的消息, 都表明几天前案子的主犯已经离开了宁海, 而且, 最近宁海的警戒明显地松了下来, 种种迹象表明, 叶末已经是真的离开了宁海, 许葳, 我想离开几天, 我这里的这些花草, 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段时间, 特别是这株最小的, 宁清雪正在和许葳说话的时候, 李木梅却从苏静文那里回来了, 听见宁清雪的话, 李木梅立即有些欣喜地说到清雪, 你想回渝州了, 宁清雪却摇了摇头, 不是, 我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一直待在宁海太闷了, 去什么地方, 却连李木梅都没有说, 清雪, 你不是回渝州, 不用我陪你一起去, 李木梅听见宁清雪的话, 立即就感觉不对, 宁清雪从来倒都没有一个人单独出去过, 他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许葳已经知道, 叶末之间似乎也有些怪怪的, 虽然他没有主动出声问, 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宁清雪要出去, 请他照看一下这株小草, 他当然没有问题, 他也知道这小草对宁清雪很重要后, 至于什么原因, 他却不知道, 李木梅没见宁清雪不愿意说想去什么地方, 只是叹了口气, 也不再去打听, 两天后, 宁清雪只是再次交代了许葳, 请他帮忙照看一下自己的小草, 就离开了宁海, 叶末的小箱子他带着不方便, 但是留在宁海又不大放心, 只好将里面的东西全部装好了, 放进一个包里面, 至于那三颗珠子, 宁清雪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手链线穿起来, 只能也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他想找一根最漂亮的手链线, 将这三个珠子穿在一起, 再带在手上, 可是现在找不到好的手链线, 他只能将珠子先收起来了, 之所以离开宁海, 还是因为上次萧磊来说的话, 因为萧磊在流蛇遇见过叶末, 所以宁清雪想去的地方就是流蛇, 在他看来, 萧磊既然在流蛇见过叶末, 就说明叶末很有可能再回流蛇去, 因为他查过地图, 也在网上查阅过, 流蛇是一个靠近边境的地方, 这里鱼龙混杂, 最适合的就是逃亡, 虽然他也不止一次地想过, 流蛇太过危险, 但是想到, 如果不是叶末, 他早就已经死了, 就是再死一次又如何, 况且他也明白, 如果他不主动去找叶末, 就待在宁海的话, 也许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再看到叶末了, 他有一种预感, 叶末是不会主动来找他的, 尽管他不知道上次叶末来宁海, 是因为什么事情, 但是宁清学肯定, 叶末不是因为他来到宁海的, 他感觉自己对叶末的心思越来越复杂, 原先是为了利用他, 后来是为了心理愧疚, 想找他道歉, 或者是想做些补偿, 再后来又因为小草受伤, 还有叶末帮他治疗的事情, 又想感激他, 甚至有一种就这样和他过一辈子的想法在里面, 但是现在越是了解他, 他就觉得自己和他越远, 自己也和他越陌生, 和他越远越陌生, 他又想更了解他, 宁海没有直接前往桂林的航班, 但是有去咸山的航班, 宁清雪需要先前往咸山, 再从咸山转机前往桂林, 从宁海到桂林很简单,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到了桂林后, 宁清雪才发现, 这里他根本就坐不到前往流舌的车, 哪怕他出的钱再多, 也没有人原意带他去流舌, 并且大多数人还劝他一个女孩子不要去流舌, 只是宁清雪已经铁了心要去流舌, 最后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租赁公司, 自己租了一辆大众帕萨特, 他准备自己开车前往流舌了, 虽然前往流舌的车很难找到, 但是前往流舌的路线, 却随便问问都可以问到, 两个小时后, 宁清雪的车已经拐进了崎岖的山道, 宁清雪才发现, 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不到, 而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又颠簸了两个多小时, 宁清雪才发现, 路上渐渐地平缓起来, 但是周围却更加荒凉了, 除了不时传来阵阵的野兽叫声, 就是山风吹着树林的声音, 发出一阵呼呼的响声, 心慌之下, 宁清雪的车开得更快了, 大哥, 没想到这么晚还来了一辆车, 要飙动手, 此时宁清雪看不到的丛林之中, 已经有几双眼睛盯着他了, 被称为大哥的男子, 摆了摆手说道, 不用, 今晚我们还有事情, 况且, 他一辆帕萨特的人, 估计也没什么油水, 再说了, 信芳的现在手伸得很长, 为了区区一辆帕萨, 就暴露我们没有意思, 宁清雪却想不到, 他只是因为开一辆帕萨特, 竟然逃过一劫, 不过他到了流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 疲累不堪的宁清雪, 背上背包, 准备先找个地方住宿一晚, 然后明天再寻找夜幕的消息, 流舌不是没有旅馆, 但是这些旅馆, 大都是给那些亡命之徒, 或者是边境走私商人居住的, 能在流舌这个地方走私, 可以想象都不是一般的人, 这些旅馆不但有住宿的地方, 而且一般楼下都有一个提供给客人喝酒的吧台, 所以当宁清雪走进最近的一家旅馆时, 几乎吸引了旅馆里面所有人的目光, 流舌也不是没有女人来, 但是像宁清雪这样水嫩貌美青春的女孩, 还是第一次出现, 能在流舌这个地方生存的, 有几个不是将脑袋提在手上过日子的, 这些人几乎就都是今天有酒今天醉的, 所以一见到宁清雪, 旅馆一楼酒吧所有的人都将目光聚焦在了她的身上, 甚至连两名女人都不例外, 眼神是赤裸裸的毫无顾忌, 宁清雪看着这周围无数恶狼般的眼睛, 她感觉浑身有些发冷,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似乎已经看到宁清雪打了个冷战, 正坐在靠里面拔台喝酒的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眼里更是冒出亮光, 端起一杯酒就走了过来, 妹子,住宿呢? 放心,有我卫哥照看着, 没有人敢欺负你。 老板, 帮我这妹子开一个最好的房间, 算在我的头上。 这男子一过来说话, 很多人立即就消声了, 看向宁清雪的目光只是眼蝉当中带着同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人叫史卫, 其实他还有个外号叫刺猬。 不但心狠手辣, 而且极其难缠, 因为他背后的力量, 就是连方南也对他没有办法, 最关键的是, 此人极度好色, 死在他手里的姑娘可以说多不胜数。 不用, 我换一架。 说完, 宁清雪就要离开。 你走的了吗? 史卫见宁清雪脸色发白, 想要离开, 立即就将手里的杯子往地上一摔, 抱着手臂, 站在门口冷冷地盯着宁清雪。 PS, 昨天有2200多票, 老五再次感谢所有帮老五投票的朋友, 谢谢。 今天还是要求推荐票, 感谢。 感谢Lens, 乔克点, 金明Z1, R, 圣关, ZUZ, LJIM, 长安六月写, 裸睡身体好, 输有090-209-210-423-705, 风寒轩几位朋友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风寒轩, Baby UCR, 漫天风霜的路途的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94章, 过江龙何地投蛇。 祝贺盟主笑傲龙登上七点首页周明人堂。 宁清雪一路走来, 倒也没有遇见什么恶徒, 还以为萧磊言过其时, 虽然是边境, 但是也不至于乱到一塌糊涂吧。 到现在他才知道, 流蛇是什么样的混乱, 在公共场合公然这样耍横, 竟然没有任何约束。 给你三秒钟时间, 倒杯酒过来给你魏哥赔罪, 不然老子就在这里将你扒光上了。 史卫是从来都没有耐心去等一个女人的, 对他来说, 女人就是给男人用的。 宁清雪脸色苍白地看着满屋子冷漠的眼神, 还有这叫魏哥的凶悍脸色, 心里有些发颤, 他就是死了也不愿将自己的身子糟蹋在这里,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叶末一面,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阴暗世界的宁清雪, 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毫无道理可言。 他感觉自己有些幼稚, 有些东西真正面对了才知道可怕。 我是来找我丈夫叶末的, 他就在流舌, 你不能动我, 就是宁清雪自己也感觉自己的语气有些苍白无力。 他是听萧蕾说叶末在流舌救过他, 他只是想说出来试试看是不是有人认识叶末。 哈哈, 以后你丈夫就是我了, 什么叶末的? 如果在流舌, 我会让他消失的。 史卫嚣张地哈哈一笑, 居然伸手就要来拉宁清雪。 宁清雪眼里闪过极度的厌恶, 再次闪身让开。 妈的, 史卫这次是彻底的愤怒了, 还没有那一个女人敢拒绝他, 今天这女人三番两次地拒绝了他, 让他大大的失了面子。 且慢, 卫兄, 可否听我一言, 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忽然走了过来报了报权说道, 周围的人都诧异这个时候竟然有人赶上前去打搅史卫的性质, 这不是和找死一样吗? 不过, 当别人看清楚这人是谁的时候, 都没有再说话。 因为上来报权的青年叫石头, 方南的亲信。 如今的流蛇虽然还不是嫖刀会百分之百的天下, 但是自从嫖刀会灭了越南帮和飞帮后, 再也没有与之相抗的帮会组织。 大部分人前来流蛇做生意, 或者跑单的, 都会尽让坡刀会这个地头蛇三分。 史卫被人打断虽然极度的不爽, 但是石头他还是认识的, 这个年轻人一直跟着方南的身边在普刀会也有几分权力。 他虽然是个过江龙, 但是也不想做得太过分。 见状只好说到石头兄弟有什么话就说, 不过这女人我是要定了, 还希望石头兄弟尽快说完, 我好去办事。 语气虽然还算是留了几分面子, 但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嚣张却表露无遗, 很明显他虽然给了石头三分面子, 但是摆明了不怕破刀会。 石头脸色变了变却没有反驳, 因为他知道刺猬的来历, 他不但是在流蛇混, 而且边境好的地盘他都可以去混, 因为他是两七帮的红人。 相对两七帮来说, 嫖刀会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地头蛇了。 因为两七帮的意思就是边境地带的第一大帮, 他们常年活动在亚非各国边境, 做的都是暴力的买卖。 听说两七帮还是直属南清的, 南清这两个字在东方黑, 倒只要听听就觉得胆寒了。 流蛇只是他们的一个小站点而已, 得罪了两七帮, 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 石卫没有给石头多大的面子, 石头却不敢说什么。 请问你刚才说叶末是你丈夫? 你说的是那个叶末? 石头来到门边直接问道, 他知道刺猬是个鸡毛暴躁的性子。 宁清雪正是恍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有人来问他话, 他立即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木材一般。 他倒不是多么怕死, 要说死他都死了一次了, 但是施针对他来说彼此更加恐怖。 不然, 上次他也不会因为治疗可能被人看去的事情而惶恐了。 石头来问话, 他立即就说道, 我是来找我丈夫叶末的, 他在前段时间来过流蛇, 我因为从我朋友那里得知, 所以特意来找他的。 宁清雪说完, 再次将叶末的相貌形容了一下。 听完宁清雪的话, 石头已经知道宁清雪说的肯定就是叶大哥, 也难怪, 只有叶大哥才会有这种美貌妻子吧。 不过石头是知道刺猬的秉性的, 回过头对和他一起来的小弟说道, 告诉南哥, 就说叶哥的妻子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 石卫已经明显地感觉石头的话有些不对了, 似乎没有打算将这个女人交给他。 对不起了, 石兄, 这个女人是我们叶哥的人, 你不能动。 石头说完手一招, 后面三名小弟已经上来。 石卫脸色一沉, 这么说你是想和我做对了, 方南不想在这里混了。 告诉你, 今天这个女人我要定网, 就算是方南来了, 我也要带走她。 兄弟们, 将这女人先带走。 石卫话音刚落, 原本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的四名纹身青年, 立即就冲了上来。 石头脸色变换间, 片刻的犹豫后, 还是一挥手, 跟着他的几个小弟也拦了过来, 两边的人瞬间形成了对峙。 你区区一个跟班, 也敢和我抢女人。 难道我真的不敢将你怎么样吗? 等我将你的狗腿打断, 再让方南给我说法。 兄弟们, 给我上。 石卫言语之中, 蛮横和凶狠, 净险无疑。 随着石卫的命令, 两边的人顿时打了起来, 藏在衣服里的砍刀都被拿了出来, 顿时这家旅馆就到处见满了血迹。 宁青雪有些惊慌失措地推到门边, 他这个事实后才真正明白, 这里到底乱到什么程度。 如此拿着砍刀群殴, 还没有一个人过来管。 因为石头这边的人少, 很快就落在了下风。 石卫正想去拉宁青雪, 准备离开的时候, 门口突然再次来了二十多人。 方南的愤怒的声音响起, 给我将这些王八往死里打。 方南, 你敢动我? 难道那里不想活了? 听见方南的话, 石卫急怒交加, 他没想到, 流蛇这个弹丸之地的老大竟然敢动他。 要知道, 他在这些边境小地方, 就相当于钦差大臣一般。 虽然地方的这些地头蛇不见得就要围着他转, 但是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来得罪他的。 而且还是这种王死里的得罪。 哼, 你在我方南的地方占一些便宜也没什么, 但是你竟然敢动叶哥的人? 你找死啊, 给我狠狠地打。 方南知道得罪了石卫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但是对叶末, 他已经敬为神人。 而这个女人是叶末的妻子, 他哪里会让别人动他? 不但如此, 他还要将自己的态度拿出来让凝青雪看看, 不然叶末那里, 他不好交代。 感谢推荐票的支持, 谢谢, 再求推荐票。 感谢SDTWK, 镇流落红尘, 我喜欢甘蔗, 人间路, YG, 夜语幽魂, 159, 7451, 5318, LJIM, 001456, SDBZHLF, 汉后的大胖, 黑欧酷狗的慷慨打赏, 谢谢。 感谢漫天风霜的路途, 二, 邪皇帝凯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第95章, 第二个来留舌的美女。 随着方南带来的人加入, 石卫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就被打断了一条腿。 不过方南倒也不敢杀他, 杀了石卫, 他根本就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 但两七帮毕竟实力太过强大。 如果杀了石卫, 将毫无转环的余地了。 他之所以打断石卫的腿, 也是因为要做给宁清雪看而已。 带着你的人, 立即跟我滚。 方南毫不犹豫地将石卫驱除出去, 在流舌这一亩三分地, 他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石卫恨得牙痒痒的, 在流舌他却没有丝毫办法, 方南叫他滚, 他只能滚。 就是要找回厂子, 也要等他将这边的事情添油加醋地报告上去后, 才可以石卫带着几人立即离开了这家旅馆, 却只是换了一家, 并没有离开流舌。 一个是天已经太晚, 石卫还断了一条腿, 而且没有地方去。 还有一个就是, 方南就算是知道他没有离开流舌, 也不会去找他。 方南确实知道石卫没有离开流舌, 他也不敢做得太过火了。 如果在这名女子的事情上, 他还站立的话, 要是将刺猬赶出流舌, 他就丝毫不占道理了。 如果拳头大, 不占道理也没什么, 但是方南的拳头再大, 也大不过两七帮。 林清雪呆呆地看着一起因为他而打起来的战斗,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只是留下了一滴的血迹。 他没想到, 叶末在流舌还有这么忠心的朋友。 心里倒是对那个每天对着花花草草的叶末, 更是不了解。 联想到叶末杀了宋少文和宋少谭的事情, 加上自己现在看到的, 看样子, 萧磊说的是真的, 叶末是真的很有本事。 为什么自己在燕京听到的, 都是叶末完完全全是一个废材的传言? 有这样的废材? 方南见到宁清雪的容貌, 更暗自惊叹, 心说也只有叶大哥那种人才有这样的妻子。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点。 方南很是恭敬地将宁清雪接到一个专门的招待所, 并且详细地叙说了叶末在流舌的事情, 就连叶末帮忙灭了两个帮派的事情都没有隐瞒。 在他看来, 宁清雪是叶末的妻子, 叶末做的事情他当然知道。 宁清雪心里越听越震惊, 他想不到叶末在流舌短短的时间竟然做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而且还打得这里的帮派老大也对他恭恭敬敬。 只是让宁清雪失望的是, 叶末并没有再回来, 看样子他是去别的地方了。 晚上一个人睡在流舌这个边界的小山寨, 宁清雪忽然感到有些孤单, 他不知道自己要来找叶末干什么。 从头到尾, 叶末都是帮他的忙而已, 就连结婚都是假的。 他是爱他还是因为别的? 如果他真的找到了叶末呢? 应该说什么? 难道说一句对不起, 我以前不应该对你如何? 然后无论叶末说什么, 他继续回到自己生活的圈子里面去。 宁清雪忽然感觉到了迷茫。 唉, 爱又是什么? 不管他是不是爱叶末, 但是除了叶末, 难道他还会去找别人结婚? 和叶末已经结婚, 他也没有打算再去离婚。 找到叶末就告诉他自己不想离婚, 仅此而已吗? 宁清雪叹了口气, 他对叶末越了解, 就觉得越来越不了解, 这很矛盾。 无论他是不是出于愧疚和别的心思, 要真的嫁给叶末, 至少要当着他的面告诉他, 如果他真的对自己没有任何意思, 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对叶末还不是非常了解, 短短的时间接触以来, 他感觉自己遇见的人当中, 没有一个男人有叶末的胸怀, 也许他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人, 原来他对叶末的看法偏颇, 可能只是没有了解叶末而已。 在叶末走后, 他没有去离婚, 那个时候, 他心里也许就潜意识地承认了这个婚事, 但在这之前, 他一定要找到她。 不然有一天, 叶末结婚了, 他还在自称是叶末的妻子, 岂不是可笑之极。 他宁清雪有自己的原则, 他愿意嫁给叶末, 如果叶末不要她, 他也不是哭着求着要嫁的那种女人。 宁清雪就在辗转之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 早上刚睡一会时间, 天色就已经大亮了。 没有在流舌遇见叶末, 宁清雪再也没有待下去的意思。 在他走之前, 倒是想去看看叶末住的那个山庙。 山庙当初全部倒塌了, 怕叶末会回来, 方南早已经派人将他完全修整好了。 宁清雪要去看看叶末住过的山庙, 方南当然是带几个小弟亲自陪着过去。 流舌这么乱, 他可不想让叶末的妻子在这里出问题。 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他根本也没有办法向叶末交代。 不说叶末本身救救过他的命, 帮他取回了流舌的管理权。 而且, 叶末杀法果断, 自己这仆道会的几人根本就不够他杀的。 自从上次执行了任务后, 迟婉清就再也没有心思在部队里面好好地待着, 总是隔三差五地就打个电话去洛仓, 问问他的表姐朱曼, 叶末有没有过去, 每次都是得到了失望的答案。 叶末并没有去洛仓他表姐管理的公司。 迟婉清当然知道叶末生活过的有些拮据, 自己帮他找了一个轻松的工作, 他为什么不去做呢? 难道他抹不开面子吗? 可是叶大哥看起来不像是这种人啊。 思量再三, 迟婉清决定去看看叶末。 他感觉如果自己不去找叶末, 也许这个叶大哥这一辈子都不会来找他。 虽然有些忧怨, 他还是决定前往流蛇寻找叶末。 叶末上次告诉过他在流蛇, 既然他没有去洛仓, 就说明他还在流蛇。 迟婉清进入部队几年来, 还是第一次请探亲嫁。 虽然卢林感觉迟婉清应该不会回去探亲, 但是他是第一次请嫁, 卢林虽然怀疑也只能批准。 迟婉清当然不是探亲, 他是去流蛇找叶末, 他比宁清雪经历的要多得多了。 当然知道流蛇是什么地方, 但是他却不会害怕。 一个他的身手就是几个壮汉也毫不畏惧, 第二他还有姿郎。 姿郎的厉害他可是清清楚楚的, 当初他被姿郎咬了一口, 差点丧命。 或者说如果不是叶末, 他已经丧命了。 所以流蛇这个地方虽然混乱, 但是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迟婉清到达流蛇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时分, 刚进流蛇他就遇见两人抬着史卫要上车离开流蛇。 迟婉清虽然想要打听叶末的消息, 但是史卫这几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累,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找这几人打听消息, 史卫却看着迟婉清眼睛发直了, 他没想到连续两天遇见两个角色美女。 今天他要走的时候竟然还有这种桃花月, 方南啊方南, 就算是你抢走了一个又怎么样, 今天还不照样遇见一个。 看着迟婉清, 史卫已经两眼放光, 躺在担架上毫不犹豫地叫道, 将这个女人带走, 立刻离开流蛇, 总有一天我会找回来的。 第九十六章, 送老爷子的江。 迟婉清当然知道流蛇混乱, 而且他也根本就没有打算和眼前的几个看起来就是混混的人说话, 但是没想到这人竟然要将他带走, 这真是光天花日之下。 迟婉清看着两名包围过来的男子, 压抑了许久的忧怨, 终于一下就变成了火气蹭的就上来了。 他可不是宁清学, 在部队多年学的也不是花架子。 当即就飞起两脚, 将两名根本不在意他的男子踢倒在地。 这还不算, 跟着上去又是两脚, 另外两人和躺在榻上的史卫甚至可以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 本来见迟婉清敢动手, 史卫就已经非常恼火了, 今天遇见的女人竟然都敢反抗, 简直是反了天了。 但是他的怒火还没有发出来, 就发现自己的两名手下已经被迟婉清踹断了腿骨。 他还没有来得及惊恐出声, 史卫已经是再次飞起一脚, 正踹在他刚刚固定好的腿骨上面。 史卫一声惨叫, 几乎一两里之外都可以听见。 不过在流舌这个地方, 就是你叫得再厉害, 也不会有人来看的。 剩余的两名抬着史卫的小青年已经是心惊胆战,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伸手这么厉害的女人, 而且打起架来丝毫不手软。 远远的, 有几名看见史卫想要上来占些便宜的青年, 此时看见史卫教训史卫的情景, 哪里还敢再上来, 都偷偷地溜走。 这女人连史卫都敢打, 哪里还会将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史卫如果一开始就让几人同时上前围攻史婉青, 史婉青说不定还会手忙脚乱, 但是他只是让两人上前。 而且, 这两人还带着无所谓的态度去抓史婉青,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 不过, 即使是史卫一开始就重视, 史婉青也不会在意, 他最多放出小狼, 不过一旦小狼被放出, 就是要出人命的了。 虽然史婉青知道, 刘蛇这里乱得一塌糊涂, 但是也不愿意随随便便就杀人。 惨叫当中的史卫也没有想到, 第二个美女竟然如此棘手, 痛楚难熬的史卫见这女人没有要继续找她麻烦的意思, 赶紧忍着疼叫道。 走, 快走。 他已经将这一笔账再次算在方南的头上了。 迟婉青见史卫离开, 也没有去在意他, 而是准备进去找一个人问问情况。 可是出乎迟婉青预料的是, 迎面走来的竟然是一个女人, 甚至比她还有漂亮三分。 不过, 她看见这女人后面还跟着几名男子, 如此一来, 这女人看起来甚至像一个大姐头一般。 难道刘蛇的头领竟然是一个女人不成? 可是这女人的装扮根本就不像啊。 要说是一个淑女, 还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面对一个女人总比男人好些。 想到这里, 迟婉青就朝这女人走过去, 她想打听一下夜幕的事情。 宁清雪第一眼看见迟婉青的时候,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说不出来但似乎很真实。 不是说刘蛇这里很乱吗? 而且自己来看见的确实很乱, 怎么除了自己又来一个女人? 而且, 这女人似乎也不比自己逊色, 方南带着几名小弟陪同宁清雪 刚从夜幕曾经住过的庙里回来, 又看见一个美女, 她甚至怀疑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流蛇这个地方, 连续两天竟然来了两个美女, 甚至还一个个都非常的出色, 好在她没有看见迟婉青教训史卫的场面。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夜幕在不在这里? 迟婉青拦住了宁清雪。 你也是来找夜幕的。 宁清雪诧异地看了看迟婉青, 心里忽然泛起一股酸酸的味道, 夜幕的眼光还真好啊, 竟然认识这么漂亮的女孩, 还有一股鹦鹉味道。 难怪她刚看见这个女人, 就有一种古怪的感觉, 难道真是第六感不成? 迟婉青也同样诧异地看着宁清雪, 她从宁清雪的话听出来, 宁清雪也是来找夜幕的, 看来她并不是流蛇的人。 你是? 迟婉青有些疑惑地看着宁清雪, 心里却在想着, 如此优秀的女人和夜幕到底是什么关系? 哦, 她叫宁清雪, 是夜大哥的妻子。 方南见气氛有些尴尬, 很明显这个有些鹦鹉的女孩也是认识夜幕的, 她连忙上前介绍, 心里却在想, 夜大哥果然厉害, 认识的女孩一个个都是不简单啊。 啊, 你就是夜大哥的妻子, 是那个, 迟婉青总算是将后面那个拿夜大哥当挡箭牌的话收了回去, 不过心里却对宁清雪再也没有了好感。 宁清雪似乎也看出来了迟婉青对她有些敌意, 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甚至连问迟婉青是夜幕的什么人都没问, 她怕结果让她很难受, 气氛一时间尴尬起来, 就连局外之人方南都看出来了一些什么, 两个女人似乎因为夜哥有些矛盾了, 心里顿时着急起来。 这两个女人看起来都和夜大哥有关系, 帮了谁都不好, 看样子一个好像是正牌的, 一个好像是预备的, 不能让他们对峙下去, 万一弄火了两个女人打起来了, 她方南可就遭殃了, 想到这里方南连忙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道, 那个, 两位, 已经是中午了, 肚子都有些饿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夜大哥的事情, 吃完饭再说好了, 他一个边境帮派老大, 从来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 现在要在两个女人当中坐和室楼, 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 除了迟婉青和宁清雪在找夜幕外, 燕京的宋家此时也因为夜幕的事情在商讨着,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宁海宋少谈的死和夜幕有关系, 所以此时宋家还没有办法确定宋少谈也是夜幕杀的, 可以确认宁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狮隐就是夜幕吗? 宋家连死两个狄青三代, 而且都是被人杀了, 宋七明的怒火已经不能用生气来形容了, 虽然宋少文是他的儿子, 但是宋少谈可是宋家第三代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才, 竟然在宁海被杀了还不能确定, 因为狮隐虽然很多地方和夜幕都很相像, 但是狮隐的相貌太过模糊,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狮隐的本事绝对比胡秋要高, 不然不会一招就将朴东横打败, 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 方卫城第一次遇见狮隐就是在宁渡区, 而夜幕当时也居住在那里, 宋海将自己调查的结果丝毫不漏地报告了出来, 无论狮隐是不是夜幕, 他都和少谈的死有极大的关系, 而且这狮隐杀人用的是铁钉,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那家古武家族喜欢用铁钉杀人的, 这名说话的老者五十多岁, 叫宋齐战, 在宋家人称战书, 地位仅次于宋老爷子和宋齐鸣, 今天宋齐鸣虽然以家主的身份在家族会议里面, 但是屋子里面身份最高的却不是他, 而是宋老爷子宋元毅, 宋家宋少文死了, 宋老爷子可以淡定, 因为宋少文虽然是嫡亲孙子, 但是却不大成气候, 但是宋少谭却不同了, 是他最基于希望的一个孙子, 现在他都死了, 宋老爷子淡定不起来了, 一般的家族会议, 他是很少来参加的, 但是今天他却来了, 虽然他内心很愤怒, 但是表现的却还是很冷静, 听完几人的说法后, 宋元毅张开闭着的双目说道, 继续彻查尸颖和叶末的联系, 不过我们只是彻查结果, 暂时停止对叶末的追杀, 当所有的人将疑惑的目光投向宋老爷子的时候, 宋老爷子却再次淡淡地说道, 无论是叶末还是尸颖的消息, 只要有的, 立即就想办法让千龙头知道就可以了, 叶末已经引起了他们叶家的那口的注意, 你们要做的最好是让千龙头知道是叶末杀了他的儿子, 停顿了一下, 宋老爷子继续说道, 还有就是让叶家的那口知道叶末的优秀, 但是却不能透露任何叶末可能就是杀了千龙头独子的人, 别的, 我们只要看看就好了, 而且, 胡秋就是这么好杀的嘛, 说到最后, 宋元毅的语气变得阴冷起来,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老爷子的想法, 心里不由的暗叹, 将还是老的辣, 让千龙头去对付叶家, 在关键的时候, 他宋家退一把就可以了, 老爷子的最后想法是, 借着这次的机会彻底地将叶家打压的永不翻身, 叶末当然不知道两个女人找他, 已经找到刘蛇去了, 也不知道宋家想要利用他来彻底地打压叶家的阴谋, 就算是知道, 他也会当成不知道叶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小诊所已经开起来了, 不过现在还处于无证经营, 小诊所的位置不但偏僻, 而且还只有他和鱼二胡两个人, 之所以找到这个偏僻的地方, 一个原因是因为门面太贵了,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是, 这个门面正好是一个单独的老屋前面的, 老屋叶末也一起租了下来, 并且一下就付了两年的房租, 老屋里面有一个院子, 这院子中可以种植银杏草, 这才是叶末想要的, 对他来说, 做生意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要可以种植银杏草, 但是小诊所开起来的第三天, 甚至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买回来, 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个病人, 叶末和鱼二胡是被半夜急促地敲门声惊醒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推荐票也很稳定, 明天老五要上架, 先预定一下手订和月票, 谢谢, 老五一定更加努力, 感谢风寒轩, CXCSEC, LGIN, Ignacio, 一日九十, 永恒德心, 龙凤胎, Wank62, 我靠小妞的慷慨打赏, 感谢涉水猴评价票支持, 谢谢, 第97章, 第一个病人, 最强气少, 明天十点上架, 谢谢支持, 被抱进来的是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 不但两眼紧闭, 脸色卡白, 而且身上还一抽一抽的, 医生, 求求你们先保住我儿子一命, 救护车已经来了, 可是还有一二十分钟才能到, 我怕我家灿灿, 拖不了十几分钟啊, 鱼二胡刚开门, 一个中年女人就抱着小孩, 惊慌失措地冲进来叫喊道, 紧跟在中年妇女的身后, 是一名中年男子, 脸色此时也是惊慌焦急的神态, 除了这两人, 后面还有一个五十多少的妇人, 叶末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人全部来了, 估计小孩突发性疾病, 想要去医院, 但是救护车需要二十分钟后才到, 这家人趴着二十分钟小孩出问题, 就来这个临时开起来的诊所, 想要暂时保住小孩的性命, 这也算是急乱投医了, 一般像叶末这种小诊所, 别人也只是小病小疼的, 才会来看看, 就是连感冒发烧, 估计都是自己需要店买点药, 而不是来这个三无的小诊所, 这家人可能也是这附近的, 应该是知道了, 这里刚开了一个小诊所, 才会急乱投医, 师父, 于二虎虽然也是跟着他爷爷学中医出身, 但是后来和叶末来到洛仓后, 在叶末随意地指导下, 他才知道, 叶末的医术已经远远地高于他的爷爷, 也就改口叫叶末为师父, 叶末想本来就准备教于二虎医术的, 现在于二虎叫他师父, 也就没有阻止, 眼下这个小孩的情况, 明显地已经超出了鱼二虎的能力范围, 叶末走了过来, 对那名妇女说道, 你将小孩放在榻上, 这妇女此时已经六神无主, 听见叶末的话, 连忙将手里的小孩放在前面的榻上, 竟然没有想起来问叶末任何问题, 叶末见小孩已经放下, 拿出银针就要对小孩动真, 慢, 你想干什么, 我们只是想让你保住小孩一口气, 等救护车来, 你拿针干什么那名中年男子已经回过神来, 他们本来是急乱投医, 从刚才小孩昏迷抽搐到现在已经好几分钟了, 他已经冷静了下来, 现在一个街头的小诊所医生对他的小孩动真, 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这里是一个刚开才几天的诊所, 甚至连营业执照他都没有看到, 叶末停下手里的针, 淡淡地看着这中年男子也不说话, 对他来说, 既然小孩已经抱过来了, 他就这小孩一命也无所谓, 如果人家家长都不相信他, 他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 他是一个修道者, 虽然已经来到地球不少时间了, 但是对普通人的人命依然没有多少的重视, 不过他也不是冷漠无情之人, 可以帮忙的就去帮个忙, 他火车上被人认为城前被偷了, 立即就有人来帮助他, 他觉得如果可以, 自己也应该帮助一下别人, 但是让他求着去帮这小孩治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小孩的病他刚才已经用神识探查过, 不单单是普通的心脏病, 而且还有间隙性的经脉假死状存在, 一旦这两种情况并发, 这小孩就距离断气没有多长时间了, 叶末也了解这里的医术, 他是知道这小孩的病情在目前的医疗水准下, 是无法根治的, 见叶末在自己的叫喊下停住了手, 这中年男子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一时也有些发症, 既然不相信我, 就请便吧, 叶末收起手了的银针, 这套银针还是鱼二虎带过来的, 鱼二虎常年和爷爷一起在外面为人看病, 对这种不相信医生的人也很不喜欢, 健壮当即说道, 我师父能够出手帮你小孩治疗, 是你们的运气, 真是的, 每次他和爷爷出去为人看病, 别人都是欢天喜地的, 非常客气地对待他们, 哪有用这种眼神看人的, 甚至还用这种语气, 你想要灿灿一直这样吗, 你让开, 这妇女说完, 将那名男子推开, 忽然一下就跪倒在夜幕面前, 医生求求你, 就请我家灿灿, 上次他也是这样, 如果不是正好在医院门口, 我家灿灿就没了, 求求你了, 他的心思很简单, 这医生甚至没有问病情, 就拿出针来帮灿灿治疗, 说明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不然他总要问问情况吧, 而且, 他还听说用针灿治疗的, 都是一些厉害的医生, 普通的医生是不会针灿的, 夜幕摆了摆手说道, 你起来吧, 我帮你家小孩看看, 你跪在这里, 影响我治疗, 听完夜幕的话, 这妇女连忙起来, 小心地站在一边, 那名被中年妇女推到旁边的男子, 看着小孩的脸色已经油白转子, 心里知道小孩危险了, 而此时的救护车还没有到, 他也没有再说话, 那名年纪大的妇人, 更是六神无主地看着小孩, 他已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夜幕却极快地将手里的银针, 刺入小孩的身体, 甚至连小孩的衣服都没有脱周围的人, 都不懂针灸, 不知道针灸是要脱衣服的, 还以为就是这样, 不过鱼二虎倒是懂一些, 但是在他看来, 夜幕的本事本来就大, 隔着衣服治疗也没有什么, 夜幕用的当然不是传统的针灸治疗, 而是用针灸作为桥梁, 将针灸镀进小孩的体内, 将他假死的经脉舒缓过来, 这不是根治, 根治的话, 必须要重新修复经脉的, 不要说夜幕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帮他根治, 就是有办法治疗, 他现在也不敢去治疗, 如此一个疑难杂症, 在他这个小诊所居然被治好了, 就算是他再想低调, 也低调不起来, 如果说遏制住了病情, 倒也还说得过去, 要根治这个病, 夜幕的修为必须达到炼气三层, 而且还要配合许多药材才可以, 随着夜幕蒸气的运转, 这小孩体内假死的经脉, 已经渐渐地恢复了工作, 脸上的紫色也慢慢地退去, 十几分钟后, 这小孩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就是再不懂的人也知道, 小孩的情况明显地好转了, 这男子和妇女更是惊喜地上前来, 拉住小孩的手, 开始问话, 夜幕倒是被扔在了一边, 此时救护车的声音才乌液着开来, 救护车的声音响起, 这对夫妇才想起自己家的小孩是夜幕救的, 连忙上前来要和夜幕道谢, 夜幕摆了摆手说道, 救护车已经来了, 带你家小孩去医院吧, 尽管夜幕知道医院无法根治这病, 但是再去检查一下也好, 这对夫妇不敢耽搁, 千恩万谢地带着小孩去救护车了, 甚至连诊疗费也来不及提起, 在留学的池婉清和宁清雪, 此时已经明白, 两人都不知道夜幕的去处, 不过从宁清雪的口中得知夜幕得罪的人是宋家, 迟婉清还是大吃一惊, 虽然他爷爷是军人,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军人, 但是和宋家比起来, 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 简直是相差太多, 婉清, 你的意思是夜幕可能去沙漠, 听完迟婉清的话, 宁清雪已经彻底地相信夜幕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虽然他还不明白夜幕为什么一直要装成一个普通人, 甚至最后还要被夜家赶出去, 我感觉他不是可能, 而是肯定要去的, 当时他找到那张残破的羊皮地图的时候, 我就在他旁边, 而且上面的藏文就是我帮他翻译的, 而且他的表情很欣喜, 可见他应该是想去找什么东西, 迟婉清却有些肯定地说道, 宁清雪止住了自己的话题, 他相信了迟婉清的话, 夜幕的行为有些古怪, 无论是晚上不睡觉, 坐在大树下面, 还是睡在青石板上, 这都不是用本事不错这几个字就可以解释的, 而且当初他那么重的伤, 如果真是夜幕治疗好的, 那就根本就无法用常规的思维去理解, 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小姨是修炼鼓舞的,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小姨, 不过听母亲说, 小姨要出来很不容易的鼓舞, 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很多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难道夜幕也是个鼓舞修炼者, 不过就算是鼓舞修炼者, 也不可能将他如此严重的伤势治疗好吧, 宁清雪越想越不明白, 只能暂时止住自己的想法, 看着迟婉清问道, 你的那个地图还有吗? 迟婉清从包里拿出那张自己后来画的地图递给宁清雪, 这是我后来画的, 和当初看见的异母一样, 宁清雪接过地图, 地图确实很简单, 就是标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几个地方, 然后画了一些线路, 还有线路当中标注了几个名字, 不过看这些标注的地方, 明显的不是沙漠边缘, 而是沙漠的最里面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宁清雪也听说过, 传说中的死亡之海, 他不明白夜幕要进这里面找什么东西, 拿着地图宁清雪发愣了好久, 才说道, 这个地图可以让我描绘一张吗? 迟婉清却说道, 这地图我都记得很清楚了, 你要就拿去吧, 说完, 迟婉清忽然想起来了什么, 看着宁清雪说道, 清雪, 你该不会想去塔克拉玛干寻找夜幕吧? 老五的公众微信是SO26加入办法, 朋友们, 添加朋友, 查找微信, 在搜索框内输入SO26, 关注就OK了, 新书《造化之门》已经发布, 老五的新书《造化之门》已经发布, 请求大家的推荐票和收藏支持, 新书在发出《造化之门》的第一章同时, 开头也发布了《最强气哨》的第2267章, 请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的《造化之门》, 新书的地址是, 简单进入的门市, 第98章, 最后一个消息, 最强气哨总算是上架了, 感谢你们的支持, 老五求一下订阅, 宁清雪却点了点头, 有的时候很多的想法都在不经意当中冒出来, 就如我这次来流舌一样, 明知道这里很危险, 但是总幻想自己可以遇见夜幕, 不会出什么事情, 如果在以前, 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现在, 我却有些不由自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牵挂他, 但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 听了宁清雪的话, 池婉清更是奇怪地说道, 清雪, 难道你不是和叶大哥假结婚, 让叶大哥当一下你的那个党, 然后就离婚吗? 在池婉清看来, 宁清雪来流舌找叶末就很是离奇了, 现在竟然还要去沙漠, 难道他真的不是拿叶大哥当挡箭牌? 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怎么有些像爱上叶大哥一样? 宁清雪苦涩地摇了摇头, 沉默半赏才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有一种感觉, 现在我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一些消息, 一旦他的消息断掉, 世界这么大, 也许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到他本来以为, 流舌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消息, 没想到从你这里得知了他, 还有可能去沙漠, 如果真的就这样失去了消息, 也许很多年后, 我会很后悔的, 说到这里, 宁清雪迟疑了片刻, 这才继续悠悠地说道, 你不了解我, 如果是几个月前, 我是绝对不会来流舌这个地方来的, 更别说去沙漠, 有的时候, 你自己被改变了, 也许自己都会并不经意, 等你明白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有些人, 你已经注定是无法忘却了, 曾经我是拿他当挡箭牌了, 可是当我明白他的为人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没有给我留一丝机会, 对不起, 宁清, 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话, 是因为他对你肯定不一样吧, 不然他不会连假结婚这种事情都告诉了你, 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羡慕你, 这些话, 他是绝对不会和我说的, 可是却和你说了, 迟婉清看着宁清雪的神态, 忽然又有些同情他, 他应该是和自己一样, 不过又有些不一样, 当他发现叶大哥的优秀时, 叶大哥已经离开了他, 而自己不同, 在和叶大哥刚接触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男人的优秀, 上次听叶大哥的语气, 似乎也没有要取清雪的意思, 没有取清雪的意思, 迟婉清脸红了红, 他想到了自己, 不过转眼就摇了摇头, 他的想法和宁清雪一样, 如果不是自己来找叶末, 他根本也不会再去找他, 就是说, 叶末对他的态度和对宁清雪的态度是一样的, 都没有留在心上, 他难道有心上人了? 迟婉清忽然想看看, 叶末看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了, 以他和宁清雪如此优秀的女子, 他都没有放在眼里, 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迟婉清阻止自己继续想下去, 而是抬头看了看宁清雪说道, 清雪, 你一个人去沙漠太危险了, 而且, 塔克拉玛干沙漠根本就是死亡之海, 比刘蛇不知道要危险多少倍了, 在刘蛇, 也许你还可以遇见方南, 但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你遇见的除了沙尘暴, 就是烈日, 根本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 宁清雪却摇了摇头, 我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很危险, 可是你知道, 在不久之前, 我还是重伤, 瀕临死亡之人吗? 死对我来说, 已经有过一次了, 只是我真的想问问他, 难道我坏到这种地步了吗? 和我见一面, 就如此艰难, 只要他说一句, 让我以后不要再纠缠他, 我立即离开, 我的命是他给的, 送给他也没什么, 宁清雪的语气越说越有些伤感, 终于有些说不下去了, 迟婉清有些同情地看着宁清雪, 叹了口气说道, 清雪, 你是在赌气? 你是想赌气给叶大哥看吗? 他根本看不到的叶大哥要你的命干什么? 我的命也是他救的, 难道我也要送给他? 而且, 叶大哥肯定不是不想见你, 也许他真的有事情, 也许, 也许他根本想不到, 你想见他也不一定, 宁清雪却没有说话, 他心意已决, 赌气也好, 赌命也好, 不见叶末一面, 他始终有些不能平静下来, 而且, 他认为他的感觉是对的, 也许这是叶末最后一个消息, 如果他没有把握, 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就算是徘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外, 他也要等等看, 见宁清雪使沉默不语, 迟婉清已经知道, 一旦他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出来, 他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 又有谁知道, 世界这么大, 谁可以找到他, 想到这了, 迟婉清忽然说道, 清雪, 要不, 我陪你一起去好了, 我对沙漠比你有经验, 而且, 我在部队待了几年, 卡拉, 佩罗蒂也是一个女人, 她可以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们应该也可以, 但是, 无论是迟婉清和宁清雪, 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卡拉, 佩罗蒂是为了穿越沙漠而徒步, 他可以找最安全和最洁净的路线, 而且, 他还有后备支援团, 而他们却必须要去特定的地方, 才可以寻找到夜幕, 这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就好像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旅游景点一般, 那可是特定的地方, 根本就不会发生意外, 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死亡之海名称的来历, 可不是那些景点可以代替的, 你也要去塔克拉玛干, 宁清雪在得知迟婉清来找夜幕的地时间, 就明白迟婉清肯定对夜幕有些不同, 但是, 没想到他竟然也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迟婉清坚定地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在去之前, 我们先去一趟洛仓, 我在洛仓有一家公司, 我们去准备一下, 去沙漠可不比别的地方, 工具盒要平一点, 要带齐全了, 方南目送两个姑奶奶离开, 这才暗自松了口气, 两个这样的女人来到刘蛇, 这不是让他心惊胆战吗?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他如何向夜哥交代? 不过迟婉清和宁清雪虽然离开了, 但是事情却没有结束, 因为方南得罪了刺猬, 他必须要给两七帮交代, 不然人家哈口气, 他方南就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混下去, 别人不知道两七帮的厉害, 他方南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两七帮是南清的手下势力, 十年前混迹高平附近的一个帮派递伤, 因为不鸟两七帮的人, 甚至事后还不接受道歉和赔偿, 最后在一夜之间就被南清灭掉, 这件事在边境的帮派无人不知, 现在方南得罪了史卫, 虽然史卫只是两七帮一个跑腿的, 但是毕竟是两七帮的人, 万一那边怪罪下来, 他要做好赔偿的打算, 而且万一别人不接受, 他还要做好硬拼的打算, 不过方南知道, 为这点事情两七帮肯定不会不接受赔偿的, 最多让他心疼点而已, 应该不会对他真的来什么灭帮, 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 他的这些是叶末给的, 如果没有叶末,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越南帮和飞帮手里 抢回流蛇这个地方, 所以两个女人来帮他惹了这些麻烦, 他并没有后悔, 相比方南得的麻烦和迟宁两个女人的寻找, 叶末现在的小诊所却是有了点小名气, 至少是在诊所附近的小区里面有了一定的名气, 他在救了灿灿的第二天, 小孩的父母就再次来到叶末的店里感谢, 并且拿出了一万块钱, 因为叶末救了他们的小孩, 叶末没有收下钱, 反而拿出了三万给这小孩的父母, 原因很简单, 就是想请这家人帮他办一下各种证件, 这小孩的父亲叫张波在洛仓的驱税务局上班, 他是本地人又在税务部门上班, 办这些事情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叶末觉得自己能不露面就不要露面, 至于行医资格和商户注册都让于二虎跟着张波去办, 说白了, 很多的东西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了, 至于于二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却没有人去考究, 在张波夫妇的热情帮助下, 叶末的小诊所居然只用了十几天就已经将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而且叶末的这个小诊所虽然只是开张了十几天, 但是口碑却很好, 这都是和于二虎的本事, 还有张波夫妇的宣传分不开来, 小诊所就叫回春诊所, 证件办齐了后, 叶末基本上都不管事情了, 只是每天在小院子里面陪土, 准备种植阴心草, 而诊所的事情全部交给了于二虎, 好在于二虎本来有行医的经验, 而且叶末也经常指导一下, 来着小诊所看病的人都是一些头疼发热, 或者小伤小病的, 真正的大病也没有, 于二虎倒也应付得过来, 叶末将剩下的四万多块钱, 拿出两万交给二虎去购买了一些草药, 还有的两万他准备去购买了一些去沙漠用的必要工具, 小诊所根本就不赚钱, 但是叶末也不在意, 他的目的就是种植阴心草, 其余的都是次药的, 能赚钱更好, 不赚钱也可以, 于二虎买来的草药都被叶末熬成了汤药, 或者是药丸之类的用瓷瓶装好, 并且告诉了二虎具体的应用, 对于医术上的事情, 叶末从来都不藏私, 只要可以教的, 他都会教给二虎, 甚至还教了一套拳法和一套气功心法给于二虎, 于二虎人虽然憨了点, 但是却很聪明, 倒也学得四目是样, 如果有月票, 就砸给老五吧, 等这一天, 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PS, 感谢风寒暄, 镇流落红尘, 书友11031174705034, 11, 19, LJIN, 彤彤的老爸, 现场观众,小苗军,CCF0701, 人间录, 杜金龙, 书友110724203432868, 打击种码点, 碧海灵霄的慷慨打赏, 谢谢。 第99章, 啰嗦嗦, 虽然叶末尽量拒绝治疗疑难杂症, 但是他和于二虎开的回春诊所, 还是名气渐渐地响起, 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 和周围居民的宣传有关系, 最主要的, 还是很多人发现, 来回春诊所看病, 基本上都是一次就可以了, 甚至和去医院都不一样, 去医院有的时候, 还需要连续跑几天, 不过唯一不好的就是, 回春诊所收的钱稍稍高了些, 一般的小孩发热去医院, 基本上都是开点药, 或者掉瓶水, 大概都花费在100元左右, 但是同样的发热, 来回春诊所却需要200元, 不过他们只是一剂药而已, 而且还是中药, 这和医院需要三四天, 甚至一个星期, 才可以彻底地好转, 大不相同, 不过很多人, 还是喜欢来回回春诊所, 一个这里见效快, 保本甚至还有亏损的回春诊所, 因为医疗效果好, 竟突然红火起来, 好在附近的小区居民比较少, 不然这个小诊所, 还真的来不及治疗, 叶末基本上已经将银行草种植好, 而且还将周围的护栏全部搭建好了, 他这是准备去沙漠了, 不过他发现, 诊所的生意变好的时候, 却皱起了眉头, 叶末的想法是, 只要诊所可以赚钱就行了, 他不需要生意太好, 树大招风这个道理他还是知道的, 但是自砸招牌, 收人的钱却无法看好病人, 这也不是叶末的性格, 想了许久, 叶末只能告诉于二虎, 说药材有限, 每天只能看一定的病人, 超过这个数量就等到第二天, 可是叶末没有学过营销,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条件出来后, 诊所的生意不但没有变差, 反而郁佳兴旺了, 叶末可没有时间, 每天都待在诊所里面帮人看病, 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一些基本的熬药手段和方法, 还有一些配方告诉于二虎, 同时也招聘了一个女孩来帮忙, 这才空闲了下来, 迟婉清和宁清雪来到洛苍的时候, 叶末还没有离开, 有的时候你寻找得再辛苦, 说不定就近在咫尺, 但是你却不知道, 宁清雪和迟婉清两人花了将近两个星期, 将东西准备好的时候, 叶末还在小院子里面培养着他的银心草, 当他们两人已经离开洛苍, 前往库尔勒的时候, 叶末还在准备去沙漠的常用工具和饮食, 宁清雪准备东西是要去沙漠探险的时候, 迟婉清的表姐朱曼却坐不住了在部队里没有关系, 有人照看着, 但是沙漠无情, 而且迟婉清要去的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外号叫着死亡之海, 维吾尔语一维进去出不来, 他们两个女孩子难道疯了不成, 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 所以在迟婉清和宁清雪离开的第一时间, 他就打电话给了迟婉清的母亲唐千平, 渝州? 宁清雪的母亲蓝玉正和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说话, 让人奇怪的是, 这么女子脸上竟然戴着面纱, 一身淡黄色衣裙, 但是衣裙的样式和现在都市年轻人的衣服样式大不一样, 甚至有些复古的味道, 不过这名女子一头乌黑的长发, 被一个水蓝色的发家随意地夹起, 耳边还散落着几根零散的头发, 评增几分清纯脱俗的气息, 素素, 这次清雪被人重伤, 本来以为她都没有救了, 没想到峰回路转, 她竟然一夜痊愈, 就是连我都没有想到, 早知道就不叫你出来了, 我知道你出来一趟很难, 哎, 蓝玉此时却有些后悔, 将这名女子叫出来了, 因为她知道素素出来一趟实在是太艰难了, 一般事情, 能不打搅她, 蓝玉都不会去打搅她, 这次女儿清雪受了重伤, 蓝玉思虑再三才去叫蓝玉出来, 没想到女儿的伤势竟然痊愈了, 如果女儿没事, 她还要主动去找宋家的晦气, 那么她蓝玉真的是没事找事了, 没关系, 玉姐, 当年要不是你, 早上没有我洛素素的命在了, 如今虽然我蹲入隐门, 玉姐的恩情还在, 不要说只是出来一次, 就是再出来几次, 素素也可以, 况且, 清雪出了事情, 我应当出来帮她, 你说的那个宋家, 我会去看看她, 这蒙着面纱的女子, 声音犹如黄梨一般, 动听而空灵, 蓝玉正要阻止洛素素去宋家, 李木梅却匆匆地跑进了说道, 玉姨, 清雪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了, 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已经在库勒尔了, 可是我劝她, 她说她有分寸, 后来竟然关机了, 蓝玉突然站了起来, 有些沙哑地说道, 什么, 你说清雪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了, 她去那里干什么, 她说她和朋友去探险, 可是我问她和谁一起去的, 她说是一个女伴, 两个女孩子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 这, 就是李木梅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说宁清雪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 原来她在燕京都是好好的, 自从她来到宁海以后, 怎么变得这样了, 哎, 蓝玉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面, 默默无语, 听了蓝玉的话, 李木梅却深有同感, 原来的宁清雪不但有主见, 而且还从来都不会为一件事, 去冲动在公司里面, 每次的事情都是她去安排, 自己去执行, 配合得非常默契, 可是清雪自从和叶末结婚后, 真的变了太多太多了, 自己现在已经看不懂她, 也不敢去猜测她,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她现在有的时候做的事情真的很幼稚, 这和原来的宁清雪严重不符合, 你说有谁会拿身体去为一株小草挡住棍子, 还有如果在这之前就是打死她李木梅, 她也不会相信宁清雪会独自去一个偏僻的小院子居住, 更不可能去恐怖的沙漠, 难道她恋爱了不成, 都说恋爱中的女孩不但会变得很笨, 甚至做的事情都很难理喻, 可是要说宁清雪会爱上谁, 这对李木梅来说一样的不可相信, 李木梅还不知道宁清雪去留蛇的事情, 如果知道了, 她说不定真的会疯掉的, 玉剑, 你不用着急, 我去那里带她回来就好了, 洛素素忽然站了起来, 语气很是轻柔地说道, 那怎么行, 素素, 塔克拉玛干沙漠可是有死亡之海的号称, 你不能去, 就算是你本事再打, 但是那种大自然的危险, 也不是个人可以抵挡的, 我告诉她爸爸, 让专业人士进去带她出来, 蓝玉当即就反驳了洛素素的话, 没关系的, 玉剑, 你相信我, 我肯定可以在沙漠当中找到清雪, 将她带回来的, 我先走了, 你不用担心, 洛素素的语气当中充满了自信, 蓝玉还要说话的时候, 洛素素已经出门了, 蓝玉看着洛素素离开的背影, 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她知道素素, 平时很少说话, 但是说了就会去做到, 玉姨, 她就是素素小姨吗? 李木梅从来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小姨, 但是她一次都没有见过, 蓝玉点了点头, 洛素素还是她刚结婚那年, 和丈夫去庙里求签的时候, 在路边捡的一个小女孩, 因为当时蓝玉还没有怀孕, 就将洛素素当成妹妹来抚养了, 不过, 他们只是将素素带到五岁的时候, 她就被公公的一个朋友看中, 说素素有慧根, 可以进入隐门, 然后就将素素带走了, 素素从小就不喜欢多话, 而且长得秀丽异常, 当时蓝玉虽然舍不得, 但是公公说机缘难得, 再加上那个时候, 清雪也两岁了, 她也就听了公公的话, 素素走后不久, 公公就病逝, 从此蓝玉夫妇就失去了素素的消息, 直到十二年后, 她才再次回来一趟, 告诉了蓝玉她的联系办法, 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找她, 只是那次回来的时候, 她戴了面纱, 蓝玉还问素素能不能经常回来看看, 但是素素却说出来也不容易, 虽然洛素素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蓝玉已经知道, 素素出来应该有些麻烦, 所以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她都不愿意去叫素素帮忙, 这次是因为清雪的事情, 她才想找素素洛素素的姓, 还是蓝玉母亲的姓氏, 那个时候的蓝玉家那边的风俗习惯是捡来的孩子, 女孩随着母亲姓, 男孩随着父亲姓, 蓝玉的母亲姓洛, 所以蓝玉帮素素取了洛姓, 洛素素颈驳上围着一个厚厚的白色围巾, 甚至只有两个眼睛在外面, 几乎让人看不见蒙住的脸, 不过她独特的衣裙和傲人的风姿, 依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宁海没有直达库尔勒的航班, 啰嗦嗦坐的是到WLMQ的航班, 在WLMQ转车, 库尔勒机场, 下了飞机不久, 刚打完电话的宁清雪和池婉清就被人拦住了, 宁清雪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流舌给她的印象太深了, 爸爸, 池婉清看着对面拦住她的男子, 忽然叫了出来, 几年没见父亲突然相见之下, 池婉清忽然感觉有些恍惚, 原本打算发火的池佑军听到这一声爸爸, 满腔的怒火突然消失不见, 脸上的严肃也松弛了下来, 看着三年没见的女儿叹了口气, 宁清和爸爸回去吧, 感谢钱文超, 白素之恋, ZJY070823的慷慨打赏, 感谢郑流落红尘, 风寒暄, 苦人儿十二评价票的支持, 谢谢, 第100章, 贝兰杰, 叶末已经准备好了东西, 将照顾银星草的重任交给了于二虎, 他打算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吗? 如果这次顺利的话, 能得到大量的紫星藤, 他就可以晋级炼气三层了, 一旦晋级到炼气三层, 他就会直接去找千龙头对话, 将他逼得需要易容才可以存身的地步, 千龙头已经被叶末打上了标记, 他一个修真者, 如果可以咽下这口气, 他也不是叶末了, 正因为这口气咽不下去, 他才会迫切地需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寻找紫星藤, 叶末刚刚要离开, 卢小珍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脸色明显地有些紧张, 叫于二虎师兄很少有这种惊慌失措的时候, 什么事情, 叶末看着紧张无比的卢小珍问道, 刚才于师兄接了个病人, 但只是把了一下脉, 给他喝了一小杯养心剂, 那个人就昏迷过去, 而且口吐白沫了, 卢小珍一口气将话说完后, 还喘着气, 但是脸上的紧张却丝毫没有减守, 因为小诊所治疗死了人和大医院可不同, 大医院可以扯皮, 但是小诊所就必须要负全责了, 叶末放下已经收拾好的包, 治不好当然影响生育, 一旦治好了, 对叶末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诊所已经开了将近二十天了, 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人没到, 叶末的神石已经扫出去了, 本来诊所就在叶末居住的小院子前面, 相距很近, 叶末来到诊所的时候, 果然见于二虎满头大汉的帮躺在床上的人抢救, 明显的是非常紧张, 躺在床上的是一名似师来说的男子, 此时他口中还有一些白沫, 但是双眼紧闭, 很明显他的症状不清, 应该是昏迷了过去, 在这男子的旁边还有一名十几岁的女孩, 看样子是中学生的模样, 还有一名妇女和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 除了这三人外, 诊所里面还有两人, 看样子也是来看病的病人, 门口还有三四个人在看着热闹, 二虎, 你先下来, 叶末来一看, 就知道于二虎这种手段, 根本就无法救醒口吐白沫的男子, 师父, 你来了, 听到叶末的声音, 于二虎明显的是松了口气, 在他眼里, 师父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从平时叶末教他的东西, 就可以看出来, 叶末却已经看清楚, 这昏迷的男子根本就和养心剂没有任何关系, 他应该是别的病造成的, 所以, 叶末并没有上前去治疗, 他想看看这家属会怎么说, 如果诬赖他的话, 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见叶末看了过来, 那名中年妇女揉了揉眼睛说道, 医生, 我丈夫的这个病一直就有, 不怪你们, 我今天只是听别人说你们诊所很少有治不了的病, 就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我丈夫竟然犯病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打急救电话了, 很快救护车就会过来了, 叶末心里暗叹, 这妇女的为人还不错, 并没有像有的家属那样倒打一耙, 让叶末对他生起了好感, 他丈夫在自己的诊所晕倒了, 他还要跟诊所的医生说对不起, 这就说明这个女人的人品不错, 叶末记得在宁海的时候, 他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个消息, 有一个老太婆摔倒在地, 路人好心去搀扶他起来, 结果他竟然就说是那个搀扶他的路人撞到他的, 还要让做好事的人赔钱, 相比之下, 这妇女的人品就被无限放大了, 就冲着妇女的人品, 叶末也决定救救她的丈夫, 想到这里, 叶末也是摆了摆手, 淡淡地笑道, 电话先不要打, 你丈夫的这个病去医院也没有用, 除非脑不开刀, 而且一旦脑不开刀, 对你丈夫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恰好我有一种办法可以治疗这个病, 我现在来帮她看看, 啊, 这妇女听说叶末可以治疗她丈夫的病, 当场就呆住了, 她丈夫的病虽然不属于绝症, 但是很难治疗, 这已经是多少年来跑遍各家医院得出来的结论, 之所以来这家诊所, 是因为听说这家诊所只要接收了, 就可以治愈, 本来他们是来碰碰运气的, 果然来了以后, 鱼二虎就拒绝了治疗, 只是鱼二虎心肠好, 见这个男人有些难受, 就拿了一小杯养心剂给她喝, 没想到这一喝还喝出问题来了, 鱼二虎心急要帮这男人急救, 而鲁小珍就急切地去叫叶末, 虽然这妇女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老毛病, 但是见于二虎急救, 以为她可以救醒自己的丈夫, 就没有打急救电话, 只是没想到, 鱼二虎真的无法救醒她丈夫, 而且连师父都出来了, 她才准备打急救电话, 更没想到, 这个年轻的师父真的说可以救她的丈夫, 她当时就愣神了,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末已经在救治她丈夫了, 这男子的病, 叶末用神石扫一下就知道, 她的病应该是叫颅疹, 在大脑的脉络当中有一些细小的红点, 这种点就是开刀也无法进去, 而且开刀还容易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所以叶末才说这种病目前除了她医院还真的不能治疗, 但是这种病也只是折磨人, 头一年四季都有些疼痛, 而且越到后面发病的频率越高, 虽然这种病不会马上治人死地, 但是得了这病很难活过五十岁, 这种病对医院很难, 但是对叶末来说却很简单, 她只要用真酒度真气进入这人的脑子里面, 然后将所有的红点都消掉就可以了, 比当初就那个老人中的紫胶毒还简单, 毕竟现在她已经是炼气二成后气了, 前后只是半个小时不到, 叶末就已经收针, 而这男子在叶末收针的时候竟然坐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正正地盯着叶末, 哪有这样的神医,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将一个好像要死了的人变得精神起来, 这坐起来的男子也愣神了半天, 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就是让他叫叶末干爹,他都愿意, 几十年的头疼突然消失, 给任何一个人都会一样的欣喜异常, 神医啊,神医, 这男子语无伦次地说完, 竟然要下来给叶末磕头, 叶末连忙摆手说道, 我正好会治你这个病, 要是别的病我就没有办法了, 帮助这男子治疗这个头疼病出了点风头, 叶末连忙用话堵住, 此时这中年男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明白了, 叶末是真的就好了病人, 这中年妇女更是惊喜异常地要过来和她丈夫一起给叶末磕头, 别人不知道, 他们心里太清楚, 这个病给他们家庭带来了多大的艰难, 叶末看着千恩万谢的一家人, 心里也有些感慨, 他在想, 自己如果将千龙头干了, 倒是可以帮别人治疗一些疑难杂症, 他简单地动动手, 别人一家人都幸福一辈子, 之所以干了千龙头, 叶末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走, 是因为叶末算准了, 一旦他可以干了千龙头, 宋家肯定不敢对他怎么样了, 他已经从武学民那里打听过, 千龙头的势力绝对比宋家大, 虽然两个势力方向不同, 没有什么可比性, 但是听了武学民的话, 叶末还是相信, 一旦他有了击杀千龙头的实力, 宋家如果识时务的话, 就绝对不会再找他的麻烦, 不过叶末转念一想, 就是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 也没有时间去行医, 看样子, 还是将自己的医术交给于二虎吧, 等于二虎将本事学到手后, 就可以行医了, 这也是一样, 尽管叶末不想收太多的钱, 这家人还是拿了两万块钱过来, 叶末现在不缺钱, 而且诊所的生意还不错, 只是坚持收了五千块钱了事, 但是, 无论叶末怎么对外面说自己, 只是凑巧会治疗这个病, 但是回春诊所依然名气大涨, 人气再次提升, 可叶末却不管这些了, 他交代了于二虎之后, 立即踏上了前往库尔勒的航班, 从库尔勒下飞机后, 叶末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将自己的容貌恢复了过来, 马上就要进大沙漠了, 他可不想让末叶的身份进入大沙漠, 而是直接换成了叶末, 毕竟这次是出门, 万一他被怀疑的话, 末叶的身份可以再用来遮掩, 叶末并没有打算坐汽车进入沙漠, 他想做的事情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而且他的云影步丝毫不下于汽车, 甚至在沙漠里面比汽车快多了, 只是叶末刚刚离开库尔勒, 他就感觉自己被人盯上了, 盯上他的是三个人, 叶末虽然不知道这几个人为什么要盯着他, 但是在这沙漠边缘他却丝毫不担心, 这里可不是大城市, 只要他进了沙漠, 想要再找到他的踪迹就很难了, 你等等, 其中一人已经骑着摩托车拦住了叶末, 见叶末已经停了下来, 这人继续问道, 有车你不坐, 为什么要跑步, 说完对身后的两人挥了一下手, 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两张相片就对着叶末看来看去, 叶末一见这个驾驶, 立即就知道自己应该是被怀疑上了, 只是不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相片, 我跑不关你们什么事, 让开, 叶末估计今天的事情已经难以善了, 脸也看不出来, 但是身形和尸影很像, 而且这人就是那个叫叶末的, 此时拿着照片的人说道, 先带走再说, 骑着摩托车的男子立即说道, 同时已经从怀里磨出一把开山刀, 第101章, 沙漠之战, 非洲塞纳半岛处于索马里半岛和贝纳迪尔平原之间, 这里就是千龙头驻军的营地, 而且这里还靠近阿拉伯海, 随时可以退入大海, 确实是个屯军的好地方, 千龙头选择的这个地方不但风景不错, 还环山隐蔽, 就算是不隐蔽, 也没有人来管千龙头的这些雇佣军, 千龙头此时却在这里一栋豪华无比的大殿里面咆哮, 他的独子在内地被杀了, 而且到现在凶手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已经下达了命令, 如果再有三天找不到凶手的藏身之处, 负责华夏这一块的老大拿着脑袋来见他, 可是就在千龙头越来越没有耐心的时候, 今天却有一名通讯兵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 叫做凶手的消息已经有了, 千龙头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叫他叫做, 而且他也喜欢美国的大骗教父,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要做到比教父还要厉害, 所以别人就叫他叫做, 是谁, 千龙头现在最烦心的事情就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还没有找到, 现在听说凶手已经找到, 就算是再冷静, 他也忍不住立即问出声来, 如果是别的事情, 他会坐着不动, 等通讯兵报完后再说话, 但是涉及到杀他儿子的凶手, 他无法淡定了, 目前还不知道凶手的姓名, 但是身形和诗影很像, 我们有三名兄弟被此人杀害, 而且杀人用的手段都是一样, 全部是铁钉钉入眉心, 可见此人和在宁海的凶手是同一人, 当时我们的人应该发现了什么特殊的地方, 想要去询问, 结果被杀, 通讯兵一口气将目前知道的全部说完, 千龙头脸色变幻间却没有继续说话, 他知道这通讯兵肯定还有事情要禀报, 果然这通讯兵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此人杀了人后, 准备毁灭痕迹的时候, 当地的警察来了, 不过, 此人似乎并不想和警察作对, 而是抢了摩托车, 从胡杨沟进入了塔克拉玛干, 我们的人已经跟了过去, 立即调集所有能调集的南清成员, 不惜一切代价, 就算是将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来, 也要将他抓住, 或者直接将他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脑袋拿回来祭奠视频, 千龙头打断了通讯兵的话, 立即说道, 叶末看见这三人是通过自己的相片来查找他, 就知道这三人要是放过, 他的身份立即就暴露, 既然现在他们还要拿两张相片过来, 说明了这些人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失隐就是叶末, 也就是杀了宋少坛和千世平的人, 身份暴露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却不能暴露, 现在他还在炼器二层, 这个时候暴露身份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一旦他晋级炼器三层, 众多的法术可以使用, 他就算是暴露也毫无关系, 所以知道这三人是来查他的, 而且已经开始怀疑他, 他立即杀了三人, 丝毫都没有手软, 虽然知道这三人不是宋家的就是南清的人, 但是叶末还不能确认, 不过按照宋家追查他的力度来说, 这三人应该不是宋家的, 宋家应该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三人八成就是南清的人, 想到南清叶末也暗自惊叹, 自己刚一露面, 这些人就追过来了, 幸亏在落仓的时候, 他是身居简出, 很少露面, 不然的话, 他很离可能在落仓就被发现了, 杀了这三人, 叶末没有丝毫的压力, 想要他的命, 就用命来补偿不过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叶末还是要善后的, 这里可不是落约大陆, 杀了人没事, 不管你杀的是白盗还是黑, 帮, 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正当叶末准备将三人火化埋了的时候, 却来了一辆警车, 叶末心里暗叫糟糕, 绝对还有第四个人, 但是他没有发现, 竟然被这人跑了, 环抱了警, 此时已经暴露, 叶末也顾不得再去销毁现场, 而是直接骑着摩托车逃进了沙漠, 虽然叶末杀了男青的人没有丝毫压力, 但是对警察他还是不愿意动手, 在没有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 杀警可是大事情了, 叶末还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也不想做出这种事情, 除非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也没有必要做这种事, 而且发现自己杀了这三人的, 还有一个逃跑的人, 就是杀了警察, 也不能灭口, 叶末进来之前, 查阅过大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资料, 原本他是不打算从这里进入的, 只是因为被人盯上, 这才换了方向, 他知道塔克拉玛干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边缘地带罗布泊, 这里曾经死过很多的探险家, 是个白昼和夜晚温差非常大的地方, 一般的探险家根本就不会独自来这里探险, 要来也都是车队一起过来, 他不敢肯定罗布是不是罗布泊, 当时那张图上的指向, 也不是罗布泊的位置, 不过根据他查阅的资料来看, 塔克拉玛干沙漠曾经埋葬过大量的古城, 著名的楼兰古城也是在这里消失的, 丝绸之路古道南道的尼亚, 金爵, 小婉, 熔炉, 维尼, 徐勒, 还有楼兰等古城都是在许多年的历史中被大沙漠淹没, 夜漠不知道他要找的圣门是不是这些古城当中的一个, 进入沙漠的夜漠并没有急着就冲进去, 虽然他是修真者, 但是毕竟境界还很低, 现在他也没有储物设备, 第二行走的路线已经偏移了原本的方向了, 所以他在进入沙漠后就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拿出地图想仔细地再确认一下行走的线路, 许多前来探险的人有车队护送, 还最后命丧罗布泊, 或者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 夜漠现在是孤身一人, 所有的水也只是包里带着的而已, 比起那些探险的人一车一车的装水来说简直相距太远了, 夜漠并以为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沙漠之中, 甚至距离最近的公路都很远了, 那些南清的人应该不会追进沙漠来了, 可是夜漠依然低估了南清的人, 他搭建起帐篷才不过一两个小时, 他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围住了, 这些人还真狠, 竟然真的追到沙漠里面来了, 夜漠来不及收帐篷, 只是将包背在身上准备立即逃走, 在沙漠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遮拦, 这二十多人最少有十几条枪, 虽然没有什么厉害的枪, 大多都是山寨的, 但是这也够夜漠受得了, 似乎知道夜漠的厉害, 看见夜漠出来, 这些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对夜漠开枪, 甚至有一个家伙还扔了一颗手雷, 很明显这些人得到的命令是不管死活, 只要将他带回去就可以, 在这大沙漠里面除了将对方全部杀了, 夜漠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在躲避子弹的同时, 手里的铁钉已经犹如散花一般地洒了出去, 这里不是当初流舌的那个石屋, 一个人挡住门口就可以了, 而且进攻的方向只有一边, 在这空旷无边的沙漠当中, 几乎是四面八方都有子弹射来, 夜漠已经肯定这些人不是宋家的人了, 宋家不可能弄到这么多的枪支, 这些人绝对是南清的, 南清仓促之下, 在短短的时间竟然纠结了二十多人, 还有十几条枪, 可见南清的实力强悍到什么地步了, 如果在他们的大本营, 就算是晋级到炼器三层了, 他有没有资格直接去南清的大本营对话了, 不过, 夜漠已经来不及考虑了, 因为又来了两辆越野车,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音响起, 夜漠知道不速战速决, 来的人还真的会越来越多, 后腰传来一阵疼痛, 夜漠知道他中枪了, 毕竟现在他的神石距离太小, 有冷枪他没有办法完全躲开, 不过这名打中夜漠的人, 也同时被夜漠一钉杀死, 眼前的越野车越来越近的时候, 夜漠已经杀了围住他的所有人, 不过他自己也中了一枪, 而帐篷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 根本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 夜漠怕再出意外, 他的真元在这一战当中消耗很大, 毕竟要躲避子弹, 帐篷破了, 他也不要了, 也不敢再停留, 转过身, 快速地掠往沙漠深处, 在沙漠里面飞奔的夜漠知道自己稍稍大意了点, 他没想到南清竟然敢如此疯狂, 居然进入沙漠来堵截他, 让他还没有按计划行事, 就先中了一枪, 两个小时后, 夜漠已经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虽然他知道在沙漠里面迷失方向很危险, 但是这种比数十人围住用枪扫射要好得多了, 夜漠停下来, 将自己的伤口处理了一下, 这才发现更加严重的是, 他带的二十瓶矿泉水已经被子弹击穿了至少六瓶, 那颗子弹打的方向也很是怪异, 横着直接贯穿了一排矿泉水瓶子, 夜漠抬头看了一下四面, 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 偶尔还有一两根不知道死去多久的狐阳, 心里暗叹一声, 现在竟然连帐篷都没有了, 要是有一个GPS就好了, 但是夜漠根本就没有钱买这玩意, 眼看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夜漠看看周围, 只能从包里拿出一个睡袋, 勉强挂在一棵巨大的狐阳树根上, 他必须休息一晚上, 刚才受了枪伤, 还没有彻底的痊愈, 而且现在谁也不多, 他需要保存体力, 还要先疗伤第102章, 类如米兰, 白发银沙, 夜晚的沙漠还比较凉爽, 徐徐的微风几乎让夜漠忘了, 这还是在沙漠当中, 不过因为许多不知名虫子的骚扰, 让夜漠睡得不是很好, 尽管这样, 第二天夜漠起来的时候, 精神还是不错, 可是白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夜漠的身上, 让夜漠几乎怀疑自己昨晚是不是在这里, 滚滚的热浪袭击着夜漠, 这还没到6月呢, 天气甚至还比较凉爽的时候, 在这沙漠当中竟然如此炙热, 看这温度几乎已经接近了四五十度了, 这要是在6月份进来, 这温度还不值达百度啊, 夜漠不敢继续逗留, 虽然伤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在沙漠当中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 既然来了就赶紧办事, 尽管夜漠得到的地图上面有罗布两个字, 但是夜漠并没有打算第一开始就去罗布泊的, 因为他得到的羊皮地图上面的线路并没有指向罗布泊, 而是指向了沙漠的另外一个地方, 不过当夜漠一天急奔下来, 才发现他现在处于的位置竟然是一片戈壁滩, 四处黄沙角洞, 夜漠查阅过塔克拉玛干的情况, 当即就知道了这里就是罗布泊, 白天将近50度的高温, 夜漠倒是可以坚持下来, 而且影响还不大, 毕竟他是一个修真者, 不过水却只是剩下9平了, 看样子他需要尽快找到一处水源, 不然的话他还会陷入缺水的危机, 夜漠本来没有打算来罗布泊, 只是既然来了, 进去看看也可以, 毕竟得到的地图上面也有罗布两个字, 虽然是第一次来罗布泊, 夜漠也知道这里或许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神秘的地方, 很多诡异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夜漠也简单地查阅过, 这里也失踪过无数人, 而且发生过很多的不能理解的事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一下罗布泊的诡异事件,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众所皆知的传说, 因为罗布泊湖在没有消失之前被叫着仙湖, 传说风神为了阻止女儿米兰和凡人罗布闹的相爱, 挖了罗布的眼睛, 摔断了米兰的双腿, 再将她们吹到东西两面荒漠, 让她们永生不得相见, 二人天各一方无法相见, 正是思念如刀, 刀刀催人老, 日日伤肝肠, 美丽的少女米兰每天思念秦王, 一夜之间青丝变白发, 滚滚的泪水聚流成河, 汇集成一片晶莹的胡泽, 形成了传说当中的罗布泊, 后来, 米兰姑娘思念成吉, 魂归天外, 那一夜之间天地变色, 湖泊干涸, 美丽的罗布泊自此消失不见, 为留下这满地银沙, 传说这遍布天地银沙, 便是少女的白发所化, 这就是泪如米兰, 白发银沙的故事。 叶末站在罗布泊, 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 当初她才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没有多大的感触, 现在站在了故事发生的地方, 才发现这泪如米兰, 白发银沙, 竟然是如此的凄美天各一方, 思念如刀, 这是在说她和师父洛颖吗? 当初不知道洛颖的心思, 当叶末现在明白的时候, 才明白什么才是天各一方, 思念如刀, 当每天都在洛颖旁边的时候, 她不经意, 但是一旦离开之时, 她才发现自己真正失去的东西, 如今重生地球, 她才明白当初自己的情伤低到何种程度, 竟然连洛颖如此明白的心思都看不出来, 而只能感觉喜欢和洛颖待在一起, 可是当危险来临之际, 洛颖最先想到的是将自己带走, 那一张顿符激发的时候, 她似乎记得自己的紧迫之处有一团温热扫过, 此时叶末突然想起当初的这件事, 才明白那团温热是什么, 肯定是洛颖发动顿符的时候, 被人发现, 然后偷袭, 师父为了尽快带自己走, 就用身躯挡住了这一下偷袭, 那团温热应该是她受伤后托的血, 叶末忽然有些恨自己, 竟然到现在才明白过来, 可是就算是她一来这里就明白了又如何, 能见到洛颖吗? 如果洛颖还在原来的地方, 她还会想着自己吗? 就犹如米兰之类白发银沙的那种刻骨思念, 叶末站在一个凸起的风化土堆上面, 想着和洛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竟然一时间有些吃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末忽然感觉到有一种危机, 她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让开, 可是周围却没有撕好的东西, 似乎刚才她的感觉是错误的, 叶末皱了皱眉头, 她刚才的神石清晰地感觉到有东西要偷袭她, 现在她用神石搜遍了附近十几米的地方, 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看看天色已经是晚上将近十一点了, 她刚才竟然在那里站了几个小时, 叶末决定先休息一晚, 明天白天在附近找找看有没有淡水源, 然后彻底地查探一下这里, 不过因为刚才的感觉, 叶末小心了许多, 夜晚的萝卜泼显得寂静而又有些神秘, 叶末是修真者, 不要说单独一个人在一片沙漠, 就是在一片坟场里面睡觉, 她也不会有任何的心情波动, 因为她曾经见识过真正的鬼修, 只是在地球, 她还不相信有鬼这种东西, 因为不是修真者, 人死了以后, 灵魂就会溺灭, 不可能存在, 而鬼修大多数是修为比较高的修士, 死后不想入轮回, 用天才地宝配合, 强行将灵魂留在修真界继续修炼, 虽然鬼修修炼到最高, 依然可以飞升成仙, 但是能达到这一步, 基本上是没有的, 寂静没有持续多久的时间, 远处就传来了一阵阵若有若无的尖锐鸣叫, 叶末知道在沙漠当中, 也是有一些生命力极其强悍的动物存在的, 当然不会去在意, 只是沙漠当中的灵气更是匮乏, 叶末无法修炼, 只能靠在一处炎化风堆边休息, 可是叶末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 那种被偷窥要袭击她的感觉, 再次涌上心头, 叶末手里暗自拿出几枚铁钉, 神识紧紧地关注着这个想要偷袭她的东西, 虽然她还不能扫到, 但是已经感觉到了, 似乎感觉到了叶末的谨慎, 这想要偷袭的东西竟然迟迟都没有动弹, 只是关注着叶末, 此时叶末已经知道, 她的感觉确实没有任何的错误, 她是真的被什么东西盯住了, 而且这东西还很有耐心, 只是这东西在她的神识范围之外, 她只能有所感应, 不过比耐心, 叶末可不会输给任何人和东西, 她休真不要说静坐几个小时, 就是闭关一年也是有的, 果然,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后, 那躲在风堆和黑暗之中的东西, 似乎感觉她有些多心了, 在沙漠当中又有谁可以发现她的, 这东西竟然不再躲避, 而是急速的跃起, 直奔叶末的头颅, 速度竟然可以媲美音速了, 但是叶末连一般枪的子弹都看看可以避开, 而且她还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被她抓到头颅, 几乎在那一瞬间, 她就闪身避开了, 同时树莓铁钉就打了出去, 一声刺耳的支叫声, 犹如一个老鼠的叫声放大一般, 知道自己的铁钉已经见效, 叶末在这叫声发出来的同时, 就往黑影一拳打去, 拳头破风的声音响起, 叶末发现自己这必杀的一拳竟然击空了, 一道犹如老胡羊树根的黑影一闪而逝, 竟然逃走了, 都已经抓住了黑影的诡计, 叶末哪里会让这黑影逃走, 想也不想快速地追了上去, 但是叶末竟然发现追了十几分钟后, 她依然无法追上黑影, 眼看着黑影的速度竟然比她还快, 叶末随即就是两个火球过去, 喷,喷两声响后, 火球击打在沙土上, 杀石四箭, 可是黑影竟然消失无踪, 叶末只感觉到头皮有些发麻, 她是绝对不会相信鬼的, 可是这个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她的眼前, 她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火球落在黑影的身上, 然后黑影就没了, 叶末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火球可以将黑影化为虚无, 她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四周寂静地可怕, 似乎刚才还有的尖叫声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周围除了戈壁就是黄沙, 没有一丝不同, 但是叶末就是没有发现刚才她要追的东西, 叶末冷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太晚, 就算是要查找东西, 也要等到明天再说, 当叶末回过头准备明天再来查看的时候, 她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没有了方向感, 才十几分钟而已, 她就已经完全迷失了来路, 此时叶末才感觉问题的严重性来, 她刚才追着黑影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迷失方向, 所以她的包也没有背在身上, 她所有的东西都在包里, 如果包丢失了, 就算是她成功离开了这里, 也是失败因为包里, 还有几颗银星草种子和紫星藤, 况且就算是没有这些东西, 在沙漠当中没有水, 就算她是修真者, 也坚持不了多久, 必须要立即回去找到包, 这事的叶末第一个想法, 但是立即叶末就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这个时候找回去, 她很可能越找越远, 甚至最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包, 感谢你们的月票, 老五一路报局, 现在已经是新书第十三位了, 和前十已经相差不远, 这真是一个惊喜啊, 这惊喜是你们给的, 谢谢, 谢谢, 很多朋友都给老五订阅和投月票了, 而且, 昨天打赏的朋友也很多, 涉水猴和天山晴雪朋友, 甚至为了投票, 直接砸了万币成为堕主, 其余的朋友, 老五会在月底列出来, 感谢了, 昨天我们占领了许多的高地, 将一个个堡垒丢在后面, 今天我们能不能再占, 第一更先来, 有月票, 我们就开始吧, 第103章, 黄山女子, 叶末平静了下自己的心情, 没有继续回去寻找她的包, 而是在原地坐了下来, 越是这个时候, 她越要冷静, 任何一些慌张, 都会让她再次做出错误的判断, 如果在这之前, 她绝对不会想到, 区区十几分钟的路程, 她就会迷失方向, 传言塔克拉玛丹沙漠有迷魂阵, 看样子, 还真的可能有这种事情, 虽然一夜没睡, 但是叶末精神却不差, 她心里惦记的, 只是自己的那个包,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 叶末回到昨晚用火球打黑影的地方, 让叶末惊奇的是, 昨晚用火球打击出来的两块痕迹, 早上起来, 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地面上的沙子, 让人看不出来, 这里有任何的移动迹象, 但昨晚打出痕迹的地方, 偏偏就好像, 被人用沙石重新填过一般, 叶末不想继续留在这里浪费时间, 天上的烈日已经再次升起, 如果她不能尽快找到她的包, 东西丢了是小事, 说不定她还真的有生命危险, 虽然她是修真者, 但是毕竟还才练弃两层, 在这种烈日下面能坚持多久, 叶末心里根本就没有底, 她还远远无法闭谷, 甚至无法不吃不喝修炼一个星期, 更何况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 在原地关注了好久, 在根据太阳出现的方向, 叶末算准了一个方向, 快速地急奔过去, 十几分钟后, 叶末停下了脚步, 方向明显地不对, 如果对的话, 现在十几分钟了, 她肯定已经发现了昨晚休息的地方了, 叶末再次退回去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她退回来的地方似乎也不是刚才的地方了, 只是这周围的沙石都差不多, 她竟然一时分辨不出来, 虽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乱了分寸, 但是叶末也知道情况有些严重了, 之前她进沙漠没有GPS, 但是却有一个指南针, 还有一些常用的辨认方向的工具, 现在她什么都没有, 而且迷失了方向, 叶末知道, 一般来沙漠探险的人基本上有定位系统, 确切地说有精纬度的具体数字, 而她却没有, 原本以为凭借自己修真者的能力, 这些应该没有多大的影响, 可是现在她才明白, 她错了, 错得很厉害,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是她购买了一个便宜的GPS, 也不会随身带着, 肯定也是放在包里的, 还是没有用, 现在叶末的感觉就好像陷入了阵法一样, 对于阵法, 叶末不是一无所知, 她知道一些阵法, 甚至只要有材料, 她可以自己摆出上百种阵法, 但是自己迷失方向的这个地方, 明显不像是一个阵法, 叶末叹了口气, 行说要是有储物设备就好了, 她也就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包会被丢掉, 叶末不再来来回回跑路, 而是直接选择了一个方向离开, 既然已经迷路了, 继续留在这里,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两天下来, 叶末没有发现任何人和动物的踪迹, 也没有找到任何水源, 在这种烈日照射的沙漠, 如叶末这样不断地跑来奔去, 换成一般的人, 就是再强壮, 早就完蛋了, 就连叶末也觉得有些受不了了, 再这样下去, 也许再有个几天, 她也会被沙漠吞噬, 三天四夜没吃没喝, 叶末感觉到体内的真源极度的萎缩, 而在这里, 现在她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修炼, 第五天, 嘴唇干裂的叶末停住了继续寻找出水源的想法, 她对沙漠不熟悉, 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有水源, 如果再遇不到人或者水的话, 她将很危险了, 但是如果她不继续寻找, 她站在这无边无际的黄沙当中被猎人烧口, 一样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练气三层就好了, 叶末有些无奈, 她现在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正思量间, 叶末忽然发现脚下的沙石似乎在缓缓地流动, 只是那个速度非常的慢, 如果不是叶末有神石, 她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叶末再仔细地注意, 发现周围的沙都是渐渐地往脚下一个位置流动, 但是在她的脚下根本就没有沙石堆积的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沙石堆积, 就说明这些流过来的沙完全地消失在地下了, 消失在地下, 叶末突然惊醒, 既然消失在地下, 就说明她踩的地方下面是空的, 想到这里, 叶末哪里还敢继续留在这里, 她的力气已经耗费了十之七八, 要是这里突然出现沙石漩涡, 她根本就没有能力逃出来, 可是就在叶末想到这个问题, 要立即离开的时候, 脚下的沙石忽然地旋转起来, 叶末感觉脚下一须, 整个人就要陷入流沙当中, 叶末心里很清楚, 一旦被这些流沙带走埋起来, 以她现在的状态, 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她哪里愿意被这些沙石带进去, 脚踏那些落下的沙石, 整个人腾空而起, 竟然跃起了将近五六米的高度, 不过叶末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 因为她虽然跃起了, 脚下的吸力依然还在, 周围也没有任何落脚的地方, 如果是在几天前, 说不定她还可以爆发出来, 扑向沙石漩涡之外, 但是现在叶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慢慢地往下落, 哪怕她已经将真元运转到了极致, 但是最多只是减缓下落的速度而已, 她体内的真元已经无法支持她继续横移, 叶末长叹一声, 她根本想不到自己竟然是以这种方式陨落在沙漠之中, 在这一刻, 她想起了很多, 落影的英容笑貌在她的眼前环绕不停, 忽然再想起了那天晚上凝清雪的话, 院子里面这珠草是我留给叶末的东西, 她竟然有些短暂的尸神, 正当叶末准备接受被沙石吞噬的命运时, 突然感觉自己的腰间一紧, 一根白色的带子正卷在她的腰间, 虽然叶末刚才因为要被沙石吞噬前有短暂的尸神, 但是对这种机会她却不会放过, 她的手立即就抓住了带子, 正当她准备借力乐器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腰间一紧, 她竟然被抡了起来, 叶末落在沙石硬地上的时候, 白色的带子已经收了回去, 叶末心里暗惊, 这个身手已经比上次自己遇见的胡秋还要高出一个档次了, 这人是谁? 站在叶末将近三四丈远的地方, 是一个淡黄色衣裙的女子, 脸上蒙为一块纱巾, 此时正盯着叶末看着, 她的眼睛清澈灵动, 看一眼竟然有些宁静, 竟然是这样一个女子, 在沙漠当中还穿着衣裙, 如果叶末不是修真者, 她还真的以为这女人就是仙子一般的存在了, 不过叶末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这女子虽然看不见脸, 但是那种风姿已经无法去形容, 淡黄色的衣裙在烈日下纹丝不动, 犹如亘古的女神, 可是她背后的那个背包却告诉别人, 她不是女神, 也是一个来沙漠旅游或者探险的人, 她的头发微微有些凌乱, 但是散露出来的几根黑发, 将她整个人衬托得更加的飘弱仙女, 秀起逼人, 用落神父当中的那句话, 肩若消沉, 妖如约素, 眼颈秀相, 好至成禄, 修训飞福, 飘忽若神, 凌波微步, 罗瓦生辰, 来形容眼前的女人, 实在是太过贴切, 真是, 仿佛熙若青云之碧月, 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师父, 只是刹那间, 她就对这个女人心动啊, 这还是她除了落影外, 第一个心动的女子, 就算是落影, 她也只是后来才察觉, 自己对她的依赖, 这女子看了看叶末身上有些凌乱的样子, 还有身上空无一物的打扮, 再听到叶末语无伦次地叫她师父,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但是只是这样而已, 却并没有说话, 叶末回过神来, 她已经明白, 眼前的这个女人, 肯定不是寻常女子, 不然不可能用这种打扮来杀末, 她回头看看刚才的漩涡沙坑, 此时已经完全不见踪迹, 这漩涡来得快去得也快, 知道是这个女人救了自己一命, 而且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貌势, 叶末连忙抱拳感谢道,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 姐姐, 这女子听见叶末的称呼, 似乎有些愣神, 她看了看叶末刚才差点落进去的漩涡沙坑, 心里知道, 这人的背包应该被沙事吞噬了, 不过她仍然没有说话, 只是在自己的包里拿出一袋水和一包饼干丢给叶末, 叶末接过东西, 却并没有先打开水袋喝水, 而是再次抱拳感谢道, 多谢赐水之恩, 叶末不死, 必定有报, 这女子看着叶末的动作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却更加的有些奇怪了, 她见叶末的嘴唇已经干涸, 很明显她已经很久没有喝过水了, 一般在沙漠当中很久没有喝过水的人突然见到水, 第一个想法就是立即喝个一宝, 可是眼前的这男子虽然看起来有些衣着凌乱, 但是却绝对不狼狈, 也没有丝毫刚才差点被沙石吞噬的惊慌, 甚至看起来还很平淡, 而且说话还有些文粥粥的, 叶末见这女人只是看着她, 却不说话, 也不在意, 这女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在都市生活的人, 不然不会这种打扮, 还有这种造型, 已经感谢过了, 叶末才打开袋子喝了十几口水, 她喝水竟然不是用嘴对着袋口喝, 而是倾倒下来用嘴去接着, 难道她还嫌弃自己不成, 这袋水她可没有喝过, 看见叶末喝水的动作, 这女子就已经很惊奇了, 但是她可成这样, 竟然只是喝了十几口水, 这人的克制能力和心性还真是沉稳, 可是让她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叶末竟然将喝过的水递了回来, 这女子皱了皱眉, 她当然不会收回已经送出去的东西, 更何况这水叶末还喝过, 虽然没有直接对着袋口喝, 但是她仍然不想收回来, 忽然这女子想到, 这人不会想要喝完水后, 就将袋子给她, 这才没有对着嘴喝吧, 她在一个沙漠当中没有水, 竟然能够将这一袋水还盖自己, 第104章, 库炉, 她不知道叶末早就用神石扫过她的背包, 里面除了简单的女孩用品外, 就只有几袋饼干, 还有两袋水, 除了她喝的这一袋, 还有另外一袋, 不过那一袋只有一大半了, 无论这女人是什么人, 但是她可以将大半的谁给一个陌生人, 叶末已经对她生起了敬意, 她是修真者, 有了这十几口水, 等会再问问这女人方向, 她有把握找回自己的背包, 没有必要收一个陌生女人救命的东西, 这女人就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修真者, 失去水后, 她可能还不如自己, 见这女子看着自己不说话, 只是眼里有些疑问, 叶末心想, 这女人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那也太可惜了, 如此拙拙风华一个女子, 怎么可能, 我的包只是弄丢了, 你只要告诉我, 从这里前往罗布泊中心, 怎么走就可以了, 叶末见这女人不说话, 只能自己解释道, 这女子听完叶末的话, 拿出一个小圆盘样的东西看了看, 忽然指了个方向, 然后竟然转身就走了, 叶末递过去的水和食物, 她都没有接, 而且, 这女人从来后倒救了叶末, 再给了叶末东西, 和指她的路, 都没有说一个字, 不知道她是不屑说话, 还是无法说话, 看着这女子消失的背影, 叶末竟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似乎有一种失落, 从心底生起, 漂亮女子她见得多了, 宁清雪, 石婉清, 苏静闻, 甚至云冰都算是漂亮的,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 和看见这个女子一样, 让她失神和怅然, 叶末沿着她指的方向, 展开速度快速地过去, 没想到她, 只是花了半天时间不到, 就已经到达了那片戈壁滩, 自己辛辛苦苦找了几天, 结果发现就这么近, 叶末也很是无语, 只是叶末来到, 她休息的地方看时, 却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 这几天有人来过, 叶末看看, 周围还有一些凌乱的脚印, 立即就知道自己的包被人拿走了, 沿着脚印叶末只是走了一两百米, 就在一处风石蘑菇墙后面, 发现了两辆越野车, 四名白人老外正坐在一处胡杨根下面, 吃着东西, 她的包被丢在一边, 其中一名老外正拿着叶末准备的一个瓷瓶看来看去, 瓷瓶里面是叶末装的药丸, 叶末走过去, 将包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唯独少了文冬给的那个模型, 叶末的神识当即就扫了出去, 发现模型正躺在越野车里面, 并且还用了一个盒子包装的很仔细, 看样子这些家伙也知道这模型之前, 见叶末过来将包拿起来, 旁边的一个老外就过来叽叽咕咕咕地啰嗦了半天, 叶末在宁海大学就简单地学过英语, 倒是可以听得懂, 不过他懒得说话, 这些家伙将他的东西拿走, 竟然还问他为什么要动他们的东西, 你是谁, 这包是我们的, 对叶末责问道, 居然是一口还算是流利的华语, 叶末伸手将他手里的瓷瓶夺了过来, 装进自己的包里, 冷笑一声说道, 是你的, 我明明放在两百米外的一个风石墙后面的, 怎么变成了你的了, 这名老外还要说话, 他旁边的一人却拦住了他, 用英语说道, 麦克, 既然这包是他的, 就让他拿走吧, 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说完还做了个眼色, 这叫麦克的人果然立即就住口了, 叶末当然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不过他可不会让他们如愿, 那个模型是文东送给他的, 虽然他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也不想留给这几个看起来贼兮兮的胚子, 本来以为叶末没有察觉模型被拿走的几个老外, 却发现叶末静止走到越野车上面, 将那个装模型的箱子打开, 拿出模型和资料, 将箱子随手丢在地上, 他是怎么知道东西在车上的, 几名老外还在想着叶末怎么知道的时候, 叶末已经将东西装进背包了, 四人反应了过来, 立即拦住了叶末, 拦应得了吗? 叶末冷笑一声, 只是一个旋风腿, 就将四个老外全部扫出数米之外, 然后冷冷地看着几人, 如果你们再赶上来, 别怪我不客气了, 四人面面相去, 看着叶末大摇大摆地离开, 竟然不敢再说话, 虽然以叶末的想法和心性, 将这四人杀了是最好的, 但是为了这几人拿了他的东西就杀人, 在这里似乎有些太过, 不过叶末刚走不远, 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 他再次转身又走了回来, 你, 你还想做什么? 东西已经给你了, 那名会说, 华语的男子有些紧张地问道, 叶末根本就没有搭理他, 而是直接在车上拿出一张沙漠全图来, 他现在正少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 就算是迷路了, 他也好找回去, 又看了看旁边, GPS似乎插在车上面在充电, 叶末拔了下来, 马上就没电了, 想了想又丢了回去, 又将车后备用的一个折叠帐篷和十几瓶水, 装进自己的大包, 见叶末只是拿走一张地图和一个帐篷, 还有一些水, 几人松了口气, 不过让他们再次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叶末竟然又拿起了车里面摆放的一个银制碎片, 让叶末关注的不是这银制碎片的古董价值, 而是因为这碎片当中有一个藏文字母, 其中一半就是一个门字, 圣门两个字, 叶末已经知道, 当初迟晚清教过他, 这碎片有一个门字, 前面的字是不是圣, 叶末知道这些老外就是来塔克拉玛干发财的, 他们是到处寻找这种古迹遗物, 然后带走, 有关部门都不去管, 这种事叶末更是懒得去理会,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门字的碎片, 叶末立即就关注起来, 见叶末只是拿了一片碎片, 其余的东西没动, 几名老外再次轻松起来, 这碎片却不值什么钱, 这个银制的碎片,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叶末拿起碎片摇了摇, 对几名老外问道, 几名老外互相看了看, 却没有人说话, 叶末冷笑一声, 再次说道, 如果你们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看你们车上还有很多好东西, 我不介意将你们的这辆车开走, 哦, 对了, 剩下的那辆车我正好可以生的火, 叶末话音刚落, 那名会说华语的男子立即就说道, 这个我知道, 听见了几个字, 叶末立即将手里的地图丢了过去, 你将具体的位置在这上面标出来, 叶末打开地图, 果然看见上面标注了一个地方, 写了几个英文字母, 靠, 叶末还没有开口问是什么意思, 那名男子却自动解释道, 这个银碎片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因为这里还发现一个刻有库颅两个字的石碑, 所以我们将这里暂时称呼为库颅, 看着男子似乎不大像说谎的样子, 叶末收起地图再也懒得理睬这几个家伙, 他拿出自己的简易地图比较了一下, 立即就惊喜地发现, 这个酷颅竟然和他得到的羊皮残涂标识的方位是一致的, 就是说酷颅很有可能就是他要寻找的地方, 叶末强压下内心的惊喜, 心想这个酷颅是不是就是酷狐呢? 叶末不再理睬几名老外, 他要快点到酷颅去, 从老外这里得到的地图, 比起他自己的那个简易地图详细的太多了, 一路上的标识都很清楚, 见叶末没有抢走他们的车, 几名老外总算是输了口气, 华夏这个地方的功夫太神秘了, 刚才那个人只是飞起来扫了一腿, 他们四个壮汉就被扫出多远, 叶末估计这些家伙是准备回去的了, 车上面的装备东西并不多了, 而且他既然有了地图和简易的指南设备, 比在沙漠里面开车还要快捷许多, 毕竟车很多地方是开不去的, 虽然有了地图, 也有了具体的位置, 叶末却没有急切, 要找到这个地方却是急不来的, 他已经有了经验, 在沙漠当中必须保持冷静, 他想起了几天前晚上的事情, 那个偷袭他的黑影绝对是沙漠当中的一种动物, 至于那天晚上自己为什么将那东西追丢了, 到现在叶末还迷惑不解, 但是有一点叶末可以肯定, 就是那个黑影绝对被他的铁钉打中了, 想起消失的黑影和火球击打的痕迹, 还有那天差点让他丧命的沙石漩涡, 这些事都很奇怪, 叶末将这些东西联系了起来, 他在想是不是那天自己坐的地方沙石也是慢慢地陷落的, 这才导致了痕迹的消失, 不过一想到自己竟然坐在一个沙石陷落的地方, 就算是叶末心性坚定也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又想起了那个恍然仙子的女人, 是他救了自己一命, 这女人是谁? 叶末为了保存体力并没有采取基本的做法, 而是走一天休息一晚上, 自从那天遇见沙漠漩温以后, 叶末就很注意了, 休息的时候绝对要找好地方, 在得到地图的第三天傍晚, 叶末再一个只有一堵风化残墙处停了下来, 他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上再继续赶路。 第105章 被困沙漠的人 求一下订阅, 如果可以, 请设定为自动订阅, 老五很想知道有多少朋友在自动订阅, 谢谢。 此时的宁清雪和迟婉清却已经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只是和他们原先想的不同的是, 他们并不是单独两个人进来的, 而是一个车队。 虽然迟婉清很不想父亲干涉他的行动, 但是既然这次见面父亲都没有提起以前的任何事情, 而且还同意了他进入沙漠, 也只能退一步, 况且他也明白父亲这是为了他好。 所以妥协之下, 持佑君不但为宁清雪安排了几辆车, 还派了专人陪同自己的女儿一起前往沙漠。 这也算是以权谋私了, 如果不是为了女儿, 持佑君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但是没有办法, 几年不见的女儿一见面就要去沙漠, 就算是他再劝, 女儿也不同意。 如果不想和女儿再次闹翻, 他只能妥协女儿的要求, 派了专人护送女儿去沙漠探险。 叶末仔细检查了晚上要过夜的风墙, 感觉很是结实, 这才放心下来将帐篷打开。 睡袋晚上太热, 叶末也懒得用睡袋。 晚上叶末不想睡觉, 他正在帐篷里面修炼, 但是修炼到半夜时分, 他再次有被盯上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很是不舒服, 叶末心里更是郁闷, 来沙漠当中探险的, 甚至是旅游的, 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为什么偏偏他就可以遇见这种情况? 叶末这次没有继续等下去, 感觉那盯着他的东西依然还在原地。 这东西是不是那天晚上的, 叶末不敢肯定, 但是既然被盯上了, 就说明自己身上有吸引他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东西, 叶末想不通, 难道盯着他的还是资狼不成? 不过叶末知道这绝无可能, 因为资狼根本就不会存活在沙漠当中。 自己来沙漠当中本来就是为了寻找紫星藤的。 难道这东西是因为自己包里的紫星藤? 因为只有紫星藤别人包里没有? 如果真的是这样, 说明这东西对紫星藤相当的敏感。 叶末将东西背好了之后, 这次他没有急着去攻击这个躲在暗中盯着他的东西, 而是拿出一枚铁钉用神识印记标志好了以后, 突然站起来转出风墙, 手里的铁钉对着这暗中盯着他的黑影打了过去。 又是吱的一声, 叶末知道自己的铁钉已经打中, 当即就追了过去。 此时他的包都背在自己的背上, 就算是迷路了, 他也不惧怕。 有包里的食物和水, 加上他自己的能力, 就算是在沙漠里面活个一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一两个月, 就算是他沿着一个方向也走出沙漠了。 这次叶末没有追尸, 他紧紧地盯着前面的黑影, 虽然黑影时时刻刻都要逃出他的神识, 但是他已经在他身上钉了一枚神识钉子, 叶末相信他只要神识锁定这枚钉子, 他肯定可以抓到这黑影。 叶末虽然紧紧地盯着前面的黑影, 但是心里却很是奇怪, 这黑影的生命力也太过强悍了点, 自己的铁钉肯定已经打中他了, 但是怎么还如此迅速? 几天前遇见的那个偷袭他的黑影也是这样, 就在叶末准备想办法突然加速要拦截住这个黑影的时候, 一声软弱无力的咳嗽从不远处传来, 声音很小, 如果不是叶末的耳力相当的强悍, 他是绝对听不到的。 就这个一愣神的时间, 叶末发现刚追的那个黑影再次消失不见, 不过叶末也没有恼火, 那个黑影肯定躲在什么地方去了, 黑影中了他的钉子, 就算是钉子被他弄出来了, 但是那个钉子他已经加工过, 有一丝神石烙印, 他只要找到那丝烙印的感应, 就可以再次找到他, 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内没有问题。 现在这东西消失了, 叶末也懒得继续去寻找, 而是寻着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 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无力的靠在一个破烂的帐篷外面, 叶末人没有走到, 他的神石先扫过三人, 三人捧头够发, 显得很是狼狈, 而且那两名男子身上竟然还带着枪, 那名女子虽然没有手枪, 但是神态之间也带着一股杀气, 叶末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股汗杀之气, 看三人坐立的方向, 很明显, 这三人并不是一伙的, 尽管三人都是奄奄一息的模样, 但是这两名男子还是有些警惕地盯着这女人, 似乎在防止他耍什么花样, 叶末刚走到, 这三人立即就是一惊, 这半夜三更竟然在沙漠里面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影, 就算是再大胆的也要吓得不轻了, 虽然三人都是一惊, 但是明显的三人都无力起来, 只是其中一人拿起手枪对着叶末, 不过他却没有开枪, 叶末注意了三人, 这三人的嘴唇开裂得厉害, 而且身上的衣服被封杀打得很是狼狈, 可见这三人在沙漠里面转悠了不少时间了, 你是谁, 拿着手枪的人有些紧张地盯着叶末,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那名女子虽然看起来很是凶悍, 但是在沙漠当中, 半夜三更突然遇见这样一个背着背包的人, 怎么可能不害怕, 他下意识地往两名男子那边挪了挪, 但是可能他的体力已经用完了, 却只是动了一点点就无法再挪动, 我是谁不重要, 如果你敢再拿枪对着我, 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叶末淡淡地说道, 他现在最讨厌的就是用枪指着他, 这三人都不是简单之辈, 就算是他们现在被沙漠折腾得无力站起来, 但是叶末能够感觉到这三人的彪悍, 无力是那个女的, 这三人忽然将枪收了起来, 再次咳嗽一声, 这才无力地说道,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明天早上的太阳了, 叶末忽然感觉这个家伙有些可爱起来, 微微一笑, 你们在沙漠里迷路了, 此时三人已经确定叶末不是鬼了, 而且叶末应该也是一个在沙漠当中探险的人, 收了枪的男子松了口气, 也许遇见这个人就有救了, 此时他却并没有问叶末淘水, 而是有些佩服地说道, 兄弟, 我太崇拜你了, 你竟然可以在沙漠当中游如散步一般, 你不会告诉我你徒步走到这里来的吧, 叶末没有回答这男子的话, 而是看了看另外两人, 这说话的男子连忙解释道, 我叫李胡, 这位是我的搭档陈洪哲, 我们在沙漠中追捕罪犯不下心迷路了, 车已经没有油了就丢在沙漠当中, 本想求援的, 但是我们的通讯设备和定位设备竟然都没有任何用处, 后来我们走了一段路准备找个有信号的地方, 没想到越走越迷路, 现在已经许多天了, 见叶末没有说话, 李胡拿出自己的手机说道, 本来以为走一段就是迷路也可以打电话求援, 只是几天后电话都没电了, 而且我们为了追捕他, 进入沙漠也很匆忙, 基本上没有准备什么, 人是被我们追到了, 但是却困在了沙漠, 估计一两天就要隔屁了, 这李胡说话有些洒脱, 似乎没有将死当回事, 叶末看了看那名女子, 心说这女人虽然现在也被沙漠折腾得动弹不了, 但是她身上的那股飙憾和杀气依然存在, 既然是为了抓捕罪犯, 说明这两人是警局或者类似这种部门的人, 不要脸, 你们才是罪犯, 那东西是你们的吗? 你们凭什么问我追逃, 况且东西还不在我身上, 这女人听见这李胡的话立即反驳道, 口气可是相当的不屑, 叶末懒得管这些八卦, 谁对谁错, 她根本就不想去管, 见这三人即将坚持不住, 从包里拿出十五瓶水, 一人五瓶丢了过去, 既然这三人不是一伙的, 就分开来给吧, 免得再起干戈, 干粮叶末就没有给了, 她看见几人的包里都还有干粮, 多谢, 兄弟, 我要不要这么多, 有三瓶就好了, 你自己还在沙漠当中, 你留一些吧, 李胡接过水, 立即抱拳感谢道, 但是言语当中却让叶末收点回去, 叶末之所以给水, 一个是自己现在水多, 还有一个就是那名黄山女子救她的时候, 丝毫不吝啬, 叶末受了一些感染, 当然, 李胡的性格叶末有些喜欢, 这人有点乐观, 现在他说让叶末留泄下来, 叶末对他的看法更是不错, 陈红哲拿起水感激的对叶末说了声谢谢, 也没有主动说水多了, 只是赶紧打开了一瓶水一下就喝了个底朝天, 不过他看了看余下的水, 终究是没有继续喝, 他也知道现在不能喝太多的水, 那名女子拿起五瓶水, 立即有些激动的对叶末说道, 谢谢你了, 你真是个好人, 我叫冯田, 不过, 我也只要三瓶就够了, 说完拿起两瓶递给叶末, 叶末摆了摆手说道, 我还有十来瓶水, 你不用给我, 我够的, 不过他感觉冯田的气质和他的这个名字极度的不相衬, 他看起来彪悍有杀气, 而他的名字却很温弱, 陈红哲见三人就是他没有推辞, 而且最先喝下去倒是有些不自然起来, 李胡也喝了半瓶水, 感觉人恢复了好多, 这才看了看李天说道, 好, 你说你不是罪犯, 你敢说你原来不是被杀的人吗, 你敢说几个月前谈度的爆炸案和你无关, 难道你还要说东西不是你拿走了, 我们都说了, 你只要将东西拿出来, 我甚至可以给你报酬, 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 而且你要那东西有用吗, 冯田张了张嘴, 却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感谢众多朋友的月票支持和大力打赏, 谢谢了, 非常的感谢, 爱的蓝黑朋友甚至为了投月票直接打赏万币, 成了堕主, 谢谢, 我们的月票和前十依然相差将近四十票, 老五再次败球了, 第106章, 追, 叶末忽然明白了过来, 谈度几个月前的爆炸是他和文东一起去做的, 而且听宫会山说文东是北沙的人, 虽然叶末不知道北沙是个什么组织, 但是现在李胡说冯田也是北沙的人, 叶末总算是明白了在冯田身上的那种感觉了, 原来是因为文东, 叶末看着李胡忽然笑了笑, 这你们倒是错怪冯田了, 因为一东西不在他手上, 二东西不是他拿走的, 叶末没有谈几个月前的爆炸案, 他之所以帮一下冯田是因为刚才冯田被李胡冤枉, 也没有说出文东的事情来, 况且李胡也说了, 东西拿出来还有报酬, 没有责任, 说句实在的, 这东西对叶末来说实在是鸡肋, 完全用不上,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我们找的是什么东西, 李胡喝了一水有了一些力气, 站了起来只是身体还很虚弱, 叶末摆了摆手, 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需要明白, 只是如果你说这东西有报酬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卖给你们也无妨, 反正我朋友也不需要, 李胡立即惊喜地叫了出来, 当然需要, 肯定要的, 你出个价钱, 我们肯定会接受的, 他甚至没有说价钱不能太多的话, 可见这东西在他眼里的重要性, 估计还有一条, 就是他也明白, 叶末这种人可以在沙漠当中让水给陌生人, 绝对不会是什么奸诈之徒, 叶末还没有说话, 冯田却也是有些惊喜地叫了起来, 你, 请问你知道东姐的去处吗? 眼里的期待是非常的明显, 这我倒是不知道, 叶末看得出来冯田不但和文东是一个组织的, 似乎还一起背叛出来了, 而且他们的关系还不错, 果然听见叶末的话, 冯田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叶末却回过头看了看李胡, 他有些欣赏李胡这个人, 他的名字和他的性格也一样的不匹配, 见李胡很是急切地看着他, 叶末微微笑道, 你可以出到多少钱? 五十万, 李胡脱口说道, 冯田立即再次反唇相击道, 这东西在国际上随便卖卖最低都是几百万美元, 你出个五十万, 你还真的说得出口? 果然李胡听完冯田的话, 眼里闪过一丝惭愧, 五十万对他来说已经是出到最高了, 毕竟他们的部门不同国外的那些组织机构, 他也明白自己给的这个价格不是低了, 而是低得离谱, 甚至连这东西本身价格的几十分之一都没有, 叶末看得出来五十万已经是李胡可以做主的最高价格了, 而且对叶末来说, 这东西拿在手上真是什么用都没有, 而且在包里还占好大一块地方, 这让叶末很烦, 他对李胡的观感也不错, 他可不会为了一个模型去花时间出售, 他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现在他的主要目的不是挣钱, 当然有钱是更好, 现在凭空来五十万, 叶末很满意了, 其实五十万确实有些低了, 要不我再拿二十万, 李胡有些尴尬地说道, 陈洪哲忽然插口道, 李队, 你哪里去再弄二十万, 难道你要自己掏钱? 李胡还没有回答, 叶末就白手说道, 好, 就五十万, 我卖给你了, 说完, 叶末已经在包里将那个模型和资料拿了出来, 随手递给李胡, 你说的是这个吧, 李胡半赏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没想到, 事情竟然如此顺利, 他这就拿到东西了, 冯田也是一脸的震惊, 他也没有想到, 东西竟然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李胡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犹如在梦中一般的结果东西, 拿出手电照了一下, 连声说道, 不错,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几百万美元的东西, 你竟然只是五十万就卖了, 冯田不明白叶末的身份, 他当然是想不通了, 谢谢, 谢谢, 多谢了, 我真没想到, 居然在沙漠里面还真的找到这东西了, 可是我身上却没有带钱, 说完连李胡自己都感觉到不好意思, 虽然这东西对他很重要, 但是毕竟这是别人的东西, 他空口说白话总是有点不妥, 谁知道叶末却淡淡一笑说道, 那你就欠我的, 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回去后给你打个电话, 然后你将钱给我, 什么, 不但是李胡吃惊了, 就连边上的冯田和陈洪哲一样的吃惊,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哪有这样相信人的, 这, 李胡还真的有些说不出来了, 他看得出来叶末是个不寻常的人, 没想到, 既然获达到这种地步, 他没有问叶末是怎么得到这东西的, 因为至于东西怎么来的, 他不想去深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既然这人如此相信自己, 自己也就不要太矫情了, 想到这里, 李胡对叶末行了一个礼, 朋友, 我李胡就不矫情了,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我想请教一下朋友的尊姓和大名, 不然我到时候还不知道钱应该给谁, 我叫叶末, 叶末没有隐隐藏藏, 他的名字文东知道, 而且宋家也知道, 叶末, 李胡重复了一遍, 不过没有声响, 然后就说道, 我的电话是13817XXXX燕金, 说到这里, 李胡突然停住了, 因为他看见叶末再次追了出去, 除了丢下一个小瓶, 一个指南针, 还有一句话外,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 那句话就是, 瓶里有三颗药, 你们一人一颗, 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以后再见, 李胡捡起沙地的瓶子, 愣神了许久, 半嗓才说道, 叶兄真是一个欺人啊, 说完打开了瓶子, 里面只有三颗黑乎乎的药丸, 这东西能吃吗? 陈洪哲看着这药丸皱了皱眉头, 只要是叶兄给的, 我就认为能吃, 说完, 李胡毫不犹豫地吞了一颗, 冯田冷哼一声, 也直接从李胡手里拿了一颗吞了下去, 只有陈洪哲有些犹豫地看着李胡手里剩下的那颗药丸, 没过多久, 冯田就一脸惊喜地站了起来, 甩了甩自己的头发, 欣喜地说道, 竟然有这种神药, 你不吃, 这一颗再给我, 说完就要去拿李胡手里鱼下的那颗药丸, 李胡此时也是一脸惊喜地踢了一下腿, 这药丸竟然如此神奇, 他只是吃了一颗, 似乎有些疲倦和衰竭的身体, 立即恢复了过来, 此时见冯田来抢, 他看看叶末消失的方向, 再次喃喃地说道, 叶兄还真是一个奇人, 他很有可能是鼓舞一派, 只有他们才有如此神奇的丹药, 只有他们才可以如此血液地游走在塔克拉玛干, 叶末丢下药丸来不及说话, 当然是再次感受到了那个中了他钉子的黑影, 他实在是想弄清楚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他钉上自己是不是因为紫心疼, 果然叶末只是追出十几分钟, 就又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 虽然这黑影的速度依然很快, 但是叶末的速度也不慢, 黑影看起来有些像胡杨树根, 有的时候叶末甚至会想, 这是不是胡杨树根变化的, 虽然胡杨号称千年不死, 千年不倒, 千年不朽, 但是叶末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太过荒唐, 叶末始终全神贯注地追前面的黑影, 甚至没有看方向, 也没有注意路径再说了他现在背包在身上, 也不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他就不相信一个沙漠还可以将他一个有补充的修真者给灭了, 所以几个小时后, 天已经发白的时候, 叶末已经慢慢地看清楚前面几十米的地方, 那个黑影是真的如同一个胡杨树根, 天亮了, 叶末就更加地不会担心这东西会逃走, 可是就在叶末盯着这东西的时候, 这影子忽然再次消失, 如果不是叶末还能感受到他的神石标记的话, 他又追丢了, 此时叶末已经明白了过来, 难怪昨晚追的时候隐隐约约, 实现实灭的, 原来这影子竟然可以穿入黄沙当中, 它是根据隐隐约约的神石标识来追踪的, 也就没有完全追尸, 不过现在叶末明白过来, 当然更是不会放过了, 这影子在黄沙里面的速度竟然还是很快, 叶末却紧追不舍, 他就不相信自己追不到沙漠当中的一个畜生, 这影子不但是生命力强悍无比, 而且耐力也无比的强悍, 他和叶末两人再次在沙漠当中追逐了一天时间, 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叶末也舒了口气, 他也有些加不住了, 拿出一瓶水一下就喝了个干净, 忽然叶末傻眼了, 原来他知道这影子在黄沙里面, 他还可以一直定位到, 但是现在这影子似乎明白了叶末的意思, 他竟然往黄沙伸出去了, 而且还渐渐地超出了叶末神识感应的范围, 叶末做的神识标记最多的感受范围是50米左右, 而这影子往地下钻的距离绝对不止50米了, 终于叶末再次彻底地失去了影子的踪迹, 叶末有些郁闷地站在影子往下钻的地方, 心里恼火异常, 他想是不是就在这里也挖开了进去看看, 但是在沙漠里面挖洞进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叶末想起了几天前他陷入黄沙当中的情景, 现在还心有余悸, 第107章, 地下的戈壁滩, 第三更来了, 月票还有吗? 让叶末放弃这个追了一天一夜的东西, 叶末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但是现在是明知道他躲进了沙漠里面, 可是叶末就是没有什么办法, 要是有炼气三层就好了, 那个时候叶末会毫不犹豫地钻进沙漠, 在炼气三层时他不会怕给渴死, 他可以将灵气转换为水, 根本就不怕渴死, 而且在三层的时候, 他就是在沙漠里面不呼吸, 一个月也不会闷死, 可惜了, 相差一层相差得太多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 这黑影专门针对他, 叶末甚至可以想象, 这东西绝对是对他身上的紫心藤感兴趣, 因为除了紫心藤外, 他身上带的东西和别人带的都是一样, 就只有紫心藤别人没有, 不过这东西也足够狡猾, 他竟然可以想到, 先干了叶末再抢东西, 叶末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追这个黑影都是一天一夜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这黑影才想起来往深处钻, 按照这黑影的精明程度, 他应该早就想到这个钻进去的办法了, 这说明了什么, 只能说明只有在特定的地方, 这黑影才可以钻进去, 想到这里, 叶末心里惊喜起来, 这塔克拉玛干沙漠表面看起来和别的沙漠没什么两样, 但是这里下面有着太多的神秘东西了, 包括昵面在历史长河当中众多的古城, 也许这里就是一个通往墨一个地下古城的通道, 只是外面和寻常的沙漠没有什么两样而已, 或者说上次自己差点落入沙石漩涡的地方, 也是一个地下古城的通道, 哎, 叶末再次叹息一声, 要是有炼气三层就好了, 不过叶末立即将眼光落在自己的背包上, 背包里面还有石瓶水, 除此之外, 还有那个黄山女子的一袋水, 主要的, 还有叶末自己炼制的众多药丸, 有这些东西, 就是他被沙石埋个十天半月,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怕什么? 自己来沙漠就是为了紫星藤来的, 既然这东西可能也是为紫星藤来的, 就是说明这东西见过这玩意, 不然不会这么敏感, 进去, 叶末一旦下定决心就再也无法阻止, 他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个钢铲, 就开始在黑影消失的地方挖沙, 沙石飞扬起来, 叶末越挖越深, 很快就进入了十几米的地方, 这里已经很是闷气了, 不过对叶末来说倒也没什么, 他是修真者, 虽然才炼气二层, 只要有水源补充, 内呼吸还是可以做到的, 叶末的速度很快, 三个小时后他已经前进了将近百米, 叶末将挖出来的沙子往后推, 再将两边的沙子挤压开来, 如果不是他的包太大, 他此时说不定已经前进将近两百米了, 不过叶末估计, 现在他进来的洞应该完全被堵住了, 又挖了大概两百米左右, 叶末的钢铲忽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叶末心里一喜, 应该到了, 这坚硬的应该就是石头, 叶末的神石扫上去,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果然是巨大的青石, 这青石很厚, 几乎有一米多的样子, 叶末没有着急, 而是先坐了下来, 取出一颗丹丸吃了, 又喝了一瓶水, 恢复真元, 他往这里面是斜着挖的, 就算是三百米左右的距离, 也可见这块石板, 至少是在地下将近两百米的地方, 又是一个小时后, 叶末恢复了精神, 手里的钢铲拒解起真元, 对着青石就铲了下去, 顺时, 石蟹四处飞溅, 青石遇见叶末的钢铲, 就好像软泥一般, 比刚才的沙石没有好多少, 只是半个小时不到, 一米多后的青石, 就被叶末完全挖了一个洞, 叶末刚从洞里钻进去, 外面的沙石就落在洞口, 很快这洞就被覆盖起来, 叶末落下来的地方很是空旷, 似乎是一个街道一般, 但是这里四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不像是美味, 也不像是东西腐烂的气味, 这种味道很是怪异, 却形容不出来, 沿着这街道走了数十米远后, 叶末的神石伸展开去, 却终于发现这里不是一个街道, 但是, 这条地下的路倒是全部用石板铺起来的, 叶末沿着这条石板路小心地往前走, 他的神石始终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因为他肯定那个黑影也是躲到这里来了, 只是不知道他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而且叶末还肯定这里除了他进来强行挖出的洞口, 肯定还有别的入口进来, 甚至什么都不需要挖的, 因为这石板路的两边不是房子, 也不是街道, 倒是类似于山谷之类的地方, 所以叶末才肯定这里不是什么地下城市,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叶末突然止住了脚步, 就算他是修真者, 也感觉到头皮有些发麻, 一排胡杨树根排列在前面的两边, 而让叶末感觉到头皮发麻的是其中的一个胡杨树根, 他清楚地用神石观察到, 那根胡杨树根的上面有一枚铁钉, 就是他富有神石的那根铁钉, 他的铁钉打中的真是一个胡杨树根, 就算是叶末一百个不相信, 但是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相信, 就算是修真界也没有这种诡异的事情, 而这种事情却清楚地发生在他的眼前, 叶末绝不相信一个胡杨树根可以躲避他一天一夜的追踪, 而且还跑得这么快, 甚至叶末还看见那个胡杨树根本就是生长在那个地方的, 却不是后面被人移栽过去的, 叶末全神戒备着走到胡杨树根的旁边, 神石再仔细观察了一下, 没有错, 他的那个铁钉确实是钉在胡杨树根的上面, 为了更加确信, 叶末再次拿出矿灯, 还是很清楚地发现铁钉在胡杨树根上, 他的神石没有看错, 一个胡杨树根会跑得这么快, 叶末没有动那根铁钉, 而是陷入了沉思, 突然叶末想到, 两天前他用铁钉打中那个黑影是肩窝左右的位置, 而眼前的这个胡杨树根上的铁钉却是在顶部的位置, 这个位置明显地不对, 接着叶末再次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看见这铁钉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在外面, 叶末心想, 以他的手段, 如果这要用铁钉去打这个胡杨树根, 绝对不可能一根钉还不能静默, 种种迹象表明这根钉子并不是叶末打的, 而是后来被特意地钉在这胡杨树根上的, 是谁可以将这钉弄在胡杨树根上面, 叶末皱了皱眉头, 小心地将铁钉拔了出来, 叶末很快就发现铁钉上面还有一丝血迹, 甚至还有一根细长的毛发, 这根钉子果然是被特意地钉上去的, 看着毛发就知道, 它打中的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猴子一样的动物, 在沙漠里面有这种动物, 叶末也很是奇怪, 不过猴子和猩猩这种动物都很聪明, 能够想到这种办法也很是正常, 叶末想清楚这个问题, 而且知道自己要追的影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一切都明了起来, 看样子这个动物不但非常聪明, 而且对逃生很有一套, 这个沙漠下的石板路只有一条, 而且两边除了一些胡杨树根外, 就是沙土和青石板了, 似乎在很久以前有人特意铺了这个石板路, 通往某个地方, 而且石板路两边的这些胡杨也是特意栽的, 叶末加快了速度沿着石板路往前挤走, 他知道既然那个影子可以逃进这里面, 说明他已经往前跑了, 只要沿着这石板路就肯定可以追上他, 可是让叶末失望的是, 他整整在这条石板路上走了半天, 不但没有追到那个影子, 甚至连这石板路有没有尽头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这条路只有一个方向, 叶末还以为自己又迷路了, 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叶末估计他也追不到这影子了, 有些无奈, 一个是这家伙逃的地方太过离谱, 竟然逃到沙漠的地下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太过聪明了, 叶末不想追这影子, 也就懒得再理会边上的东西, 反正这两边都是一些胡杨树根, 他展开速度极快地往前击奔, 又是花了整整半天时间, 七弯八转后, 前面竟然有一个上去的阶梯, 不过阶梯并不长, 只有二三十米左右, 叶末走上阶梯, 神石扫了出去, 才明白他竟然又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只是一个青石板拦住了进口而已, 他跑了整整一天, 只是在地下的石板路上转来转去, 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个长矛的畜生给耍了, 这个石板路估计有数十里之长, 只不过有些弯弯曲曲, 这是谁, 建造这么一个两边栽着胡杨树的地方做什么, 而且还这么长, 这手笔也不小啊, 胡杨可以生长在地下吗? 叶末不明白, 是不是原来在地上, 后来沉下去的呢? 叶末想了半天没有想通, 他摇了摇头, 直接踏上阶梯, 走到尽头, 掀开一个青石板后, 没有沙石落下来, 这里竟然还不是沙漠的上面, 叶末走出这个出口, 却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戈壁滩, 竟然是一个地下的戈壁滩, 不过叶末在用神石仔细地扫了一下后, 他立即就惊呆了, 月票比前两天少了许多, 可能朋友们手里的月票已经没有了, 看着前面得意洋洋的人儿, 老五有些暗然啊, 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兄弟姐妹们, 要给老五撑腰啊, 别让老五像都委屈的小瘦气包哦, 用月票砸上去, 第108章, 在遇, 感谢风寒宣为最强气少冲蒙成功, 成为最强的双蒙之一, 谢谢, 蒙主威武, 感谢天山晴雪打赏投月票, 晋升堂主, 堂主威武, 入眼的竟然是一片戈壁滩,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戈壁滩的周围密密麻麻的长满了紫心疼, 在叶末神石之内的, 就有数百颗叶末拿出矿灯照了一下, 远处密密麻麻的全是紫心疼, 而且长得粗壮的, 甚至比手腕还要粗了, 这绝对是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才可以长成的紫心疼, 紫心疼虽然在修真界属于最低等的灵草, 但是如果有三千年以上的, 也是价值非常罕见的了, 甚至一株也要卖到数百颗零食, 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 叶末屏住了呼吸, 他的确是震惊了, 紫心疼是被他找到了, 而且还有如此之多, 甚至年份也如此之高, 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感, 甚至只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末没有动, 他再次闭上眼睛用神石感受了一下, 没错, 周围的确实全是紫心疼, 他没有看错, 可是那种心里的淡淡伤感也是真的, 忽然叶末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紫心疼是属于灵草, 而这些紫心疼已经上了年份了, 更加属于上等的灵草, 可是他在这里却感受不到一丝的灵气, 这是怎么回事? 眼前的这些紫心疼依然屹立在戈壁滩上面, 甚至连形状都没有改变, 就算是这些紫心疼已经全部枯萎, 但是入药依然是可以的呀, 叶末慢慢地走进一株紫心疼, 一股腐朽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轻轻地吹了口气, 眼前高达两三米的紫心疼竟然化成了飞灰, 叶末呆在了, 他连续走到几株紫心疼的面前, 吹了口气, 这些紫心疼一样的全部变成了飞灰, 消失不见, 似乎感受到了叶末进来的动作, 或者是似乎感受到了叶末身形带来的威风, 这近千颗紫心疼竟然在顺势都化成飞灰, 如果不是叶末亲眼见到, 他还以为又出现什么诡异事件了, 刚才进来还是满戈壁滩的紫心疼, 竟然在瞬间又消失不见, 叶末站在那里没有动, 他感觉嘴角有些苦涩, 他找了许久, 最后发现了紫心疼的秘密, 也没有意义, 再说了, 就算是酷炉也有紫心疼, 应该不会比这里好多少, 叶末往戈壁滩里面走去, 这里似乎从来都没有来过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沙漠之下, 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过, 这块戈壁滩不是很大, 叶末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一块巨大的石碑屹立在叶末的眼前, 石碑上面只有两个字, 酷壶, 原来这里就是酷壶啊, 看来酷壶原来和罗布泊一样, 是一片大壶, 后来变成了戈壁滩了, 看样子还只能回到诊所, 慢慢地培植银心草了, 可是要培植银心草, 就又要装孙子, 叶末有些不甘心, 就算是他装孙子,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已经暴露了身份, 也许他就算是装孙子都没有办法装了, 叶末的想法突然终止, 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他甚至感受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灵气, 从石碑传到他的手上, 但是那股灵气实在是太弱太弱, 几乎是不能修炼, 但是就算是不能修炼, 叶末也要查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将这石碑干脆挖了起来, 将周围的沙土弄干净, 一个干涸的灵泉出现在叶末的面前, 难怪有些灵气竟然是干涸的灵泉, 叶末有些失望, 不过也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戈壁滩有这么多的紫心疼了, 都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灵泉, 真是可惜了, 如果这灵泉还有泉水的话, 也许叶末都想在这里定居了, 虽然黑暗, 但是总好过没有地方修炼, 叶末摸着灵泉叹了口气, 拿出一瓶水倒了进去, 口中却说道, 灵泉既然没有水, 给点水给你喝吧, 在沙漠之中, 也许只有叶末才会干出来这种事情, 一个他是修真者, 对灵泉和灵雾有一种天生的感激, 还有一个就是他不在乎这瓶水, 既然没有找到紫心疼, 他就要出去了, 当叶末将手里的水倒入灵泉后, 让他惊喜的事情出现了, 灵泉竟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灵气, 似乎在回报叶末的这瓶水一样, 叶末感受了一些, 他惊奇地发现, 这灵气竟然可以让他吸收修炼, 想到这里, 叶末再不吝啬, 将手里的水全部倒了进去, 甚至连黄山女子给的那袋水也倒了进去, 果然灵气稍稍的多了起来, 叶末赶紧坐下来修炼, 他之所以不在乎水, 是因为他已经是炼气二层后期了, 只要他借助这些淡淡的灵气可以突破到炼气三层, 就算是没有水他也不在乎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发出水球术, 根本不会怕渴死, 修炼的时间过得很快, 叶末也不知道他到底修炼了多久, 但是估计至少有三四天左右, 当叶末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倒水的灵泉之中已经没有任何灵气了, 叶末有些无奈地站了起来, 这灵泉毕竟是相距时间太长了, 没有让他突破到炼气三层, 不过叶末感受一下修为, 他已经是炼气二层巅峰了, 炼气三层只是差了那么一线, 也许不用两年, 只要一个契机, 他就可以晋级到炼气三层, 叶末对灵泉弯腰施了个礼, 无论怎么样, 这灵泉算是帮助了他许多, 不过叶末也知道, 就算是他的水再多, 也许灵泉也只能散发出这些最后的灵气了, 这里最后是怎么形成的, 叶末不知道, 似乎有人特意地将这一片巨大的戈壁滩, 坐各个大殿围起来, 似乎只是为了保护这灵泉和紫星藤, 简单吃了点东西, 叶末走到刚才阶梯旁边的地方, 再次爬上另外一段石板梯, 几分钟后, 叶末就再次来到一个青石板的下面, 将青石板挪开, 一圈黄沙落下, 一道有些刺目的阳光照的眼睛有些生疼, 叶末知道他已经出来了, 他又将石板还原好, 再次填上黄沙, 也许有一天他还会来这里,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里有一个干涸的灵泉, 再次站在沙漠当中的叶末才发现, 他竟然是站在一片树林里面, 不过这是一片已经毫无生机的树林, 到处都是死绝了的湖羊树根, 叶末正在想, 这里不知道是否就是传说当中的魔鬼灵, 几声枪响打断了叶末的思绪, 让叶末皱了皱眉, 在这里竟然有枪声, 难道是男青的人追来了? 不过叶末心想, 就算是男青的人追杀到沙漠当中来, 没有看见他也不会开枪的呀, 不过叶末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一名黄山女子跌跌撞撞地从魔鬼灵旁边冲了过去, 就是救了叶末的女子, 此时她的肩膀有红色印出, 很明显她中枪了, 不过她的背包已经没有了, 果然没有多久了, 几名男子拿着枪就追了过来, 叶末只要看看这些人凶悍的神态, 就知道这些人是男青的人无疑, 叶末心里生起一股愧疚, 她没想到这女人救了她, 而却因为她的缘故受伤, 甚至还被追杀, 这女人不但是救了叶末, 而且在叶末心中犹如仙子一般的存在, 竟然被这些王八蛋追杀, 叶末心里的杀鸡立即就起来, 她要杀人了, 黄山女子的脚步越发亮枪, 叶末倒是有些好诧异了, 就算是她躲不开枪, 这几个男子应该也不是她的对手啊, 她怎么弄成了这样, 已经来不及细想了, 叶末抓出铁钉就要打出去的时候, 忽然一股擦擦的声音响起, 在这沙漠当中似乎有些刺耳, 这声音越来越大, 不单单是叶末听到了, 就算是正在逃走的黄山女子, 还有那几名男子都听见了这声音, 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 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 入墓地是一片可以让人恶心死的花斑几倍的虫子, 密密麻麻, 不计其数, 从沙土里面钻出来, 转眼就布满了数十亩地的大小, 这面积还在扩散, 很快就已经是上百亩地的大小了, 这些虫子有四条腿, 行走起来飞快无比, 前面的嘴似乎只有牙齿, 无数的这种虫子突兀地出现在沙漠当中, 发出的这种擦擦之声, 就算现在是艳阳高照,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一股毛骨悚然, 三名男亲的人半嗓才反应了过来, 立即就转身想要逃命, 可是这些虫子已经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只是呼吸时间, 这三人连骨头渣子都没有了, 连手里的枪也不见了踪影, 而参加了吞噬三人的虫子, 却立即便大便黑了一圈, 连背部的花纹都更加的显眼了, 叶末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厉害, 他立即想到了黄山女子, 他也看见了这些虫子, 不过他似乎已经毫无力气, 眼里露出一丝绝望, 然后很快竟然安详起来, 扑倒在沙地之上, PS, 感谢朋友们的月票支持, 现在已经只差三十票不到了, 已经在新书第十一位了, 能不能再支持一张月票, 满足了老五前往前十的愿望, 再次感谢所有订阅的朋友, 谢谢你们, 你们威武, 同时感谢很多打赏和投月票的朋友, 第109章, 可不识人虫, 叶末看着成群结队冲向黄山女子的沙虫, 心里一惊, 想也没想, 就以最快的速度也冲向了黄山女子, 在这些沙虫到来之前几秒钟的时间, 叶末抱起了黄山女子, 急奔而走, 似乎发现了这黄山女子被叶末抱走, 这些沙虫竟然愤怒起来, 全部蜂拥着冲向了叶末, 虽然这些沙虫的速度还蹬不上叶末, 但是那数千吃过人已经净化过的沙虫速度却是奇快无比, 丝毫不比叶末慢, 甚至还要快上一点点, 让叶末惊害的是, 这数千虫子走到最快的时候竟然可以半飞半走, 这要是在让这些沙虫吃了肉食, 它们还不要长出翅膀啊, 叶末忽然想到了黄虫, 要是这些沙虫长了翅膀, 漫天遍野地飞了出去, 那绝对是一个灾难,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得住这些沙虫, 叶末忽然想起了沙漠当中的食人虫, 难道这竟然是传说当中的食人虫? 怀里的黄山女子身后的背包早已不见, 头发有些凌乱, 脸上的面筋也有些斜, 只是露出半边的容颜, 竟然让叶末差点失神, 数天前他看见这女子遮着面纱的时候, 已经惊为天人了, 现在在看见他露出的半边容颜, 更是绝色无双, 天下竟然有这种女子, 可是叶末已经顾不得怀里的黄山女子了, 因为沙虫已经越来越靠近他, 要是以这种速度下去, 叶末迟早要被这些沙虫追上, 叶末心里也越来越急, 这几千只食人虫一旦追上他, 只要单个一时半会, 后面无数的食人虫都会追上来, 不要说现在他只有炼气二层, 就算是他已经是真正的炼气三层又如何, 他一样会被这些虫子吞噬, 如果没有抱着一个人, 叶末有把握逃走, 但是现在让他将手里的黄山女子丢下来, 那是绝无可能, 不说叶末本身就对这黄山女子非常有好感, 更何况他还救过自己, 如果要减轻负担, 唯一可以丢弃的只有自己的背包了, 此时黄山女子却睁开了眼睛, 似乎看见了自己在叶末的怀里, 他稍稍挣扎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又发现了追逐叶末的数千近万的虫子, 而远远的地方, 还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很明显除了这数千虫子外, 后面还有更多, 说道, 谢谢你了, 你将我放下来, 自己逃吧, 声音虽然弱, 但是清零动听, 让叶末以为自己在聆听仙音, 别说瞎话了, 这些虫子恶心都恶心死了, 你丢下去, 就算是你不怕死, 也许都恶心死了, 叶末知道用死来威胁这样一个女子, 简直是绝无可能, 出奇的是, 这黄山女子似乎听取了叶末的话, 竟然不再出声, 叶末心里却松了口气, 还好, 这女子竟然能说话, 说明她不是哑巴, 过了好久, 这黄山女子忽然开口说道, 我叫洛素素, 洛素素, 叶末重复了一下, 她怎么和自己的师父同样姓末, 不过, 这也是瞬间的事情, 叶末听到后面擦擦的响声, 回答了一句, 我叫叶末, 叶末, 这黄山女子也重复了一句, 看了看后面越来越近的沙虫, 她没有再说话, 似乎重复一句, 只是为了记住这个冒死救了她之人的名字, 虽然最后还是要死, 不能丢下这黄山女子, 看着越来越近的沙虫, 叶末只能丢弃自己的背包了, 叶末将背包里面的药瓶拿了两瓶出来, 又拿出了当初迟晚清给的那把梳子, 还有一截紫心藤和银心草种子, 想了想又摸出一个空瓶, 然后才将背包扔了下去, 叶末的背包很快就被数千石人虫以瞬间的速度啃得支离破碎, 可是这些石人虫竟然不停留, 而是继续朝叶末追来, 没有了大背包的累赘, 叶末的速度立即再次提升了许多, 后来竟然和这些石人虫的速度差不多了, 叶末既不能摆脱这些石人虫, 石人虫也无法追上叶末, 但是只有叶末知道, 它处于劣势, 这些石人虫看情况就是在跑个几天也可以, 它可不行, 它抱着洛素素, 也许只要几个小时下来就坚持不住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低头看看洛素素, 它再次地昏迷了过去, 不过从它干燥的嘴唇就可以看出, 它已经好久没有喝过水了, 叶末心里生起一股愧疚, 它的水给自己了, 没想到它竟然可成了这样, 可是现在它也没有水给它喝, 叶末真想割破手腕给点血给它解渴, 可是它知道就是用这个想法, 现在也不能去做, 此时它已经面临绝境了在受伤的话, 就是送给这些石人虫吃的,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叶末突然转身停了下来, 不过这些石人虫可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觉悟, 见叶末停下, 更是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叶末抬手就是几个火球飞出去, 叶末心里一阵惊喜, 他没想到在沙漠当中的石人虫还怕火, 它们体外的那层皮似乎是火油浸泡过一般, 在火球下竟然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叶末的火球属于最低档次的火球了, 没想到也可以灭了这些石人虫, 此时找到了办法, 叶末更是手下不留情, 手里的火球不断地发了出去, 火光一团团地爆裂开来, 无数的石人虫被烧死, 烧死的石人虫散发出阵阵焦臭的味道, 让人作呕, 可是这些石人虫根本就没有任何智慧, 依然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叶末估计刚才他那一番火球至少杀了大半的净化石人虫, 现在他有心想一下再灭一些, 但是后面没有净化的无数石人虫也冲了上来, 叶末只能继续逃走, 他不能留在原地不停地发火球, 因为火球很耗他的真元, 如果不是不久前晋级到了炼七二层巅峰, 他还真的不敢这样做, 不过经过叶末这一番火球的威风, 可以继续跟上来的石人虫只有两千多了, 叶末跑了一番, 再次停下来又是树莓火球, 等后面的石人虫上来的时候, 他在逃, 如此一走一逃, 天色将近傍晚的时候, 叶末总算是摆脱了这些可怖的石人虫, 可是他自己也累得几乎脱水了, 张了张有些冒烟的咽喉, 叶末再次急奔两个小时, 他害怕这些虫子突然追了上来, 他算是怕了这些恶心的家伙,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叶末再次找到一个风石杀墙, 现在他没有任何东西, 只能抱着昏迷的洛素素靠墙而坐, 叶末知道洛素素是太渴了的缘故, 可惜了他没有水, 休息了一个小时后, 叶末感觉洛素素脱水有点厉害, 洛素素虽然本事不差, 但是毕竟不能和他相比, 因为他是修真者, 虽然脱水, 只要没有烈日, 他可以修炼, 如果再不能找到谁给洛素素, 他很可能脱水而死去, 叶末想了想, 还是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将手腕对准了洛素素的嘴, 先救他一命再说, 洛素素接连喝了几口, 竟然在昏迷当中皱了皱眉头, 却不再喝下去, 叶末也没有强行让他继续, 毕竟他还要找水源, 现在他洛素素是昏迷的, 他还要保存体力, 否则两人真的只有等死了, 叶末将洛素素肩膀中的子弹取了出来, 再为了他一颗药丸, 用蒸汽帮他滋润了一下伤口, 感觉有些疲劳, 却靠着风墙抱着洛素素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太阳再次照射了出来, 叶末庆幸昨晚那个胡杨树根一样的影子没有过来, 不然的话, 他还真的危险了, 叶末来沙漠已经将近十几天了, 现在的天气比来的时候更加的炎热, 叶末知道, 如果他再找不到水源或者是找不到救助的人, 他也走不出沙漠, 更别说就洛素素了, 洛素素已经醒了过来, 他感觉自己竟然比昨天好了许多, 有些奇怪地看了叶末一眼, 有心挣扎着要自己起来走, 可是他发现自己虽然好了一些, 但是却还是不能动弹叶末拿出一块饼干递给洛素素, 你先吃点东西, 等会我们继续寻找水源或者出去的路, 洛素素摇了摇头, 他现在根本就不想吃任何的东西, 只是看了一眼自己的肩膀, 似乎子弹已经被取出了, 见洛素素看向他的肩膀, 叶末怕他有什么想法, 连忙说道, 你肩膀的子弹我已经取出来了, 对不起了, 这次是我连累你的, 那些人本来是来追杀我的, 听叶末说子弹是他取出来的, 洛素素苍白的脸色出乎意料地, 现出了一丝红润, 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 只是也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再次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烈日之下, 沙漠当中的温度已经超过了50度了, 叶末也不想讲话, 现在他也有些受不了了, 又是一天坚持下来, 叶末没有找到任何的水源, 只是他的人更加的微眠了, 不过在天黑的时候, 叶末再次找到了一个风石岩洞, 叶末抱着洛素素进入岩洞, 他知道洛素素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